人黄纪第1786集 笛下 这是 身后 囊日诵天看着这只血鹰欲言又止 冥冥之中 囊日诵天的脑海之中闪过一个念头 在大唐 这个时候会给陛下寄信来的恐怕只有那一位了 谁也不知道信里面是什么 但毫无疑问 这绝对是众人意料之外的一个变数 随着这只血鹰的出现 西北的这场战争似乎也隐隐出现了一些未知的东西 大伦亲灵看着从血鹰腿上拆下来的这封信件 沉默片刻终于打开 大伦亲灵展开信间 只是看了一眼 立即身躯一晃 差点从马上坠落下去 而一张原本淡定从容 不论遇到任何事情都镇定自若 似乎永远都不会慌乱的脸庞 也瞬间变得苍白无比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神色大变 纷纷迎了上去 跟随大伦亲灵这么久 在众人心中 大伦亲灵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众人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样子 传我命令 停止攻城 所有大军全部后撤 大伦亲灵脸色苍白 突然下令道 什么 听到这个命令 所有人一片哗然 现在乌斯藏正处于上风 眼看着钢铁之城即将被攻破 突然之间下达这种命令 实在太过诡异 然而众人还没来得及躲稳 大伦亲灵便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冲击一样 抖得晕厥了过去 底下 底下 众人大惊失色 手忙脚乱 纷纷簇拥了上去 拖住了大伦亲灵的身躯 没有人知道那封信中到底写了什么 竟然会让众人心中神一般存在的地象产生如此大的反应 正在混乱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阵惊天的欢呼声从钢铁之城中传出 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唐语 而是用众人熟悉的乌斯藏语大喊出来的 随着这阵声音 钢铁之城内欢呼声惊天动地 原本节节败退的大唐军队这一刻宛如神灵附体 一个个嘶吼着士气大震 竟然从钢铁堡垒之内主动往外冲杀而来 而城池外 乌斯藏的大军早已是一片混乱 在城池内大唐军队的攻击下顿时节节败退 溃不成军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东北悠久还有诸国数百万的大军 怎么这么容易就溃败了 这一下 所有的乌斯藏将领也跟着慌了神 作为主心谷的地相 大伦亲灵 不知道看了什么 刚刚昏倒 而对面的乌斯藏大军也跟着支撑不住 即将崩溃 难道说幽州的诸国联军真的败了 韩凤呼啸 大伦亲灵手中有什么东西飘出 扑打在囊日宋天的脸上 后者下意识地手掌一伸 抓在手中 仔细一看 却是大伦亲灵收到的那封信件 囊日宋天展开信件 只是看了一眼 立即如遭雷击 信中的文字 囊日宋天并不陌生 之前的时候 乌斯藏也收到过 所以一眼就辨认了出来 正是大唐那位异域王的书信 而信件上只有简简单单的几行字 以展安禄山 金会大帝像 末尾是一枚异域王的印章 另外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印章 正是安禄山和乌斯藏帝国书信往来的丝章 安禄山有个习惯和诸国都不一样 诸国书信往来都会加盖国喜印章 但是幽州只是大唐的一个都护府 没有资格和诸国平起平坐 所以安禄山加盖的从来都是他私人的印章 一来是私密 除了特定的对象 外人根本不知道 二来也是安禄山想要避免留下把柄 并且为了防止被人利用 安禄山和每个国家书信往来用的都是不同的私印 如此一来 除了当事国 外人根本无从知晓 王冲这封书信上加盖的正是安禄山和乌斯藏往来的私印 其中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囊日宋天心神颤抖 整个人直坠冰角 只觉得眼前灰暗无比 东北诸国战败 大唐胜出 这一切来得太快 太突然 西北钢铁支撑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东北那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却是提前收官 这是所有乌斯藏人最意想不到 也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东北那场大会战结束 西北这场战争顿时变得如同鸡肋一般 不管是胜是败都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往东 乌斯藏帝国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盟友 往南 众人要面对的可能是即将持缘钢铁支撑的王冲 而往西 乌斯藏高原已经大雪风动 众人已经无处可去 天地虽大 几十万乌斯藏大军 竟然有一种穷穷竭力 在天地间孤立无援的感觉 东北之战结束 整个乌斯藏帝国瞬间就陷入了绝境 完了 完了 这一刻 狼日宋天突然明白 为什么地向大伦亲灵仅仅只是看了一眼这封信 立即就气急攻心昏倒了过去 乌斯藏帝国 大势已去 这已经是任何人力物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就算是大伦亲灵也一样无法挽救 扯 扯 所有大军全不惜扯 狼日宋天接连说了几个彻子 这一刻他心中也有些六神无主 脑海中只剩下大伦亲灵昏倒之前下的那道命令 随着狼日宋天的命令 所有乌斯藏大军立即风卷残云 如同来时一样向着西北的方向撤去 而那些心中忐忑的乌斯藏将领 也同样如风而去 整个大军撤退的时候 一片混乱 完全不复之前的神勇 而看到无数的乌斯藏铁骑 在茫茫的风雪之中 神色苍黄的败退逃跑 钢铁支城内 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 杀 杀光他们 还有不少骑兵追出了数千丈远 最后才被城中明金收兵的声音召回 让他们回来 这些乌斯藏人只是怕了王爷 我们的兵力暂时还打不过他们 青阳公子站在城池中央的瞭望台上 下令道 穷寇莫追 乌斯藏人虽然败退 但并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想要彻底拿下乌斯藏帝国 还得等到王爷亲来才行 传令工匠组准备修补城墙 另外 胡巴尔社 还要麻烦你们西图绝人在外围警戒 防止乌斯藏人去而复返 短短时间之内 青阳公子接连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众人把守的钢铁之城 现在是首方 能够防住乌斯藏人就是胜利 余下的只能是交给王冲来处理 一切都有条不稳地进行 不管乌斯藏人何去何从 他们的命运早就已经注定 且不提西北方向的动静 此时此刻 幽州境内 曾经幽州都护府所在的位置 安禄山的幽州大旗 早已换成了大唐的龙旗 而就在都护府的周围 数十万的大唐军队正阵列整齐地排布在周围 真是鬼府神功啊 黑人组织在幽州布置的大阵 确实比我从天书上找到的阵法强大得多呀 此时安东都护府的一处城墙上 阵途老人昂首助力 望着天空感慨道 狂风呼啸 寒潮滚滚 可是从阵途老人的角度看过去 整个幽州上空 距离地面数千丈的地方 一道巨大的穹顶屏障 如同锅盖扣在地上 将整个幽州护在其中 护照之外 寒潮滚滚 鬼哭狼嚎 一片万物肃杀的景象 而护照之内 则是一片温暖 和外面相比 简直是天差地别 论对风寒的抵御能力 阵途老人自愧不如 能找出他们的阵法原理复制下来吗 王冲和阵途老人 并肩站在城头上 同样仰头 看着天空 大唐内陆的情况 现在不容乐观 尽管有了地窖和蜂窝煤 但依旧有不少人 在寒夜中冻死 王冲带领大军 抵达幽州 安禄山地盘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阵途老人帮忙 拆解太史 在这里留下的大阵 他想将它复制到 大唐的各个城池去 帮助大唐的百姓 抵御风寒 嗯 给我点时间 七天左右 应该可以完成 阵途老人沉吟片刻 开口道 这样巨型的阵法 正常情况 短时间之内 想要参透 根本不可能 不过有王冲的 真实事件的能力 再加上 眼兽的意识中 还残留着一部分 太史的意识 再配合阵途老人 在阵法上的超高造诣 这一切 才成为可能 王冲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 这个给你 这座巨型阵法的 运行规律 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王冲沉默片刻 两眼一开一合 立即将自己 用真实世界 观察到的 大阵运行规律 凝聚到一张 钢器画成的书页之中 飘到了阵途老人手中 钢器凝聚 画虚为实 对于王冲来说 这一切 早就不是问题 王冲凝聚的 这张金色的书页 记载的不是文字 而是直接将 大阵运行的脉络和规律 以直观的图案方式 烙印在上面 哈哈哈哈哈哈 镇图老人 握着这张金色的书页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镇法世界 本身就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 包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身后传来 顺着台阶急促靠近 王冲 收到诸国的书信 乌苏米诗克汗 云爱苏文等人 联名想要拜见王冲 身后张雀拱着摇身 恭恭敬敬道 嗯 他们不是逃了吗 王冲还没有说话 一旁的镇图老人 倒是忍不住抬起头来 眼中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 当日钢铁堡垒的大爆炸过后 诸国的兵马一哄而散 直接离开了东北 不知去向 这段时间 张雀倒也有派出兵马去找寻 但都被王冲阻止了 才刚刚过去几天 就熬不住了吗 王冲文言倒是淡然一笑 看起来毫不在意 对于诸国君王的主动求见 王冲倒是一点都不意外 整个东北大地 除了毁掉之前的钢铁堡垒 以及幽州地带 这两处地方 算是避风港 可以抵御风寒之外 其他地方 全都是天寒地洞 万物冰封 王冲带领大唐的兵马 尚且无法在这大寒朝之中生存 更别说是诸国了 而且即便诸国有办法幸存下来 他们脱家带口 带着那么多百姓 又该如何处置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 这段时间 王冲才会在幽州 不急不缓 安然自若 甚至连张雀他们 要出城去搜寻诸国的兵马 也都被王冲阻止了 让他们过来吧 我倒要看看 他们到底准备怎么做 王冲一脸微笑道 是 张雀攻神应道 但是却并没有立即离去 而是处在那里 欲言又止 怎么 还有什么事吗 王冲眉头一动 立即问道 回王爷 还有一件事 诸国军王 除了主动求见王爷 另外还送了一件礼物给王爷 张雀说到礼物的时候 脸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神色 好 王冲沉默片刻 也没有细问 摆了摆手 直接道 戴上来吧 仅仅只是片刻 王冲就看到了 诸国冲王送来的礼物 别说是其他人 就连王冲 在看到这份礼物的时候 脸上也不由露出一丝 古怪的神色 张雀口中 诸国军王送来的礼物 竟然是崔钱佑 田成四和田钱真三人 这几人 都是安禄山麾下的大将 没有他们的帮助 安禄山绝对走不到现在 东北一战 钢铁堡垒大爆炸 王冲当时 一心对付太史和安禄山 其他几人 就交给了张囚坚穷等人 去对付 张囚坚穷等人 倒也拼见了权力 想要留下他们 只可惜 这几人武功太高 再加上御下有数 危险时刻 三人挥下的兵马 潜伏后继 拼死阻挡 帮助三人杀出重围 这才让三人成功逃脱 人皇记第1787集 天大地大 这几人对于东北的历史极熟 就算是王冲一时之间 想要抓住他们 也没有那么容易 但却没有想到 这几人竟然被诸国的军王 封了丹田 穿了琵琶骨 又用钢锁捆绑了当作投诚的礼物 送了过来 这三人一送过来 诸国军王的态度 也就不言自明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混蛋 原改苏文 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本将就算是死 也不会放过你的 几人被蒙着眼睛 每人周围四个强壮的假式押送着 朝着这里而来 一边挣扎 一边不停地喝骂着 几位将军 好久不见了 就在这个时候 高高的城墙上 王冲居高临下 突然开口了 刹那间 原本愤怒的三人 就像是被人点了穴道一样 身躯一江 瞬间停止了挣扎 三人身后 几名强壮的假式立即上前 将蒙住三人眼睛的布巾扯了下来 是你 看着对面的王冲 三人脸色一白 神情顿时难看无比 一切已经不言自明 为什么乌苏米诗可汗 冤盖苏文他们会这么做 以及为什么醒来之后 感觉周围比较暖和 所有的答案都在眼前 哼 一群卑鄙的小人 原来是想借我们三人的性命 向大堂祈饶 天成寺冷笑一声 眼中顿时流露出一丝 看透一切的神色 如果你是想劝降我们 大可不必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既然落到你手里 我们也无话可说 要杀要寡 习庭尊便 田前真把头扭到一边 也开口道 这一刹 三人都明白了自己的命运 放肆 王爷面前也敢出言不逊 王冲还没开口 几名对王冲满是尊敬的大堂假侍 立即忍不住怒斥起来 田成寺三人冷哼了一声 身躯挺直 态度已经表露无遗 成王败寇 如此而已 想要让他们在王冲面前 俯首称臣 那是绝不可能的 你们多虑了 王冲站在高高的城墙上 随便地摆了扳手 阻止了几名假事 几位是诸国君王送过来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要杀你们 崔前佑 田前真 田成寺 实力虽强 但对于王冲来说 实力再强 王冲也很难继续利用他们 听到王冲的话 几人瞬间沉默了一刹那 不管是田前真 还是崔前佑 这一刻都已经明白了王冲的心思 叶玉王 在临死之前 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崔前佑突然上前一步开口道 说吧 王冲道 我们主公真的被你所杀吗 崔前佑突然开口道 王冲点了点头 嗯 他的头颅 我已经送到京师去了 崔前佑长叹一声 终于闭上眼睛 不再说话 就连田成寺和田前真 这一刻也安静下来 王冲看着眼前的几人 眼中不由微微波动了一下 不管是田前真 还是崔前佑 其才能放之四海 都是出类拔萃的枭雄 只可惜 最后投错了安禄山 不但没有能够造福大唐 反而掀起了一场浩劫 上辈子整个神舟 几乎就是毁在他们手中 去吧 王冲突然开口道 声音微弱 他的手掌一伸 轻轻抖了一下 下一刻 虚空轰鸣 就在众人的目光中 一道巨大的金色时空之环 突然从天而降 那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众如山月 随着暗金色时空之环的落下 一股庞大的力量 众如山月 猛地落下 只听一阵连绵的脆响 三人连哼都没哼一声 便在王冲的时空之环中 化为积粉 三名一手掀起 神舟浩劫的幕后黑手 这一刻 真正的粉身碎骨 骨肉为泥 一旁张雀换来了几名甲氏 很快 众人一起动手 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三人留下的残骸 也全部被打扫一空 从城墙处离开 王冲很快 进入到了安东都护府的内庭之中 在那里 王冲见到了乌苏米诗克汗 冤盖苏文等诸国君王 监国一欲望 就在大庭之中 冤盖苏文 契丹王 西女王 面带溃色 纷纷攻身跪地 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除了西女王之外 乌苏米诗克汗 冤盖苏文等人 全部身上五花大绑 绑了手指粗细的绳子 背后还插了几块木板 看起来如同犯人一般 看到这一幕 即便王冲心中 早已知道他们的打算 心中也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赴经请罪 他们这分明是学中土神州 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想通过这种方式 从自己手中求得一线生机 岂为陛下 这是何故 王冲扫了几人一眼 并没有上去扶起他们 反倒是走到了大殿赏方 从安禄山常用的那张桌案上 端起一只茶盏 轻轻喝了一口 听到王冲的话 几人脸上都是羞红 王冲岂会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换了以前 他们必定早已勃然大怒 所谓是可杀不可辱 但是如今 众人只能低头 寒潮降临 整个户外天寒地洞 除了游州之外 根本没有容身之地 几人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必须为身后 无数的诸国子民考虑 王爷 这件事情我们错误在先 要杀妖寡 习听尊便 只是希望王爷 能够挤王不救 放东突厥子民一条省路 乌苏米诗可汗 满脸惭愧 首先打破沉默开口道 臣王白口 这次我们和安禄山 联合进犯大唐 确实是罪不可输 但还是希望王爷 能够让我们高狗里的自民 高狗里愿意永远 侍奉大唐 以大唐为主 冤盖苏文也低着头 攻声道 我们愿意投靠打他 请王爷收留 相比之下 契丹王就直接的多了 说罢居然低头 一言不发 这场大战失败 诸国都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绝境 短短数天 诸国已经损失大量人马 全部都是受不住严寒 被活生生冻死的 如果不是被逼到了绝境 别人也不会愿意忍辱负重 主动向大唐投诚 如果诸位和安禄山成功 可不会放过大唐吧 王冲冷笑一声 一句话说得众人脸色 顿时煞白无比 王爷 我们禀无此意 契丹王结结巴巴开口道 说到后面 自己也说不下去了 大唐太强大了 而生存空间却非常有限 不管是便于统治 还是为了各自帝国 如果诸国胜利 恐怕对大唐都不会太过仁慈 这是生死之争 不管是大唐还是诸国 都心知肚明 在这里强辩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人人心中都不安到了极点 王冲不放过他们的话 他都不需要主动进攻 只需要在游州默默等待 到了最后 诸国所有的百姓和兵马 全部都会在冰雪之中冻死 根本无人可以生存下来 奕与王 只要能够放过我们 懂突厥的百姓 不管你要做什么 即便是要我的性命 在下也绝无远言 就在这个时候 乌苏米什克汗突然开口了 毕竟是文明天下的剧情 虽然乌苏米什克汗一生之中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带领东突厥的兵马 一统天下 成为整个陆地上最强大的帝国 不过到了最后 作为东突厥的最高皇帝 乌苏米什克汗 终究良心未民 在人性的自私 和整个东突厥百姓的安危面前 乌苏米什克汗 终究还是肩负起了自己 身为帝国皇帝的职责 联合安路山 金工达塔是我的决定 与高沟里的子民无关 以欲望如果想要写分 就拿我的人头写分吧 就在这个时候 高沟丽皇帝冤盖苏文也开口了 不管是个人的武力 还是帝国的大军 都已经完全失去了和大唐抗衡的本钱 想要活下来 就要放弃自尊 必须有所割舍 我说过不同意了吗 王冲的声音 突然在众人耳边响起 听到王冲的话 几人浑身一震 又惊又喜 猛地抬起头来 面对面 王冲背负着双手 倒是一脸平静 诸国和安路山结合 狼狈为奸 一同进攻大唐 确实实恶不赦 不过他们和崔前佑 田成寺又不同 田成寺等人身为汉人 却助纣为虐 一手掀起滔天浩劫 如果没有自己阻止 中土神州 不知道有多少人 要因为他们而死 但是冤盖苏文 乌苏米施克汗等人 却不同 两军交战 各为其主 诸国和大唐 从来都不是朋友 联合安路山 进攻大唐 本来就是他们会做的事情 当然 对于王冲来说 最主要的事 还是未来 即将到来的末日浩劫 安路山 虽然也对神州 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伤害 但他们并不是 整个陆地世界 最大的敌人 对于王冲来说 整个陆地世界 真正最终的敌人 是那些即将到来 成千上万 茫茫无尽的 一遇入侵者 安路山虽然身死 但他的灵魂 却被天成功带走 而且 只要天神组织一天还在 那么一遇入侵者的危险 就一天没有结束 这些都是王冲不得不防的 未来的战争 不是一个人的战争 也不是一国的战争 仅凭大唐 很难抵御住 茫茫无尽的 抑郁入侵者攻击 只有联合诸国的力量 才有可能挡下这一步浩劫 这也是王冲 愿意饶过他们的原因 诸国的力量 暂时还是有可利用之处 我可以让东突厥 契丹以及高沟利 西部落的子民 进入游州 躲避风寒 我也可以饶你们一命 不杀你们 甚至还提供食物给你们 但是有一点 从此以后 整个陆地世界 将不再有东突厥 契丹 以及高沟利 西部落 整个陆地世界 以后只有一个帝国 叫做大唐 说到最后一句 王冲神色冷然 身躯微微一停 自然而然的爆发出一股 霸道无匹的气势 而大厅里 众人神色一正 立即明白了王冲的意思 毫无疑问 王冲代表大唐 想要彻底收服诸国 一同整个陆地世界 并且东突厥汉国 高沟利帝国 西与契丹 全部都要臣服于大唐 同时也意味着 他们再也不是诸国的君王 而是大唐的子民 煞时间 几人神色复杂 成王败寇 这一次 他们是真正输得彻彻底底 不过尽管心中苦涩 但众人却并没有犹豫太久 一边是臣服效忠大唐 而另一边是在这场 大寒朝之中身死国勉 对于诸国来说 已经没有选择了 一欲望 我们原意臣服 大厅之中 几人同时深深地低下头颅 而王冲看到这一幕 只是淡然一笑 这些全部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从重生到现在 战争只是表面 这一刻才是王冲 真正追求的目的 至此为止 东西突厥汉国 西与契丹 高沟丽帝国全部都到了大唐回家 而幽州的叛军也已经被收服 大唐真正实现了历朝历代 无数君王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梦想 一个大陆的真正大统一帝国 已经逐渐成形 轰随着王冲的点头 片刻之后 一阵密集的马蹄声沉重如雷 迅速地从四面八方传来 只不过虚索 所有诸国还残存的兵马 以及百姓 全部从各个方向 涌入到了幽州境内 放下武器 幽州境内 早有无数大唐 全副武装的士兵 迎了上去 而随着一阵金属铿枪直升 无数的兵器放到了地面 而诸国的士兵 也全部高举双手 跪倒在了地上 幽州境内 王冲是绝不会容许他们 带有武器的 现在只剩下一个乌斯藏帝国了 幽州安东都护府之内 王冲助力在房间之中 透过打开的窗子 望着外面熙熙攘攘 忙忙碌碌的一幕 心中暗暗道 与此同时 西北钢铁之城 寒风呼啸 天地间飞雪漠漠 白茫茫一遍 距离之前的大战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 经过几天的休憩 原本满目疮痍的 钢铁之城又恢复如初 坚固的钢铁城墙 以及各种防御工事 也重加修复 加固 稀溜溜 远远望去 钢铁之城周围 一鸣铁骑 不时飞缩而过 巡视四方 尽管 大轮亲邻率领着 乌斯藏兵马 已经撤去 但钢铁之城内 依然保持着戒备三严 城头上 无数士兵 全副武装 关注着四周的动静 只是和往常相比 今天的钢铁之城 却有些不太一样 钢铁之城东面 临近东城门的地方 青阳公子 李军县 还有呼巴尔舍 全部聚集在一起 在他们身后 大唐 以及东突厥的众多将领 全部聚集 排成树牌 似乎在默默等待着什么 仅仅只是片刻 没有丝毫的征兆 三人身前 地面之上 气流扰动 积雪飞扬 迅速化成一个圆形的漩涡 很快 地面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并且向着四面八方 扩散开来 下一刻 光芒一闪 一道熟悉的身影 从地里迅速地出现在 众人的目光之中 王爷 看到出现的那道身影 几人都是目光一亮 齐齐上前 躬身行礼 一个个喜悦无比 那突然从地底出现的身影 不是别人 正是王冲的第一分身 大地神胎 王冲的大地神胎 能在地底穿梭 在这种天气 也不会受到风寒和冰雪的影响 而且顿地的速度 奇快无比 这也是王冲 将他先行调到钢铁支城 解决这边危机的原因 起身吧 不必多礼 王冲只是摆了摆手 很快从地底抽出脚掌 朝着众人走了过来 大伦亲领有消息吗 东北幽州一战结束 王冲的分身就已经开始赶往这里 一路上 虽然并不知道钢铁支城中具体发生的事情 但王冲只是扫了一眼城中的情形 就知道自己的策略奏效了 没有 自从收到王爷的信 大伦亲领就带领着乌斯藏帝国的兵马 全部撤离了 不知去向 青阳公子恭恭敬敬道 嗯 王冲点了点头 一点也不意外 王爷 接下来需要出兵进攻乌斯藏吗 呼巴尔社上前一步 开口问道 王冲抵达钢铁支城 最高兴的莫过于呼巴尔社了 西北一战和乌斯藏对决 损失最大的莫过于西图爵汉国 钢铁支城中的主力 几乎都是西图爵的兵马 西图爵用性命堆填 踩挡下了乌斯藏人 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不过现在王冲抵达 一切也随之结束 西北支战真正的稳了 而且随着幽州大盛 八荒六合 唯一还没有臣服大唐的 也就只有大伦亲领 带领的乌斯藏帝国了 西图爵将自己的国运 堵在大唐身上 堵在这场史无前例的 帝国大战争之中 到了最后 一切都证明 呼巴尔社当初的选择 是正确的 而作为周边帝国之中 大唐唯一的盟友 呼巴尔社相信未来 当大唐统一世界 西图爵也会从中受益 至于消失的大伦亲领 呼巴尔社倒不是很担心 在王冲面前他们跑不了 不用了 大伦亲领就会自己来的 而且乌斯藏帝国早就已经败了 王冲淡淡倒 一脸的云淡风轻 啊 听到王冲的话 众人一片作恶 王冲出现在钢铁之城 不是来对付大伦亲领的吗 为什么说乌斯藏帝国已经败了 青阳公子我吩咐你做的那件事情 弄好了吗 王冲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而是转头望向了最前方的青阳公子道 回王爷已经准备拖到 青阳公子躬身一礼 很快回过神来道 嗯 把那面战旗升起来 后面的就交给我来处置 王冲说完这句话 衣袖一服 很快迈开脚步朝着钢铁之城的主厅走去 东北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全 王冲并不准备在这件事情上 花太长的时间 狂风呼啸 仅仅只是片刻 就在钢铁之城的主厅上 一张巨大的旗帜 缓缓升旗 迎风飘斩 在默默的风雪之中 烈烈作舞 极其醒目 而就在那张旗帜的中央 一个硕大的王字 苍进钢球 刀削斧凿 给人一种霸气无比的感觉 即便隔了很远 也能感觉到那股闭腻的气势 八荒六合 除了大唐龙旗之外 恐怕再没有任何旗帜 能比这面代表异域王的战旗 更加有影响力了 钢铁之城之中 静悄悄 一棵棵球结的梅花树 在寒风中怒放 充满了朝气 散发着阵阵芬芳 而就在梅花树之间 无数的目光 抬望着天空 望着那面巨大的 异域王战旗 心中各自揣测 闪过无数的念头 没有人知道 王冲这是在做什么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 王冲这么做 必有其原因 而那感代表着 王冲的硕大战旗 升起后不久 远处的积雪下方 众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一双雪亮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 钢铁之城上空 飘扬的大旗 随即扑的一声 掀开地面 那道潜伏的身影 有如猿猴一般 从积雪下冲出 然后以惊人的速度 朝着西北飞驰 迅速消失的 无影无踪 轰隆隆 仅仅只是片刻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 低息 高高的城墙上 一名放哨的大唐士兵 看到远处的变化 猛地发出一声惊天的吏叫 而随着这道声音 刹那间 整座钢铁之城 都随之而动 气氛紧张无比 无数士兵纷纷登上墙头 弩箭张开 做好防御准备 就在众人的目光中 战马长思 西北方位 那接天连地的滚滚雪雾之中 一支大军 有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雪乌斯藏人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更加紧张了 经历过一次又一次 惨烈的城防战 现在所有人都深深了解了 这些乌斯藏人的凶猛 王爷 乌斯藏人真的出现了 高高的城墙上 看到远处的情景 青阳公子 呼巴尔舍 还有李军县 纷纷扭头 望向了身前的王冲 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 大战结束 乌斯藏人便彻底的西撤消失 众人花了很大的力气 想要找到他们 都没有成功 汽西的营地空荡荡的 没有一个人 天大地大 乌斯藏人就好像彻底从西北 消失了一样 众人甚至怀疑他们 是否已经撤到了 乌斯藏高原 但是从眼前的情形来看 所有的猜测都错了 大伦亲邻带领着所有的兵马 并没有走远 而是就藏在附近的区域 从这一点来说 大伦亲邻的能力 确实远超众人 不过最令人惊讶的还是 所有的一切 都像王冲之前说的那样 当那面代表王冲 异域王身份的旗帜 升起之后 那些消失的乌斯藏人 立即仿佛受到什么吸引一样 如同幽魂一般 从各个方向席卷而来 看到城外的大军 钢铁支撑内 大军迅速躁动起来 所有人都做好了 接下来一场恶战的准备 乌斯藏人汉不畏战 想要打退他们 远没有那么容易 白旗 他们升起了白旗 就在众人准备迎接 一场大战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名大唐的将领 眺望远处 大叫道 整个陆地世界 每个国家 都有自己不同的战旗 但是现如今 随着大唐 与大石帝国的战争 因为王冲的缘故 所有人都知道 白色战旗 拥有的特殊含义 投降 或许以前没有这个习惯 但是现在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规矩 乌斯藏人想要投降 这怎么可能 这一刹那 所有人面面相去 就连城头上的士兵 也有些茫然了 乌斯藏这是想要做什么 使诈吗 想要骗开城门 然而令众人惊讶的 还远不止是这个 轰隆隆 城外 乌斯藏的兵马 距离钢铁之城 越来越近 很快 众人注意到了那些 乌斯藏大军之中 数十名气息强大的乌斯藏将领 而最为特殊的是 众人竟然看到他们身后 还押送着一辆囚车 这些乌斯藏人在做什么 所有人面面相去 谁也不知道 这些乌斯藏人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距离越来越近 当看到囚车中押送的人 刹那间 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阿伦亲灵 城墙上 青阳公子 李军县 以及所有大唐和西突厥的将领 全部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囚车指中 押送的那道身影 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 给众人造成了极大压力 甚至差点攻破西北 钢铁之城的 大伦亲灵 和之前的谈笑风声 风流俊逸不同 这辆囚车中的大伦亲灵 蓬头垢面 双手双脚 还戴着镣铐 完全就是一副囚犯的样子 乌斯藏人到底在做什么 难道他们为了替乌斯藏帝国 某一条生路 竟然一起在军中发动兵变 求见了大伦亲灵 城头之上 所有的大唐将领 特别是之前和乌斯藏人 交过手的那些武将 面面相去 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你们想多了 这全部都是我们这位 乌斯藏地下演的一出戏 王冲看着远处 只是淡然一笑 只是一语就说出了谜底 乌斯藏人反叛 囚禁大伦亲灵 这怎么可能 这样的人在乌斯藏 根本不存在 连藏王都要对大伦亲灵 礼让三分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真有人对大伦亲灵不利 恐怕还没动手 就让其他人撕碎了 这就是大伦亲灵 在乌斯藏帝国的地位 另外你们看一下 他的手就知道了 说到后来 王冲洒然一笑 一席话 众人纷纷朝着远处的 囚车里的大伦亲灵看去 其他人还是一脸茫然 没明白王冲什么意思 但是青阳公子 李军县等人 却是心中一动 立即明白过来 大伦亲灵虽然人在 囚车之中 但手脚并没有加上 囚犯的镣铐 依然保持着自由 而且虽然他看起来 蓬头垢面 但脸面却非常干净 显然一切都只是 一个形式而已 这恐怕是大伦亲灵 直到异域王来了 特意演的一出戏 青阳公子等人心中 暗暗道 高手过招 不见形藏 两人之间才堪堪见面 但在制纪上 已经不是第一次交锋了 走 跟我过去吧 王冲淡然一笑 衣袖轻浮 很快从城墙上 飘然而下 向着对面 滚滚如潮的 乌斯藏大军而去 而在他身后 青阳公子 李军县 呼巴尔舍等人 也纷纷跟了上去 城门大开 在这场激烈的交锋以来 这还是大唐方面第一次主动打开城门 寒风呼啸 王冲带领着数以千计的大唐精锐 排成整齐的队列 朝着对面而去 而对面 数十万的乌斯藏大军 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当看到领头的那名少年统帅 数十万原本凶猛如虎 对钢铁支撑的守军 充满攻击性的乌斯藏大军 就好像刺破的皮球一样 气息立即降了一大截 所有的乌斯藏将领 也微微低下头颅 眼中露出了畏惧的神色 就连乌斯藏硕果仅存的大将 囊日送天 这一刻心中也沉淀淀的 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王冲 整个陆地世界唯一的兵胜 还有一个名字 就是乌斯藏克星 因为王冲的出现 曾经强盛无比 威加海内的乌斯藏铁骑 迅速由胜而衰 退出了朱强之列 一个阿里王戏 直接因为王冲的瘟疫 化为无人之地 明阳高原 颇受尊敬的大亲若赞 也死在王冲手里 更不用提 乌斯藏帝国 还溃败了一个北部战区 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这么多乌斯藏铁骑 葬送在一个唐人大将手里 就连太子 绍宝王中四都没有做到 更不用提现在的王冲真正的如日中天 在击败安禄山以及诸国联军之后 王冲身上无形散发出来的那种威压 真正的如山如海 即便是囊日宋天这样成名已久的帝国大将 在王冲面前 也无形中感觉到一股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现在的他 恐怕真的已经无人可敌了 囊日宋天心中深深的一叹 如果说西北大战 击败古太白和大石军队之后 王冲被天下尊称为兵胜 那么现在的王冲 或许可以真正的称为兵神了 古往今来 不管是大唐还是周边诸国 都是猛将如云 这些人都曾立下过赫赫战功 为千古所传颂 虽说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但是在那些跨时代的名将面前 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是第一 而在这一场又一场大战下来 眼前的少年毫无疑问 已经坐上了那张第一的宝座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是古往今来所有名将 所没有做到的 即便是囊日宋天也看出来了 在眼前那名少年的手中 一个从未有过涵盖整个陆地世界的 大统一帝国即将诞生 这股大事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笔将 囊日宋天眼中闪过一丝黯然 下意识扭头望向了前方 囚车之中的大轮亲临 大唐气候已成 这一次和那位大唐异域王接触之后 无私藏帝国最后会何去何从 引向何方 就连囊日宋天也不知道 甚至就连这一次的投诚 囊日宋天都不知道是对是错 诱惑者意味着神吗 稀溜溜 战马长司 距离大军还有三十余丈左右的时候 王冲率领的大唐兵马突然停下了脚步 偌大的区域顿时鸦雀无声 只余下凛冽的寒风呼号着 从两国大军之间穿梭而过 沉默片刻 就在一阵马车嘎吱吱的车轮声中 大军如水浪分开 十几名乌司藏的顶尖将领 包括囊日宋天在内 护送着那辆关押着大轮亲临的囚车 缓缓往前而去 那一刻 天地间寂静无比 所有乌司藏士兵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地下 我们终于见面了 王冲微微一笑 看着马车内的大轮亲临 首先打破了沉寂 大轮亲临的名头 在整个陆地世界如雷贯耳 当年战神王中寺带领大唐兵马攻上乌司藏高原 最后在攻入王都时 却率兵撤回 一部分固然是因为高原反应 士兵难以克服 而另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位乌司藏的第一地项 大轮亲临 所有乌司藏帝国的将士包括贵族和全城百姓全部撤出王都 就是这位乌司藏的地项大轮亲临做出的决定 在整个的陆地世界上 王中寺和大轮亲临是少数几个真正明镇东西方世界的人 王中寺以统兵友方著称 其本身实力也极其强大 倒是大轮亲临 他是真正凭借本身纯粹的谋略 跻身于大陆顶尖的统帅之列 某种程度上来说 整个陆地世界其实公认大轮亲临在战略方面要超过王中寺 虽然王冲和大轮亲临相互之间早就有所耳闻 但彼此之间的真正见面 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大轮亲临自求的表现 王冲是一点也不意外 其逢对手 将欲良才 以大轮亲临的自负 在自己出现之前 他是不可能投降任何人的 因为没有任何人够资格接受他的投降 只有自己出现 他才会主动出现 这也是王冲出现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乃军之家 何敢言勇 攻西王爷 成功击败安禄山和诸国联军 从此以后 整个陆地世界 再没有人能够与大汤相抗衡了 大轮亲临站在囚车之中 看着眼前的少年忍不住 常常叹息一声 这一句话 大轮亲临的心中 有艳险 有遗憾 有不甘 也有深深的失落 在这场大战之中 不管是王冲 还是大轮亲临 彼此都认为双方 未来会有一场较量 但是最后 两人的这场战斗 却是王冲不战而胜 大轮亲临 不战而败 不是还有地下吗 王冲淡然笑道 大轮亲临神色一致 眼中顿时露出了一丝苦涩 这次是大轮亲临 看走眼了 没想到王冲 起高一招 钢铁支撑 丝上惨重 一切皆是因我而起 这件事情 必须由人负责 王冲淡然 王冲淡然可以将我 押送到京师 或是直接摘下头颅 送给大唐的皇帝陛下 或者玄收城门 一些大唐 即天下百姓之怒 大轮亲临说这番话的时候 一脸的平静 似乎不是自己 而是别人一般 大轮亲临别无所求 只希望一欲望 看在你我隔为其住 而且大轮亲临 也并未对大唐 做出十恶不舍的事情分享 放赃网 以及无私藏僵士 百姓们一条生路 囚车指中 大轮亲临沉声道 好 地相凭什么认为 我一定会放过藏王 以及无私藏的人 王冲洒然一笑 不置可否到 两军交战 互为敌手 即便大轮亲临不投降 王冲也有把握 对付得了他 歼灭这支 无私藏的大军 而且 想要他留下这支军队 就必须得有 让他留下的价值 王冲只是风情云淡 随意的一句话 听得四周围 却是众人神色巨变 就连大轮亲临 也没有了之前的从容 沉默片刻 大轮亲临很快开口了 你欲望出现在这里 不是就已经愿意 解收了吗 而且 我知道按路山身后 有一个 开始 大轮亲临说这句话的时候 目光却一直盯着 前方的王冲 果然 听到太史二字 王冲便祸得变色 显然已经明白了 他的意思 看来我猜测的没错 你却是一直在留意 安路山身后 那个神秘的势力 大轮亲临继续道 那些傻不思的耶洛河 绝非人类 还有数千年 难得一见的漫天寒潮 恐怕也不是 气候变化那么简单 一羽王 应该和我心中一样 都有所猜测 这一切 必定和那个太史 还有他背后的势力 脱不了关系 如果未来 那些耶洛河灾险 或者出现一些新的豪杰 金瓶大汤的力量 恐怕还有血不够 王爷还必须 借用其他诸国的力量 倒是王爷 一定用得着 我们无死曾人 大轮亲灵 说这番话的时候 目光睿智 明亮 流露出一股 深深的洞察 而对面 王冲也忍不住 心中深深的一叹 就连他这一刻 也忍不住 有了几分佩服 大轮亲灵 这番话 简直说到了 他的心坎之中 说出了一个 他不能不留 乌思藏的原因 关于一羽入侵者 关于未来的浩劫 他从没有 跟任何人提起过 但大轮亲灵 就这么说出来了 甚至推出了 未来还有浩劫 这位乌思藏的地相 能够受诸国推崇 确实有其过人之处 大雪山神庙 到底说了些什么 王冲长叹一声 突然开口道 大雪山神庙 确实又流传一些东西下来 这和中途的天机叔叔 欲言推理 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大轮亲灵淡然一笑 并没有否认 他当然不可能 全都是自己推断的 有些确实和 大雪山神庙的 预言有关 不过不管怎么样 自己的话 显然已经产生了效果 不过 圣僧倒是穿下话来 一欲望 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前往 大雪山神庙一行 王冲闻言 微微皱眉 露出了一丝意外 大雪山神庙 圣僧 那个地方 以及那个名字 王冲毫不陌生 甚至很多和王冲 交过手的名将 包括火树危藏 都是出自大雪山神庙 而圣僧 则是大雪山神庙 或者说 整个乌斯藏 地位最高的存在 这个地方 据说见证了一个又一个 文明的兴起 覆灭 极为神秘 这一次大寒朝降临 但恐怕大雪山神庙那边 至少那些僧侣 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不知一欲望考虑的如何 以一人换一国 未来大唐 逼成天下 前所未有的最强帝国 而一欲望 也将是历史上 旷顾未有的巨大功臣 大伦亲灵开口道 他的神色平静 只等着王冲的一个回答 此时此刻的他 只求一死而已 成王败寇 弱肉强食 在和大唐的这场战斗之中 或者说和王冲的这场战斗中 他终究还是败了 尽管在西北的这场战争之中 乌斯藏并没有显露出任何的败想 甚至还差点攻破了钢铁之城 但是他没有能够按照计划 赶往东北和安禄山会合 这本身其实已经败了 如果有他在 安禄山或许不会败的那么容易 底下不卡 听到大伦亲灵求死之语 所有乌斯藏武将神色悲弃 再也忍不住了 如果要失去底下 才能换来乌斯藏帝国的安全 我们愿意和底下一起陪葬 不管是求车之事 还是带领大军返回钢铁之城 一切都在大伦亲灵的安排下进行 只是谁也没有想过 底下的计划竟然是以自己的性命 来换乌斯藏帝国的安全 打不了和打糖 来个鱼死亡婆 一名乌斯藏将领怒声道 混账 你敢 听到那名武将的话 大伦亲灵勃然大怒 这并不是什么谈判 乌斯藏帝国已经没有了和大唐谈判的资本 他之所以说了那么多 甚至特意等待王冲出现 就是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 以自己的性命换取乌斯藏帝国的一线生机 如果和大唐鱼死网破 那他的一番苦心岂非白费了 那身后的无数乌斯藏牧民又该如何 寒朝来临 东北安禄山已经战败 众人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获得大唐的谅解 否则整个乌斯藏帝国就要烟消瓦解 这个持续了数千年的帝国 就要彻底从历史上磨灭 这是大伦亲灵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一刻的大伦亲灵怒不可遏 底下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囊日宋天大步走上前来 同时咔嚓一声 解开了身上那一副宝贵的铠甲 任由他铿枪坠地 气弱碧履 宝甲对于武将来说 有如生命一般 但这一刻 这位乌斯藏朔国仅存的帝国大将 已经毫不在意了 如果这是迪香的选择 最后时刻 请让我陪迪香 一起前往大团警师吧 囊日宋天一脸坚毅道 而心中却有一种突然解脱的感觉 一切都该结束了 失败了 就是失败了 战争是武将的事情 即便有人需要为这场战争负责 那也应该是他 而不是帝相 让一个文臣救下帝国 并且是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 如此孤独的上路 绝对是一个帝国的悲哀 乌斯藏或许没有大唐 那么多璀璨的文化 但也绝对不乏忠诚 听到大伦亲灵和众人的交谈 王冲洒然一笑 迈开脚步往前走去 这突然的举动 立即吸引了所有人注意 既然是帝相所求 那我就成全帝相 王冲说着 突然伸出一只手掌 按住了球车的边缘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看到这一幕 所有乌斯藏将领神色巨变 就连囊日宋天的脸色 也变得难看无比 王冲竟然真的要出手 在这里杀掉地相 出手 众人心中已经想要阻止 但已经来不及了 人皇纪第1790几 王冲的出手 实在是太突然了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下一刻 一股狂暴的钢气 催枯拉朽 猛然从王冲体内 喷波而出 只听一声巨响 就在乌斯藏重将的目光之中 那架木质球车 瞬间有如纸片般 在王冲的掌中四分无裂 无数木屑和断裂的木桩 被气劲席卷 纷纷向着四处飞溅开来 狄翔 就在所有人一片惊恐的时候 下一刻 看到球车中的情形 所有人都呆住了 球车虽破 但球车中的大轮亲灵 却安然无恙 这是 看着王冲的举动 大轮亲灵 一下子呆住了 就连四周围 原本激动无比的 乌斯藏将领们 也在这一刻愣住了 脑海一片空白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生死有数 如果地下想死 我很乐意成全 不过不是现在 而且 就算要杀地下 至少也要等到 未来解决 那个巨大的危机 这样才符合 大唐的利益 不是吗 王冲淡淡道 这 多谢王爷 大轮亲灵 心中一叹 已经明白 王冲的意思 随即 功身一礼 神态尊敬无比 王冲所说的一切 只不过 是个借口而已 他真的 放了自己一马 而身前 王冲 却是笑而不语 大轮亲灵 确实要杀 但绝对不是现在 就像大轮亲灵所说 相比起未来 人类的那场浩劫 大唐和乌斯藏帝国 之间的恩怨和冲突 只能退居其次 真的算不了什么 在未来 即将来临的那场浩劫之中 单独任何一个帝国 或是任何一个大将 都难以轻易抵挡 只有集中整个陆地世界 以及所有帝国 杰出将领的能力 才能形成一道 强大的防线 前车之舰 后车之师 除了安禄山 崔乾佑等人 叛军不可饶恕之外 其他帝国 都是未来 可以利用的力量 这也是王冲 亲自来到前线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 随着东北幽州 那场大战结束 王冲终于可以实现心中 那最狂妄 最不可思议的梦想 一个大统一的 唐帝国 在这个前提下 不管是乌斯藏帝国 东突厥帝国 西突厥帝国 还是高沟利 契丹部落 全部都将不复存在 所有人都是大唐的子民 所有人的力量 都能够为大唐所用 为这个世界所累 就像很多人 已经开始意识到的一样 一个前所未有的 统一世界 统一的帝国 以及统一民族 即将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这是之前任何一个帝国 梦寐以求都无法做到的 也是无数的武将 想做却做不到的 后方 目睹这一切的 儒门领袖 李军宪 目光恍惚了一下 此时此刻 心中最复杂的 莫过于他了 这一刻 他突然明白了王冲 明白了眼前 这个曾经和他 生死相搏的 大唐一玉王 天下大同啊 谁也没有注意到 李军宪嘴唇微动 微微抬头 望着天空 无声地说出了这几个字 之前的兵儒之争 他和王冲 曾经拔刀相向 两脉也曾经 势如水火 甚至差一点点 就搅乱了天下 但是儒门 数千年以来 一代代领袖 还有无数的门人 前伏后继 付出了无数的生命 和鲜血 所没有能达到的 竟然这一刻在王冲 这位兵家领袖的手中 出现了 以战得和 以和得战 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但这一切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一个大同的世界 真正的即将来临 所有的诸国 全部融合 所有的百姓 通力合作 彼此之间再无战争 这不正是儒门 所一直期待 和梦想的世界吗 这一刻 李军献心中 五位杂陈 站立在自己前方 距离咫尺的 那个少年 他的战争谋略 领兵能力 事业格局 以及心胸抱负 都是任何人 都难以比拟的 整个陆地世界 这恐怕是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存在 而另一侧 所有乌司藏武将 包括囊日送天在内 这一刻 也都感激不已 多谢王爷 乌司藏 愿为王爷效力 为大唐效力 一刹那 所有人 全部躬身跪下 对于许多武将 以及乌司藏的子民来说 大伦亲灵 在乌司藏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王冲放了大伦亲灵 也意味着整个乌司藏帝国 以及所有武将 都欠王冲 以及大唐 一个人情 或许 他真的能够完成 那个预言吧 望着眼前 意气风发的少年 冥冥中 大伦亲灵 想起大雪山神庙 流传千古的那个传言 眼中闪过一道念头 就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只硕大的雪鹰 穿过风雪 从天空飞落下来 后方 青阳公子神情威恶 下意识地伸手 接住那只硕大的雪鹰 打开信间 只是看了一眼 立即神色巨震 王爷 大使那边 高将军和安将军 传来消息 张雀拿着信间 立即快步走了上去 他们成功击败了 西方来犯的府邻 另外 借助这场大寒潮的影响 两位大将军 成功收服了 整个府邻的大军 府邻王正式投降 投靠大唐 听到这一句话 前方所有的乌司藏将领 包括大伦亲灵在内 全部都是浑身一震 纷纷朝着王冲望了过来 而青阳公子 同样抬头望着王冲 哈哈哈哈 好 王冲目光一亮 顿时大喜 之前的时候 他曾经写了封信 询问高先知和安斯顺 大使那边的情况 如果有情况 他可以随时支援 没想到两人 在这个时候来信 竟然已经战胜对方 并且平定了 大使帝国内部 所有的叛乱 这场战争 进行到现在 四海八荒 在整个陆地世界 大唐真正的 再没有敌手 哈哈哈哈 陛下 王冲心中高兴 很快转头 望下了身前的大伦亲灵 你们也暂时不用谢我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这次西北之战 乌斯藏入侵大唐 造成的所有损失 这些不是一句话 可以轻轻带过的 你应该知道我的习惯吧 大唐不做亏本的买卖 我知道乌斯藏 没有大使那么附属 不过没关系 所以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 所有债务 都留着以后来还 大伦亲灵 知道王冲指的是什么 每一次大战的胜利 大唐必定索要赔偿 让诸国赔款 不过这一次 大伦亲灵却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甚至都没有问王冲 需要赔偿的数额 一切就按王爷的意思吧 大伦亲灵说着 躬身行了一礼 西北的事情 暂时告一段落 随着高先知和安斯顺 在大时大节的消息 传入大唐经诗 中土神州的百姓 再次振奋不移 与此同时 东北幽州 安东都护府 在王冲的统筹下 由张求坚穷 王中四 张守规 以及所有大唐 高级将领 一起商定 并且询问过京师 再加上冤盖苏文 乌苏米斯克汗等人的 号令诸国协调 整个幽州境内 顿时显出了一片祥和之状 所有国家在军队层面 首先呈现出融合的迹象 这也为未来的世界融合 奠定了一个雏形 不过此时此刻 王冲的心思 却已经完全不在这里 安东都护府之内 张守规和安禄山 曾经使用的那张 镂空的金属桌案上 王冲摊开一张世界地图 而在他身后 巴赫拉姆 张求坚穷 太子少保王中四 张雀 老鹰 薛千军 赵丰臣 乌苏米斯克汗 和冤盖苏文等人 全部聚集在一起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集中到了那张地图上 虽然众人都不是那种 喜行余色之为 但目中还是不由地 透出了一丝好奇 不知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于在场众人来说 即便贵为一国的枭雄剧情 乃至于一国的君王 但是对于整个陆地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 众人心中还真没有数 王冲手中的这张地图 恐怕是整个陆地世界 最完整的了 在这张地图上 不只是东西方世界的诸国 甚至连整个北极地带 都在王冲的手中描画出来 大寒潮爆发之前 王冲曾经派薛千军 带领数千精锐兵马 穿越西突绝大草原 一路深入到整个北方 这一次行动 众人并不只是单纯的探查 寒潮动静 相对的 也将整个北极地带 所探索到的东西 全部描制了出来 这才有了眼前 这张完整的地图 王爷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 这个世界嘛 陆迪不是比海洋大吗 怎么我们生活的陆迪 居然连大海的一小板都不到 就在这个时候 大厅之内 东突厥的大将军 铁气壁勒利 突然忍不住 皱着眉头倒 天元地方 人类生活的世界 才是世界的中心 云比海洋大得多 这才是天下人 共有的见识 但王冲绘制的这张地图 却全部打翻了 众人心中的认知 王冲门眼只是一笑 就算强大如铁气壁勒利 这样的帝国大将 在世界的认知上 恐怕都微弱无比 还比不上前世 那个世界的一个孩子 而且突厥大草原 虽然广袤无边 但说到底 就是一个内陆国家 连海都很难见到 倒也难怪 铁气壁勒利的见识 这样的浅薄 铁气壁勒利 倒是魂不在意 不只是他 所有的东突绝将领来说 这一刻都流露出了 同样的想法 王冲的这张地图 对他们来说 简直打开了 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原来海洋这么大吗 而且海洋的另一面 还有陆地 能放牧吗 众人脑海之中 产生了很多念头 一旁 乌苏米施克汗 虽然碍于皇帝的尊严 并没有说什么 但脸上的神情说明了一切 显然和铁气壁勒利一样 这张世界地图 对他来说 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这世界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诸位以后离开陆地 到外面去远航就明白了 王冲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点到极止 并没有说的太多 不过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并不是这个 王冲说着很快将一提拉了回来 他的手指一伸 将一枚红色的旗子 落在了地图的北极方位 这个小小的举动 再次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战争已经结束 想必大家也已经发现 韩朝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 非但如此 天气反而越发寒冷 如果天气不回暖 诸国永远不可能在大草原上放牧 相对的我们唐人也无法正常耕种 熬不过这场寒冬 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众人闻言 神色顿时变得凝重无比 大冰河七 从王冲口中 众人得知了这种极端天气的称呼 天寒地冻 尽管众人进入了气温相对适宜的幽州 但所有人都明白当前众人的处境根本不容乐观 虽说优州还有王冲从大唐带来的大量食物 暂时解决了众人的温饱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待在这里就安然无恙了 优州的粮食有限 而且王冲当初带来的食物 只预测到了这场战争需要使用的数量 并且当初预测的数量只是供应大唐的百万大军 现在多出了诸国大量的人口 这也就意味着粮食会提前告捷 天寒地冻 这种大自然气候险下 我们人里根本无法改变 乌苏米什克汗犹豫了片刻 开口道 如果可以解决大汗潮 谁不希望如此 只是面对范围如此之广 涉及整个陆地世界的大灾难 人类的力量实在渺小的可怜 就算再多的军队 再强大的国力 面对这种极端的天气 也根本有利无处使 未必啊 气候是极端气候 但却未必是自然所为 数千年所未有过的大汗潮 突然在这个时候出现 大家真不觉得有任何的奇怪吗 王冲微笑道 听到王冲突然说出的话 大殿内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一个个若有所思 沉吟不语 如果我告诉大家 所有韩朝都是从北极而来 而且是有人在幕后一手操纵 造成的 大家会怎么想 诸位都是整个陆地世界的 萧雄 豪杰 君主 真相到底是什么 不可能一点想法都没有吧 王冲洒然一笑道 人黄记 第1791集 王爷 这种事情说到底 也只是猜测 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而且如果说是人力所说 这么惊人的范围 这么大的威力 也未免太过惊人了 冤盖苏文 沉吟片刻道 一手创造出如此恐怖的韩潮 冰封住整个陆地世界 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神魔才能做到 哈哈哈 是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暂且不说 但是诸位在幽州不是见过太史吗 和那些人待了那么久 我不相信诸位 没有任何发现 王冲微微笑道 这 一瞬间 大厅内 诸国君王和将领们纷纷低下头来 心中若有所思 没有人是傻子 安禄山和太史 以及那个神秘势力的关系 实在是太亲近了 而且寒潮乍起 太史就在幽州布下巨大的阵法 用来抵御封寒 这一切未免也太巧合了 要说众人心中完全没有想法 根本不可能 但是想归想 终究没有任何的证据 而且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根本没有任何国家敢反抗太史 这件事情关系太大 就算我们有什么坏意 也毕竟当不得真 不知道异域王可有什么证据 最后还是那位美艳的西女王站了出来 说出了众人心中的想法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而且和诸国息息相关 如果以后需要动用到诸国力量的话 那么在这种事情上 恐怕还需要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 而且如果证实了王冲的揣测 那对于众人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毫无疑问 诸国都被人利用了 证据当然有 王冲微微一笑 似乎早就料到众人会有此疑问 来人 把那一位带上来吧 很快 就在诸国君王和将领的疑惑目光之中 随着一阵塌塌的脚步声 几名大唐武将一左一右 押送着一道人影走了进来 刷 当一名武将一把扯下赵竹那人的头套 显露真容之后 大殿之内 所有人都不由发出了一声惊呼 神功长老 王冲带上来的那个人 竟然是在联军中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 神功长老 东北一战 整个天神组织中 除了太史 这位神功长老恐怕是众人最熟悉的一位 战争过后 太史被杀 安禄山身死 诸国兵马一哄而散 而神功长老和那些黑衣人也全部逃离 不知所踪 众人原本以为他已经成功逃回了天神组织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 王冲竟然早就擒获了他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 纷纷集中到了神功长老身上 原来是你 神功长老最开始的目光 还有些恍惚 但是从殿内众人身上扫过一圈之后 神功长老迅速锁定了前方的王冲 眼中喷射出滔天的仇恨 神功长老把天神组织的计划说出来 说不定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王冲看着神功长老淡淡道 王冲 你杀了太史大人 又干掉了安禄山 还毁掉了天的净化计划 得罪了天 还以为自己能猖狂多久吗 神功长老振振冷笑 看着眼前的王冲 就像看着一个死人一样 这一战 你以为自己赢了 那个世界的寒潮还在不断涌来 天下将会越来越冷 风雪也会越来越大 到时候整个世界的人类 将会全部灭绝 你们在这里 你还以为自己赢了 听到神功长老的话 大殿内乌苏米斯克汗 冤盖苏文 契丹王 西女王 所有人进阶色变 神功长老自己还没发现 但他这番话却毫无疑问的 已经变相印证了王冲之前的推断 这场波及整个人类世界的大寒潮 竟然真的是天神组织 一手促成 混账 原来真的是你们干的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乌苏米斯克汗终于忍不住 阴沉着脸走上去 一把掐住他 将他提了起来 立声道 到了最后 他们东突厥汉国 包括西和契丹 以及高高利帝国在内 牺牲了那么多人 最后竟然只是被人当枪使 哪怕乌苏米斯克汗 也愤怒不已 神功长老大笑起来 即便被乌苏米斯克汗 掐着脖子提了起来 即便随时可能被杀掉 也毫不畏惧 你们老一般的东西 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竟然还敢和这些罪民 搅和在一起 本来这次行动 如果成功的话 进化计划里 最多只会杀掉 你们一半的人 但现在 你们竟然背叛天 背叛我们 到时候的新世界 将不再会有 你们的一席之地 你们统统都得死 你们不是喜欢打草原吗 当你们死后 你们的尸骸 将成为未来世界的养料 什么东土爵 什么高沟里 一群卑微的蝼蚁 在未来 新的文明将诞生 而你们就像空气一样 从不曾存在过 你们所有存在的痕迹 都会被彻底抹杀 这就是你们背叛天神 与天神为敌的下场 神功长老哈哈大笑 用最恶毒的言语诅咒到 而大殿内 所有人瞬间变了脸色 说够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 王冲突然开口说话 他的神色淡漠 只是微微摆了摆手 便阻止了群情激愤的众人 天未来能不能毁灭人类世界 这个暂且不论 不过我能杀掉太史 未来自然也能干掉天 倒是你 助纣为虐 执迷不悟 你的下场 我倒是已经提前知道了 听到这番话 神功长老眼皮抖的一条 不过还没等他多说 就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王冲冷哼一声 又嚷身出 只是轻轻一晃 呼 下一刻 一股如山如海的庞大力量 佩莫能挡 猛然从天空落了下来 下一刻 就在一阵大地的轰鸣声中 神功长老连哼都没哼一声 就被这股庞大力量砸中 整个人化为肉泥 当场身死 混蛋 便宜他了 王冲 说吧 需要我们做什么 只要能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警官吩咐 众人神色纷纷 到现在还沉浸在愤怒之中 王冲看到这一幕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天神组织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拥有大量的高手 这一方面 恐怕任何一个单一国度 都无法与之比拟 要想对付他们 解决这场寒潮 还真的需要诸国帮助 大寒潮起于北极 那里温度极低 恐怕比我们这里 还要寒冷得多呀 除了帝国大将级别 以及以上的高手 其他人根本无法跨越 所以我需要诸国 派出所有这个级别的高手 甚至包括诸国的君王 同我一起前往北极 解决这场大寒潮 王冲看着众人 一语道明了自己的目的 单凭王爷拆遣 大殿之内 所有人全部低下头来 就连乌苏米诗 可汗和冤盖苏文等人 也同样如此 神功长老画里 透露出来的意味 令所有人不寒而栗 净化计划 甚至这次行动成功 击溃大唐之后 神功长老 以及他身后的天 还要剿灭诸国一半以上的人口 这些都是众人之前 根本不知道的 更令人忌惮和恐怖的是 这个神秘的势力 对于天下诸国 以及整个陆地世界的生灵 视若草芥 对于生命毫无敬畏 也无怜悯 就像神功长老所说 所有人类对于他们而言 都只是蝼蚁而已 他们的图谋太可怕 也太恐怖了 如果让他们得逞 整个天下 恐怕都将化为炼狱 王冲点了点头 很快开始商议 参加这次 北极行动的具体细节 半个时辰之后 会议结束 所有人都从大殿里离开了 而就在所有人离开之后 大殿里张求坚穷 叫住了王冲 王冲啊 诸国才刚刚投降 人心不稳 这个时候就让他们和我们一起行动 这样真的合适吗 另外我们离开之后 整个游州相当于群龙无首 如果发生兵变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冲突 我担心到时候难以收拾啊 诸国毕竟和我们不是一条心啊 张求坚穷看着眼前的王冲 一脸忧虑道 诸国投靠大唐 那是不得不想 而且有王冲压阵 诸国对他怕到了骨子里 也不敢做什么 但如果王冲不在 就是另一码事了 而且僧多州少 幽州的粮食本来就不多了 到时候无人压阵 很可能引发滑变 这些都是张求坚穷 不得不担心的 只是当着众人的面 不好说出来而已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啊 出乎意料 对于张求坚穷的担心 王冲只是洒然一笑 并不担心 诸国不会有这种心思 也不敢有这种心思 现在他们已经毫无退路了 如果再滑变 那就是死路一条 另外不管是乌苏米什克汗 等诸国君王 还是那些武将 应该都明白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们还敢再背叛大唐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王冲一身滚服 神色从容 举手投足之间 流露出一股 令人信服的力量 张求坚穷担心的问题 他又岂会没有考虑周全 另外我已经告诉正途老人 如果诸国还敢有异心 那就让他彻底的撤掉幽州的大阵 到时候在寒朝之下 我倒要看看 诸国还有几人存活 啊 张求坚穷文言 抖得睁大了眼睛 他倒没有想到 王冲竟然已经提前防备 而且留下这样的后手 整个幽州之所以能在大韩朝中幸免 靠的就是那巨型的无名大阵 如果王冲撤掉大阵 那到时候诸国就只有死路一条 悔之晚矣 放心 王冲拍了拍张求坚穷的肩膀 笑着安慰道 有我在不会出什么乱子 我们只是去一趟北极 不是不回 他反叛就必须考虑到我回来之后的后果 而且诸国日后都将成为大唐的臣子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开端 以后也就习惯了 对于张求坚穷的心思 王冲倒一点都不意外 事实上 这恐怕不只是张求坚穷一个人的想法 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着张守规 王中四等人心中的忧虑 只是众人毕竟顾虑王冲的想法而已 到了最后 选择由张求坚穷出面 说明这一点 整个陆地世界的战争 持续的太久了 这不是哪一朝哪一代开始的 而是从古至今的数千年都是如此 这么久远的仇恨 不是一朝一夕 一场战争就能改变的 张求坚穷表面上 说的是北极和幽州的事情 实际上 其实还是诸国间 数千年来战乱不断 长久恩怨的不信任和怀疑 而且现在说出来 也是一件好事 可是王冲并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为了诸国互相融合 这是大势所趋 在巨大的危机面前 所有恩怨都必须放下 而且在真正见识到那些人的手段 并且感觉到巨大的危机之后 王冲相信诸国应该明白他们该怎么做 除了大唐 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帮助得了他们 就像神功长老所说 真的出现那种情况 那么诸国的文明就会像泡沫一样 彻底消失在人类的历史之中 如同过去那些消失的文明一样 安抚住张求尖穷 王冲很快离开 时间如缩 眨眼之间数天过去 游州北部 寒风呼嚎 风雪漠漠 王冲的本体以及三大神胎分身 张求尖穷 王中四 张守规 巴赫拉姆 冤盖苏文 乌苏米什克汗 铁器毕勒利 契丹王 西女王 还有诸国宗派界强者 全部聚集在一起 整个陆地世界 大半的顶级强者 几乎禁忌于此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浩大行动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最后目光全部都集中到了王冲身上 王冲没有说话 只是回首 又看了一眼后方整个游州 临次置笔的房屋 一顶军用帐篷和诸国的兵马 很快收回了目光 人皇纪第1792集 开始吧 王冲声音一落 三大神胎迅速出现在他身后 同时伸出一只手 按在了他的肩上 嗡 下一刻 王冲心念一动 轰的一声 一股银白的光芒 如水一般 迅速从他的身体迸射而出 席卷释放 并且将众人全部卷入其中 光芒一闪 王冲带领着众人化为一道流光 立即朝着北极飞顿而去 寒风呼啸 滚滚的寒气汹涌而来 除了幽州有保护罩保护 其他地方和之前相比 天气越发寒冷了 不过尽管如此 对于众人来说 却并没有任何感知 所有的风雪和寒气 全部都被第三神胎的神通抵挡在外 时间紧迫 幽州的粮食每一天都在消耗 留给众人的时间不多了 王冲的速度极快 眨眼之间就是近百里的距离 不过片刻的时间 众人便抵达了东突厥大草原 而再往后数百里 便是东突厥用来放牧牛羊的赤塔 望着光照外被冰雪风冻的赤塔 乌苏米斯克汗和铁器毕勒利的眼中 都流露出了一丝伤感 曾几何时 这里水草肥美 数以百万头的牛羊如云如海 在这里自由自在地奔驰 而顺着不远处的河流 牧民们哼着歌 一片祥和和安宁 对于东突厥汉国来说 这里就是他们的鱼米之乡 是他们文明的发源之地 可以说东突厥的墙省 和这里脱不开干系 但是现在放眼望去 入目所及 除了一座座古起的山包 和漫天的积雪 以及风雪之中 一些残破的古塔 和腿倒的营帐 其他什么也看不出来 至于那条对于众人来说 喂养了无数的牛羊 最为弥足珍贵的河流 早已消失在厚厚的冰雪之下 甚至就连乌苏米斯克汗 也有些难以分辨出来 河流消失了 东突厥的赤塔 早已不复存在 另一侧 王冲也感受到了东突厥人的伤感 助力在光照之中 王冲顺着乌苏米斯克汗的目光看去 也看到了冰封的世界 但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收回了目光 如果不想办法解决这场大寒潮 受到冲击的又何止是东突厥 赤塔的情形恐怕很快就会出现在其他所有地方 整个世界都会变成赤塔 走吧 王冲淡淡道 穿过赤塔一路往北 很快便是贝加尔湖 这个世界最大的淡水湖已经全部化成厚厚的尖兵 王冲用精神力探查了一下 基本上整个贝加尔湖已经变成一个重达亿万吨的巨大冰山 这种感觉非常怪异 某种程度上 这座贝加尔湖也彻底消失了 不过王冲注意到的却不只是这个 寒风呼啸 到了这里风雪越发的密集 气温也明显降低了许多 王冲看到了大地上许许多多金银的冰灵 王冲在这里并没有停留太久 很快便继续往前而去 寒风呼嚎 越发的凄厉 就像无数的鬼神哭嚎 而大地上白茫茫一片 再没有任何可辨识的地标 远远望去 风雪肆虐 在这里肉眼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也分辨不出任何东西 如果不是王冲 一直用精神力引导众人方向 众人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走 在这种浩瀚的大自然威力面前 就算是强大的舞者 也显得渺小无比 陛下 真的让一语王说对了 如果这场大汉潮一致继续 南方也会像这里一样 没有任何人可以村活 所有帝国都将土崩瓦解 银白色的光照之内 铁器毕勒利 转头朝着乌苏米斯克汗敲声道 尽管东突厥大草原 以及南部大雪飘零 气温极低 甚至没有遮蔽物 没有幽州的玉寒大镇 连牛马包括精锐的铁骑在内 全部都被冻毙 但是那些地方和众人现在所处的地带相比 根本算不上什么 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看到这里身处其中 才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如果说从幽州出发的时候 众人和王冲一起同行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诸国已经臣服大唐 不得不为之的话 那么当众人看到这里的极寒 心中的想法早已不知不觉的变化 如果韩朝继续 眼前发生的一切就会降临到南方的所有国度 那时将是真正的文明毁灭 没有任何帝国可以幸存 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 现在就算没有王冲的吩咐和安排 众人也感觉到了一丝迫切 无论如何 一定得想办法阻止这场浩劫 众人心中沉重 继续往前而去 在往后的十多天里 除了茫茫的白雪 什么也看不到 除了寒风和大雪 就只有无尽的孤独和寂寞 就连张求尖琼 乌苏米什克汗 冤盖苏文等人都沉默了许多 在这片世界里 众人就好像被遗弃了一样 除了他们 再没有任何人 很快 众人终于抵达了北极森林 这里的气温骤降 连空气都冰冻了 就在众人以为 会这样一路急行军 直到抵达北极尽头的时候 出乎意料 王冲却突然停了下来 爷遇望 这是 乌苏米什克汗 冤盖苏文 包括西女王等人 纷纷扭头望着王冲 眼中满是诧异 等人 王冲神色冷峻 眼瞼一概道 等人 众人一片错愕 在这种大雪冰封 一片都是死寂的世界 王冲要等什么人 开始的时候 众人还没有感觉出来 但是很快 众人就感觉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众人的感知之中 树到宛如风暴般的强大气息 突然出现在了这片广袤的大地之中 而且对方似乎也发现了众人 迅速地向着这里而来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所有诸国的强者 能出现在这里的 几乎都在这里 而且 王冲只说是等人 却并没有说是敌是友 难道是那些黑衣人 乌苏米什克汗 冤盖苏文等人心中一灵 几乎是下意识地 想起了那些黑衣人 相比起其他人 那些黑衣人 倒更有可能出现在这里 毕竟这里 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 说不定 王冲就是察觉到了他们的气息 才突然停了下来 正在众人惊疑不定的时候 王冲体内刚气轰鸣 那银白色的光照 裹挟着众人 迅速朝着那树岛强大的气息 飞射而去 只不过眨眼之间 王冲的银白色光照一卷 瞬间就将两道身影裹挟了进来 准备作战 铁器毕勒利一脸紧张道 而乌苏米什克汗 冤盖苏文 契丹王 包括西女王 以及各国的宗派界高手在内 全部剑拔弩张 准备出手 这进来的二人身形高手 特别是为首艺人 身上穿着一身黑袍 看起来极有威严 和那些黑衣人 倒有着气氛相似 说不定就是那些黑衣人 师父 村长 然而就在一场战斗 要爆发的时候 王冲的声音突然传入耳中 师父 听到王冲口中 对那两人的称谓 银白色的光照之内 所有人都愣住了 放轻松 是有非敌 王冲淡淡倒 似乎早已看到了 身后众人的反应 一时间 众人顿时尴尬不已 义玉王的聪慧强大 天下人人皆知 但谁能想到 王冲竟然还有一个师父 老前辈 有礼了 突然一个声音传出 最先反应过来的 倒是张求兼穷 只见他微微一笑 神色泰然 首先上前 躬身行了一礼 几人毕竟和王冲的关系 极为亲近 邪地老人等人的存在 对于他们来说 并不是秘密 王冲是大唐第一功臣 他立下的功劳 是任何人都难以比拟的 说他一次又一次 挽救了大唐 也毫不为过 作为王冲的师父 自然也理应 受到所有人的尊重 更何况 论年龄 不管是邪地老人 还是乌商村长 都远在张求兼穷 张守规 王中四等人之上 建国前辈 另一边 仅仅只是一瞬 乌苏米施 可汗 冤盖苏文等人 也反应过来 纷纷上前行礼 神态 毕恭毕敬 既然是 异域王 王冲的师父 也难怪 可以穿越风雪 抵达这么遥远的地方 师父 怎么样了 王冲 倒是没有理会其他 迎上前 看着师父 邪地老人 和乌商村长 东北幽州之战 邪地老人 和乌商村长 并没有参与其中 一方面 固然是因为 态势的实力 过于强大 即便是邪地老人 和乌商村长过去 也不见得 能够提供太大的帮助 而且王冲 已经计划好一切 安禄山 必败无疑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 王冲和乌商村长 以及邪地老人之前 就商讨过 东北幽州 安禄山叛变 确实要讨伐 但是这种席卷天下的 极端的大寒潮天气 才是一切的根源 才更加的迫在眉睫 如果不想办法解决这一点 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即便王冲 赢得了东北幽州之战的胜利 到时候依旧是镜中花 水中月 梦幻一场 所以大战之前 邪地老人和乌商村长 就出发前往北极地带 调查大冰河期的真相 同时找寻阻止这一切的方法 不管是邪地老人 还是乌商村长 都是顶级的高手 只有他们 才能够一路往北 深入北极地带 还不受影响 寒潮的来源 已经基本锁定 邪地老人神色冷峻 说出来的第一句话 就令众人心中一震 在北边极地海洋那边 风暴聚集 另外 我和你乌商村长 还发现了 极强烈的能量波动 从那边的情况来看 至少有一名 洞天井强者坐镇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我们仔细思考了很久 以我和老村长的能力 恐怕很难对付得了对方 为避免打草惊蛇 还是决定暂时后撤 顺便寄了那封信给你 这一场会面 当然不是偶然 而是之前就已经联系好的 而且两人 在这里待了近一个月 也还是得到了 许多有用的信息 师父 村长 有劳你们了 大寒潮的事情 还要继续麻烦你们 无论如何 这件事情必须解决它 王冲一脸恭敬道 嗯 邪地老人和乌商村长 都点了点头 两人也看到了大寒潮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这件事情拖得越长 对于整个世界的危害 就越大 说不定 真的会造成 整个文明的终结 而且中土神州 每天都有不少百姓 在极度的酷寒中死去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 冲儿啊 天神组织的实力极强啊 虽然你杀了两名太子辈的强者 但他们的实力尤存 目前还不知道他们 有多少隐藏的高手 切记小心形势 万万不可大意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乌商村长 也语重心尝道 正是因为知道对方的强大 所以两人才越发知道 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危险 两人决定先行替王冲探路 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两人已经一把年纪 即便死在这里也无所谓 但是王冲 却是整个天下的大英雄 是天下人的核心和信仰 绝不能出事 嗯 王冲点了点头 心中略过一丝感觉 一群人会合 很快 王冲就和邪地老人 乌商村长 以及众人 继续在默默的风雪之中 快速传溯 朝着两人所说的北边的极地海洋而去 通过极地森林 一路往北 又是十天的时间 风雪越来越大 王冲等人终于抵达了这一次的最终目的地 尽管活了一辈子 又有另一个世界的记忆 不过两次夹在一起 这还是王冲第一次真正抵达这里 寒风呼啸 天地间鹅毛般的大雪 汹涌浩荡 如同激烈的海涛般 从天空席卷而去 而放眼望去 整个白茫茫的极地世界 气流扰动 到处都是接天连地的巨大雪龙卷 这些巨大的雪龙卷 至少有数十里之高 其直径更是达到了十余公里 不停地呼嚎着 旋转着 撕扯着 那恐怖的气势 如同万马奔腾 在这样巨大的雪龙卷面前 任何生物都显得渺小无比 而雪龙卷中蕴含的能量 更是远远超过了洞天境 这是大自然之威 不是任何舞者可以匹敌的 数以百计这样巨大的雪龙卷 呼啸着 扭曲着 在整个极地世界中来回移动 相互碰撞 轰鸣着 融合成一个更大的巨型雪龙卷 不止如此 整个北极世界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 虽然北极的地表平坦 但这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坚硬冰山 站在这片世界之中 感觉宛如抵达了另一个全新的异世界 不可思议 这里就是北极世界 站在王冲的光照保护之中 契丹王喃喃自语 眼神中满是震撼 契丹人本来就生活在雪林之中 在冰天雪地 到处都是冰卦冰林子的冬季狩猎 和虎狼猛兽赤条条的肉搏 本身对于契丹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但是那里的一切和这里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不只是他 放眼望去 这个陌生世界给了所有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王冲同样是第一次看到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给人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狂暴 肆虐 原始 如果不是一路走来 甚至会让人怀疑眼前的一切是否真实 不过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回过神来 很快被雪龙卷中的另一些东西吸引了 除了毁天灭地的冰寒恐怖能量 王冲还从雪龙卷之中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异世界的能量 王冲眼中陡然闪过一丝凌厉的光芒 那是一种死亡腐朽的气息 当年的末日浩劫来临之时 王冲曾经率领大军和抑郁入侵者展开决战 王冲虽然未能击败对方 但因缘巧合感受到过那些抑郁入侵者来源世界的气息 就是这里了 王冲脑海之中闪过一道念头 知道自己的判断没错 这一场大寒潮确实是天神组织一手造成的 我们当初也只能抵达这里 就难以再继续前进了 一旁乌商村长开口道 两人最初抵达这里的时候 那种狂暴的冰寒能量无孔不入 他和邪弟老人必须得拼尽全力去抵抗才行 在那种情况下 钢器的消耗非常迅速 即便是他和邪弟老人最后也不得不退出 以邪弟老人和乌商村长的实力尚且如此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但当再一次抵达这里 两人的感受却完全不同 极地依然是极地 到处也依然是那些毁灭性的巨大雪龙卷 温度甚至可能达到了零下二百度 但不管是乌商村长和邪弟老人 又或者是其他高手 都没有任何吃力的感觉 王冲的那一层光照 将寒冰能量全部阻挡在外 不止如此 在乌商村长的感应之中 王冲体外的那层银白色光照 和整个冰雪世界水乳交融 仿佛本身就是这个极地世界的一部分 所有冰寒能量在抵达银色光照之后 便戛染而止 这使得众人几乎没有任何钢器上的消耗 而另一方面 王冲虽然一直开着银白色光照 但对王冲也没有太大的消耗 相反 邪弟老人甚至能够隐隐感觉到 王冲从这极端的冰雪大寒潮之中 汲取能量 一路走到现在 王冲本身的实力 竟然还隐隐有所增长 听到乌商村长的话 王冲只是点了点头 如果这场大寒潮 确实是天神组织所为 所有寒潮能量 全部来自于抑郁入侵者的世界 那么这么庞大的行动 必然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时空传送门 要想维持这么庞大的时空传送门 并且源源不断地 向整个人类世界输送寒潮能量 至少需要一个太子卫高手 在此坐镇 某种程度上 可能不止一个 看来快接近他们的老巢了 王冲心中暗暗的 他的目光如电 缓缓扫过天地之间 很快 王冲就捕捉到了一些端倪 就在那里了 突然目光扫过远处的一个点 王冲突然开口道 一句话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是 下一刻 王冲身躯一晃 立即带领所有人 如同一道陨石般 朝着北极的那一点 急速飞去 呼 一路往北 大约数十里之后 一阵红亮的雷霆之声 从耳中传来 就在极地的上方 乌云密布 一个巨大的雷霆漩涡出现 无数的雷霆 炽烈无比 接二连三地 从雷云漩涡中央 披落下来 大家小心 这里恐怕已经 离他们的巢穴不冤了 就在这个时候 苍狼一声 银白色的光照之中 冤盖苏文 抓住自己背后 挤柄黑色的长刀 毫不犹豫抽了出来 冤盖苏文的实力 或许不如王冲 但是出生于高沟立帝国 那种复杂的环境 冤盖苏文 几乎是在血与火中 从小拼搏到大 他的一生 就是战争 阴谋 以及各种厮杀 因为这种经历 冤盖苏文具备了一种 极其敏锐的 对于危险的直觉 往往危险还没有降临 他就能够提前产生感应 这种直觉 甚至帮助他 躲过了在钢铁堡垒之中 那场恐怖的大爆炸 当巨大的雷电漩涡出现的同时 冤盖苏文心中 砰砰直跳 再一次感觉到了那种 熟悉的危险感 而且从巨大雷电漩涡中 汹涌的能量波动看来 这里恐怕距离众人的目的地 也不远了 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 竟然敢闯入这处神魔之地 既然你们急着寻死 我就成全你们 说时迟那时快 冤盖苏文的声音刚落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突然间 天空中风卷云涌 伴随着霹雳的雷电声 一阵洪亮的大哮声 陡然从雷云漩涡深处传来 那声音震耳欲聋 连整个天地的气流 也跟着汹涌起来 一瞬间 众人神色巨变 被他们发现了 邪地老人神色一沉 全身紧绷 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 从对方的实力来看 绝对不是泛泛之辈 虽然众人一路北上 已经极力隐藏踪迹 但是如果对方 真的达到 态史级别的修为 不管众人如何隐藏 都不可能满得过对方 抵达北极腹地 才被对方发现 已经极为不错了 不用慌 对方的本体不在这里 只是千里传声而已 王冲目光雪亮 犀利的眼眸 透过银白色光照 望到雷云漩涡深处 一眼就看到了对方 身为动天境的强者 王冲可以直接透视空间本质 雷云漩涡深处 只有对方遗留的一团气息 本体根本不在这里 王冲 你不来也就罢了 既然来了 就别想活着离开 你难道以为我是太使吗 那洪亮而浩大的声音 再次响起 似乎听到了王冲的声音 直接道出了王冲的身份 别理他 他的本体一定离得不远 速速前进 王冲毫不犹豫到 他的身形一动 立即带领众人 往前飞掠而去 但众人前进没多远 突然一种猙獰 骇人 充满暴虐和杀戮的咆哮声 惊天动地 远远地传入众人耳中 听到这声音 王冲眼皮一跳 脚步顿时戛然而止 天摇地动 就在众人的目光中 一道道巨大雪龙卷 仿佛受到某种吸引一般 突然从四面八方朝着众人汇聚 下一刻 就在众人的目光中 光芒一闪 一道巨大的银白色身影一纵 从巨大雪龙卷中飞跃而出 如同巨石一般 从天而降 飞落在众人面前 那是一个奇异的生物 它四肢落地 却足有七八人高 浑身长着厚厚的雪白银毛 身躯看起来异常强壮 它的两条后腿短小 两只前爪却有如黑猩猩般 粗壮强大 仿佛两根巨大的柱子一般 而最为怪异的是 它的头上竟然长了两只 足有六尺长的兔子耳朵 尽管如此 所有的一切都掩盖不住 它凶恶猙獰的本质 这种奇异生物刚一落地 便低伏着身子 摆出了攻击的姿态 它的血盆大口里 布满了无数纵横交错 锋利无比的獠牙 伴随着阵阵滴吼 无数咸水顺着那锋利的獠牙 滴落下来 咸水滴落在地 并没有凝结成冰 反而是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在尖冰组成的地面上 腐蚀出一个个大洞 很显然 这种生物的体液有剧毒 啊 这是什么怪物 看着这头从雪龙卷之中 跳出的怪物 银白色光照之内的众人 都是神色一惊 每个人都能感觉到 这头银白色怪兽的体内 充斥着爆炸性的力量 而且它显然极具攻击力 这是猴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从银白色光照内响起 乌商村长望着前方的奇异怪兽 突然说话了 我们乌商村有一些上古保留下来的古籍 其中记载了这种怪物 按理说 这种怪物在上古就已经灭绝了 没想到现在竟然还存在 乌商村长神色凝重道 乌商村里有许多保存完整 外面所没有的古代典籍 有些典籍就连乌商村长 也说不清是什么来历 只知道是一代一代传下来 早在他出生之前 这些东西就有了 眼前这头怪物 和乌商村一本古籍上面画着的吼 一模一样 村长 确定吗 王冲望着前方 头也不回到 乌商村长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我去对付他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响起 一身虎皮大傲的契丹王 抖得抽出两把刀 二话不说 就要冲出去 斩杀这头怪兽 契丹人以狩猎为生 以狩猎为荣 眼前这个怪兽不但没有克制住契丹王 反而激起了他好战之心 如果能够杀死这头怪兽 带回祖宗去 显然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耀 更重要的是 作为帝国大将级别的存在 契丹王不相信自己 杀不了这个怪兽 等一下 眼看契丹王就要冲出去 王冲眼中寒光一闪 突然伸手一把拉住了契丹王 几乎是同时 一阵又一阵惊天的野兽嘶吼声 从四周的雪龙卷中传出 就在契丹王惊骇的目光之中 两头三头四头 一头头吼 源源不断地从四周 巨大雪龙卷中跳了出来 只不过短短时间 众人的四周就聚集了数以百计 体型庞大的吼 怎么会这么多 看到这一幕 契丹王忍不住道 心中一片凛然 而其他众人也同样如此 吼的实力应该并不太强 以众人的实力 每个人应该都可以对付一头 但是数以百计的吼突然出现 这绝不是任何一个人 可以单独对抗的 而且他们都是从雪龙卷之中 跳出来的 一看就是那种适应 极寒天气的兵系生物 这里是他们的主战场 相对而言 众人就没有那么便利了 这只是我给你们准备的开胃菜 能闯过这里再说吧 就在这个时候 雷云深处那道洪亮的声音 再次响起 随着这道声音 砰砰砰 越来越多的上鼓吼 从雪龙卷之中跳了出来 这些上鼓凶兽 纷纷低吼着 星红的眼眸 锁定了银白色光照内的众人 没有丝毫犹豫 纷纷纵月而出 朝着众人电射而来 上 王冲眼中光芒一闪 立即带领众人 朝着前方的上鼓凶兽 冲杀而去 杀 此时此刻 众人也知道 这次北极之行的真正考验 已经来临 乌苏米什克汗 铁器碧勒利 契丹王 西女王 冤盖苏文 宗派界的各位强者 包括张囚尖琼 王中寺 张首归在内 全部抽出了随身兵器 跟随着王冲 一起朝着前方的怪兽群杀去 乌苏米什克汗 一马当先 首先一刀 深深披落在一头 上鼓吼的胸膛上 立即就有一股鲜血 从刀口处迸发而出 乌苏米什克汗的这一刀 直接劈开了那头 上鼓凶兽的血肉 将他白森森的骨头 都劈了出来 而另一侧 冤盖苏文和契丹王 也跟着纵约而出 各自扑向一头上鼓凶兽 纷纷一剑 就劈开了两头 上鼓凶兽的躯体 就连实力最弱的西女王 都凝聚出锋利无比的兵刺 深深刺入了一头 上鼓凶兽的眼睛之中 凡是能够出现在这里 参与这次行动的 无疑不是当今 最顶尖的高手 无论是力量 反应 敏捷 还是战斗技巧 这些人都已经登峰造极 称他们为一代宗师 恐怕都贬低了他们 而且每个人的身上 几乎都有一些神兵利器 吹毛断发 血铁如泥 不在话下 这些极力凶兽 虽然天赋异禀 力打无穷 极难对付 但是对于这些 当时顶尖的枭雄剧情来说 依旧难以组织强有力的攻击 来威胁到他们 虚空之中 只见一道道 血光闪过 眨眼之间 银白色光照 所过之处 一头又一头 巨大的吼 推金山 岛屿 柱般 纷纷倒在地上 走 速战速决 不要恋战 王冲沉声道 他的神色冷静 一直保持着极度的理智 即便是在厮杀之中 王冲也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 虽然这些上古凶兽的单独实力 并不足以威胁众人 但是怪兽本身皮操肉厚 力量极大 想要击杀他们 依然需要费上不少的力气 对方在这里 安排这些凶兽 显然也有借助凶兽 消磨己方实力的用意 如果一味敛战 就真的中了对方的圈套了 哼 你们走得了吗 那洪亮的声音 从雷云漩涡中央传来 似乎也发现了王冲他们的意图 砰砰砰 眨眼之间 又是数以百计的上古猴 从四周的雪龙卷中 跳落出来 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些上古猴刚一出现 立即咆哮着 而其他原本在攻击众人的上古猴 居然开始成群结队 互相配合 向着众人的方向 蜂拥而来 不止如此 四周一道道接天连地的 巨大雪龙卷 也突然改变方向 向着众人前进的方向夹击 这突然的变化 就连张求尖穷等人 也纷纷变了脸色 以众人的实力 每个人对付一两头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这么多上古凶手 一拥而上 而且还有雪龙卷的配合 这已经超出了众人的实力范畴 每个人都从中感觉到了 一股压力 我来 就在这个时候 王冲的声音 在众人耳边响起 当那些上古凶兽 从各个方向腾空而起 飞扑过来 巨大雪龙卷 朝着众人夹击而来的时候 王冲突然出手了 呼 王冲手掌一身 下一刻 以王冲为中心 方圆千丈之内的 所有时空规则 都剧烈波动起来 所有风雪 有如巨浪一般 一波波向外爆炸开来 而就在王冲四周 一道又一道 暗金色时空之环 歼二连三 凭空出现在虚空中 每一道 暗金色时空之环 都对应着一头上古吼 这些上古吼 腾空而起的瞬间 立即被一道道 暗金色时空之环 定在空中 牢牢卡住 就好像自投罗网一般 呜 光芒一闪 所有飞扑过来的上古吼 瞬间被王冲 抛入时空深处 消失不见 几乎是同时 四道巨大无比 蕴含着山崩海啸般 毁灭力量的雪龙卷 从四面八方夹击而来 那恐怖的力量 足以让任何武者 为之绝望 如果被这些雪龙卷击中 王冲凭借洞天境的修为 或许能够安然无恙 但其他人 必定身受重伤 说时迟 那时快 就在冲击 即将降临的刹那 虚空震荡 王冲 用银白色光照 包裹众人 只是一个闪烁 瞬间消失在虚空之中 再出现时候 已经是前方 数千丈外的地方 轰隆隆 身后的爆炸声连绵 但王冲和众人 已经安然避过这一击 一阵咆哮声 从身后传来 这些上古凶兽 速度极快 四肢刚一落地 立即迅速包抄 不断地拉近距离 眨眼之间 又是数以百计的吼 朝着众人冲来 哄 王冲心念一动 下一刻 一股足以令天地 为之色变的庞大精神力 铺天盖地 排山倒海 向着四面八方 迸射而去 光芒一闪 没有丝毫征兆 精神力所过之处 仿佛时间静止一般 所有的吼 顿时全部定在那里 一动不动 王冲手指一弹 伴随着一阵阵 钢铁轰鸣声 一道道暗金色 时空之环 在这些上古凶兽的脚下闪过 只不过瞬息间 这数以百计的吼 顿时消失不见 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能耐 王冲望着天空 心中暗暗道 四面八方 无穷无尽的雪龙卷 似乎也受到了吸引 朝着众人的方向 接踵而来 不过尽管如此 王冲却并没有失了分寸 他的眼中光芒一闪 眼中的世界 也随之变化 真实世界 在入微镜的时候 王冲的真实世界 就已经能够洞察到 世界的本质 现在 王冲的修为 已经达到洞天境 实力远超当初 真实世界 也随之变化 变得更加细致 也能够洞察到 更多的东西 天地之间 无数的规则 有如亿万条 思弦一般 笼罩天地 化为一个巨大的穷形 而在这个穷形的 世界中央 王冲看到了一片 巨大的扭曲地带 这里就像一个黑洞 所有经过这里的 规则力量 全部被混乱扭曲 甚至吞噬毁灭 无数规则能量 在这里聚集 冰雹 雷电 不停地从这处地带 喷射而出 不过很快 王冲就从这处 扭曲的地带 发现了一些端倪 师父 村长 你们留在这里 我去解决那处雷暴 王冲眼中 寒光一闪 留下三大神胎坐枕 而本体 则瞬间 从银白色光照之中 电射而出 天空之中 那巨大的雷云漩涡中 那名不知 藏身何处的强大存在 似乎也察觉到了 王冲的行动 下一刻 一道斥烈的 令人睁不开眼的巨大雷霆 猛地从天而降 朝王冲 劈了过来 几乎是同时 四周围 一道道巨大的雪龙卷 也仿佛受到 无形丝线的牵引 朝着半空中的王冲 撞击而来 王冲眼中 寒光一闪 只见他的手掌一伸 下一刻 四周围的雪龙卷 突然放缓了无数倍 就在距离王冲 还有数百丈的时候 全部停了下来 而王冲 只不过一个闪烁 立即拉开了 数千丈的距离 没入了高空的云层之中 这些巨大的雪龙卷 虽然由浩瀚的能量组成 但同时 也蕴含着一定的空间规则 如果破坏了这种特定的空间结构 自然能够对他们施加影响 同为洞天境强者 王冲的实力不比对方差 对方可以做到 王冲自然也可以 搜 王冲一个闪烁 还没等那些巨大的雷霆披落 王冲就有如鬼魅般 出现在了半空中 那庞大无比的雷云漩涡前 呼 就在众人的目光中 昏暗的天空下 王冲体内突然迸发出一股 比太阳还要炽烈的光芒 那炽烈的光芒 瞬间将王冲包裹 化为一柄通天的剑气 猛然一剑 狠狠刺入到了 雷霆漩涡之中 只听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个天地都仿佛撕裂了 那巨大的雷云漩涡在王冲的攻击下 顿时土崩瓦解 无数的雷电向着四面八方爆炸开来 只不过一瞬 这个庞大的雷霆漩涡 顿时消失 而王冲右手一伸 摇摇对着雷霆漩涡的中心一抓 下一刻 一个湛蓝色的东西 从虚空深处 被王冲凭空抓了出来 那竟然是一个巨大的能量核心 而当王冲做完这一切 风声呼啸 四周围原本肆虐的狂风 突然小了许多 就连那些接天连地 看起来声势骇人的雪龙卷 也小了许多 远没有那么骇人了 这是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镇住了 那个雷云漩涡 就是这里的能量核心 就连反应最慢的契丹王 这个蛇吼也明白过来 毫无疑问 对方正是通过 那个湛蓝色能量核心 来控制那些吼和雪龙卷 堂堂太子辈 就只有这点手段吗 王冲助力去空 右手托着那颗 硕大的湛蓝色能量核心 神色冰冷道 还有什么手段 都使出来吧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的王冲 不管是眼光 境界 还是其他 都达到了无数舞者 难以想象的地步 放眼整个神州 除了天 和已经逝去的圣皇 能超过他的人 恐怕寥寥无几 四周围 静悄悄的 就连之前那两名 说话的天神组织强者 似乎也没有想到 王冲这么快 就破解了他们的手段 有本事 就来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众人耳中突然想起之前 那个熟悉的声音 同一时间 轰隆隆 电闪雷鸣 只不过瞬息间 四周原本被王冲 驱散的风雪 竟然有复苏的迹象 包括整个北极上空 也隐隐再次显露出 一个巨大的雷云漩涡 王冲看到这一幕 顿时不由微微皱起了眉头 很显然 这一幕和他想象的 有些不太一样 雷云漩涡中心的 湛蓝色能量核心 似乎仅仅只是一种媒介 而雷云漩涡和四周围 巨大的雪龙卷 其真正的能源 是另有他处 如果不破坏 雷云漩涡的真正能量源 不管他怎么做 不管他破坏几次 恐怕天空中的雷云漩涡 和四面八方的雪龙卷 都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到时候 众人只能够疲于本命 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些东西 没有意外 这些雷云漩涡和四周的雪龙卷 恐怕都来源于 抑郁入侵者的世界 王冲心中暗暗道 有不同时空的能量汇聚 就一定有时空传送门 这两名天神组织的神秘强者 极有可能就在那里 王冲基本已经确定 对方必定是天神组织的太子卫强者 王冲眼中光芒一闪 迅速扫过天地 下一刻 他的身躯一晃 瞬间回到了地面上的银白色光照之中 走 王冲心念一动 磅礴的钢器席卷而出 瞬间将众人裹挟其中 趁着四周的雪龙卷和天空中的雷云漩涡还没有恢复 迅速朝北飞掠而去 轰隆隆 天空电闪雷鸣 突然之间 雪龙卷和雷亭漩涡的形成速度明显加快 很显然对方也感觉到了王冲等人的动作隐隐有些焦急 其中数道粗大的雷电融合在一起 似乎要形成一道威力更加庞大的雷霆 劈向王冲等人 然而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还没等雷电形成 王冲就已经带着众人穿过这片风雪地带 只不过嘘首先一阵震耳欲聋的海浪声中夹杂着冰块与冰块撞击的轰鸣 在众人耳中响起 众人眼前很快出现了一片从未见过的陌生海域 距离众人不远的地方 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表面已经完全结冰 结出了一层厚厚的尖冰 不过这种寒冰并非浑然一体 而是随着底下涌动的暗流破碎成了无数块硕大的伏冰 这些伏冰有薄有厚 厚的足有一丈 看起来极其惊人 而他们也有大有小 小的有水缸般大小 而大的宛如一片小型的陆地 众人之前听到铿锵的撞击声 就是这些伏冰与伏冰之间碰撞而发出的 这就是极地海洋吗 寒潮滚滚 看到眼前的景象 每个人都有一种仿佛新生儿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感觉 极地海洋 这是王冲对他的称呼 在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称呼 北海 山海经中有关于北海的记载 虽然诸国的典籍中没有中土记载的那么详细 但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关于北海的神话传说 虽然北海二字对众人来说耳熟能强 但几乎没有人真正到过这里 和其他地方相比 这里明显越发的寒冷 就连王冲的银白色护照 也开始隐隐有种抵御不住的架势 一丝丝寒意透过王冲的银白色护照渗透了进来 邪地老人和乌商村长对王冲非常了解 看到这一幕忍不住眼皮跳动了一下 人皇记第1795集 一路过来王冲的兵系神胎把那些寒超能量吸收进体内 众人才感觉不到任何的寒意 但是现在寒气内溢很明显 这里的寒潮浓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就连王冲的兵系神胎也难以彻底吸收 看来快到了 大寒潮的源头就在这里了 邪地老人沉声道 仅仅只是片刻 众人一路往前飞跃 很快便看到了整个大寒潮的能量起源 轰隆隆 天摇地动 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远处一道巨大的白色气浪冲天而起 由冰封的极地海洋之中 无边无际 一直延伸到了苍穹深处 而以那个巨大的白色气浪为中心 一个直径足有数十里的巨大海洋漩涡出现在海面上 在那巨大的漩涡范围之内 所有大大小小的尖兵 连同大量的海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搅动 极具地旋转着 那声响害人至极 不止如此 一路到达这里 众人也能感觉得到 这里的寒潮已经超越了任何地方 庞大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天地之间血雾弥漫 那些血雾拍打在王冲银白色的护体光照上 竟然发出了康康如同铁沙的声音 令人心惊不已 而在这道巨大的海洋漩涡的中心 王冲也感觉到了极其庞大的时空波动 越往海洋深处 那时空波动便越是强大 至于冤盖苏文等人 早就是面面相去 一个个心计不已 就是这里了 王冲心中突然产生一种名物 毫无疑问 这场席卷整个世界的大寒潮的源头 就在眼前了 而且和以往不同 这处时空之门竟然不是在地表 而是隐藏在极地海洋的海底深处 呼 就在众人沉思的时候 又是一阵惊天的巨响从后方传来 那些玄谷猴又要追上来了 启丹王突然力声道 天空之中庞大的雷云漩涡 本来已经被王冲击散 但是现在不只是雷云漩涡 包括一道道巨型的雪龙卷 都已经再次成形 一道道雪龙卷 包括那些上谷吼 全部都在朝着众人的方向铺来 按照现在的速度 片刻的时间就会抵达众人所在的位置 到时候又得陷入一番苦战之中 王冲还好 寒冰神胎可以从风雪之中汲取能量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 一旦身上的钢器消耗殆尽 诸国的强者就只有死路一条 走 没有丝毫犹豫 王冲全身的钢器如同烈焰爆发 轰鸣声中滚滚的巨浪瞬间将所有人卷入其中 王冲腾空而起 迅速带领众人向着极力海洋中的巨型漩涡而去 寒风呼啸 撕天裂地 越靠近海洋的漩涡中心 便越能感觉到一股庞大的犀利 和极力海洋中冲出的那条白色气浪相比 之前众人遇到的那些雪龙卷 根本就像蝼蚁一般 微不足道 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那漩涡中心白色气浪中蕴含的毁灭性力量 以及时空破碎之力 足以轻易地撕毁高山大地 撕裂最坚硬的金属 那种恐怖的力量足以让任何强者头皮发麻 浑身颤抖 即便对于王冲来说也有很大的危险 哪怕是王冲一不小心被卷入其中 钢器大幅度消耗不说也有重伤的可能 里面破碎的时空之力足以影响到任何动天境的强者 浪花四射 伴随着一阵轰鸣 王冲带领着众人在空中一折 如同彗星一般 瞬间轰破极地海洋的冰面 钻入了无尽的冰冷的海水之中 四周围海水汹涌 进入极地海洋的刹那眼前骤然一暗就仿佛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 与地表不同 这是一个孤寂黑暗没有生机的死寂 只有涌动的冰冷的海水 大家小心随时准备战斗 就在这个时候 鞋地老人的声音突然在众人耳边响起 不管是王冲还是其他众人 这个时候全都全身紧绷 精神高度集中 奇迹随时都可能降临 每个人都明白 这次行动即将抵达终点 那些黑衣人组织谋划了这么大的事情 甚至将整个陆地世界千千万万的生灵都化为了自己的棋子牺牲品 他们绝不可能在这里不做任何的防御手段 越接近深处就会越危险 一旦出现什么闪失 必然就是万劫不复之地 不过尽管如此 却没有丝毫的后退 不管是为了自己的族人 还是为了这个世界 众人都必须阻止这次的寒潮 在这一点上 整个陆地世界上的诸国和大唐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五百米 七百米 一路越来越深 距离海面也越来越远 四周围一片昏暗 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海洋之中 众人面临的不只是天神组织的威胁 还有四周围深海海水的压力 以及呼吸问题 深海之中是没有空气的 帮我给你们的树叶拿出来吧 王冲将自己的精神力散发到极限 一边不停地探索着海底 监视着四周围的动向 一边对他们说道 银白色的光照之内 众人心念一动 很快取出了出发之前 王冲分给众人的那种奇怪的 翠绿色的叶子 寒到了嘴里 这是王冲特地让大帝分身 从已经崩塌的地底 大罗洞府之中搜罗出来的 这种独特的叶片 只要寒在嘴里 便能在任何环境之下 为使用者提供一段时间的氧气 大家记住 我给你们的叶片 只能坚持最多半个时辰左右的时间 这段时间无论如何 一定要完成任务 王冲通过意念沟通众人道 嗯 众人都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一抹坚毅的神色 一千米 一千二百米 王冲带领着众人速度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深 在王冲的感知中 海洋之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未知的生物 王冲并没有理会这些 这里是天神组织的一处重要的据点 也是整个进化计划的关键地方 必然会有许多的防备 当务之急是尽快的找到源头 关闭那个未知的时空传送门 在那里 王冲精神高度集中 他的意识牢牢锁定着极地海洋中 那个巨大的海洋漩涡 在这片黑暗的极地深处之中 这是唯一的参照物 王冲一路深前 意识感应中终于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哦 说时迟大时快 伴随着一阵阵嘶吼 四面八方迅速出现了一些神秘的庞大黑影 这些黑影和鲨鱼有些相似 但是通体浑白 只有背脊是黑的 而且体型要比鲨鱼庞大的多 不止如此 它们的力量和身体硬度 看起来也极其危险 根本无法归类到一般深海鱼类的范畴 王冲心念一动 右掌饼指如刀 就准备像之前一样 把这些深海生物通通杀掉 等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入耳中 义语王 我知道你的势力很强 也知道你是想保护我们 但是大汗潮不只是大汤的事情 也和我们所有诸国息息相关 银白色的护照之内 西女王突然开口说话了 她的神色郑重无比 这些普通的威胁 就交给我们来处理吧 一会儿还有更大的威胁 和对手需要你去对付 在辞职前 不宜过多的消耗力量 这不也正是你把我们带来这里的目的吗 王冲心中一震 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 只见四面八方 冤盖苏文 乌苏米施克汗等人 统统望着自己 都认真的点了点头 很显然 这也是其他所有人心中的想法 这一次北极之行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消灭韩潮 好 王冲并没有撕损太久 很快点了点头 同时集中精神朝着深海而去 越接近目的地 四周围的时空禁止和干扰 就越是明显 越强烈 王冲确实无暇 太过分心 只不过片刻的时间 那一头头深海中的凶兽 立即急速靠近 并且迅速向着众人发起了攻击 这些深海巨兽每一条 都有十余米长 铜皮铁骨 还有一口密密麻麻 猙獰可怕的獠牙 如果在陆地上 这些深海巨兽 或许没什么威胁 但是在海洋之中 这些凶兽 却是最大的杀手 呼 深暗的海浪之中 一头头深海巨兽 搅动着浑水 犹如离弦之剑般 从四面八方 向着众人的方向冲来 不考虑他们本身锋利的牙齿 仅仅是这种深海的冲击 就已经达到了黄武镜的级别 众人都是当世顶尖的强者 一头这样的深海巨兽 或许没有太大的威胁 但是数以千计的深海巨兽 就完全不同了 毕竟在这深海之中 每个人的实力 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这已经不是众人 可以忽视的了 一群畜生 给我死 感受到四面八方 冲来的深海巨兽 西女王绝美的脸庞上眉目寒煞 她的十根手指纤细如葱 手指一掐 下一刻 四周围的海水凝聚成冰 化为一根五尺鱼长 手指粗细 但却锋利无匹的细长冰灵 只听见一阵阵冰刺破开海水的声音 这些五尺鱼长的冰灵 在成形的刹那立即破空而出 席向了四面八方 一头头深海巨兽 西女王并不是单纯的力量攻击 而是控制这些冰灵 精准地刺入到了那些深海巨兽的眼眸之中 并且顺着这些最脆弱的地方 插入到巨兽的脑海深深的没入体内 只听一阵阵利刃刺入血肉的声音 那些深海巨兽力遭重创 一头头鲜血喷涌 那么长的庞大躯体 也在剧痛的刺激下 剧烈地翻滚起来 只不过片刻的时间 这些深海巨兽立即肚皮翻白 朝着海面浮去 十头 二十头 七十头 只不过片刻的时间 就有一百多只深海巨兽 在西女王的攻击下 纷纷毙命 而始终 没有任何一头深海巨兽 能够靠近众人三十张内 西女王 我们来帮你 就在西女王全神贯注 对付那些深海巨兽的时候 一阵声音突然从耳边传来 只不过瞬息的时间 还没等西女王反应过来 一股庞大的浑厚的钢气 浩浩荡荡 如江如海 汹涌着涌入到了西女王的体内 这一刻 乌苏米施克汗 冤盖苏文 契丹王的人 纷纷出手 帮助西女王 西女王的实力 本身就已经达到了圣武镜的巅峰 再加上众人的帮助 立即实力大涨 光芒一闪 四周围 极地深海之中 西女王凝聚的锋利兵灵数量 已经提高了数倍 一根根兵灵密密麻麻 构成一道无形的防御圈 将众人防护起来 刺耳的锐笑声中 一波又一波的深海巨兽 还没有靠近 便纷纷被西女王击杀殆尽 他们庞大的体格 强大的力量 以及精铁般的筋膜 本来想要解决他们 必定要大费一番手脚 但是面对西女王这种特殊的攻击方式 那些深海巨兽一个个根本无处施展 便纷纷倒闭 而另一侧 王冲一直关注着四周的动静 见西女王和众人完全可以应付 立即点了点头放下心来 有了西女王他们的帮助 王冲面临的阻碍立即少了很多 立刻全神贯注 加速朝着海底感应中的庞大的能量源头而去 一千八百米 四周围暗流汹涌 海水越来越冰冷 终于众人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什么 就在众人的下方 就在这片远离人类文明的极地深海之中 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庞大的 明显是出自人类手笔的建筑物 那建筑物注立在白色气柱之中 而且周围还有一圈光照保护 在这深海之中看起来非常诡异 一下子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纷纷望向了王冲 冲儿你感觉到了什么吗 协地老人扭过头望着自己的徒儿道 人黄纪第1796集 这里有股庞大的力量 将周围数十海里的范围之内全部禁止了 时空之力难以突破 王冲皱着眉头 沉吟片刻之后开口道 他一直在观察下方的海底 虽然之前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但一路抵达这里之后 在王冲的感觉之中 下方所有区域范围之内 原本柔和的海域 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块巨大坚硬的岩石 根本难以轻易的突进 对于这种特殊的力量 王冲并不陌生 这是时空禁制力量 通过某种阵法或者特殊的神器 可以将整个范围内的时空都禁锢起来 即便动天境的强者 在这片区域范围之内 也无法自如地操控时空之力 自然也难以轻易突进 就类似于圣皇留下的 如今笼罩整个京师的向柳大阵 以你的能力也无法做到吗 邪地老人微微皱起了眉头 有些意外 他深深知道王冲的力量 能够击杀太史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但是就连他都没有想到 以王冲的力量竟然也无法突破这片区域 这里是天神组织净化计划的核心地带 必然设立了许多强大的防御手段 另外应该还有那座时空传送门的影响 王冲开口道 时空传送门桥接两个不同的世界 按照另一个世界的说法 这种特殊的存在应该有些类似于虫洞 如此庞大的区域范围 如此强大的寒潮能量 这座时空传送门也必然庞大至极 在这种巨型时空传送门周围 时空规则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虽然并不见得就完全不能操控施展 但必定有着极大的危险性 对方显然也早有准备 已经预防到了可能会有人找到这里突然闯入 天下间达到洞天境的强者屈指可数 在王冲的揣测之中 恐怕十有八九的还是房的圣皇 那座建筑物应该只是一个掩饰 真正的入口就在下面 应该是天神组织留给自己的 王冲沉声道 雷云中的那两个人 从王冲进入极地海洋之后 就再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声息 不过这反而越发让王冲确定 他们就在这里 这处深海中的诡异建筑 显然就是他们给自己留下的入口 只要沿着这里进入 必然就能够进入到里面 不过尽管发现了入口 王冲也不敢大意 摒弃脸神做好万全的防御准备 银白色的护体光照 一层层不断地夹骨 下一刻王冲带领着众人 犹如一柄利刃 深深地刺入到了海底 巨大的白色气柱之中 轰隆隆 伴随着震耳欲聋 难以想象的轰鸣 四面八方 庞大的压力 汹涌而来 如同千万把刀剑 疯狂地挤压 摩擦王冲的银白色护照 只不过短短时间 王冲的银白色护照能量 立即迅速消灭 光芒也极具的暗淡 就连银白色光照内的众人 也为之色变 一个个感觉到了一股庞大的危险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 王冲心念一动 光芒闪动之间 一圈暗金色的时空之环震荡着 迅速从王冲体内迸发而出 迅速将四周围层层挤压过来的毁灭之力 排斥在外 而如此仔细看去 就会发现 这道时空之环和王冲以前施展的力量截然不同 在暗金色的时空之环表面 还缠绕着无数宛如活物一般的蝌蚪文字 在这些拥有神秘力量文字的影响之下 王冲的时空之环竟然隐隐透出一丝淡淡的白金之色 无形无相之中 竟然和太史之前施展的时空之力有着几分相似 时空相容之术 这是王冲从太史身上读来的 那枚光明神器内蕴含的另一门神通 光敏神器是太史身上最强大的 除了防御和攻击 光敏神器之中还蕴含了太史的一部分记忆 以及另外一些强大的绝学 时空相容之术便是其中之一 呼 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在打开一条通道的同时 王冲包裹着众人如同离弦之剑一般 瞬间穿过外围恐怖的混乱地带 没入到了海底那浩浩荡荡 气势惊人的白色气柱之中 王冲的速度极快 他的精神力扩展到极限 将四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映照于脑海之中 只不过虚索之间 王冲就在混乱的狂潮之中 找到了一条安全通道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光芒一闪 王冲就已经带领众人 出现在那座神秘的极力深海建筑之中 到了 王冲心念一动 散掉了银白色的光照 这处神秘的海底建筑中空荡荡的 竟然出乎意料的安景 众人进入其中之后 居然没有遭到任何的袭击 王冲没有说话 一边保持警惕 一边默默打量 身后其他人同样也在观察 众人所在的地方是一处昏暗的大厅 大厅里空荡荡的 但是并非完全没有光源 似乎这座建筑本身就能够散发出一些光芒 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张求尖穷打亮了一眼四周 突然走到大厅的边缘 看着眼前泛出铜绿色的墙壁道 这座神秘的海底建筑并不是砖石结构 而是通体由青铜构成 青铜本身并不会泛出这种绿色 这是墙壁在过了极其漫长的时代 氧化之后的结果 听到张求尖穷的话 其他人也纷纷走了过去 想要仔细观看 然而还没有走出几步 一阵骨骼断裂的声音突然在大厅中响起 在这种安静却又紧张的氛围之中 显得极其恐怖 这是人骨 很快众人就发现了端倪 之前众人刚刚抵达这里 心中紧张没有注意 就在这座神秘的大殿之中 地面上竟然还散布着不少的枯骨 因为时间久远加上种种原因 尸骨并不完整 只有一些零碎的肋骨或是颅骨 看不出太多东西 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枯骨 东托爵大将军铁器壁勒利弯下腰身 从地上捡起一块枯骨 满脸的差异 是那些黑衣人的吗 契丹王开口道 几乎本能地想起了天神组织的人 不对 这里距离海面极深 而且人际寒致 且不说有没有人会到达这里 正常情况就算是我们 也很难进入到这么深的深海之中 更不用说是其他人 这里是天神组织的核心腹地 根本不会让一般人抵达这里 你们注意看四周的墙壁 上面明显有刀剑的痕迹 明显是发生过打斗 另外这些尸骨上也有刀剑砍伤的痕迹 这绝不是正常的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浑厚威严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 大唐战神王中寺往前走了两步 开口道 我感觉在这处深海之中 我们恐怕并不是第一批抵达这里 和天神组织发生对抗的人 王中寺的目光锐利无比 透着一种洞察的光芒 在众人说话的时候 王冲同样打量着四方 下一刻他似乎发现了什么 右手五指一张对着远处一射 伴随着一阵坑鸣 一大块金属突然拔地而起 从距离二十余步外的一处隐秘的角落 腾空飞入到王冲手中 这突然的举动立即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不过下一刻看清楚王冲手中的东西 所有人都是眼皮一跳 眼中陡然露出了一阵惊容 这竟然是一幅黄褐色 样式极其古朴 看起来已经有极远年代的胸甲 胸甲本身残缺 看起来曾经受到过重创 只有一小部分残留下来 最重要的还并不是这个 真正令众人动容的是 就在这个胸甲的正中央 众人发现了几个古老的转体文字 狮鸟传 皇帝时期的文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王中寺开口道 神色凝重了许多 王中寺的声音一落 整个大殿内立即静悄悄的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谁也说不出话来 如果王中寺说的是对的 那就意味着在久远的时代之前 同样有过不少高手进入这里 唯一的问题是 他们出现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说那个时代也曾经大雪冰封 寒潮降临 那个时期的高手也曾经和他们一样 抵达这处人际罕至的极地海洋 阻止这些天神组织的人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想法 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也就意味着天神组织的人曾经不止一次想要毁灭大地 这个神秘组织是整个陆地世界的大敌 快看这里他们好像留下了东西 就在众人陷入沉思的时候 又一阵声音传入耳中 大殿边缘的另一处角落里 西女王也发现了一些东西 那是一具人类的骸骨靠墙而坐 她的手中握着一个金属板一样的东西 西女王从她的手中抽出金属板 只是看了一眼便很快交到了王冲手中 那个金属板上全部都是转体文字 和西部落的文字截然不同 而中原的东西也只有王冲他们才有可能解读 是铜茧 虽然皇帝时期流行铜茧 但是在皇室中用的却是青铜做成的铜茧 铜茧虽薄但却并不容易损坏 一般只有皇宫的史冠才能用 这种东西数量极少 我也只是听过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张首归看着那卷铜茧 眼中流露出一丝惊叹 十多年前 张首归在仕途上达到了巅峰 从那之后 就开始喜欢研究古玩字画一类 在这方面沁吟极深 但论这方面的修养和造诣 张首归恐怕远超其他所有人 张大人认识上面字吗 张求坚穷开口了 文字差别太大 只能依稀辨认一些 我们中途的文字 不管任何时候 都是以天地万象而造 所以对照一致的部分 还是能够猜出一些 张首归道 呃 卓陆力 奉皇帝命 命令与北海 呃 乱世邪魔 呃 世大难迪 呃 后面的 我就辨认不出了 张首归皱着眉头 看了许久 读出了上面的文字 大殿里所有人的心中都沉淀点的 这里发生的事情 正史上根本不会有记载 虽然不知道当年那拨人 见到极力海洋中的这处地方之后 发生了什么 但是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恐怕不容乐观 唯一的问题是 如果他们失败了 那就意味着天当年发动的进化计划成功了 整个世界陷入冰封 但哪怕是王冲也并不记得皇帝时期 发生过那种寒潮降临 笼罩世界的事情 而如果他们成功了 眼前这个神秘建筑显然不会存在 更不会出现被他们进入的情况 对于众人来说 已经引出了太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而且据这些信息推断 恐怕和正史上的记载有着很大的出路 谁也没有说话 众人心中若有所思 一个个全神戒备继续往前深入 仅仅只是片刻穿过这座大殿之后 在相邻的另一处地方 众人有了新的发现 啊 这 这 怎么可能 这不是我们懂突厥的文字吗 很快 乌苏米施克汗和铁器毕勒利的眼中 就流露出了金融 之前发现中土神州 皇帝时期的那些陨落强者和遗迹时 确实让人相当意外 但毕竟不是诸国的东西 众人在情感上虽然有所触动 但还没有那么大 但是在第二处大殿 发现的东西完全打翻了乌苏米施克汗 和铁器毕勒利等人心中的想法 这座大殿中同样散布着一些尸骨 而在尸骨之间也有一些绣迹斑斑的铠甲 那些铠甲古朴久远不像中土的东西 而且那种粗犷的风格以及铠甲的制式颜色 倒是和东突厥极为相似 不止如此 那些死在这里的古代强者还遗留下了一些文书 乌苏米施克汗等人只是看了一眼 就发现上面的古代文字和现在的突厥文至少有着四分相似 乌苏米施克汗等人完全可以肯定 这些绝对是塞外的草原古代文明遗留下的 然而令乌苏米施克汗等人匪夷所思的是 草原民族对于自己的大草原有着深深的依赖 绝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土地抵达这么遥远的地方 更不用说这里还是距离地面一千八百多米的深海 这实在是太诡异了 众人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座深海中的诡秘建筑居然和自己息息相关 人黄记第1797集 是古匈奴文字 王冲只是看了一眼 心中顿时闪过一道念头 准确来说 草原上其实没有国家的概念 更多的是部落与部落 突厥这两个字是最近数百年才有的概念 而且一般也并不认为突厥和古代匈奴有什么血缘上的联系 但是对于草原上的部落来说 只要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 那就是同一个大部落 从这一点来说 乌苏米什克汗等人认为古匈奴是自己的古代文明 也并不算错 一路往前 众人的发现越来越多 这是病荒事物 很快西女王发现了一串女人的头饰 上面挂满了一些银白色的金属制品 同时还镶嵌着一些宝石和铭文 看起来美轮美奂 不过最醒目的还是上面一个湛蓝色的冰雪凤凰 看起来栩栩如生 仔细看去 里面竟然还蕴含着一个不知名的细小阵法 非常独特 什么是冰荒事物 是你们西部落的古代遗物吗 王冲开口问道 对于这个西部落 王冲的了解并不多 一般都默认西部落的历史并不久远 也恐怕没有太多的文明留下 但看眼前的情形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西女王点了点头 这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东西 冰荒时代是我们西部落传说中极其久远的辉荒时代 那个时候的文明远胜于我们 冰荒时代的女王就是冰荒女王 她拥有极其强大的屏系神通 远超过我们西部落的所有女王 而这个视频就是她的象征 冰荒女王存在的时候 曾经统治着极其广大的区域 远远超过现在的西部落 在她所在的时期打地冰风 这也是我们西部落修炼的绝学 主要以屏系神通为主的原因 另外在传说中 冰荒女王曾经与仙魔作战 最后礼尽而亡 我小事后就听过部落中的长老们说过这些传说 但我只以为是神话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西女王一脸凝重道 众人心中一片愕然 在所有诸国中西部落是最年轻 同时也是底蕴最浅的 谁也没有听说过 他们竟然还有一个所谓的强大冰荒时代 另外冰荒并不是一件饰品 而是女王的网冠 只有我们西部落的女王才能够使用 西女王说着将那顶事物戴在头上 令人惊讶的是 那点事物竟然不大不小 西女王戴着正好合适 但最令人诧异的还在后面 下一刻光芒一闪 随着西女王将一股极度冰寒的钢气 输入到头顶的冰荒事物之中 一阵占蓝色的光芒 比太阳还要耀眼 猛然之间从那顶冰荒事物中 爆发出十倍的光芒 将整个大殿都淹没在蓝色之中 有那么一刹那 所有人都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然而蓝光来得快去得也快 只不过虚手之间 大殿内又恢复如常 只不过眼前的西女王却骤然一变 她头顶那一串冰荒事物 突然化为一顶湛蓝 美轮美奂的冰荒之官 在湛蓝色冰荒之官的映衬下 西女王整个人的气质大变 无形之中多了一股神圣高贵 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 不止如此 西女王身上爆发出来的气息 也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甚至连之前在海底战斗消耗的钢气 也全部补充回来 这突然的变化令所有人都为之侧目 一路往前 众人发现的东西越来越多 这座建筑中的遗迹 有一些分属于不同的时代 还有一些属于同一个时代 而且在后面的大殿之中 众人发现越来越多激烈打斗的痕迹 众人心中都有一种感觉 虽然这一次北极之行 是在大唐的强势胜出之后 因为王冲的原因 诸国才集合在一起 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像这样的长征行动 恐怕远不止一次 换句话说 大寒朝席卷陆地世界的次数 恐怕比众人想象的还要多 在其中一处大殿中 王冲眼皮一跳 发现了一些熟悉的文字 兰德圣尔利2771年 奉陛下命令 讨伐魔神 看着这些熟悉的文字 王冲眉头深锁 陷入了沉思 王冲根本没有想过 这个已经消失的兰德圣尔文明 会出现在这里 就像一颗石子坠入湖中 王冲的心顿时泛起道道涟漪 天神组织犯下的罪恶 或者说对人类历史的操控 恐怕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深得多 找到了 通道在这里 就在王冲陷入沉思的时候 突然一个声音传入耳中 一路往前 众人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就在这些大殿的尽头 一条长长的涌道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这条涌道有些类似于厚厚的寒冰 涌道幽深透着寒气 不知道通往哪里 不过尽管如此 众人却知道方向必定就在这里 因为通道之中 开始释放出一股股强烈的时空波动 和寒潮能量 大家小心 天神组织应该就在附近 王冲眼中光芒一闪 很快回过神来提醒道 从刚刚到现在 这里就出奇的平静 王冲却深信 一切绝不会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那些大殿中的尸骨 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现在的安宁 只是暴风雪前的平静而已 王冲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 率先进入到了那处寒冰般的幽深通道之中 涌道之中远比想象中的寒冷 王冲走在上面 一股寒蚁穿过脚底传来 冰冷的血液几乎都要冻结了 这股寒蚁凌厉至极 就连钢器都难以抵挡 不过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了 果然是大手笔 王冲扫了一眼四方 很快就看出了端倪 这处涌道表面上看 是在极力深海之中 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 王冲一踏上涌道 就感觉到了一股强烈变化的时空波动 从踏入这里的那一刻起 众人就已经不在极力深海之中 甚至也不在那处深海的古代建筑之中 那座深海之中的建筑 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掩饰而已 实际上仅仅只是通往另处地方的节点 而从涌道通往的方向 以及前方传来的时空波动来看 寒潮的源头真正的时空传送门 恐怕根本就是被天神组织 隐藏在了某个时空深处 和这里海之盼的时空传送门相比 性质已经完全不同 更加隐秘更加复杂 也更加的重要 相对的对于天神组织来说 也更加安全更加不容易被外界闯入破坏 但对于众人来说 同样的这也就意味着更加的危险 作为洞天境的强者 没有人比王冲更明白 一旦涉足时空 就像走钢丝一样 稍有不慎 立即就是粉身碎骨 被时空缴碎的下场 用道理静悄悄的 众人也从王冲的神色中 似乎感觉出了什么 不过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后退 一个接一个 众人相继迸发出体内的钢气 化为一道厚厚的气墙 护在了身体周围 永道幽深好像永远没有边境一样 在这里连感知都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根本无法去揣测永道的具体长度 好像只有一刹那 又仿佛过了无数个漫长的世纪 光芒一闪 王冲首先从永道中走了出来 迎面寒风呼啸 出现在王冲眼前的 是一个比之前那座建筑中 任何一个大殿都庞大的多的空间 放眼望去 到处一片冰凉 空间里满是肆虐的细碎雪墨 扑打在脸上 琵琶作响 有那么一瞬间 甚至让人感觉 众人似乎从深海之中 回到了地表的北极冰原一样 但王冲心知肚明 这一切只是错觉而已 这里已经是某个时空深处了 就连王冲一时之间也难以判断 他的具体位置 王冲仔细地打量周围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厚厚的寒冰 这是一处陌生的 数十倍于之前大殿的寒冰空间 除了肆虐的寒风 周围到处都是厚厚的尖冰 将整个巨大的空间包裹起来 透过冰面 甚至能够模糊地看到外面涌动的深海 以及一些四处游动的深海鱼类 看起来就像正常的极地深海一般 但王冲心中却一片冷静 知道这一切仅仅只是天神组织 用来故意误导外人而已 真是好手段 王冲冷笑一声 目中始终保持着清明 对方的手段极高 这处寒冰层空间四周浩瀚的海水 以及自由舒缓游动的鱼类 完全是对方以极高明的武道神通 从海洋之中搬运而来 一切做得自然而然 如同羚羊挂脚了无痕迹 不是同为动天境的强者 根本就难以瞧出端倪 不过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回过神来 他的目光一扫 立即注意到四周围 寒冰空间里那一座座 助力在那里寂静不动 足有十余丈高的 猙獰海兽雕像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这些海兽雕像的刹那 王冲心中突然有一种 微妙的感觉 大家小心 这些雕像有古怪 就在这个时候 鞋地老人的声音 突然在大家耳边响起 和王冲一样 鞋地老人也注意到 这些空间边缘 奇异的海兽雕像 这些巨大的海兽雕像 和任何已知的海洋生物 都截然不同 没有任何典籍中 记载过这种生物 它们有着青铜色的皮肤 一口巨大而猙獰 密集的仿佛齿轮的獠牙 而且额头上 居然还有四只 正常生物不会有的眼睛 那一双双金色的树铜 如同蛇一样 盯着入口的方向 似乎正在看着众人 不过真正让王冲 和鞋地老人在意的 并不是这个 这些雕像 有生命 王冲一进入这里 就察觉到了诡异 这些雕像 原本或许和岩石 并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当众人 进入这处空间之后 就好像触动了某种 进制或者是机关 王冲立即感觉到 这些海兽雕像的体内 那一股股隐藏的 原本陷入沉睡之中的 生命能量 犹如雨后春笋一般 迅速生根发芽 并且得到雨露般滋润 急速的壮大 王冲目中寒光一闪 想都没想 立即一掌拍了出去 磅礴的钢器 如排山倒海一般 瞬间就将右前方的 两座海兽雕像拍成粉碎 无数的碎片飞溅出去 洒得到处都是 王爷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把众人吓了一跳 不过就在众人 心中惊讶的时候 很快一变突起 一阵阵脆响传入耳中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四周围 那些还没有被王冲 拍碎的海兽雕像 突然之间 如同剥掉的鸡蛋壳一样 一层层坚硬的躯壳 如雨般坠落下来 那坚硬的躯体碎片 掉落在地上 发出一阵阵 坑强的声响 空间震动 就在众人震撼的 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那些原本空洞无神的 海兽雕像 就好像被施加了魔法一样 突然之间 一个个纷纷活了过来 这些海兽体表 布满了坚硬的鳞片 透出青铜的颜色 如同金属一般 而那一双诡异的金色树桶 边缘透着丝丝的星红 正死死的盯着 大殿内的众人 而就在他们体内 就像隐藏着一个黑洞一样 一股庞大的犀利爆发出来 四面八方 无穷无间的寒气 受到牵引 纷纷惊吞海溪般 没入他们体内 而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 这些猙獰的海兽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迅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短短的时间 就达到了令人心悸的地步 而且这种增长的速度 看起来 丝毫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 其中一条海兽猛的张口 随意的喷了口气 立即就是滚滚的白色寒潮喷吐而出 寒潮碰到地面 立即咔嚓嚓 在这些寒冰空间的地面上 额外结出一层数寸之后的坚硬寒冰 看到这一幕 众人心中一片凛然 这些海兽明显都是冰系的生物 更不利的是 它们全部都能够从空间之中 汲取冰寒能量 而这里本来就是寒潮的起点 空间里到处都充斥着 浓烈到极点的冰寒能量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不能一击致命 而这些诡异的海兽 就能够源源不断的 从寒潮之中汲取能量 不断的壮大 一直不疲不休的战斗下去 人皇记第1798集 我来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这些海兽出现的同时 一阵阵惊天的刀银响彻天地 还没等其他人出手 高沟丽皇帝冤盖苏文 双手举过后背 闪电般抽出了背上的所有长刀 轰隆隆 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眨眼之间就是刀器横空 一道道蕴含着极度毁灭力量的刀器 纵横虚空 以披山裂月之势 狠狠地朝大殿中的一头头神秘海兽攻去 冤盖苏文是高沟丽的皇帝 更是当世汉有的帝国大将巅峰的强者 以他的实力 对付几头海兽应该不是问题 最多就是在这处陌生的环境 消耗一切钢器而已 众人都是这么想的 也以为以他的实力自然可以轻易解决 然而事实却和众人想象的完全不同 一刀劈出 落在这些海兽的身上 发出的竟然是金铁的轰鸣 这些海兽身躯晃动鲜血奔现 但却远没有到毙命的地步 连重伤都算不上 啊 怎么可能 看到这一幕 冤盖苏文脸色都变了 从这一刻的情况来看 王冲弹指之间 能够轻易地将这些海兽 雕像击碎 说明这些雕像的硬度 应该并不是太高 但是只不过短短时间 这些苏请复活过来的海兽 积累了大量的冰寒能量之后 竟然坚硬到了这种地步 比支钢铁还要厉害 这一次北极之行 同行人之中 冤盖苏文自问并不是最强的 但也绝不是弱者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些海兽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仅仅只是一瞬 唐唐唐 虚空震荡 又是一道道 萌萌的剑气 比之之前多了数倍不值 以雷霆万钧之速 从天空狠狠落下 大地震动 眨眼之间 这些神秘的海兽 立即被纷纷劈成数段 轰然落地 一动不动 嗯 这个地方有些诡异 大家尽快找到寒潮源头 解决后离开 邪地老人解决完这些神秘的海兽 立即开口道 众人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而下一刻 就在众人要离开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轰 被邪地老人的万千气海树 切成无数段的海兽尸体 仿佛受到某种牵引一弯 突然在寒冷的冰面上震动起来 煞石间 一股磅礴的力量 从四面八方 涌入到这些海兽的尸体碎块之中 只不过眨眼间 这些海兽尸体便迅速地增长 膨胀 一阵凄厉的咆哮声中 一头头新的海兽 从那一块块尸体碎块中成长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一刹那 这片寒冰空间中的海兽数量 因此暴涨了十倍不止 足足出现了七八十余头相同的海兽 这些海兽才刚刚出现 便虎视眈眈地盯住了众人 目光暴虐无比 还没等众人出手 又是一声咆哮 所有海兽浑身寒潮滚滚 直接腾跃而起 向着众人扑来 几乎是在这些海兽扑出的同时 轰隆一声 众人后方来时的通道陡然关闭 一道无形的时空壁垒 突然出现在通道的四周 仔细看去 只见那上面附着了一个个 大大小小的神秘法阵 而上面的名门 更是有如蝌蚪般扭曲 不止如此 就在众人前方 寒冰空间的另一头 一阵轰隆的巨响传来 同时原本强烈的时空波动 仿佛遇到某种阻碍一般 迅速不断的衰减 虚弱 不好 通道口正在关闭 无伤村长神色一变 突然叫道 从开始到现在 众人一直能够感觉得到 寒潮源头传过来的能量气息 但是这一刻 寒潮气息削弱 这就意味着 通往寒潮源头的出口 正在被切断 对于众人来说 这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来不及了 这里交给我们 你们尽快进入寒潮源头 就在这个时候 高沟丽皇帝冤盖苏文突然开口道 声音未落 立即纵身而出 朝着其中一头海兽冲去 他和王冲之间一直不太和睦 高沟丽和大唐之间更是仇敌 从前随开始 双方之间发生了数次大规模战争 但在这一刻 冤盖苏文没有丝毫犹豫 迅速挺身而出 大家注意 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拖住这些海兽 千万不要劈开他们 我们要尽量为疑欲望他们 争取时间 冤盖苏文一边拔出双刀 缠住其中几头海兽 一边对众人急声道 在正常情况下 以众人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战胜这些海兽 但仅仅只是拖住他们的话 还是绰绰有余 毕竟众人的目的 并不是战胜这些海兽 或者是击杀他们 而是解决寒潮 只要达到这个目的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不错 因欲望 你和邪地老人 无想村长他们先行离开 这里我们可以对付 此时此刻 乌苏米施克汗 西女王等人也纷纷开口 王冲 你先和邪地前辈他们离开吧 这里有我和冤盖苏文他们 不会有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张求坚穷也开口了 虽然彼此互为仇敌 但是这个时候 张求坚穷等人 也不由地对诸国君王产生了一丝敬佩 别的不说 至少此时此刻 这些人是值得尊敬的 好 王冲心中迅速权衡片刻 很快点了点头 身躯一纵 迅速朝着远处的寒朝 远头而去 就在王冲纵 纵身而出的时候 一阵阵奇异的脆响突然从后方传来 之前被王冲击碎的海兽雕像碎片散落在地 这一瞬间 那些碎片仿若活了过来 化为一块块蠕动的血肉 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不断的增长变大 这些海兽的危险超越了想象 按照这种程度发展下去 再过一段时间 这处寒冰空间中的海兽 恐怕数量会更多 不过王冲并没有回头 当务之急并不是去杀掉这些海兽 而是想办法破坏寒朝源头 而且以张求兼琼他们的修为 即便无法战胜 但一时半会想要自保的话 还是绰绰有余 老村长跟上冲儿 我们走 与此同时 邪地老人神色凝重 他的声音刚落 同样有如鹰笋般冲天而起 紧跟在王冲身后 在默默风雪之中向着远处而去 好 很快 巫商村长也拔地而起 三人迅速越过这处空间 消失在远处 巫商村长的判断没有错 当这处寒冰空间的海兽雕像 苏醒复活 整个空间内 天神组织施加的那些强大的阵法和禁制 立即全部启动 三人很快到了这个空间的尽头 三人居高临下 一眼就看到坚硬的冰面上 一道巨大的漩涡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缩小 这是一处时空通道 一旦关闭 除非天神组织再次开启 否则众人将很难再进入其中 而且通道一旦关闭 众人只能面对无穷无尽 那种杀不死的神秘海兽 快进去 光芒一闪 王冲 协地老人 巫商村长的速度快如闪电 一个闪烁 迅速趁着巨大冰雪漩涡消失之前 没入到了其中 当王冲和巫商村长等人穿过 立即就在通道另一头 看到了密密麻麻的黑衣人 放眼望去 等待在这里的黑衣人高手之中 有大量的神军 以及虎鹿羊这种级别的强者 这些黑衣人的眼中透着凶残和嗜血 看起来他们似乎在这里等待很久了 而地面上布满了大量繁复的阵法 和这些黑衣人高手体内的钢器 互相呼应 当王冲等人进入到这里 明显感觉体内的钢器 仿佛被冰结了一般 流动缓慢了许多 嘿嘿嘿嘿 终于来了 我们等你们很久了 看到王冲三人 一名站在最前方的半步动天的黑衣人首领 音侧侧冷笑道 几人声音未落 瞬间出手 没有丝毫的犹豫 所有黑衣人贫鉴的全部钢器 以一种不顾一切的方式 向着王冲等人发起狂风 咒语般的攻击 铺天盖地 排山倒海 根本没有给王冲等人任何 善必的空间 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说时迟那时快 一道时空屏障立即出现 瞬息间 黑衣人狂风暴雨般的攻击落在了那层时空屏障上 仿佛遇上一层肩不可摧的城墙 全部被挡了下来 几乎是在同时 就在这些黑衣人爆发出全身力气的同时 光芒一闪 鞋地老人和乌商村长同时出手 万千气海树 白龙纵横 此一时彼一时 同样是白龙神功和万千气海树 但现如今 鞋地老人和乌商村长已经半步动天 威力与之前不可同日而鱼 只见千万条弃箭 以雷霆万钧之速排山倒海般从天而降 就在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中 无数黑衣人惨叫着 被这股恐怖的力量纷纷震飞 然而一击得手 乌商村长和鞋地老人 却纷纷皱起了眉头 这一击的威力和他们预想的有很大的差别 比想象的威力小了很多 施大阵的力量 在这里他们有很大的主场优势 王冲的声音在鞋地老人和乌商村长的耳边响起 嘿嘿嘿嘿嘿嘿 区区三人也想强闯神魔禁地 简直是自寻死路 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被众人击飞的黑衣人们 阴瑟瑟笑道 王冲说的没错 这里确实是他们的主场 就在说话的这会儿功夫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他们身下的大地中汹涌而出 纷纷没入这些黑衣人体内 很快就在王冲和鞋地老人 乌商村长三人冷冷的目光中 这些黑衣人身上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恢复 看到这一幕 不管是乌商村长还是鞋地老人 纷纷变了脸色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只怕众人会和之前一样 被长久困在这里 情况不利 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拖住我们 消耗我们的实力 鞋地老人神色凝重 突然开口道 虽然眼前的黑衣人数量极多 境界修为也远没有达到洞天境 自然无法威胁到他们 但是这些黑衣人根本不需要战胜他们 只需要消耗他们的实力 等他们进入下一关 真正面对那些太子被强者时 因为实力消耗过大 必败无疑 只要他们失败 所有进入这里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不止如此 和他们一起陪葬的 还有地表整个人类世界 杀掉他们 所有进入此地的人 都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这个时候 最前面的一名黑衣人一声凝笑 瞬间杀向王冲等人 而同一时间 他身后的无数黑衣人 纷纷裹挟着种种灵力无匹的招式 向着王冲等人呼啸而来 没有丝毫犹豫 鞋地老人和乌商村长神色一宁 同时体内钢气震动 准备像之前一样再次出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冲突然开口了 让我来 他眼中寒光一闪 脚下一踏 猛然从鞋地老人和乌商村长身后踏出 下一刻 王冲右手陡然伸出 咬指向对面的黑衣人 同一时间 一股庞大的精神力 犹如狂风暴雨 从王冲的掌中迸发而出 精神风暴 刹那间 一股庞大的精神力铺天盖地 凝如实质 从王冲体内迸发而出 笼罩住了整个空间 而且在王冲的操控之下 这些精神力全部汇集在了一个方向 狠狠撞击在了那些黑人的脑海之中 此一时彼一时 在和太史激战之后 又得到了他的光勉神器 王冲的精神力自然与之前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下一刻 令鞋地老人和乌商村长 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精神力终究是无形无想 非物质的东西 这和钢器的本质截然不同 所以精神力能够重创对方 让对方的精神力混乱 在正常情况下 想要通过精神力抹杀对方 并不容易办到 即便对于王冲来说也是如此 但是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 完全打翻了两人的认知 人黄记第1799集 只见一阵轰响 冲在最前面的两名黑衣人 在被王冲的精神风暴撞上之后 整个人突然猛然一颤 如遭重击 就在鞋地老人和乌商村长的目光之中 这两名黑衣人的脸色迅速泛白 一双眼眸也有如鱼木一般迅速失去光泽 两人连坑都没坑一声 立即如木桩一般硬生生地扑倒在地 而在他们身后 一个 两个 三个 大量的黑衣人接二连三毫无征兆地纷纷扑倒在地 就连那些半步动天的黑衣人也都无法幸免 这是怎么回事儿 鞋地老人和乌商村长都挣住了 王冲的实力确实很强 但正常情况也不应该有这么强大的威力 而且这些黑衣人的表现就好像遭受到了致命创伤一样 这些黑衣人有些古怪 他们的灵魂残缺不全 有些类似于当初的太史 王冲缓缓开口道 现在的王冲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实力远在鞋地老人和乌商村长之上 他才刚一踏入这里 立即察觉到聚集在这里的黑衣人体内 看似刚气雄浑实力强大 但他们的灵魂却有如风中烛火一般 有些残缺 根本没有那么强大 这种情况对于一名入微镜 甚至是半步动天境的强者来说 绝不正常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但是对付这种灵魂残缺的对手 王冲极有经验 风声呼啸 气流涌动 王冲有如一根长枪 助力在地上 他笔直伸出的右手缓缓收回 而放眼望去 周围数千丈的范围之内 一片死寂 所有黑衣人全部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他们身上看起来 并没有遭到什么致命伤 甚至大阵的力量还在为他们疗养伤势 但是在他们的体内 所有的灵魂早已震散 消失不见 如果我的猜测不错 这些黑衣人应该仅仅只能在这里生存 否则东北之战 我们看到的神军级高手 应该远不止这些 王冲缓缓到 看起来极其镇定 从眼前的情形来看 这边寒潮源头之中 镇守的神军级和半步动天高手 至少达到了六十之多 我感觉他们更像是某些实验的失败品 王冲沉省道补充了一句 黑衣人组织极其喜欢进行各种实验 不管是之前大使帝国的巨兽军团 又或者是极力兵员碰到的那些上古猴 甚至就连天神组织内部的那些奇异的火焰绝学 在王冲看来 都有这种种试验的痕迹 有实验必然就会有失败品 刚刚的那些人看起来就像其中之一 只是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恐怕就连实验两个字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 以至于根本看不出来 不愧是千百年来绝无仅有的毁灭之子 一眼就看穿了这里的虚实 只不过你们恐怕还是把一切想的太简单了 想要闯进寒潮源头没那么容易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洪亮的声音突然在整个空间中响起 那两道曾经在极地冰原的雷云漩涡之中出现过一次 之后就消无声息的声音再次在王冲和邪地老人的耳边响起 大地震动 下一刻就在众人的感知中 整个空间里一股庞大的力量阵明着迸发出来 整个时空的地底深处一座庞大的阵法急速运转 并且迅速改变了这片区域的平衡 一阵骨骼的脆响声中 地面上密密麻麻 众多原本已经被王冲震散灵魂扑倒在地的黑衣人 就在三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着骨骼 一个个从地上爬了起来 不止如此 光芒闪过之后 在他们的周围多出了数十名黑衣人高手 他们一个个气息强大无比 造成的威胁似乎比之前更加庞大 毁灭之子 我们知道你的实力强大 不过像这样的灵魂 我们手中还有成千上万个 不管你震散他们的灵魂多少次 我们都可以不断地将他们复活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大能耐 那两个声音冷笑着很快再次消失 而周围那些再次复活过来的黑衣人口中 发出一阵野兽般的低吼 再次锁定了三人 同一时间 比之前更加密集的攻击 铺填盖地 排山倒海 向着三人疯狂地席卷而至 呼 没等这些黑衣人爆发的攻击靠近 刹那间 王冲右手五指一张 一股庞大的精神力量 凝如实质 犹如水波一般 一圈圈 向着四面八方震荡开去 只不过虚走之间 那些刚刚复活的黑衣人 再次倒了下去 只不过做完这些之后 王冲却并没有停手 下一刻 王冲脚下一顿 一股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迸发而出 同一时间 王冲那动天径的强大攻击 撼动时空 猛然朝着地底深处 那座隐秘的庞大阵法迸射而去 视野跟随王冲 迸发出的那股钢气下去 穿过一层层复杂的空间结构 就会发现在三人脚下的地底深处 一座庞大的阵法轰然震动着 正按照某种规律 将一股股力量输送到地表 那些黑衣人的身体之中 不只是单纯的能量 还有一股股隐晦的灵魂能量 那两名隐藏在暗中的太子卫强者 并没有说谎 天神组织在这里 布下的防御手段 远比想象中的要强大得多 王冲才刚刚击杀那些 地表空间中的黑衣人 大阵就已经开始运转 准备复活那些黑衣人 哪怕王冲的实力强大 这样不停的消耗精神力 也是一种极大的负荷 如果一直这么持续下去 恐怕王冲还没有抵达寒潮原地 一身功力就已经被消耗的七七八八了 下一刻没有丝毫犹豫 王冲一身磅礴的功力 伴随着强大的时空之力 以雷霆万军之势 狠狠撞击在这座隐藏在地底深处的大阵核心 时至今日王冲的实力何等强大 以他倾尽全力爆发的一击 已经具备了毁天灭地撕裂时空的力量 哪怕王冲并不明白这座大阵的具体运转方式 但以他在阵法上的造诣 只要能够判断出阵法核心的大概位置就可以了 只听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伴随着巨大的开裂声响 时空震动 只是一击 王冲钢器中蕴含的那股撕裂时空的空间规则 立即就将这座庞大的阵法猛然撕裂了 地面上原本已经站起来 准备再次复活的黑衣人们 立即如木桩般纷纷倒了下去 果然厉害 竟然连大阵都毁灭了 不过这里总共有七七四十九座巨型转升大阵 仅仅毁掉一座恐怕还远远不够啊 就在这个时候 那道熟悉的声音再次在空间中响起 而随着这个声音 三人脚下地底深处 一股强烈的震动再次传来 还没等王冲反应过来 更深的时空深处 在第一座大阵被王冲毁掉之后 另一座更加庞大的阵法立即浮出水面 迅速取代原来的第一座大阵 看到这一幕就连王冲也不由得 微微变了变脸色 这些黑衣人留下的手段 远比想象中的可怕得多 魏律胜先律败 或许是因为之前一个又一个时代 不断的有那个时代的强者闯入到这里 所以天神组织在这场寒朝原地中所做的准备 云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充分的多 是 没有那么简单 然而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回过神来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天神组织的实力确实可以称得上手腕通天 不过他们恐怕也太小瞧自己了 轰隆一声 王冲手腕一翻 一股磅礴的钢气再次在体内汇聚 随即大地轰鸣 这股力量一化为六 混合着王冲一身磅礴的精神力 以及时空之力迅速轰入地底 光芒一闪 就在地底的第二座大阵迅速上浮 即将成行的刹那 王冲爆发出 蕴含着时空之力的磅礴力量 迅速演化 竟然彼此纠缠变化 迅速化成了一座 六芒星形的时空禁锢大阵 以雷霆万军之势 猛地落了下去 呼 时空轰鸣 原本快要形成的第二座庞大的转身大阵 受此影响 竟然在虚空中一顿 立即停止下来 你你 这一幕突如其来 就连隐藏在暗中的那两名太子被强者 也抖得变了脸色 王冲的实力 胆破和手段 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他竟然想出了钢气化阵 以大阵对大阵的方式 来影响弟弟的阵法运行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王冲的这种手法 竟然成功奏效了 这种手段 即便是对于太子被强者来说 也属于难度极大 属于 纯理论上的方法 这个毁灭之子 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棘手 走 我可以感觉到这座时空之门离我们不远了 王冲成功干扰了弟弟转升大阵的运行 立即毫不犹豫地往前行去 一路闯到这里 王冲的感知越发的清晰 只要破坏了那座巨型时空传送门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会彻底破坏 王冲也根本不必和他们在这里有任何的纠缠 然而王冲话音刚落才刚刚往前走了几步 下一刻意便突起 就在众人前方十余不外的地方 光芒一闪 几道气息强大的身影横跟在前方 阻挡住了三人的去路 毁灭之子到此为止了 我们不会让你继续前进的 六名穿着黄袍 看起来和当初的黄龙真人有些相似 但却又完全不同的黑衣人强者 助力在前方冷冷道 声音刚落 六名黑衣人强者双手一挫 手中便各自多了两柄狭长 有些类似于玄悦的黑色弯刀 这些黑色弯刀 刃间雪亮闪烁着一阵阵令人心悸的寒芒 看到这多出来的六名黑衣人强者 王冲也不由微微皱起了眉头 王冲也看出了一些端倪 和之前那些不断复活的黑衣人高手不同 这些人的实力要强大得多 全部都达到了半步动天级的修为 而且他们的灵魂虽然依旧有些瑕疵 但是相比起其他人要完善得多 即便是灵魂风暴 恐怕对他们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真是自寻死路 然而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回过神来 他的神色冰冷 眼中掠过一丝刀剑般的寒芒 这六名半步动天境的强者确实强大 至少比之前那些黑衣人要有威胁得多 不过他连太史都亲手斩杀了 又岂会在意这些半步动天的强者 王冲心念一动 体内钢气震动 同一时间 钢铁轰鸣 一圈又一圈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等一下 宠儿 这些人交给我们来应付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王冲准备动手的时候 邪地老人和乌商村长两人上前几步 从后方伸手阻止了王冲 天神组织非常清楚你的实力 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出手 通过这种方式来消耗你的功力 高手相争分秒必争 一丝一毫的差距和疏忽 都很有可能带来神死盗销的结果 在真正见到时空传送门之前 你绝不可过多消耗功力 邪地老人一脸认真道 这次驻守时空之门的强者 很可能是太子辈的高手 而且还不止一个 在真正遇到他们之前 王冲必须保持在最佳状态 这一战 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生死存亡 而所有的希望都在王冲身上 这也是众人 包括之前的乌苏米施可汗 和冤盖苏文等人 包揽下一切的原因 王冲沉默片刻 终于点了点头 对于师父协地老人 和乌商村长的实力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虽说对方实力极强 但恐怕也难以轻易地威胁到他们 只要能够尽快地解决掉对手 摧毁掉时空之门 一切就都来得及 人黄记第1800集 拦下他们 就在王冲和协地老人 他们谈话的时候 对面六名半步动天境的神级高手 没有丝毫犹豫 身躯一晃 抢先发动攻击 他们都是死去很久的人 因为天的赐予 才能在这里的时空中存活 这一片时空被赋予了极其强大的力量和规则 使得他们无论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势 只要最后能够返回这片时空 都能重新复活 而天赋予他们的任务 就是把守这片时空 无论如何 绝不能让任何入侵者通过 摩神之怒 按摩之邪 时空崩裂 潮水般的攻击铺天盖地 立即朝着三人席卷而来 老夫面前也有你们仨爷的余地 统统给我过来 看到这一幕 邪地老人目光一愣 他的手掌一伸 宛如莲花绽放一般 猛然迸发出一股黑红两色的钢气 而同一时间 一股庞大的吸力 以邪地老人为中心 猛烈爆发开来 大阴阳天地造化功 作为传说中的邪道第一人 邪地老人现在 虽然已经达到了半步动天 修为远胜当初 但大阴阳天地造化功 才是他成名已久的本命绝学 时过境迁 虽然是同一招 但是现在 在邪地老人手中 却拥有了新的 和以前截然不同的威力 变得更加强大 也变得更加的令人恐惧 轰隆隆 只听一阵地裂山崩般的巨响 四周围 所有的空气锐笑起来 如同万鬼嚎哭一般 同一时间 六名半步动天境的黑衣人 所爆发出来的恐怖刚气 甚至连同这六名 汉有匹敌的爵士高手 通通都被邪地老人身上 爆发出来的犀利 吸扯的飞了过去 怎么可能 看到这一幕 六名天神组织的半步动天境 巅峰强者 抖的变了脸色 在他们的感知中 邪地老人的修为和他们不相上下 就算强也强不了多少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邪地老人那瘦弱的身躯中 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攻击 羊刃神功 几乎是同时 乌商村长也抱起发难 配合着邪地老人同时出手 他的左手成掌 右手成拳 刹那间 虚空中突然响起成千上万的巨龙咆哮声 一条又一条 智阳智刚 蕴含着磅礴毁灭性力量的白色神龙 快如闪电 从乌商村长体内爆发出来 向着六名黑衣人强者席卷而去 不管是邪地老人 还是乌商村长 这两人都是当世汉有的绝世强者 战斗经验极其丰富 配合默契远超对面的天神组织绝世强者 这两人联合出手 一时间风雷阵阵 天地失色 在气势上竟然盖过了六名天神组织的高手 强如六人 在两人的配合之下 一时间竟然也陷入到了被动之中 看到这一幕 王冲知道 以邪地老人和乌商村长的实力 一时半会儿 要对付这些黑衣人 还不会有什么问题 顿时放下心来 光芒一闪 一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瞬间从王冲身体之内迸发而出 下一刻 王冲从几人头顶纵射而出 一个闪烁 立即消失不见 整个空间里风雪漠漠 根本看不到出口在哪里 而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眼中寒光一闪 立即动用了真实世界 嗡 下一刻 王冲身躯一阵 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如同一道幻影 瞬间消失无踪 进入了时空深处 在通往寒朝原地的道路上 在没有肉眼看得到的实质通道之中 天神组织在这里设置了很多的 时空迷宫般的屏障 正常情况下 除了动天境强者 其他人根本无法强行闯入 而且从事实上来看 时空传送门的建立和维持 仅仅只需要几名太子卫强者 就足够了 从建立之初 这处寒朝原地 就没准备让任何太子卫以下的黑衣人 进入其中 天神组织设置的这处 时空迷宫极其的复杂 其中涉及到成千上万个 重叠在一起的时空结构 正常情况 不知道进入的方法 强行穿过绝非一世 不过对于王冲来说 这绝不是什么问题 那浩瀚滚滚荡荡 一路通往原地的寒朝 就是时空迷宫中最明显的线索 光芒一闪 王冲犹如一道闪电般 在无数的时空结构中 穿梭片刻后 一个闪烁 立即从这处时空迷宫之中 穿梭而出 然后眼前也陡然变得豁然开朗 轰隆隆 王冲还没有睁开眼睛 耳中就听到了一阵 惊天动地的巨响 犹如九天的银河倾泻而下 以雷霆万军之速 重重地撞击大地之上 而同一时间 王冲再次感觉到了上辈子记忆中 那个陌生的世界 冰冷 黑暗 充满了毁灭的气息 嗡 睁开眼 王冲一眼看到了这次北极之行的目标 那是一座庞大 足有百丈之高的巨大传颂门 传颂门犹如冰雪做成 灰红壮阔 通体散发出耀眼 却冰冷无比的光芒 一波波庞大的时空能量 以及至阴至寒的力量 仿佛江河入海一般 无穷无尽的从中迸发而出 那是来源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力量 与那股浩瀚的力量相比 哪怕是王冲这种动天境强者 也显得渺小无比 微不足道 时空传颂门 这就是这次席卷整个世界的巨大灾难源头 正是时空传颂门中喷勃出的浩瀚能量 才造成了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冰河期 这一瞬间 就连王冲都不由的眼皮颤动了一下 眼中涌起一丝复杂的感情 这并不是王冲第一次知道大冰河期 但这却是王冲第一次亲眼见到这场巨大灾难的源头 亲眼见证这一切 和猜测完全是两码事 二者的感觉截然不同 终于到了 王冲站在冰雪的大地上 抬头仰望着前方巨大的时空传颂门 目中闪过一道光芒 只要毁掉这座巨型时空传颂门 所有的一切就都结束了 王冲神色一宁迅速拔地而起 朝着这座灰红壮阔的时空传颂门而去 毁灭之子 我们等你很久了 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王冲向着巨型时空传颂门飞略而去的时候 虚空之中那两道熟悉的声音 再次在王冲耳边响起 声音未落轰的一声 一道水波般的巨大涟漪闪过 下一刻一道黑影迅速由小变大 最后如同山巒一般从天而降 重重坠落在王冲前方的大地上 光芒闪过 就在王冲和巨型时空传颂门之间 竟然多了一道 足有百米之高的巨大黑色神像 这座黑色神像 有一种不知名的金属材质做成 外部是一层厚厚的重型铠甲 表面燃烧着熊熊的黑色烈焰 看起来如微如玉 骇人无比 而最惊人的 还是黑色神像手中 紧握的那一柄数十米高的漆黑重剑 那柄重剑沉重无比 剑尖笔直的插入地面 阻挡在了王冲的去路之上 寒风吹拂 就在巨大黑色神像出现的刹那 庞大的气流以神像为中心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巨大的气悬之中 裹挟着滚滚的黑烟和火焰 将那巨大的神像 衬托得越发凌厉和可怕 就在王冲的目光中 那座巨大的神像眼皮一颤 抖得睁开一双金色的眼眸 刹那间 一股飓风般的恐怖毁灭性狂潮 冷酷无情 皱得从神像的体内迸发而出 刹那间 虚空震动 整个空间都抖了一抖 就好像有无数座山巒 层层叠叠 负压在上方一般 不止如此 在这座巨大的黑色神像体内 王冲终于感觉到了 两名隐匿的天神组织 太子被强者的气息 我该称呼你们什么 你们应该是太史一样 都是太子被强者吧 这就是你们最后的手段吗 王冲望着眼前巨大的黑色神像 一脸平静道 在说话的时候 他的双脚离离缓缓升起 同一时间 庞大的精神力 也锁定了前方的黑色神像 你可以称呼我们为太上太炯 不过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这一趟的旅程 已经到此为止了 这一次 你们不会再有任何的机会 那熟悉的声音 冷漠无比 陡然在王冲耳边响起 就在王冲的目光中 那巨大的黑色神像嘴唇 一张一合 竟然像人一样开口说话了 声音嗡嗡 鸿亮无比 一群藏头鹿尾之辈 连本尊都不敢出现 天神组织就只有这点能耐吗 王冲一脸讥讽道 如果你能够击败这种巨神像 自然能够见到我们 不过可惜 你恐怕要命运当场了 其中一个声音波澜不惊道 忘了告诉你 整个空间已经被封闭起来 近来容易 离开却难 另外 这尊巨神像并非为我们所设 而是天留下的时空守护者 这尊时空守护者 获得了天赋予的价值 同时还可以调动整个空间的能量 包括寒潮的力量 实力还在太史和我们之上 如果你能够活下来 到时候再说其他的吧 另一个声音很快响起 同样淡定从容 波澜不惊 似乎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的王冲已经是个死人 听到这番话 王冲也不由眉毛一条 知道这尊巨神像有些古怪 但是王冲也没有料到 这尊巨大神像居然是天所留下的 任何东西一旦涉及到天 就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更不用说按照隐藏在暗处的 那两名天神组织太子被强者的说法 这尊巨大的黑色神像 竟然比太史还要强大 虽然难以置信 但如果对方笃定自己难以逃脱的话 显然没有必要在这种事情上 说谎欺骗自己 说时迟 那时快 两人声音一落 似乎也失去了耐心 而那尊巨大的黑色神像 也随之发生变化 就在王冲的目光之中 虚空振动 一圈金红色的时空之环 猛然从大阵之中 巨大黑色神像的脑后迸发而出 这一圈金红色的时空之环 和任何武者的时空之环 都截然不同 因为它的能力 并非是操纵时空 而是赋予黑色神像 一种更加庞大的神通力量 从这一方面来说 倒是有些像王冲当初 从太史身上得到的光勉神器 只是和光勉神器相比 黑色神像脑后 出现的金红色时空之环 能够调动的钢器和能量规模 要更加的庞大 毕竟在它身后 便是改变整个陆地世界 和亿万生灵的巨型时空传送门 以及一遇入侵者的世界 两者能够调动的力量 是任何武者都难以想象的 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 天昏地暗黑烟滚滚 咔嚓一声 那巨大的黑色神像 陡然拔出插在地上的巨大神剑 同一时间 一股磅礴的力量 从那轮暗红色的时空之环中 迸发而出 潮水般的力量 汹涌澎湃 灌注到黑色神像体内的 每一寸角落 那尊巨大的黑色神像 本来就躯体庞大 力量惊人 而得到这股力量的贯注 更是咔嚓嚓 直接攀升了数个级别 单纯就力量而言 巨大的黑色神像 已经超过了动天境巅峰 达到了一个更加恐怖的境界 更重要的是 不知道天对这座神像做了什么 使得这种黑色神像 在举止之间都透着一股 巨大的时空能量波动 只听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像 虚空锐笑 巨大的黑色神像 挥舞着重剑 猛的朝着王冲 展落下来 这一剑势大力尘 并没有特意瞄准王冲 但是重剑所过之处 虚空剖开 留下一道明显的黑色空间裂缝 不止如此 巨型重剑挥舞的时候 本身自带一股庞大的犀利 那一剑挥出 时间 空间坍塌 四面八方 所有的东西 全部在这股空间坍塌的作用之下 朝着重剑下方吸扯了过去 看上去 就好像主动朝着重剑迎上去一般 空间锁定 王冲目光一凝 脑海中抖得闪过一道念头 寸有所长 尺有所短 王冲的体型在黑色巨神像面前 就像蝼蚁一样 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灵活闪避他的攻击 但是巨神像本身所带的空间锁定和空间坍塌能力使得任何的闪避或者想要凭借身形的敏捷和巨像周旋的打算都全部落空 不止如此 巨神像的一举一动都自带天地规则 而且轻易就能够牵扯天地间海量的元气灵气寒气和钢气 而且力量之强远超动天境 已经足以对王冲造成巨大的威胁 那两名隐藏起来的太自卑强者说得没错 这个巨神像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太史 可以算得上王冲见过的最强守护者 眼看着四周的空间突然凝如实质 仿佛流水一般 连带着自己朝着黑色重剑底下脱去 王冲神色一凝也收起了所有的轻视之心 严阵以待 苍 光环震荡 虚空轰鸣 电光火时间 王冲迅速从体内爆发出一股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迸发而出 定住四周方圆数尺内的虚空 和巨神像爆发出的空间撕扯之力互相抵抗 同一时间 王冲心念一动 脑后一圈耀眼的金光闪现 迅速记起了 从太史处得来的光缅神器 而光缅之中一道细小的黑影闪过 王冲还动用了那柄从太前处得来的黄金短集 由如一道闪电掠过虚空 几乎是王冲放出的同时 这柄黄金短集已经掠过重重空间 猛的轰落在了远处的黑色巨神像上 这一击至少蕴含了王冲九成以上的力量 而黄金短集同样无坚不摧 再加上王冲爆起发难 正常情况就算是一座山巒也能够轰成粉碎 更何况是一尊神像 王冲甚至还在黄金短集上赋予了他时空粉碎之力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和王冲想象的截然不同 轰隆一声 没有任何的意外 黄金短集重重击中了百米之高的黑色巨神像 爆发出一阵惊天的金属轰鸣 那磅礴的力量震得巨神像明显颤动了一下 就算是巨神像也无法在王冲力量面前做到纹丝不动 不过也仅仅只是一颤 黑色的巨神像很快就稳定下来恢复如初 应接了王冲九成以上力量的一击 巨大的黑色神像除了轻微摇晃之外 居然通体没有任何明显的创伤 更不用说遭受重伤了 怎么可能 看到这一幕就连王冲也不由微微动容 他清楚的知道那一击的威力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王冲才越发的为之触动 这尊巨神像的防御力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恐怖的多 不用白费心思了 这尊巨神像乃是天从玉外得来的万年精金做成 里面还蕴含了天亲自鸣克的十二万八千四百座大大小小的防御阵法 就算是太自卑的强者联手都无法轻易的喊动 更不用说是你 就在这个时候 巨神像的身体里太上弹幕的声音陡然响起 任何挣扎都只是徒劳 束手就擒放弃抵抗 或许你还可以少受一点痛苦 另外 天留下的手段可不止是这么一点儿 同一时间太炯的声音也在巨神像的体内响起 轰隆 随着两人的声音似乎是王冲的攻击触发了什么一般 虚空锐笑黑色巨神像那双冰冷无情的金色眼眸中隐隐闪过了一道奇异的光芒 下一刻虚空轰鸣 一道圆盘状的巨大时空臂杖光芒奕奕 突然从黑色巨像身体之内弹射而出 紧接着第二阵轰鸣声中又是一道巨大的时空屏障从巨像的侧方弹射而出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一道接一道的时空臂杖从巨神像身体的各个部位不断弹射而出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只不过短短时间巨神像四周的时空臂杖数量就达到了一千 并且数量还在增加 这些数量庞大的时空臂杖构成一道无形的庞大防御 将巨神像身周团团围住 不止如此 等到一切结束之时 虚空轰鸣 有如山崩海啸一般 最后又是一道巨大的穷型时空护照 将黑色巨像笼罩其中 看到这一幕 王冲的心顿时沉了下去 他可以明显感觉得到 当这些时空臂杖出现之后 这尊黑色巨神像的防御力直接指数般跋升了数个级别 即使是动天境的王冲 想要跨越这道防御也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和代价 这就是法器和武道强者之间的区别 巨神像庞大的身躯 使得在他体内附加数量庞大的防御大阵和时空壁垒成为可能 而这是武者所不可能做到的 作为净化计划的关键原理 涉及到陆地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口 天显然在这里花了极大的心思 巨神像就是一个重要的守护和象征 作为以纪元和文明为计量单位思考的天 拥有充足时间的情况之下 创造出来的东西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武者所能想象的范畴 然而尽管如此 在王冲心中为之动容的时候 黑色巨神像却并没有停止 轰隆隆 一阵激阔声震耳欲聋 从巨神像的体内响起 就在他的身后光芒一闪 又是两条粗大的手臂 各自挥舞着两把重剑 从神像体内伸了出来 巨神像后脑勺的部分也随之变化 迅速的伸出另一张如微如玉 神圣无比的面孔 眨眼之间 王冲眼前的巨神像就变成了一体两面 四条手臂的巨大魔神 呼 长剑交错 三柄黑色重剑同时高举 随即斩钉截铁 以一种干净利索的方式 带着一道道残影 迅速朝着王冲披落下来 时空锁定 时空坍塌 两种强大的时空之力纵横虚空 同时扩散而出 而与此同时还多了另一种力量 时空毁灭之力 就在这时 巨神像的体内 一圈由万千破碎的时空碎片 组成的黑色圆环 配合着时空锁定和时空坍塌之力 有如闪电般朝着四面八方 扩散开来 三种力量都是高等级的时空能量 而且三大力量和三大光环 互相配合 彼此构成了一座立体式的攻击模式 只需要一击 巨神像势大力尘的一击 就可以将一名动天镜的强者迅速中伤 如此强大的攻击 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 对付动天镜级别强者的要求 王冲有种感觉 这座巨神像甚至有可能原本是天 冲着圣皇去的 只不过自己正好撞上了而已 三道恐怖的时空之环迸发而来 王冲的处境迅速变得危险无比 只要一个处理不深 立即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在力量级别和强度上 巨神像都远远超越了同级别的动天镜强者 巨神像的攻击越来越近 留给王冲的缓冲空间不多了 更不妙的是整个空间 早已被天留下的力量所封锁 根本无处可逃 而巨神像的攻击直接波及整个空间 说时迟那时快 眼看着三柄巨剑即将落下 王冲眼中光芒一闪 脑海的光冕神器震荡着 突然暴涨数十倍 化为一轮巨大的防御臂障 迸发出比之太阳还要耀眼无数倍的光芒 横更在王冲身前 这道光冕神器几乎拥有着最强防御 在太史的手中几乎无法摧毁 这也成了王冲此时对付巨像最好的防御手段 没有用的 巨神像蕴含天留下的力量 仅凭光芽神器是不可能抵挡得了的 太上怜悯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 王冲的举动在他眼中只是负于顽抗而已 你的命运已经注定 再见了 毁灭之子 太后的声音也同时响起 天的意志就是最高意志 即便王冲战胜了太史 战胜了诸国 甚至把诸国团结在了大唐回家 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蝼蚁就是蝼蚁 一群蝼蚁之间的战争 哪怕参与者再多 战斗的再激烈 对于神明来说也仅仅只是一场游戏而已 一场朝生暮死无关紧要的游戏 就像过往的那些文明和纪元一样 一切终究再次重启 任何反抗都抵挡不了天的意志 呼 随着太上太炯 两名无上强者的淡漠声音 三柄巨型黑色重剑 劈天烈地狠狠落下 重重地展落在王冲身前 那宛如一轮耀眼太阳般的光面上 那一刻虚空崩塌 无穷无间的时空也随之湮灭 更可怕的是 这一击的威力远远超过了当初的太史 嗯 他死定了 不可能有人能够抵挡得下这一击 神像坚不可摧 他根本就不可能胜出 就在这个时候 虚空深处 两道隐晦的意识迅速交流着 呼 虚空震荡 王冲脑后的那道光面神器迅速变化 在巨大的压力作用下 那道强大坚硬 几乎号称坚不可摧的光面神器 也呈现出渐渐崩溃 抵挡不住的迹象 仔细看去 那道耀眼的光面神器中 甚至还隐隐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痕 同时一阵咔嚓嚓的脆响 不断地传入王冲耳中 照这种情况下去 光面神器崩塌 就是王冲彻底身死盗销之时 作为寒朝发源地最强大的守护者 巨神像的强大难以想象 能够一击将王冲逼到这种境地 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狂风呼啸 战场情况更是岌岌可危 眼看着王冲就要丧生在巨神兵之下 下一刻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呼 就在短短一瞬间 那轮巨大的光面神器突然消失不见 而王冲整个人则化为一道细小的暗金色光环 搜的一下破空而出 就连太上和太炯都没有想到 电光火时间 王冲竟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 从巨神像力量爆炸引发的一处细小时空裂缝之中 穿梭而过 犹如一抹闪电 瞬间没入到了巨神像的嘴巴中 消失不见 寂静 无比的寂静 偌大的空间内突然之间一片死寂 王冲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就连隐藏在暗处的太上和太炯都没有想到 而百米之高的巨大黑色神像 在失去目标之后一瞬间停顿下来 将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场顶尖强者之战 到了最后竟然演变成这样 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真是自寻死路 看来他已经放弃了 仅仅只是一瞬 时空深处太上和太炯两人顿时放松下来 王冲的举动怎么看 都像是在打不过巨神像之后 自暴自弃放弃了希望 不过下一刻发生的事情 却打翻了太上和太炯心中的预想 仁皇记第1802集 天神之剑 电光火时间 一个声音平平淡淡 不高不低 突然在这片空间里回响 虚空一颤 随即一股磅礴的剑气 突然从巨神像的体内深处迸发而出 一瞬间 就看到一道金黄色的剑气 穿过巨神像张开的嘴唇 猛然迸射而出 剑气冲销 一路绵延 足足有数百丈之远 那磅礴的力量 甚至将整个虚空都劈成了两半 这一剑劈出 庞大的巨神像立即全身定住 同时那一双金黄色的眼眸也迅速变得暗淡 呼 仅仅只是一瞬 巨神像手中握着的三柄黑色重剑 齐齐坠下 而其中的两柄黑色长剑更是脱手而出 轰的一声坠落在地 至于神像体内 那股风暴般的强大气息 也随之迅速暗淡 最后彻底的消失 不可能 眼看着天留下的巨神像 一瞬间被彻底的废掉 化为一堆没用的金属废铁 时空深处 太上猛的睁大眼睛流露出极度震惊的神色 整个寒潮原地 这座神像是最大的守护屏障 甚至还要超越太上和太炯本身的实力 谁也没有想到王冲竟然真的可以击败他 而且是一击必杀 现在该到你们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微弱的声音突然在虚空中响起 声音冰寒无比 下一刻 一道暗淡的光影快如闪电 突然从巨神像张开的嘴巴中电射而出 仅仅只是一个闪烁 王冲毫不迟疑 根本里都没有理身后那尊巨大的黑色神像 而是向着前方那座巨大的时空传送门直扑而去 王冲只是伸手一挥 下一刻天地轰鸣 天神组织设置在前方的时空禁止 立即被王冲轻易撕开 原本空无一物的虚空之中 顿时放开一道金色的涟漪 向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而当这道禁止消失 前方的巨型传送门给人的感觉 立即真实了许多 不止如此 就在王冲撕裂这道时空禁止之后 巨型传送门之内 金光翼翼赫然显露出两道心肠的身影 不可能 快走 看到这一幕 太上和太炯大惊失色 两道金光翼翼的身影 立即分别向两个方向飞速逃去 即便太上和太炯快 但是王冲的速度却更快 天神之剑 没有丝毫犹豫 王冲瞬间爆发出了身上最强的一击 太史身上得来的光敏神器 再配合上王冲如今更上一层楼的实力 远胜过当初的太史 呼 只听虚空雷鸣 刹那间一道金黄色的剑气 燃烧着熊熊的烈焰 灰红万丈 陡然从虚空之中横切而过 那两道金光翼翼的身影 瞬间被恐怖的金黄色剑气 卷入其中化为粉碎 不过剑气掠过虚空 却并没有血肉粉碎的触感 那两道金光翼翼的身影 就如幻影一般从虚空中霧的消失了 分身 看到这一幕王冲不由皱起了眉头 虽然有些意外 但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明白了过来 两人的本体早已离开了这里 两个胆小的鼠辈 王冲冷笑一声 目中满是疾风 他知道隐藏在暗中的太上和太炯两人一定能够听到 东北一战太史陨落 太上和太炯两人 与太史同为天神组织太子辈的强者 这两人一直隐居在幕后 表面上始终淡定从容 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 似乎根本不把王冲放在心上 但是太史的陨落 显然对他们还是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否则两人显然不会轻易离开此地 只留下两具分身在这里操控一切 然而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将这两人抛之脑后 击败了巨神像 斩杀了太上和太炯两人留在这里的分身 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得了他 王冲目光缓缓抬起 迅速锁定了眼前这座恢弘壮大 还在不停往外喷吐着海量寒潮能量的巨型时空传送门 只要毁掉这座巨型传送门 这一次的目标就达成了 人类的大冰河期也就彻底结束了 王冲深吸了一口气 仰望着眼前巨大的时空传送门 他的精神突然恍惚了一下 有那么一刹那 他突然想到了上辈子的自己 想起了一些事情 因为家道没落 王冲很长一段时间 都有如扶平一般 流浪在外随波逐流 基本上就是扮演着一个路人的角色 很多大事件 王冲都是从别人口中了解 按照他的记忆 当初圣皇陨落之后 大冰河期临近 然而时间却并没有持续太长 很多人其实都是死于那些 抑郁入侵者的手中 又或者是因为饥饿和战乱 但从天神组织现在的做法来看 这明显是不正常的 难道当年曾经也有人闯入到这里 暗中解决了大冰河期 又或者是发生了什么 其实我不了解的事情 再不然是因为我解决了一场 又一场大唐的危机 导致世界的发展 出现了细微的偏差 电光火时间 王冲脑海中此起彼伏 闪过无数的想法和念头 心中却只是觉得越发的迷惑 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恐怕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真相 还是尽快毁掉这座巨型传送门 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回过神来 目光锁定在了巨型传送门上 和李海的时空传送门不同 眼前的时空传送门早已成型 而且传送门本身 可以从另一个世界汲取能量 已经不需要能量核心了 在传送门稳定的情况下 王冲根本不可能像李海那样 轻易的摧毁他 不过尽管如此 对于参悟了动天规则的王冲来说 这依然没有太大问题 摧毁远比建设要容易得多 下一刻 王冲眼中光芒一闪 迅速施展出了真实世界 眼前的一切迅速淡去 取而代之的是重重叠叠 错综复杂的时空结构 在真实世界的视野之下 眼前的时空传送门 立即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门 而是变成了由无数错综复杂 层层叠叠的时空交叠 而成的稳定结构 从这一方面来说 也可以解释 为何时空传送门 一定需要动天境的太子卑强者 才能够主持 王冲的目光迅速扫过虚空 除了那些错综复杂的时空结构 王冲还看到了一座又一座 十分精巧安放在时空各处 稳定层面的大大小小的时空阵法 这些大大小小的时空阵法 彼此独立却又互相关联 共同构成一个稳定的结构 再配合巨型时空传送门 本身已经稳定的结构 使得这一整块区域 构成了一片稳定无比的坚固整体 考虑到巨型时空传送门 连接着两个不同的世界 想要破坏传送门本身需要极其庞大 难以想象的能量 某种程度上 破坏时空传送门 就意味着需要同时破坏 两个世界的稳定时空 恐怕对于动天境的强者来说 这也是个极大的挑战 不过尽管如此 王冲却一遍又一遍地 审视着眼前的巨型时空传送门 眼中没有丝毫的波澜 就像破坏一座桥梁 仅仅只需要破坏它的一根支柱一样 王冲相信眼前的巨型时空传送门 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支柱和核心 自己所要做的仅仅是找到它和摧毁它而已 找到了 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目光一凝 立即锁定了时空传送门深处 一处指甲盖大小的空白地带 相比起眼前 灰红壮阔的巨型传送门 这片指甲盖大小的空白地带 根本毫不起眼 不过对于王冲来说 整片区域恰恰只有这里是最特殊的 因为只有这里 没有受到任何时空波动的影响 同时也没有任何的阵法波及到这里 王冲精通阵法 深深明白那块指甲盖大小的空白地带 意味着什么 那是所有一切的起点 也是太上和太炯两人最开始建造这座巨型时空传送门的地方 金无足斥人无完人 不管天神组织存在了多久 拥有多么雄厚的底蕴 也不管他们在这座时空传送门上花了多大的心思 以及多少精力去弥补他的缺陷 这种阵法本身的缺陷是怎么都无法抹去的 王冲身躯一晃 下一刻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纵身跳入了眼前巨大的时空传送门中 巨型时空传送门远看只是一座拱形的门型结构 但其实里面层层叠叠有无数的时空断层 这本身就构成了巨型时空传送门的一重防御 王冲化为一道细小的黑影 在无数的空间断面之中切换跳跃 几个呼吸之后终于抵达了那处空白地带 王冲沉吟片刻很快伸手一招 招来了那尊巨大的黑色神像 然后迅速将这尊巨神像塞入到了这片空白地带 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空白地带和巨神像本身庞大的体型 迅速产生了巨大的冲突 仅仅只是一瞬 整座巨型时空传送门立即轰鸣着猛烈的震动 正常情况下 不管王冲把什么东西放入这里 都会被时空传送门本身的空间粉碎之力绞成积粉 然而想要破坏这座巨型时空传送门 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巨神像是天留下的东西 本身是由不知名的异域坚固金属构成 也只有天留下的这具巨神像才能够抵挡空间的粉碎之力 这反而成了王冲用来毁灭巨型时空传送门的最佳的东西 就像连锁反应一样 原本稳定的时空传送门震荡的越来越剧烈 从时空传送门深处喷勃而出 那浩浩荡荡无穷无尽的寒潮能量 在持续了数月之后 终于开始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就在王冲的目光之中 巨型时空传送门两侧的白色立柱上 迅速出现了一道道细碎的裂痕 这些裂痕如有生命一般迅速朝着两侧延伸而去 而原本光芒璀璨的时空传送门也不断变换着光芒迅速的暗淡 不止如此 巨型时空传送门本身已经和整个空间融为一体 当王冲破坏掉巨型时空传送门的时候 整个巨型时空传送门所在的空间也随之震荡崩溃 一条巨大的时空裂缝猛然凭空浮现 瞬息之间如一柄立斧一般撕开了整个大地 照这种情况下去 只怕巨型传送门崩溃的时候 这片天神组织以莫大神通开辟出来的空间也会彻底湮灭 不复存在 差不多可以离开了 王冲倒没有在乎四周崩裂的时空 毁掉了时空传送门 这次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 没有了寒潮源源不断的灌注 整个人类世界也会慢慢的恢复正常 王冲身躯一纵 立即从不断崩塌的巨型时空传送门中跳跃而出 无穷无尽的时空碎片比刀剑还要锋利 从四面八方朝着王冲切割 这种纯粹的时空粉碎之力只要碰上一下 哪怕最坚硬的身躯也会化为积焚 不过王冲却有如闲庭信步一般 轻轻松松从中穿行而过 毁灭之子 不要高兴的太早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王冲从巨型时空传送门中钻出 双脚落地的刹那 太上和太炯两人的声音突然再次在整个天地间响起 没有人可以和神灵作对而不付出代价 既然你毁掉了时空传送门 那便和这里一起灰飞烟灭吧 声音未落地动天摇 还没等王冲反应过来 呼 东北角的一片虚空突然烟灭 连带着大地迅速化为亿万颗最细小的威力和粉尘飘散于虚空中 同一时间一股无尽的虚无和黑暗 有如生命般朝着整个空间吞噬而来 人黄纪第1803集 一阵阵阵耳欲聋的轰鸣声中 在王冲的感应中除了自己所在的空间之外 邪地老人和乌商村长所在的空间 张求坚穷冤盖苏文等人所在的空间 甚至包括更遥远处北极地底的那处古代建筑也在一起震动 呈现出彻底崩塌湮灭的迹象 如此之大的范围涉及众多的时空结构 一旦时空崩塌 以邪地老人乌商村长冤盖苏文和张求坚穷等人的修为 几乎必死无疑 不止如此 天神组织显然在这片寒潮原地设置了某种庞大的禁制 当王冲破坏掉整个巨型时空传送门的时候 天神组织留在这里的禁制也随之启动 走 时间紧迫 王冲心中一紧立即腾越而起 在虚空中一晃 立即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向着师父邪地老人和乌商村长所在的方向而去 不过就在纵身而出即将消失的刹那 突然之间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王冲心中一阵 猛地回头望了一眼 就在巨型时空传送门即将彻底崩塌前的刹那 一股黑暗暴虐充满了无尽毁灭欲望的气息 突然从另一端的时空深处爆发而出 伴随着一阵强烈的时空波动 一只巨大的青黑色手掌烟气滚滚从另一端伸了出来 那一刹那 那只青黑色的巨大手掌发出一声模糊 满是愤怒和不甘的吼声 还想要倾尽全力去修补这边已经崩塌的空间 只是巨型时空传送门已经崩塌 这个空间也正在迅速的湮灭 不管对方想做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 只不过数席间 在另一头爆发出了一股庞大的犀利 将那只青黑色的大手拉了回去 最后一瞬 王冲看到的只是飘飞而来 冲上虚空的雪花 以及一个死寂无比的世界一角 然后便什么也没有了 整个过程 前后持续的时间连一煞都不到 快得让人以为是幻觉 但就是这么惊鸿一瞥 看到的东西却让王冲很确定 那只青黑色大手就是来自于 巨型时空传送门对面的另一个世界 他在漫长的生命中 从未见过那种特殊的存在 那一瞬间 王冲脑海中瞬间掠过许许多多的念头 他心中想了很多很多 不过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回过神来 相比起那只青黑色的大手的来历 师父携帝老人 乌商村长 以及张求坚穷 冤盖苏文等人现在的处境 才是最重要的 时间不多了 王冲可以感觉得到 整个时空已经变得极其不稳定 最多还有三个呼吸 这里就会彻底的化为一片虚无毁灭之地 如果不能在这个时间内逃出去 所有人都会彻底的留在这里灰飞烟灭 一个闪烁 王冲不再留恋 瞬间消失无踪 进入到了上一个时空之中 王冲刚一出现 就看到师父携帝老人和乌商村长 正被六名半步洞天径的黑衣人强者包围在中央 这六名半步洞天径的强者 不知道复活了多少次 在这样轮番的攻击之下 携帝老人和乌商村长的钢器 看起来也消耗极多 不过尽管如此 场上的情形却看起来截然相反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时空远比有两位大人把守 还有巨神像坐镇 竟然败了 六名半步洞天的黑衣人强者 脸色苍白 面如死灰 看起来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不止如此 这六人之所以能够存在 完全是因为整个空间地底的法阵维持 如今法阵破碎 几人存在的基础已经失去 也无法再依附在这些肉身上 灵魂和肉身互相隔离 这六人体内的钢器正在迅速的流失 他们的双手垂下气息也越来越弱 不过和以前不同 这一次他们的灵魂正在迅速的衰竭瓦解 当王冲破坏掉巨型时空传送门的时候 这六名天神组织的绝世强者就已经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师父走 王冲的目光只在这些人身上停留了片刻 很快他的身躯一晃迅速从地面上飞缩而过 一把抓住师父鞋地老人和乌伤村长在虚空中一跳 便离开了这处时空 与此同时 另一处时空之中 这里要崩塌了 一欲望成功了 偌大的空间之中 周围是树道身躯不断分裂的诡异海兽 一路站到现在 整个空间中的海兽数量 已经远远超过了开始的时候 不管是张囚兼穷 还是冤盖苏文等人 全部都汗流浃背 筋疲力尽 已经达到了极限 这一站 几乎人人身上都挂财 最彪悍的契丹王甚至躺在地上 早已昏迷过去 尽管已经陷入绝境 无路可退 不过却没有一个人流露出丝毫对死亡的畏惧 相比起自身安危 众人此时反倒流露出一丝欣慰和喜悦的神色 空间正在崩塌 说明王冲的行动已经产生了效果 否则这里是绝不可能崩塌的 空间里数量众多的诡异海兽似乎也感觉到了危机降临 一个个混乱不已 不过依然有不少的海兽锁定了张求尖穷和冤盖苏文等人 他们的咽喉中发出暴虐而嗜血的嘶吼声 几乎是在空间崩塌的同时 十多头海兽目光猙獰依旧朝着众人扑了过去 然而光芒一闪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道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下一刻一股银白色的钢气再次将众人卷入其中 王冲 看到银色光照内的那道熟悉的身影 众人一个个精神大振欣喜不已 时空传送门已破 韩朝也已解决 天神组织留下的禁止正在吞噬这里 赶紧离开 来不及戏说 和之前一样 王冲的银白色光照护住众人迅速跳出虚空之中 然后在无穷的时空之中不停的跳跃穿梭 呼 一阵轰鸣从身后传来 就在王冲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 无数的时空纷纷破碎湮灭 并且一路朝着王冲直追而来 不过王冲终究齐高一招 好像只有一刹那 又仿佛过了无数个漫长的世纪 王冲带领着众人 终于穿过重重复杂 迷宫般的时空 出现在极地海洋深处的古代建筑中 没有丝毫犹豫 王冲施展水盾之术 分开海水 犹如闪电般 以惊人的速度朝着海面的极地冰原而去 这一次 众人钻出水面的速度 要比入水的速度快得多 大约数个呼吸之后 伴随着一阵哗啦啦的水浪声 王冲体内爆发出的银白色光照 裹挟着众人 瞬间出现在极地海洋岸边的冰原上 几乎是同时轰隆隆 海洋震荡 偌大的海面剧烈波动 而海底深处 距离海面一千八百多米的那座古代建筑 也彻底的爆炸开来 灰飞烟灭 至此 天神组织在极地海洋中建立的这座据点 彻底的化为虚无 不复存在 寒风呼啸 再次屹立于这片荒僻无人的极地冰原上 众人心中都感慨不已 有种重见天日的感觉 这一次北极之行 在极地海洋深处的凶险 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 那个时候 每个人都已经做好了 无法活着离开的准备 不过一切都已经过去 对于众人来说 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另外一件事情 寒潮真的过去了 银白色的光照之中 张求坚穷仰望着天空突然开口道 众人最开始抵达这片极地冰原的时候 天空灰蒙蒙一片 完全被暴风雪所掩盖 但是现在 那片无穷无尽 疯狂肆虐的暴风雪 却突然淡了许多 也少了一股狂暴的味道 嗯 那些雪龙卷也消失了 一旁冤盖苏文仰着头 同样未叹一声 之前一路朝着众人夹击而来 通天彻地的雪龙卷 在众人抵达地面的时候 也突然消失了 只有天地间紊乱的气流 证明他们存在过的迹象 其他人没有说话 在他们的脸上也透出同样的神情 整个极地的冰雪并没有化去 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出来 那股冷意淡了不少 至少寒潮已经没有之前那样 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世界 大寒潮真的解决了 这个时候众人心中都如是重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整个陆地世界的冰雪想要融化 至少还需要数个月 这件事情已经解决 辛苦大家了 大家现在返回幽州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王冲从远处收回目光 衣袖轻浮 一脸平淡道 巨型时空传送门已经关闭 但是大寒潮留下的烂摊子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解决 王爷 就在王冲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东突厥大将军铁器壁勒利突然叫住了王冲 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对吗 你想说什么 王冲直接开口 王爷 你曾经说过 铁身阻止是一个庞大的势力 台时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这一次我们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再有锦花计划了 对吗 铁器壁勒利仰头看着王冲 带着一丝吸气道 从他的眼神当中 王冲感觉到了他心中一丝深深的不安 王冲眉头微皱 下意识扫过四周 只见四周围高高丽皇帝冤盖苏文 东突厥克汗 乌苏米诗 还有契丹王 西女王等人 通通看着自己 眼中同样也是深深的不安和忧虑 王冲沉默平刻 心中已经明白过来 这一次的北极之行 对于众人来说几乎是九死一生 如果这是天神组织的全部实力 也就罢了 然而这仅仅只是他们的一处据点而已 毫无疑问 天神组织的强大 让所有人感觉到了一丝深深的不安 某种程度上甚至称得上恐惧 一个可以轻易创造古代神话人物招来寒朝 并且拥有无数高手的强大组织 这绝对是所有人都恐惧的 更不用说 在太史等人的头上 还有一个始终没有露面 强大无比的天 在此之前 各国的皇帝都以为 世俗的皇权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然而在这些可以轻易磨灭整个世界 磨灭整个文明的天神组织面前 皇权也只是卑微而渺小的玩具而已 这是诸国的皇帝第一次感觉到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 这种形式的进化计划或许不会再有了 但只要天神组织还在 进化计划就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王冲眼中光芒一闪 冷酷的掐灭了所有人心中的希望 那一刹那 王冲清晰的看到诸国君王的脸色明显挥败了不少 但是王冲内心深处却没有丝毫的波动 自欺欺人在那些天神组织面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有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才有可能对抗得了天神组织以及未来更大的灾难 王冲不知道天神组织还有什么计划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走吧 幽州那边所有人都还在等着 王冲说完这句结束了这次对话 而在他的身后 冤盖苏文 乌苏米什克汗 契丹王 西女王等人互相看了一眼 下一刻令王冲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乌苏米什克汗 冤盖苏文 西女王 以及契丹王等人突然之间神色恭敬 纷纷单膝跪在了地上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王冲眉头一皱 凝声问道 王爷 您不必多虑 我们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这次悲极之情 恐怕没有人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如果我们不说出去 普通人根本不明白 什么是天神组织 我们这一趟的意义有何在 但是 我们所有人 都会永远记得王爷的这份恩情 不错 以后担忧拆遣 只要是王爷的命令 甚至 只要有王爷的令牌 就可以随意拆遣我们东托杰韩国 所有东托杰人 这也是我要说的话 我们契丹人 愿永远效忠王爷 王爷是我们所有契丹人的恩人 我们高狗立帝国也愿意效忠王爷 永远都不会背叛王爷 众人纷纷躬身跪在地上 低下头来 神色尊敬无比 这一幕突如其来 就连一旁的张求坚穷等人都没有料到 眼中露出错愕的神色 诸国都是桀骜不驯之辈 这次北极行动结束 其实张求坚穷等人心中都有些担忧 天神组织的人属于外患 而整个陆地世界还有内忧 怎么处理诸国的军队和百姓 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诸国的这种表态 对于众人来说 无疑相当于一颗定心丸 至少诸国君主在王冲面前的表态和臣服 大唐以后面临的麻烦会少很多 而且不管是张求坚穷还是王忠四等人 都能够感觉得出乌苏米什可汗 冤盖苏文等人完全是真心实意 出自肺腑之言 而地面上乌苏米什可汗 冤盖苏文等人却是头颅低垂 一脸的公顺 他们并不知道张求坚穷等人心中的想法 这次的北极之行对于众人来说 绝对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震撼 甚至还要超过了之前的东北战争 苍生为玩物万物为除狗 这就是那些天神组织的形式风格 如果不是王冲 他们甚至永远都不知道 这场世界的大灾难竟然是这些人一手造成的 和这些人相比 世俗的皇权太脆弱了 除了王冲 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得了这个世界 不知不觉中 王冲已经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希望 封声呼啸 王冲 助力在那里一动不动 看着身前的诸国君主神色微宁 片刻之后 微微点了点头 时间缓缓过去 与此同时 另一处地方 某个未知的神秘空间之中 两道心肠而诡异的身影 正透过一面巨大的水晶 观看着北极冰原上的一幕 这两人脸上都戴着面具 一面左黑右白 一面左白又黑 而且两张面具额头的黑白分界线处 还镌刻着红色神秘符文 看起来诡异无比 如果王冲在这里 必然会相当的惊讶 因为这两人身上透露出来的气息 竟然和寒朝原地的太上和太炯两人流露出来的气息一模一样 两人看着水晶内显露出来的画面 不只有北极边缘的情况 还有寒朝原地的情况 时空正在崩溃 而失去了能源供应 那些海底中的海兽 以及极地冰原上一头头凶狠无比的上蛊吼 正在失去生命力慢慢地石化 这个天神组织 存在了数万年的重要据点 正在彻底瓦解 讲不到他真的成功了 唉 连天留下的巨神像都被他击败了 这个毁灭之子和以往的都不一样 空间之中 脸上戴着黑色面具的黑衣人突然开口道 我们都太低估他了 太史也是如此 所以太史为此付出了代价 空间里那脸上戴着白色面具的人开口了 太史的实力还在你我之上 另外有天赐下的神器 正常情况 这次净化计划应该绰绰有余了 毕竟以前也不是没有做过 但谁能想到啊 一旁脸上戴着黑色面具的太上 说到一半没有再往下说了 事情已经过去有段时间了 然而即便是现在回想起太史陨落的那一刻 两人依旧感觉到了深深的震撼 越是庞大悠久的组织 越是规矩森严 在天神组织 每个人都各安其位 各司其职 这是数万年来形成的规矩 是天亲自定下的 同时也是天神组织 能够持续这么漫长时间的原因 在大唐帝国那位圣皇陨落之后 众人原本以为 已经没有人可以威胁到天神组织 但是东北一战 居然打破了众人心中的认知 在天神组织中 第一层的成员根本无管紧要 他们就是蝼蚁一般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而且被挑中的人还感恩戴德 庆幸自己获得了这次机会 但是到了太子北 这种领袖级别 一切就完全不同 寿命越长 活的时间越久 就越是惜命 在最后一具巨神像出现的时候 太上太炯原本可以一起出现 配合巨神像一起发动攻击 不过两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因为那个年轻人太危险了 即便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 对于太上和太炯两人来说 就足以让他们退缺了 更不用说 还有一个太史的前车之箭在那里 这个人太强了 如果不加以遏制 恐怕就是下一个李太仪 必须要想办法遏制他 太上沉声道 他的声音一落 整个空间里顿时一片寂静 一旁的太炯沉默不渝 想要对付那个毁灭之子 谈何容易 毁灭之子之前 就已经可以单打独斗 对抗太史 现在他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连巨神像都被他毁了 就更加难以遏制了 如果有办法 能够杀得了他 两人又岂会任由王冲等人 从容离去 这件事情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两人陷入沉默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个宏大威严的声音 在整个空间中响起 那声音如同 浩日昭昭 高悬虚空 又有如雷霆行空 穿梭宇宙 让人忍不住 从灵魂深处 浮起一种深深的畏惧 天 电光火时间 太上和太久的脑海中 闪过一个念头 眼中又是恐惧 又是敬畏 那种神情 就好像老鼠遇到了猫一样 完全令人难以联想到 这两人是高高在上的太子被强者 他人 没有丝毫犹豫 太上和太久两人 立即毕恭毕敬 对着空无一人的虚空 弯腰行礼 在天神组织 始终只有一个最高意志 那就是天 所有的一切 都是由天创造的 包括所有太子被强者的力量 都是由天所赐予 某种程度上 天甚至可以算得上 一个又一个文明的缔造者 天 对不起 这次任务我们失败了 巨神兵被对方摧毁 传送门也崩坏了 太上和太炯公声道 神情有些惶恐 这件事情 朕已经知道了 从现在开始 和那个王冲相关的事情 都不再归属你们太子被负责 朕会亲自处理 天的声音古井无波 却又浩大无比 在整个虚空中响起 而话里透露出来的信息 却让太上和太久两人 心中震动不已 天要亲自出手 对付那个毁灭之子 除了那个大唐皇帝 李太乙之外 两人已经记不起 还有什么人 能够让天如此重视 亲自出手了 而且最特别的是 这一次 竟然是天主动提出 要对付那个毁灭之子 有大人出面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自然是告一段落了 想必那个毁灭之子也死定了 太上和太炯同时道 神情淡定了不少 那个毁灭之子的实力确实强大 但是有天出手 性质就截然不同 连李太乙都灰飞烟灭了 这个毁灭之子 又能坚持得了多久 不过 大人 游州的部队已经战败 诸国的部队也已经降服于大唐 这次入侵极力据点 诸国军王也参与其中 我们恐怕已经没有可以借用的力量 净化计划已经无兵可用了 太上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时空传送门已破 大兵和七也随之夭折 这意味着众人之前制定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要想成功执行净化计划 至少还需要削减八成以上的人口 文明的重启不需要这么多人 准备唤醒天兵吧 天的声音严谦一概 既然那些游州兵不可用 就该出动我们自己的力量了 这番话天说的轻描淡写 仿佛在说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但是听在太上太炯两人耳中 心中却掀起了万丈波澜 天兵 在天神组之内 这属于禁忌 属于最高的机密之一 这是天神组织的最高战力 真正属于他们的军队 就连太上等人都没有调动天兵的权力 能够调动天兵的只有天 或者说天地 因为那是属于天地的军队 不过在天神组织的历史上 净化计划动用到天兵的次数寥寥无几 除非天神组织利用世俗力量 执行净化计划彻底失败 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这是天地天神组织最后的力量 天兵极其珍贵 死一个少一个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天地绝不会轻易动用天兵 是 仅仅只是一瞬 太上和太炯就回过神来 齐齐攻神道 很好 另外 寒朝原地被摧毁 末日印记 你们带出来了吗 天的声音波澜不惊 带出来了 看到巨神像失败 我们就提前将末日印记带走了 两人同时道 嗯 既然进化计划失败 就该进行下一步的计划了 过了数万年 那几块散落在外的末日印记 也该收回了 要不是那些叛徒 一直在背后掣肘针 朕又怎么可能连太使都来不及旧 这件事情 该有个了结了 天的声音中 罕见地流露出一股怒意和杀意 太上太炯两人门眼 都是浑身一阵头颅锤的更低了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插话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 天所说的是天神组织的一段旧事 同样也是极大的禁忌 是所有太子被默认 刻意不去谈及的事情 大人需要我们做什么 两人恭声道 几个月后去趟神毒 这句话说完 天便再没有了任何声息 而仅仅只是片刻 另一处地方 这是一个火红的世界 到处都是灼热的岩浆 轰隆隆 岩浆呼啸拍打在暗壁之上 发出阵阵海浪般的轰鸣 同时迸发出一道道炽烈 仿佛连钢铁都能够灼烧融化的高温火焰 仔细去听 除了岩浆的轰鸣 整个火红的诡异空间里 还有一条条成人大腿粗细的金红锁链 在岩浆烈焰之中纵横交错 穿梭而过 而所有的锁链全部都通往着同一个地方 整个空间的中心地带 只是整个空间的中心地带 全部被淹没在炽热的高温之中 而且还被一个金色的结界笼罩着 不止如此 从空中俯瞰望去 就会发现 整个火红的岩浆空间 由内往外分成一圈又一圈 而每一圈都是一个强大的禁制法阵 这些阵法散发出来的气息极其古老 其阵法强度甚至还要超过圣皇在京师布下的项柳大阵 如果有人在这里还会发现 除了禁锢的阵法 每一圈结界外面还悬浮着一张张古老的俘虏 这些俘虏全部以黄金作纸诛纱为末 表面书写的文字和现在的文字截然不同 透露出一阵阵古老而强大的气息 显然是极为久远的时代之前做成的 而不管是俘虏还是阵法 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阻止整个空间核心的东西 似乎那里封印着什么洪荒猛兽一般 轰隆隆震动声一阵接着一阵 从大阵的核心传来一股足以令天地都为之色变的强大力量 不断澎湃着震动着四面八方的阵法和结界 那强大的力量甚至连太使太上和太炯这些太自卑的强者都为之黯然失色 没有人可以封印得了朕 总有一天朕会破风而出 人黄记第1805集 伴随着一阵惊天的咆哮 下一刻一股比之前任何时候还要庞大的多的力量 猛然从阵法的空间核心地带爆发而出 在这股恐怖力量的重击下 大阵核心的阵法中突然裂开了极小的缝隙 缝隙之中一股庞大的力量立即随之喷扭而出 这股力量凝结在一起扭曲变化 短短时间就汇聚成了一道人影 只不过这道身影完全是由能量构成 而且没有任何的五官看起来怪异无比 不过只是树西在这股能量分身的体表 立即形成了一件青黑色的神甲 只是一瞬神甲上就演化出了成千上万 大大小小的防御阵法和明文 不止如此 在神甲的手臂肩膀腰部 以及胸口的位置出现了大量栩栩如生的真龙图形 然而和世俗皇权之中传说代表皇帝的五爪金龙或是九爪真龙不同 这一套青黑色神甲上的真龙 全部都是十招 有这一句分身便足够了 接下来所有的一切也该了结了 毁灭之子 就让真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预言中的那个人 天的声音在整个虚空中飘飘荡荡 变幻不定 下一刻 只一个闪烁 那一重重阵法和结界外 凝聚成形的分身就此消失不见 而整个空间也随之恢复了平静 时间如缩 王冲和诸国君主在结束北极之行之后 很快便返回了幽州地带 这一趟北极之行 包括天神组织的事情 除了少数军中高层将领之外 外界根本无人知晓 所有一切都被刻意地隐藏了起来 在这种时候 人心惶惶 过多的负面消息 只会让人心更加不稳 而在诸国君王的全力配合下 王冲也完成了对诸国兵马的整合 东北之展 幽州以及诸国的所有兵力都不是大唐的对手 诸国对于王冲这位大唐兵上的恐惧 已经深入骨髓 只要有王冲在 只要他还是大唐的异域王 诸国上至高层将领 下至普通士兵 根本没有任何人敢兴起一丝一毫战争的念头 诸国对于大唐和王冲 早已敬畏到了骨子里 更重要的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寒朝虽然已经得到了遏制 但是负压大地的冰雪 却并非能在一席之内化去 就算现在返回大草原也无处放牧 如果不是大唐接济诸国 诸国就只有死路一条 时间流逝 眨眼之间就是两个月 春暖花开 大地回春 中土神州 大唐京师 在霜雪寒朝退去 脱下了一层厚厚的银桩之后 整个京师 终于显出了另一番景象 不再是那种空城一般的死寂 而是显露出一股 帝国都城应有的热闹和生机 东南西北各个城区 原本冰雪覆盖的一栋栋乌雨 也露出或黑或金的乌极 融化的积雪 顺着眼角 滴滴答答地往下渗落 哀家哀户都拿出木盆接水 天边的朝阳将大唐的气温拉回正常 穿透云矮的阳光照耀在街边百姓们喜悦的脸上 自大寒朝以来 这还是大唐京师第一次出现日出 而屋檐下 百姓们更是拿起屋内的木盆 开始相互泼水取乐 欢呼声不绝于耳 幽州的大军回京了 义玉王回京了 突然之间没有丝毫的征兆 一阵兴奋的欢呼声突然从东北方向传来 刹那间仿佛一块巨石坠下 整个京师陡然轰隆隆的掀起了万丈波澜 什么 走快去看看 一瞬间 整个京师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目光雪亮喜气洋洋 放下手中的活迹立即纷纷朝着东边的城门飞奔而去 轰隆隆 仅仅只是片刻 一阵惊天的马蹄声 游远即近 迅速向着京师的东城门而来 就在无数京师百姓的目光之中 一支威武的大唐军队惊奇避空阵列严明 犹如潮水一般的向这里涌来 而在大军的最前方 一道仙衣怒马的年轻身影 一记翼杆上面绣着王字的大旗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易御王 瞬息间 东城门附近熙熙攘攘 密密麻麻的人群之中 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 看起来简直比节日还要热烈 王师回来了 王师回来了 漫天的欢呼声中 无数的烟花爆竹 纷纷飞上天空 人群中 不管是老人 大人 小孩 妇女 全部都望着那支不断接近的军队 兴奋的脸红耳赤 一个个欢呼不已 这是英雄的凯旋 也是英雄的回归 在韩朝降临 游州大战 那些个日日夜夜里 所有人都是提心吊胆 是王冲和帝国的那些军人 又一次拯救了大唐 拯救了整个神州 终于回来了 而此时此刻 大阵最前方 王冲一身甲咒 看着熟悉的京师感慨不已 尽管幽州之战 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但在王冲的感知中 却有一种此去惊年的感觉 不过不管怎么样 安禄山已经辅诛 幽州军已不复存在 记忆中那场造成大唐 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 也随之消弥无形 只要大唐的盛事常在 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再不复上辈子那种生灵涂炭 赤地千里的悲剧 对于王冲来说 就是最大的奖赏和安慰 就在人山人海的京师百姓的 夹道欢呼声中 大军穿过城门 进入到了京师之内 看到京师之中 那些崇拜和兴奋的眼神 这一刻所有军人都感觉 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陛下驾到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阵高亢而嘹亮的声音 传入耳中 城门周围瞬间安静下来 就在无数进军和金无卫的拱卫之下 满朝文武大臣在前 龙拧在后 威武浩荡 迅速向着王冲所在的方向而来 就在龙脸上 一道年轻的身影 身着黄袍 目光平静 气质高贵神圣 一眼就望向了大军前方的王冲 大唐新皇 李亨 游州大战结束 消息传来 李亨和满朝文武早已望眼欲穿 如今得到消息 大军回京 李亨更是亲自带着所有的文武大臣 到城门口迎接 古往今来 天子做朝堂 就算再远 也仅仅只是到皇宫门口 李亨给予王冲的规格待遇 绝对是前所未有的极高礼遇 微臣参见陛下 游州之战 幸不如命 今日大军凯旋 特向陛下赴命 王冲上前几步 望着龙脸上走下来的李亨 躬身行了一礼 洪亮的声音在整个东城门上空回响 那一煞 天地聚静 四周围密密麻麻 如山如海的百姓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目光 纷纷集中到了王冲和李亨两人身上 这一刻 两人成了天地间真正永恒的中心 君是君 臣是臣 但两者之间又绝非简单的君臣关系 时至今日 王冲和李亨之间的友情早已传遍天下 当初在昆吴训练营 正是王冲一手将当年落魄的李亨捧上了当今的地位 而同样的 能在王冲如日中天的时候 毫不犹豫将大唐几乎所有大军交与王冲 同时给予鼎力支持 毫不怀疑的 也只有李亨才能做到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古往今来 仅仅是这一点 李亨的心胸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君王 叶玉王 朕没有看错你 你是我大唐勇士的功臣 从此以后 在这面前 你永远无需行礼 李亨上前 扶起王冲道 听到李亨的话 刹那间 四周围的群臣 纷纷为之动容 历朝历代 将在外 君令有所不受 将在马上 铁甲在身 不便行礼 这些都是常有之事 但是将在内 面见君王 不必行君臣之礼 王冲恐怕是独一份 李亨对王冲的重视和信任可见一般 而四周 城门附近 所有的京师百姓 倒并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大军归来 李亨亲自上前扶起王冲 君臣相宜的那一幕 深深印尽所有人的脑海之中 也注定要青史留名 流芳万古 就在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之中 王冲登上了李亨的龙年 和群臣一起进入了皇宫中 而京师之中 一切却还远没有结束 百姓自发的欢迎活动 持续了三天三夜 无数的烟花爆竹 将京师的夜晚照耀成白昼 不只是京师 整个九州的百姓 都知道了东北幽州之战结束 四海八荒所有诸国 包括遥远的大石在内 已经全部臣服于大唐帝国 只流传于无数史书 诸子百家 以及茶馆说书先生口中的万世太平 真正在本朝得以实现 从此以后 将再也不会有任何诸国的战争 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声势 今后大唐将会越加的强盛 繁华 皇宫面胜结束 王冲很快便回到了家中 和家人一起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琴弦 自重生以来 王冲不是在战斗之中 就是在为战斗准备 打完这一场还有下一场 如同上了发条一样 永不停歇 不过大战结束 这一切便真正的终结了 四海八荒 大唐再没有任何的威胁和敌手 时间穿梭 眨眼之间又是数月过去 又到了一日早朝的时候 静边一响 随着黄门间宣唱的声音 温武大臣鱼贯而入 步入太和殿之中 灰红壮阔 美轮美奂的太和殿上 李亨一身黄袍 身躯笔直 龙木雪亮 早已高坐上方 随着钟庆一响 大殿之内所有群臣 立即齐齐贵福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已经不是太和殿中第一次举行早朝了 但今天却和平常截然不同 李亨居高临下 安坐上方龙木危章 放眼望去只见大殿之中 除了大唐的文武群臣之外 还有诸国君王 几乎全部都以臣子之礼 贵福在地 东突厥乌苏米什克汗 高高丽皇帝 冤盖苏文 契丹王 西女王 还有诸国的大将军 包括乌斯藏帝国的藏王 以及帝像 大伦钦陵 甚至还有大师皇帝 穆塔西姆三世 全部都在班列之中 所有人恭恭敬敬 匍匐在地 神态尊敬至极 从此 六合之内四海八荒 再没有任何帝国 有的只有大唐的蜀国 藩国 臣子之国而已 整个陆地世界 只有一个帝国 那就是大唐 宣 李亨目光一闪 很快从众人身上 收回了目光 话音刚落 李静忠会议 一秀一幅 很快上前 同时手掌一摊 展开了一卷圣旨 奉天成运 大唐天子赵曰 今四海生平 万邦同乐 献策封四海诸王 以安天下 原盖苏文 改皇为王 封东王 原蒙社赵皇帝 改皇为王 为南王 封乌斯藏帝国 原藏王 为西王 东突厥克汗 乌苏米什 学克汗魏 改封为北王 大石帝国 原哈里发 穆塔西姆三世 学哈里发魏 改为吉西王 封西突厥 呼巴尔社 为中王 大殿里 册封的声音 洪亮无比 响彻整个大殿 谢诸隆恩 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人皇记 第1806集 而大殿里 冤盖苏文 乌苏米什 可汗 凤家义 藏王 以及大伦亲陵等人 跪地领旨 神情恭敬无比 成王败寇 此战是诸国发起的 如今战败 自然无话可说 相对于中土的文化 诸国反而更加容易接受一些 至少在部落文化之中 这种情况极其寻常 而且这一次战争 也证明了大唐的实力 远远凌驾于诸国之上 是整个陆地世界 当之无愧的第一帝国 在战争中失败 自然没那么难以接受 另外 现册封诸方的大总督 协理诸方事物 封张求坚穷 为征东大总督 封王中寺 为征北大总督 封巴赫拉姆 为吉西大总督 很快 就在册封诸国军王之后 李亨又发布了一条 册封诸方大总督的命令 从今以后 乌苏米什克汗 冤盖苏文等人 成为了大唐的异姓王爷 而各国的实际统治权 全部掌握在大唐手中 由各方的大总督行使 这是王冲和李亨 以及朝堂上的众臣 讨论之后的结果 以这次和诸国的战争为契机 为了永世结束大唐和周边 诸国之间从不停歇 持续了上千年的战争 只有将诸国彻底归属到 大唐的统侠之下 促进诸国和大唐之间的融合 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这对大唐有利 也对诸国有利 为臣领旨 张求坚穷王中四等人 纷纷上前攻身行礼 而朝堂之上班列之中 不管是冤盖苏文等人 又或是木塔西姆三世等人 没有任何人有丝毫的意外 早在战争结束 向大唐投诚的那一刻起 众人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命运 而高高的龙椅上 李亨安坐上方 看着大殿中云集的诸国群臣 目中忍不住微微波动了一下 心中也不由豪气顿声 国往今来 将四海八荒所有诸国 纳入麾下 统一整个陆地世界 这是中土神州 无数明君 只存在于想象中 想要做却从来没有做到的 强如大秦始皇帝 雄涛武略如大汉武帝 包括本朝的太祖和太宗 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得到 但这一切却在他的手中亲自实现 父皇 你看到了吗 儿臣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这一刻 李亨心中激动无比 片刻之后 朝会结束 一只信鸽从大殿中冲天飞起 迅速飞向皇宫的南面 半空之中风声呼啸一片暖意 穿过重重的公寓 从天空俯瞰而下 只见整个京师 早已冰雪消融 一片喜气扬扬 街巷之中 人潮汹涌 有乌斯藏人 有大石人 有高沟利人 有东西突厥人 虽然京师之中 从来都不乏诸国湖人 不过今日的京师 湖人的数量和密度 却远远超过往昔 虽然诸国战败 臣服了大唐 但是对于诸国的牧民来说 同样也是一个机会 这场大唐和诸国之间的战争 让所有人认识到了 大唐的强大 繁荣 以及强盛 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 任何人都会心生向往 所以这一次 诸国有相当多的百姓 随着诸国君王 一起进入了大唐内陆 许多诸国的牧民 杀牛宰羊 在市井上吆喝叫卖 寒朝刚刚过去 大唐的牛羊并不多 但是湖人牛羊价格非常公道 购买的人络绎不绝 而湖人们卖了牛羊 得了银子 同样在京师的市井之中 大肆购买唐人的包子 糕点 茶叶 丝绸 瓷器 大唐那种和湖人 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对于湖人来说 同样有极大的吸引力 整个市井之中 虽然诸国的百姓混杂 而且说着不同的语言 彼此之间却一片祥和 从未产生任何的冲突 湖人一向以性情凶猛著称 往往发生一点冲突 动不动就拔刀相向 这一点 历朝历代 皆是如此 因此发生的冲突 也不计其数 但此一时 彼一时 这一场旷世的大战 真正的大唐赢得了诸国湖人的尊重 所有的湖人 似乎在一席之间被驯化了 信哥翅膀震动很快往前 穿过一座座临次质笔的房屋 就在城南的一座酒楼 信哥抖得一折 飞过平栏 落入了一名身着轻衣 气质不凡的年轻男子手中 王冲手掌一身 拖住半空飞下的信哥 拆下信哥腿上的信件 只是看了一眼 随即微微一笑收了起来 怎么样 朝堂上的事情一切顺利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距离王冲不远的地方 徐启琴一身雪白的长裙 仿佛画中走出的仙子一般 望着王冲微笑道 一切都已经按照计划进行 诸国君王已经改皇为王 另外也已经册封了大总督 王冲微微笑道 并没有对徐启琴有隐瞒 游州之战 诸国对你已经非常臣服 只要有你在 想必诸国绝不敢再反 不过想要诸国完全融合 臣服于大唐绝非一事 诸国和大唐的风俗习惯 毕竟不同 时间久了 双方之间必然会有摩擦 到时候必然会有很多的冲突 这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 大唐想要真正的征服诸国 统一整个陆地世界 恐怕还任重道远呢 徐启琴一脸平静道 虽然身为女子 而且武功根本算不上超凡脱俗 但是在朝堂政治军事 以及各个方面 他总能给予王冲很大的帮助 又或许是因为女子的天赋 徐启琴总是能够透过目前的现状 展望到未来可能存在的危机 是确实无法避免 王冲衣袖微服淡然一笑 并没有否认 除了将诸国军王改皇位王 设立大总督 我还传令下去 将诸国军队各自裁扯一半 分散到大唐的各个军队之中 整个过程将分为几个阶段 这只是第一步 未来还有第二步第三步 最终诸国将不再有自己的军队 即便有也只保留在一个很小的规模 未来诸国融合这是大势所趋 无论花多久时间都必须要达到 另外我已经吩咐户部和力部 从各地抽掉一些家庭困难的百姓 前往周边诸国 由户部给予差旅费 如果他们愿意 早期朝廷会免费提供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牛羊 等他们放牧到一定规模 将由朝廷收购他们的牛羊 在中途进行售卖 王冲淡淡道 声音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股令人信服的力量 而一旁 徐起勤眼中则是光芒闪烁 看着身旁的王冲 美眸之中流露出一丝倾慕和佩服的神色 在整个陆地世界 王冲绝非资历最神的 但是他的眼光境界以及洞察能力 却是整个陆地世界所有名将难以比拟的 仅仅是建立这个大统一的大唐帝国 王冲就足以名流轻视 让所有名臣大将黯然失色 咚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一阵响亮的烟花爆竹声 伴随着洪亮的人群鼎沸之声 从平栏外传来 吸引了两人的注意 茶楼里两人停止了交谈 齐齐扭过头来望向了外面 只见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 川流不息 一派节日的气氛 当王冲和徐启琴朝楼下望的时候 正好看到一个花灯队伍从下方穿过 哇塞 好漂亮的花灯啊 汤葫芦 我要买汤葫芦 人群一片热闹 王冲甚至能够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 被父母举在头顶上 但他的注意却完全不在花灯上 而在路边摊贩手中的汤葫芦架上 寒潮已经过去 大战也已经过去几个月 众人已经完全忘记了之前发生的大战 完全沉浸在这种节日的气氛之中 如果只看眼前的场景 甚至会让人感觉整个中途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其实最幸福的还是这些普通百姓 看着下方的场景 徐启琴突然有感而发道 王冲点了点头 同样道 是啊 不管发生什么 又或者未来会发生什么 只有他们的生活 是永远不会发生太大变化的 不管是朝廷里正在讨论的诸国事宜 又或者是更远一些的天神组织威胁 这些普通人通通都不知道 也不需要去忧虑担心 他们只沉浸在眼前的世界 只需要开开心心的忘掉一切 感受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就可以了 有那么一刹那 王冲的目光突然恍惚了一下 冥冥之中 他突然想到了上辈子的自己 那个时候的自己 不就像眼前看到的这些无忧无虑的百姓一样吗 那时的自己仅仅只需要考虑一日三餐 至于国家仇恨以及种种隐秘 那都是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想到这里 王冲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名误 虽然活了一辈子 但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 他恐怕知道的还真没有那么多 徐启勤并不知道王冲心中想的 他的目光望着平栏外 那些忘情欢乐的百姓 似乎被深深的吸引 其实像他们这样活在当下 未尝不是好事 毕竟未来是无法把握的 人生真正能把握的只有现在而已 所以他们才能这么快乐 徐启勤感慨道 徐启勤只是随口一说 但一旁的王冲听到这番话 却瞬间震住了 几乎是下意识 王冲扭过头来 望向徐启勤的脸庞 此时的徐启勤还在被下方游行的队伍所吸引 并没有注意到什么 王冲仔细打亮着徐启勤的侧脸 这一世以来 王冲的心思几乎都放在了对抗大石 对抗安禄山以及天神组织上 也习惯了有徐启勤在背后出谋划策 提供各种后勤支持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 王冲才恍然发现自己似乎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去打亮过徐启勤 和印象中相比 眼前的徐启勤依旧那么美丽 宛如仙子一般 只是和记忆中相比 他的脸色显得苍白了不少 没有了那么多的红润 气色中隐隐透出一丝虚弱 另外那两双带眉也微微皱着 隐隐透着一丝忧虑 似乎和自己一样 同样在担忧着什么东西 那一刹 王冲心中偶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触动 依稀之中 他还记得当初在昆吴训练营中 那个女扮男装意气风发 挑战自己的明媚少女 这一路过来 徐启勤其实替自己承担了许多许多 他的内心也同样的柔软 他其实也希望像平兰卖那些普普通通的京师百姓一样 沉浸在这种简单的快乐之中 但是这些他从来都不会在自己面前说出来 重生以来 自己一直在不停努力 他确实拯救了许多 但冥冥之中也错过了许多 未来确实还有很多的危险 天神组织 天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抑郁入侵者大军 但是或许就像徐启勤说的那样 人不应该只注意到远方而错过了身边 那样的自己恐怕就会像上一辈子一样 哪怕弥补了一些遗憾 但却留下了新的遗憾 那时自己就真的追悔莫及了 启勤 看着身边的家人 王冲心中突然涌起一抹无尽的柔情 怎么了 徐启勤下意识地转过头来 嫁给我好吗 王冲用最轻柔的声音突然开口 啊 徐启勤神色一正 悟得睁大了美眸 那一刻茶楼里的时间都仿佛静止了 然而下一刻似乎明白了什么 徐启勤顿时忍不住满脸飞红 那一刻的家人在朝阳的映照之下 美艳绝伦 就连王冲都不由看得振振失神 嗯 徐启勤别过头点了点头 声音细如闻乐 当王冲要迎娶许家千金 徐启勤的消息传出 整个京师都为之轰动了 皇室 宗室 王公权贵 世家豪门 来自于九州大帝 无数的大唐子民 以及所有的大将军 大都督 甚至包括诸国君王在内 都深深为之震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件事情引起的关注 甚至都快要超过之前 大唐与诸国的战争 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帝国大战 结束之后 王冲绝对成了整个陆地世界 最瞩目的存在 对于九州大帝的大唐子民来说 王冲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真正英雄 人黄纪第1807集 单论影响力 不管是三公九卿夫子 就连先皇李亨在内都无人能出其右 最重要的是 尽管立下了那么多的功勋 在战场上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 击溃了那么多的对手 但王冲到现在为止 都还只有二十岁出头 至今还未婚去 这样一个大英雄大豪杰 他的婚事自然会受到八荒六海 所有人的关注 曾经无数大唐少女身归入梦之时 大唐一玉王便会成为自己的夫君 可最终王冲还是选择了许家千金 许起秦 虽然这让无数身归少女梦碎 但是在帝国之内 凡是知道根底的 却并没有多少人觉得意外 许起秦的身世 虽然没有那么显赫 既非皇室子弟 也非宗室之女 但是许家也是世家大族 在历朝历代都很有名 而且许起秦素有后秦女王之称 除此之外 他还有京师第一才女 和第一美人的称号 从这一方面来说 两人绝对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合 而随着更多的消息传出 京师中即便有再极度许起秦的女子 心中的敌意也淡化了许多 一直以来 王冲南征北战 许起秦都在背后默默支持 一直不停的为他付出 有许起秦在的战争 王冲从来都不用担心后勤的事 曾经为了王冲 许起秦还和家族发生过冲突 这样的女子又如何忍心让人嫉妒 不过真正让这场世纪婚礼沸腾更上一层楼的 还是大唐皇帝李亨的介入 就在得知王冲和许起秦的消息后不久 李亨在宫中喜笑颜开 在为王冲暗暗感到高兴的同时 李亨竟然下诏主动做王冲和许起秦的正婚人 另外还亲自替王冲提亲做两家的媒人 这个消息传出立即进一步引发了更大的轰动 将这场世纪婚礼推上了高峰 且不提外界的动静 此时的王家府邸之中正张灯结彩毫不热闹 王冲的母亲王夫人亲自出面 在各处挂上高高的大红灯笼 而府邸里的丫鬟仆人们也是一个个兴高才烈 忙前忙后 小少爷终于开窍要迎娶许家姑娘 没人比他们更高兴了 谁也不知道小少爷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开窍 但这是所有王家人最希望看到的 小少爷为帝国付出了那么多 自然也应该报得美人归 最重要的是延续王家香火 将王家的传统和影响力进一步延续下去 这绝对是王家的头等大事 虽然婚期还有两个月 但王家早已一派喜气洋洋 三哥 三哥 王家的后厅中烛火摇曳 王冲正和大哥王福二哥王背对坐 一起喝茶品糕点 享受着难得的安闲 几兄弟还没有说上几句话 王家小妹王小瑶 立即抓着两根瓮金大鼓锤 推开大门闯了进来 我见过许家姐姐了 母亲说她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许家姐姐可真的好漂亮 既然她要做我的嫂子了 那我们能不能现在就把她请过来住在我们家 王小瑶一脸的天真烂漫迫不及待 听到王小瑶的话 大厅内三位兄长都是忍俊不禁 现在的王小瑶已经十多岁了 但她对这方面的事情还是一窍不通 王冲结婚 她简直比任何人都要兴奋和激动 三天两头跑到许家去 嫂子长嫂子短的 姚儿 别闹 许姑娘还没有过门 怎么能随随便便住起来 小妹 你再这么胡闹 我给你新做的这两杆梦金大鼓锤 就不要怪二哥收回了 一旁的二哥王辈只是淡淡瞥了一眼王小瑶 莫无表情道 听到后者那句话 王小瑶一下子小脸煞白 忙不迭地将那两杆巨大的梦金大鼓锤藏到身后 一脸警惕 送给我的就是我的 二哥你欺负我 我告诉母亲去 王小瑶突然怒视着二哥王辈 随即拿着两杆梦金大鼓锤 宝贝般地闯了出去 远远的还能听到她气呼呼的声音 娘亲二哥欺负我 后厅里听到王小瑶的话 三兄弟都是摇头失笑 王家就这么一个女儿 因此上上下下 包括王冲在内 对这个小妹都是听之认之 爱护有加 因此这么多年过去 王小瑶的神力增长了不少 但性格还是和以前一样 没有丝毫变化 三弟啊你真的长大了 大哥为你感到骄傲啊 等到王小瑶哭着闹着走出去 后厅内安静下来 大哥王福放下手中的茶杯 望着对面的王冲 有种道 这是我在塞北无意中得到的 一对白尖镯子 做工惊喜 据说是上古某个文明遗落的 就当是大哥的一点心意 作为你们的新婚礼物吧 王福一边说着 一边将一对用上好丝绸包裹的白金镯子 送到王冲手中 长兄如父 越是大的家族 越是规矩森严 正常情况 其实王福才应该第一个成家立业 然后才会轮到王辈和王冲 如今王福还没有成婚 王冲倒是要先一步迎娶许家姑娘了 不过王福内心深处 却没有丝毫的嫉妒 反而深深的为王冲感到高兴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冲现在的成就 远远超过他 正是因为王冲 王家的影响力 才会超过了爷爷在世的时候 没有就此衰落 王冲越是强大 王家便越是兴盛显赫 所有人同气连之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王福性情深厚 在这种事情上 绝不会学那些世家子弟一样 极度自己的兄弟 三弟啊 恭喜你 相比起大哥王福 王辈的话就要简单的多 谢谢大哥二哥 望着眼前的两位兄长 王冲心中涌过阵阵的暖流 这样胸有地宫的安闲 对于王冲也是极为珍贵的 大哥二哥 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们 王冲沉吟片刻 也从怀中取出几件东西来 大哥 这是当初幽州之战 我击败安禄山之后 从他身上得来的世界战甲 战甲已经残破 但我花了一番心思将他补全 你练化之后 应该至少能够提升一个境界 王冲右手一摊 掌心立即出现了一枚 六七寸大小的 袖针黑色战甲 这件战甲 和当初的世界战甲一模一样 只是尺寸小了许多 这是王冲利用自己的空间之力 缩小之后的结果 王家人同气连之 荣辱与共 这是王家人深深明白的 对于王冲来说 他现在的实力 举世汉有敌手 唯一担心的 就只有几个兄弟而已 将世界战甲给大哥王福 便是希望借此 给予他多一宠的自保手段 二哥 你和大哥不同 更加侧重于攻击 这是我从那些天神组织手中 得来的白虎圣像 他是一枚极其强大的古代法器 白虎主杀 和二哥的性格最为契合 另外 白虎圣像的腹中 还有一颗佛陀的青铜蛇蜊 能够压制二哥身上的血脉 对于二哥的修炼有很大帮助 王冲说着 一袖一服 一头栩栩如生 拳头大小的白虎形法器 立即从王冲袖中滑了出来 这是北极之行中 王冲在寒朝原地 从一名半步动天的天神组织 爵士高手手中夺来的 寒朝原地崩塌 那些不断可以附生的黑衣人高手 灵魂失去平衣 几乎只有束手待毙的份 王冲也是在离开的时候 偶然发现其中一名神军的体内有些古怪 便在最后一刹 利用自己掌握的时空之力 从他体内隔空摄取出了这件法器 当 王冲身指一弹 下一刻只听金灵震荡 王冲手中那枚白虎圣像 发出阵阵金属的嗡鸣 瞬息间佛陀绽放 就在那尊白虎背上 立即显现出一尊夹杀佛陀的虚影 当那尊金色的佛陀虚影出现 房间里顿时一片静谧 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安详和平静 而一旁的二哥王辈脸上 更是露出一丝古怪的神色 这么多年 王辈其实也有长足的进步 只是没有王冲那么显赫而已 王辈的天赋并不差 最关键的是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苦苦和身上的狂血症血脉做斗争 但当那只白虎圣像背上的佛陀虚影出现的时候 王辈心中竟然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祥和 似乎体内的狂血症血脉突然之间受到了压制一般 王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看到王辈的反应就知道这种法器的效果显著 他的手腕一抖 手中的世界战甲和白虎圣器立即脱手而出 分别飞向了大哥王辈和二哥王辈 王辈和王辈互相看了一眼 并没有谦虚 很快将王冲送出的世界战甲和白虎圣像 纳入了怀中 迅速开始变化 唷 仅仅只是片刻 大哥王辈的体内立即发出一阵阵的轰鸣 同一时间 王辈体内的气息也同样上涨了一大截 三弟 多谢 片刻之后 两人同时睁开眼睛 一脸郑重道 王冲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时间缓缓过去 距离两人的婚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借着这段难得的安闲时光 王冲开始全力的提升大哥、二哥、王小妹 以及师父协弟老人和乌商村长的实力 王冲现在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师父协弟老人和村长 居安思危 就要尽力的提高己方的实力 才更有把握应付将来的危机 时间缓缓过去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距离王冲和许起前的婚礼 还有一个多月 而此时此刻 王冲的书房之中 一道身影正进危坐 正在查看着手中的各种消息信件 王爷 我们出动了各国人手 甚至连张求坚穷大人他们 都亲自出动 还出动了暗龙卫 但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关于黑衣人的消息 自卑极之行 破坏了黑衣人营地 这些人就游名传案 再没有任何消息和动静 等王冲看到最后一封信件 老鹰助力王冲身后 身体半隐于阴影之中 突然开口道 我不认为他们怕了 或是真的消失了 根据他们以往的行事风格 只怕还有更大的阴谋在酝酿 书房里一片寂静 片刻之后 一个沙哑的声音 突然从书房对面的 另一个角落中响起 伴随着这道声音 一道心肠的身影 脸上戴着厚厚的黑铁面具 从黑暗的角落中走了出来 正是消失已久的无面人 张前驼 连你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吗 王冲皱了下眉头 望着对面的无面人道 无面人没有参与游州遗产 他的使命 和王冲身边的任何人都不同 在李海一意结束之后 无面人像往常一样 混入天神组织中 潜伏在内 折伏不动 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 同时找到天神组织的最高秘密 天的所在 王冲没有想到 就连连无面人都失去了天神组织的踪迹 太前和太时接连被杀 在天神组织内部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另外有个叫太素的人非常厉害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 但这个人似乎已经意识到 有人混入了天神组织内部 开始从内部进行彻查 另外所有受到怀疑的分支 全部被暂停活动 直接解散 我所潜伏的那个分支 就是其一 无面人沉默片刻之后 道 太素 王冲文言也皱起了眉头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无面人虽然轻描淡写 并没有很详细 但是能够知道太素这个名字 已经相当不错了 显然在天神组织中 除了太前和太时 这种实力过人的武道强者 也有智力 谋略和洞察力方面的强者 知道了 王冲微微摆了摆手 随即慢慢闭上了眼睛 陷入了沉思 而书房里 老鹰和无面人立即会议 屏住呼吸 同时往后退去 不敢打扰 两人跟随王冲的时间很长 已经习惯王冲 遇到一些大事的时候 都会像现在一样 闭目沉思 王冲微微扬起头来 喃喃自语 简简单单的一个词 仿佛雷霆划过 在王冲脑海中掀起道道涟漪 游州战争早已结束 北极之行也完全成功 王冲知道了越来越多的秘密 不过知道的越多 王冲心中便越是迷惑 到了最后 王冲恍然发现 所有一切绕来绕去 都绕不过天这个名字 巨兽军团和天神组织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韩朝是天神组织发起的 太史太前太上太炯等人 都是天的手下 所有一切都是天制定的 甚至就连圣皇这么多年 一直防范的人也是天 人皇记第1808集 击败了太史崩毁了极力的时空传送门 并不意味着赢得了和天神组织之间的战争 只要天还活着 一切就原味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只要天愿意 依旧可以轻易的发起第二次进化计划 推翻整个世俗王朝 甚至覆灭整个人类文明 这也是战争结束之后 王冲心中始终有些不安的原因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 别说是天 就连天神组织的行踪都彻底的断了 一瞬间 王冲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知道了 你们先出去吧 王冲摆了摆手 突然开口了 圣皇在世的时候 花了那么多年 费了那么多的心力 一直想要找到天真正的位置 但一直都没能成功 老鹰和无面人他们一时之间 找不到也是正常的 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把你挖出来的 王冲慢慢地夺着步子 走到了窗边 望着窗外溅开的桃花 捏着拳头 心中暗道 王冲深深地吸了口气 平复下来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异痒很不舒服的感觉 从心口传来 开始的时候还不太明显 但是渐渐的越来越强烈 那种感觉就如同火焰焚烧一般 不止如此 当这种烈火灼烧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王冲心中甚至产生了一种 血液沸腾的感觉 是狂血症 王冲心中一领 脑海中抖得闪过一道念头 对于这种感觉 王冲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总觉得这一次的爆发 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狂血症 这是王家隔代遗传的家族遗传病 每代人一般只有一个人才会出现 但是到了这一代 不知道为什么王冲竟然和二哥王辈一样 同样感染了这种疯狂的血症 王冲分明记得在三四年前 他刚刚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已经成功战胜了体内的狂血 并且成功的将他压制下去 不知为什么这种暴虐的欲望 在相隔漫长的时间之后 突然再次爆发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压抑的太久 王冲感觉这一次的狂血症猛烈程度 至少是昔日的十倍以上 就在王冲全力压制的时候 没有丝毫的征兆 轰了一声 心口处那团火焰般杀戮的感觉 猛的爆裂开来 王冲只觉得眼前已红 整个世界瞬间变成了血红 同一时间 瞬息间全身血脉奔张 青筋突起 只觉得心中充满了一股 无穷无尽的杀戮欲望 似乎恨不得立即就大杀一通 怎么会这样 一刹大间 王冲脸色都变了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王冲立即掉击全身的力量 疯狂压制体内的狂血症 对于狂血症 王冲本来应该算是相当有经验 但不知为什么 王冲越是压制 狂血症似乎就越是猛烈 而且以以往的手段 似乎对狂血症完全失效 这让王冲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 这绝不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王冲已经无暇去深思 因为就在他全力压制体内 躁动血液的时候 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嗡 没有丝毫的征兆 一股细如发丝 但却凌厉无辟的杀鸡 陡然破窗而入 没入书房 锁定在王冲身上 王冲本来正在全力压制体内的杀戮欲望 而这一群杀鸡的出现 就像投入火油中的一缕烈焰般 瞬间引爆了王冲心中的杀戮欲望 只不过短短一瞬 王冲心中那种疯狂的意念 瞬间强大了十倍不止 什么人 王冲抖得睁开眼睛 那一刹那 他的双眼布满血丝 鲜红欲低 呼 只是一个眨眼 王冲身形一晃 立即破空而出 钻出了书房 朝着那里杀气传来的方向追踪而去 而几乎是同时 王冲分明看到一道黑影 如同金弓之鸟闪电般朝着远处飞顿而去 哪里逃 王冲神色一冷 几乎是想也不想 立即追了过去 以王冲如今的修为 速度何其之快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王冲和对方的距离 就拉近到了不过数尺而已 下一刻 似乎是知道逃生无望 前方那名蒙面人抖地转过头来 只是诡异的是 那蒙面人目光之中寒光一闪 不但没有丝毫的慌张 反倒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丝诡计得逞的感觉 呼 没有丝毫的犹豫 那名蒙面人一剑刺出 身剑合一 只攻不守 朝着王冲飞射而去 而就在这人出手的同时 一变突起 几乎是同时 其他方向 另外四名一样装束的蒙面人 快如闪电 从另外四处隐蔽的地方 破空而出 五人互相配合 都是身剑合一 速度快捷 而且五人的剑招 都是阴毒无比 招招致命 不留余地 朝死 王冲神色一寒 经历过那么多的尸山血海 生死搏杀 这种级别的战斗 自然不放在他的眼里 不过王冲最关心的 还是这几人的来历 对方能够突破自己部下的防御 绝非泛泛之辈 轰 王冲手掌一挥 但是下一刻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发生了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王冲原本只要擒下这几人 把他们震伤就行了 但是这一几 王冲居然没有控制住力量 就在距离王冲还有数尺的地方 那几名蒙冕人就好像破布袋一般 陡然在半空中猛烈地爆炸开来 一块块残肢碎片飞向四面八方 而五人体内的血液更是如同瀑布一般 喷了王冲满头满脸 一时之间 王冲只觉得眼前整个世界鲜红无比 也仿佛泼了一层浓稠的鲜血一般 顿时整个人都震住了 更恐怖的是 当这些浓稠的血液泼到身上 王冲整个身躯都站立起来 闻到鼻中那股浓烈的鲜血气息 王冲体内一直在苦苦压制的狂血症 立即仿佛猛兽出霞 再也压制不住 王冲仰起头 就连天空中的太阳都变得血一样阴红 并且还引引和王冲体内的狂血互相的呼应 刹那间 无边的血光汹涌而来 西南之战 达罗斯之战 呼罗山之战 西北之战 幽州之战 王冲这辈子经历过的战争 大大小小 全部浮现心头 那些过往的战争场景 残酷如修罗地狱般的骇人场面 纷至他来 纷纷浮现脑海 一将功成万古枯 王冲不是将 而是千古未有的兵胜 他所杀过的人连百万都难以计数 真正的是尸山血海 此时此刻 那一幕幕战争场景 仿佛重演一般 更是将王冲体内的狂血症 推到了顶峰 呼 仅仅只是一瞬间 王冲心口处 那股强烈的杀戮欲望 立即强化了万倍不止 如同火山般猛烈地爆发开来 杀 杀 杀 冥冥之中 王冲只觉得浑身燥热 耳中仿佛有千万个声音 和自己一同生死历劫的呐喊 那股对血液和杀戮的疯狂渴求 压倒了理智 也压倒了所有的一切 在这股疯狂欲念的驱使之下 王冲只觉得眼前一按 除了无间的血红 便什么也看不到了 不好 王冲脸色一白 这一刻 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更加不妙的是 王冲听到耳畔一声轰鸣 那一刻的他在强烈欲望的驱使之下 抖得腾空而去 仿佛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兽一般 正朝着某个地方追寻而去 王冲心中焦急 却什么也做不了了 啊 仅仅是片刻的时间 王冲耳中突然听到了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但是他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也做不了 甚至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救命 救命啊 爷爷 不要 快逃啊 杀人了 一阵阵惶恐的惨叫声淒厉无比 此起彼伏突然在耳畔响起 这是在哪里 搞地发生了什么 这突然的变化让王冲心中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 他拼尽全力试图掌控身体 耳畔的惨叫声依然不断地传来 仿佛只有一刹那 又仿佛过了无数个漫长的世纪 终于王冲只觉眼前一松再次掌握了身体 当王冲睁开眼睛 一股前所未有的浓郁的血腥气息从鼻中传来 而当王冲睁开眼更是被眼前的一幕幕震撼得无以复加 这怎么可能 王冲喃喃自语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时此刻的他正站在高大的皇宫宫门之前 四周是无数扑倒在血泊里的百姓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而在这些尸骸中还有一些断折的花灯和直散 灯笼包括用来庆祝的烟花爆竹 似乎正在举行一场庆变 怎么会这样 王冲瞬间明白了什么 心中阵阵冰凉 魔鬼 他是魔鬼 野狱王 杀人啊 四面八方 无数的精师百姓看着王冲眼中满是惶恐 一刹那间 所有人如碧温一般 纷纷往外逃去 这突然的举动 再次诱发了王冲体内的那股杀戮欲望 冥冥之中 王冲只觉得眼前一按 所有的一切再次变得模糊起来 轰 朦胧之中 王冲看到自己腾空而起 再次朝着密密麻麻的人群追杀而去 轰隆隆 伴随着一阵阵钢器的爆炸声 无数的百姓在王冲的钢器中爆炸开来 不 不要 第一次 王冲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 他拼尽全力想要阻止 但却什么也做不了 突然之间 王冲眼中的视野再次清晰了许多 那一刻 他看到自己眼中掐着一名禁军统领 那名禁军统领的铠甲 在自己的手掌之下早已变形 不知什么时候 禁军也加入了进来 王 王爷 你 你到底在做什么 那名禁军统领眼中又是迷茫又是恐惧 然而迎接他的是咔嚓的一声脆响 王冲手掌一拧 轻易地便拧断了他的脖子 手掌松开 后者就像烂泥一般坠落在地上 发出一阵铿锵的声响 而那一刻 王冲的心中也跟着冷到了极点 杀 只听一阵阵愤怒的立鹤声 四面八方无数的禁军再次扑了上来 而王冲眼前血光弥漫 也再次变得模糊起来 历刃穿过血肉的声音和一阵阵冰死的惨叫声不断传来 朦胧之中 王冲不断看到一道又一道身影 脆弱的如同稻草一般 纷纷倒了下去 王冲的意识实而清晰 实而模糊 他不停地抗争 想要阻止这一切 然而每次清醒的时候 眼中看到的都只有无边的尸骸 和地面上江河般流淌的血液 冲儿 你到底在做什么 突然之间一个痛心疾首的声音从耳中传来 寒风瑟瑟 王冲睁开眼来 看到自己站在无边的尸骸之中 周围已经没有几个站立的身影 而就在他的眼前 师父携地老人长发披伞 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 师父 王冲张口想要呼唤师父 然而口中发出的 却只有一阵阵似人非人 似兽非兽 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 杀 杀 杀 王冲听到自己口中 发出一阵阵疯狂而暴虐的声音 下一刻 呼 一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猛然从自己手中迸发而出 朝着对面的协地老人和乌商村长席卷而去 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王冲清晰地看到师父协地老人和乌商村长 被自己强大的时空之力震飞出去 而同一时间 王冲眼前一红再次变得模糊起来 人黄记第1809集 仅仅只是一瞬 一阵历刃穿过身体的声音从耳中传来 王冲睁开眼看到自己狠狠地抱着师父协地老人 而在他的后背 一柄金黄色的利剑刺透他苍老的身躯 带着一股股肆意流淌的鲜血猛地刺了出来 剑尖直指虚空 不 不 不 刹那间 王冲似乎明白了什么 发出一声悲痛至极的大吼 然而除了他自己 没有任何人能听到这声音 王冲 你做了什么 后方 乌商村长不敢置信的睁大了眼睛 王冲居然用太史的天神之剑杀掉了邪地老人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王冲手中的长剑一扬 苍郎 伴随着一阵轰鸣 一颗头发花白的头颅旋转着飞入高空 无边的痛苦如同潮水般席卷而来 那一刻的王冲宛如万箭穿心 然而所有的这些都阻止不了王冲心中那股强烈的杀戮欲望 杀戮还在继续 大伯 大哥 二哥 小妹 王冲看到无数人像师父一样倒在自己的肩下 王冲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直到这一刻他才突然明白为何王家遗传的这种疯病 被称为狂血症 整个家族世世代代对这种病症视若妖魔未如毒蝎 三四年前这种病症刚刚爆发的时候 或许仅仅只是萌芽 此时此刻那种无边无际想要毁灭世间万物的邪恶欲念 才是他真正的样子 鲜血 尸骸 连续不断的杀戮 就像养分一样 不断喂养着王冲心中那股疯狂的毁灭欲望 王冲的意识开始越来越微弱 清醒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更多的时候眼前只有一片血光 就好像被困在了一个红色的监牢里 什么也看不到 只能听到一阵接一阵此起彼伏 千万人的恐怖嚎叫声 时间不知道持续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王冲也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 十万人 几十万人 百万人 一个动天境的强者陷入疯狂的地步 那种杀戮的效率是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 冲啊冲啊 好像过了一万年 又好像过了更加漫长的世纪 突然间一个熟悉的女子的声音从耳中传来 就像一点灵光透霞 又仿佛万道涟漪散开 王冲只觉得眼前无边无际的血光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点亮光 随即一张熟悉的少女的脸庞 再次出现在了眼前 在漫长的时间之后 王冲终于能够再次感知到外界的存在 眼前是一个陌生的房间 徐启琴穿着他记忆中那件雪白的长裙 他的双手张开挡在自己身前 身后是无数恐惧的眼神 冲啊你要杀就杀我吧放过他们 眼前的家人望着自己 眼中渲染语气满是绝望 几天 王冲心中猛的颤动了一下 然而还没等他多说 那股浓稠的化不开的血红 再次如潮水般席卷而来 同一时间 王冲感觉心中那股暴虐和杀戮的欲望 如同火山熔岩一般 再次爆发开来 杀杀杀 朦胧之中 王冲看到自己手握着那柄金黄色的天神之剑 朝着对面的徐启琴直刺过去 后者满脸的哀伤和绝望 但却没有丝毫的后退 而是挺起胸膛张开双臂 朝着自己的剑尖迎了过去 眼看着徐启琴也将和师父携地老人一样 倒在自己的剑下 电光火石间 一股强烈的精神波动 突然从王冲脑海中迸发而出 不管你是谁 马上从我的脑海中滚出去 那一声爆喝 震动拔荒 如同天地初开 宇宙玄黄 只是短短一瞬间 就在王冲手中的天神之剑 快要刺中徐启琴的最后一刹那 所有的一切 包括王冲心中那股恐怖的杀戮欲望 又如镜子般纷纷破裂粉碎开来 而几乎是同时 以王家釜底为中心 方圆数千丈内大力震动 同一时间 一股磅礴的精神力 如同潮水般无边无际 席卷而出 辐射整个空间 天罗地网 给我出来 电光火石间 王冲的精神力 凝如实质 纵横交错 化为一张巨大的罗网 朝着整个区域搜罗而去 不管对方是谁 即便能够一时将他困住 也不可能一直将他困在幻境之中 对方的实力虽高 但也太小瞧他了 轰隆隆 王冲的精神力强悍无比 瞬间笼罩了整片区域 在强大的精神力冲击之下 整片区域空气震荡 气流汹涌 所有的空气如同海浪般汹涌澎湃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王冲却并没有搜索到任何可疑的踪影 只是王冲的精神力何其强大 仅仅是一瞬间 终究还是让他发现了一些端倪 就在距离王家府邸七八千丈处的地方 虚空中一道隐晦的意识波动了一下 只是一瞬立即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无踪 看来还是太小瞧你了 不过如果你以为这一切仅仅只是幻觉 那就想的太简单了 虚幻和现实可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说不定有一天你以为的幻想将成为真正的现实 明明之中一道意念在王冲脑海中响起 但仅仅只是一瞬 余音鸟鸟那道意念便彻底的消失了 就好像从不曾存在过一样 即便王冲搜索了周围无数的时空 也没有捕捉到他的任何踪迹 仅仅只是片刻 王冲知道对方已经走了 下一刻王冲的精神力有如潮水一般 向着王家府邸书房的方向收缩而去 光芒一闪 书房里王冲从桌岸上站起身来 同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书房里一片寂静 所有的一切都保持着原先的样子 甚至就连书桌上的信件和消息 都还停留在自己翻过的那一页 一切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如同自己的幻觉一般 但王冲却知道这一切绝不是那么简单 精神力迅速地扫过虚空 在确定了周围并没有隐藏的对手之后 王冲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刹那间只见王冲原本看起来红润的脸色 瞬间苍白无比 而额头 额角以及脸面和脖颈 更是突然之间汗如雨水 就好像积蓄了很久的汗水 在这一刻集中释放出来的一般 此时的王冲看起来精神力和体力都消耗极大 远没有之前的从容 对方的实力远比想象中的可怕 那噩梦般的幻境中经历的一切 那在狂血症控制下的疯狂杀戮 虽然并不是真的 但就像对方说的也绝非单纯的幻觉 只有王冲自己知道那种东西对精神和肉体是一种多大的负担 如果不是王冲察觉出了端倪 可能早就着了对方的道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有如此高的修为 王冲微微眯着眼睛 心中涌起一股极大的忌惮 王冲不是普通人 他的意志坚定 精神力凝聚恒星宇宙 更是连深毒大祭司都击败了 就连强如太史 在精神力方面 在他手中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某种程度 王冲甚至认为自己几乎达到了第一人的地步 想要混乱他的感知 入侵他的脑海 并且制造如此逼真的幻境 这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不 放眼天下 正常情况应该没有人可以做到 但是对方弹指之间居然成功做到了 而且还没有惊动任何人 是太素吗 王冲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他的心潮起伏 脑海中几乎是下意识地想到了太素 要想做到这一点 对方至少需要是太自卑级别的顶尖强者 而天神组织的太自卑强者之中 目前自己还没见过的太素绝对是其中之一 不 绝不可能是他 他没有这样的修为 然而很快 王冲便摇了摇头 自己首先否认了 天神组织的十二名太自卑强者自善盛常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差距 但绝不会相差太远 王冲击败过太史 会过太上和太炯 这些人实力虽强 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侵入自己的脑海 并且将自己拖入幻境之中的地步 而且他如果真有这样的能耐 恐怕北极之行的时候 自己见到的就不是两个 而是三个了 虚空寂静 气流涌动 王冲夺着步子 不知不觉走到了书房敞开的窗子前 脑海中此起彼伏 这一刹那 无数的念头 无数的人影 从他的脑海中飞掠而过 普天之下 可以做到这一点 能控制他的精神力的人 屈指可数 既然不是太上太炯 也不是那个至今没见过的太素 那么 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天 王冲口中吐出了一个字 神色顿时变得凝重无比 当那个字吐出 整个书房气氛抖变 那一刹 空间震荡 气流涌动 似乎也承受不住 这个字里所蕴含的非常分量 而王冲这一刻 心中也沉重无比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如果说天底下有一个人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 像那样侵入自己脑海 控制自己的心神 天 天神组织 那位至高无上的领袖 绝对是其中之一 作为存在不知道多少个世纪 连史书上也没有任何记载的强大存在 天的强大恐怕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就连当初的圣皇对天也充满了忌惮 王冲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动用了各种手段 想去寻找天的踪迹 到了最后 天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第一次和自己照面 这一刻 王冲心中思绪翩翩 心潮起伏 尽管得到了对方的行踪 但王冲心中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冥冥之中 王冲刚刚经历的一切 以及天最后消失时所说的那句话 统统浮现在耳边 太逼真了 简直让人分不清现实和幻境 虽然最终那大肆杀戮的场景仅仅只是一场梦 但王冲却有一种感觉 那似乎不仅仅是幻境那么简单 而且王冲有一种直觉 天最后离去之前那番话似乎话里有话 他似乎知道很多和狂血症有关的秘密 为什么天知道这些 狂血症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幻境里的一切只是幻境 还是说终有一天 当狂血症发作最激烈的时候 便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一刻 王冲想到了许多许多 正在沉思的时候 突然之间房门推开 急到身影闯了进来 王爷你怎么样 没事吧 王爷发生什么事了 老鹰和无面人不知何时 去而复返出现在书房中 看着前方的王冲一脸关切道 没事 王冲背对着两人没有回头 只是摆了摆手 现在什么时候 我又是几时让你们离开的 现在是四十三刻 王爷刚刚才让我们离开的 还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老鹰攻着身道 他和无面人互相看了一眼 两人都微微有些诧异 知道了 王冲微微皱了皱眉 但却并没有多说 老鹰和无面人很快出去 而房间里 王冲陷入了沉思 他本来以为最多过了半天的时间 绝不可能像幻境中一样 过了好几天 但却没想到 实际上只有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 比他想象的还要短 天的实力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人黄记第1810集 是趁着我沉思的时候趁虚而入的吗 王冲心中暗暗道 不过很快 王冲就回过神来 恢复了镇定 天的实力强大无疲 目前来说 是任何人都无法匹敌的 但是他也有着无法弥补的巨大缺憾 这一点圣皇也曾经提过 那就是他的肉身被困 无法真身行走人间 所以那个暗算自己的天 应该仅仅只是他的一道分身而已 而且即便是分身 对他来说也应该极为珍贵 有着不少的限制 说不定某种程度上 也会对他的本身造成影响 因为天太谨慎了 如果天的分身足够强大 他根本用不着趁自己分身思考的时候 发动袭击 完全可以正面对付自己 而不用这么偷偷摸摸 同时自己发现他的时候 天也用不着立即顿走 很显然其中还有着很多的引擎 至少现在的天还不足以掌控一切 直接灭杀自己的能力 而反过来 就像圣皇在留给自己的信间中说的 当天有着许多的顾忌被封印的时候 恰恰是找到他对付他最好的机会 天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找到你终结这一切的 而且这一天绝不会太远 王冲心中暗暗道 书房外气流涌动 一半半桃花在风中飘荡 那一刻王冲站在窗前 神色坚定无比 时间一晃而过 自从那天之后 天便彻底的消失 再没有任何消息 就好像从不曾出现过一样 不过尽管如此 王冲却并没有放松警惕 反而加快了自己的计划 仅仅一天之后 王冲便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 大战结束 王冲不但没有削减大唐的兵力 恰恰相反 王冲还加快了大唐军队的扩张和建设 特别是像九鼎部队 暗龙卫这样的特殊部队 王冲直接进行了十几倍 甚至几十倍的大规模扩张 另外 王冲召集了大量的明文师和阵法师 在京师建造了大量 用于聚集灵气的阵法 帮助这些精锐部队加快修炼 同时 王冲也在府中召见了张求尖琼 冤盖苏文 契丹王 西女王 以及木塔西姆三世等人 关于那天和天的遭遇 以及发生的事情 王冲并没有隐瞒 详详细细的告诉了众人 如果换了其他时候 诸国或许还不会相信 但是经历了北极之行 见识了天神组织那不可思议的手段 包括他们在海底建造的古代建筑 在无尽虚空之中开辟出的一个又一个空间 还有那些不可思议根本杀不死的怪物 除了木塔西姆三世之外 没有人认为王冲在威严耸听 某种程度上 诸国对于天神组织的忌惮和畏惧 还远在王冲和大唐之上 如果让他们再经历一次大冰河期那样的大灾难 人类世界和诸国将不复存在 商讨了一夜 诸国很快做出了决定 除了大唐之外 诸国全力配合王冲 从各自的军队之中 调派各种顶尖高手 包括宗派强者在内 加入到了王冲的计划之中 关于这支部队 所有一切都被列入机密 除了王冲 李亨 以及诸国军王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 甚至就连这支部队的番号 都没有人知道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包括王冲的师傅 协地老人和乌商村长 也在王冲的帮助下全力冲击洞天境 另外趁着夜色掩盖 在李亨的默许之下 王冲还进苏府见了苏政辰一面 在苏府留下自己和太史 以及天战斗的全部记忆之后 王冲没有惊动任何人 很快便离开了 时间很快过去 眨眼之间 距离王冲和徐起勤的婚礼 就只有一个月了 清晨 抑郁王府 大殿之中 嗡 王冲盘膝而坐 在昏暗的大殿中 进入了入定的状态 一动不动 在他头顶上方 相隔六七尺的地方 一轮光运仿佛太阳一般 绽放光芒 照耀虚空 一波波磅礴的高等级空间能量 透过那轮光运 向着四面八方 辐射而出 就在那两轮光运的两旁 另外两个异幕一样 只是气息有些不同的王冲 齐齐悬浮在半空之中 闭幕修炼 利用太史留下的光缅神器修炼 可以十倍于正常途径 汲取高等级的时空能量 这是王冲的一个意外发现 时间紧迫 王冲利用这种方式 正在全力打磨自己的几具神胎分身 当初正是凭借着三大神胎的力量 王冲本体才成功打破了瓶颈 提前一步突破到了动天境 拥有了对抗太史的本钱 而现在王冲实力大涨 同时也获得了大量动天境的规则和信息 也可以反过来反补自己的三大神胎 相比起师父鞋弟老人和乌商村长 三大上古神胎天赋异禀 加上和自己浑然一体 反倒更加容易提升境界 如果能够将自己的三大神胎 全部提升到动天境 那么对于王冲乃至整个大唐 将是质的变化 拥有四大动天境强者在手 再加上其他顶尖高手 即便天神组织的其他顶尖太子被强者 同时出现 王冲也毫无畏惧 另外在面对天的时候 王冲也会多一份实力和把握 这也是王冲这段时间 思考对付天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半空之中悬浮的光勉神器突然间暴涨数倍 同一时间又是一波庞大的能量 犹如瀑布般从光勉神器的内部 清泻而出 喷洒到王冲以及半空之中的两大神胎身上 就在这波庞大能量清泻而下的同时 抬头望去 只见光勉神器的内部深处 一道熟悉的身影惊鸿一瞥之间迅速闪过 但只是一眨眼便消失了 那是王冲的大地分身 王冲很早之前就发现 光勉神器内部自成一体 本身就是一个单独的空间 所以王冲就将大地神胎 放到了光勉神器的深处 用来居中协调 同时借用大地神胎的力量 王冲可以加倍光勉神器的作用 从时空深处汲取到更多的 高等级宇宙时空能量 以这种方式修炼 王冲的进境是任何人都难以比拟的 时间缓缓过去 一波又一波高等级的时空能量 仿佛潮汐版有规律的喷洒而下 在这磅礴能量的灌注之下 王冲的几大神胎气息不断增长 实力也越来越强大 甚至连体表也隐隐泛出一丝丝 时空波动的涟漪 不知道过了多久 王冲长说了一口气 感觉到内心深处传来一阵疲惫感 随即缓缓收工 停止了修炼 和很多舞者想象的不同 越是高等级的宇宙能量 对心神意志和体力的消耗就越大 并不是可以一直不眠不休的修炼下去 王冲查看过太史的记忆 就算是太史这样古老的强者 这样高强度的修炼 每天也不会超过三个时辰 而王冲现在已经持续四五个时辰了 即便是在动天境的强者之中 也是极为罕见了 嗡 光芒散去 浩日中那耀眼的光勉神器迅速暗淡 最后化为一道光圈 直接从半空中落下 依附到了王冲的脑后 而王冲的两大神胎身躯一晃 也迅速的缩小 钻入到了王冲的光勉神器之中 消失不见 整座大殿很快恢复了正常 该去趟许家了 王冲从地上站起身来 心中暗暗道 两人婚期将近 虽然具体的事宜 由两方长辈 以及朝廷那边介入主持 不过有些事情 还是需要他亲自出面 而且 也该去见见齐秦了 嗡 王冲心中刚刚转过这个念头 正要推开殿门 离开大殿的时候 一便突起 呼 没有丝毫征兆 大地轰鸣 同一时间 一个熟悉的声音 突然在大殿中响起 深度有变 一欲望 苏来海德拉巴 那声音洪亮无比 但却透着一种 怎么都掩饰不住的虚弱和急迫 深度大祭司 王冲先是一正 随即辨认出来 整个人脸色大变 王冲虽然和他接触不多 但对方却在王冲的脑海中 留下了极神的印象 王冲之所以能够建立现在 名门天下的无伤铁骑 关键便在于这位深度大祭司 所有的乌兹钢武器 全部出自海德拉巴矿石 不过仔细回忆 王冲和这位大祭司之间 有数年没有见过面 而且严格意义上 王冲都没有见过这位 深度大祭司的真面目 王冲怎么都没有想到 居然会在这个时候 听到对方的声音 而且对方的声音如此急迫 嗡 王冲突然之间想到了什么 迅速从怀中取出了 那个深度大祭司 送给自己的方形铁盒 果然 深度大祭司熟悉的声音 再次从铁盒之中传来 老僧意仅时日无多 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必须当面告诉王爷 和天有关 说到这里 铁盒中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同一时间 砰的一声 王冲手中的铁盒 突然有如沙土堆成的堡垒一般 就在王冲的眼前 由内至外轰然破碎 化成一堆最细碎的坟墨 不复存在 王冲看着手中这堆金属粉末 心中抖得掀起万丈波澜 时日无多 什么叫时日无多 神毒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刹那 王冲心中突然有种强烈的不安 一直以来 王冲的精力一直集中在中途 至于其他的地方 根本没有过多的关注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神毒海德拉巴的矿石和大唐息息相关 直接关系到王冲未来的计划 不止如此 在神毒大祭司最后的传音之中 还提到了天 王冲和神毒大祭司有过一次接触 但他从没想过神毒大祭司竟然和天会有什么联系 而且神毒大祭司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时之间 王冲正正的站在那里 脑海中闪过一个又一个念头 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 他需要时间去消化 片刻之后似乎想到了什么 王冲身躯一晃 化为一道闪电 迅速离开大殿 消失在了外面 京师 徐府 作为传承了数个朝代 经久不息的古老世家 虽然也曾有过许多辉煌的时刻 但现在绝对是许家最荣耀 也最瞩目的时刻 南征北战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的至高兵胜 一手铸造现在整个陆地世界最强大的异域王 竟然倾心于许家 被许家大小姐斩下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京师里不知道多少世家大族为之艳羡 这是一份极高的荣誉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 豪杰英雄无数 但所有的豪杰英雄都注定在大唐异域王面前黯然失色 而王许联姻 许家自然也跟着光耀门楣 一荣俱荣 现在的许家张灯劫彩 一片喜庆 热闹程度丝毫不下于王家 然而尽管如此 此时此刻 许家的后院却是一片寂静 所有丫鬟仆人早早的被支开了 甚至就连许家的家主也早早的找了个由头 离开了府邸 而所有的一切 仅仅是因为许家姑爷 刚刚进了徐府 而此时此刻 许起勤的闺房之中 一支精致的紫砂茶壶悬在半空之中 茶水从壶嘴中流出 注入到下方一支精致的茶杯中 发出潺潺的水流声音 一阵淡淡的茶香浸入心脾 在房间中弥漫开来 你想去一趟深度对吗 听完王冲的叙述 许起勤开口问道 他的身姿窈窕 优雅端庄 依然如王冲记忆中的仙子一般 让人一见倾心 这 我暂时还没有决定 王冲犹豫了片刻 开口道 其实充郎不用顾虑我 徐起勤玩耳一笑 似乎知道王冲心中在想什么 两人婚期将近 王冲显然是在顾虑他的想法 所以迟迟还没有下定决心 人皇记第1811集 海德拉巴对于大唐拥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深毒到现在为止都在为应许之地供应人手 无论如何 冲廊都应该过去一趟 深毒大祭司当日留下这枚方形的铁盒 表面上看是为了冲廊防范那些隐藏的黑衣人 但现在来看只怕大祭司早已料到会有今日 所以特意由此安排 从这一点来说 大祭司和天神组织的关系 恐怕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密切 他所掌握的消息恐怕也远超我们的想象 天的行踪一向鬼秘 神龙见首不见尾 到目前为止 冲廊都没有任何一点关于他的信息 而现在大祭司恐怕是目前唯一知道天秘密的人了 切身觉得无论如何 冲廊都应该去一趟深毒 徐起勤放下手中的紫砂壶 一脸平静道 可是只有一个月了 王冲犹豫道 经历了上一辈子 死过一回 失去很多东西 所以才越发知道现在身边人的民族珍贵 王冲希望一直守护在徐起勤身边 与身边重要的人白头偕老 这也是他犹豫的原因 以冲廊现在的修为一来一回 也要不了太长的时间 而且我知道如果不去的话 你心中一定会遗憾的 徐起勤轻声道 听到徐起勤的话 王冲心中略过阵阵暖流 嗯 王冲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无论什么时候 徐起勤永远是那么的通情达理 这也是王冲对他倾心的另外一个原因 将一切安排妥当 留下两句分身把守京师 同时主持向柳大镇 王冲只带了少数几个人随行 很快便离开了 神读和大唐之间相距遥远 不过就像徐起勤说的 以王冲今时今日的实力 再遥远的距离也失去了意义 大约六七天之后 王冲终于抵达了神读 寒风呼啸 就在神读一处高高的灰黑色山岗上 王冲、青阳公子、李四叶、老鹰几人 站立在一起平高眺望 眼前的神读依旧和记忆中的一样 依然是那么的贫瘠 放眼望去一片荒凉 到处都是沼泽和光秃秃的石头 就连众人脚下站立的山岗 都是光秃秃一片 大寒朝结束已经有几个月 中土内陆早已冰雪融化 万物复春 就连桃花都开满枝了 但或许是因为山脉相隔 春风被阻的原因 深毒却依旧是一片冰寒 风吹过 还透着一股寒意 老鹰 王冲突然开口道 王爷 我已经联系过了 情况有些不妙 我们留在海德拉巴的人手 突然之间失去了联系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 老鹰沉声道 神色凝重无比 海德拉巴是大唐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 所有的乌兹钢武器都出自那里 所以在很久之前 王冲就在那里留下了一支大军驻扎 一旦出现外地入侵 这支军队就能够帮助海德拉巴及时防卫 海德拉巴的地形复杂 再加上那些留守的都是大唐精锐 正常情况 面对万人以下的外敌入侵 想要自保完全是绰绰有余 即便抵挡不住 这次留守的部队也能及时求救 将消息传递出来 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点声息都没有 甚至王冲这边飞鸽传信过去 对面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王冲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皱着眉头 他心中了然 这种情况极其不妙 没有意外 那些驻守在海德拉巴的士兵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高先知和安斯顺那边也没有任何消息吗 王冲沉默片刻厚道 距离海德拉巴最近的 就是驻守在大使的高先知和安斯顺 得到海德拉巴出世的消息 王冲除了第一时间联系驻守在海德拉巴的士兵 另外就是让驻守在大使巴格达的高先知和安斯顺 让他们派出人马去查探消息 这是最快知道海德拉巴消息的方法 高先知大人那边消息回得有些晚 按照他们打听到的情况 深读海德拉巴最近好像发生了一些变故 所有的工价全部从海德拉巴跑了 连一个人都找不到 他们详细询问了一番 但当地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老鹰沉声道 没有了 王冲微微皱起了眉头 没有了 最后一次消息是大概三天前发出的 之后就没有了任何讯息 从时间上来看 他们应该是进入了海德拉巴山脉 老鹰低着头 诚恳道 王冲没有说话 眼中流露出了思考的神色 海德拉巴山脉怪事连巡 极其难走 如果以前没有去过那里 一时半会儿恐怕连地点都找不到 王冲当初也是在对方派人接应的情况之下 才找到了地方 如今海德拉巴上面的人手全部跑光 只怕一时半会儿高先知派出的那些人手 还真不一定能找对地方 暂时不用理会他们 我们直接前往海德拉巴 王冲沉吟片刻很快开口道 三天的时间并不长 另外众人所在的地方 距离海德拉巴也不太远了 以王冲的实力 只怕半天左右就能抵达 电光火时间 光芒一闪 一道银白色的光照 如霜似雪 陡然从王冲铁内迸发而出 一把将老鹰 青羊公子 李思叶等人卷入其中 下一刻 王冲带领着几人 腾空而起 如同一发炮弹般消失在远处 半天之后 海德拉巴山脉 从天空俯瞰而下 海德拉巴山脉 如同一头盘蹲在地上的史前巨兽 浑身都长满了尖锐的岩石 而且这座山脉 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雄为挺拔 好浓郁的灼烧味道 一行人高悬在半空之中 还没有落下 青羊公子的鼻子突然抽动两下 立即紧皱着眉头开口道 从众人所在的高度 正常情况下 绝不可能闻到这么浓烈的灼烧味 除非火焰灼烧的规模 庞大到了一定程度 而且更诡异的是 海德拉巴山脉上 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坚硬岩石 到底是什么东西灼烧 能散发出这么浓烈的气味 一行人继续向前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当看到前方的情形 众人终于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么浓烈的灼烧味了 是尸体 李思叶突然开口道 说话时眼皮猛地跳动了一下 作为名门八方的神通大将 数万乌伤铁骑的统领 李思叶一辈子尸山血海 经历了无数的战斗 那种残酷的死亡场面 对李思叶来说 早已司空见惯 算不了什么 但是透过银白色的护照 看到下方临寻的山顶上 兴罗齐步的尸体 李思叶心中还是忍不住 猛烈地跳动了一下 下方山顶上散布的尸体 比想象的还要多 除了皮肤有黑的深毒矿工 李思叶还看到了一些 身披重甲的身影 那是大唐驻守在海德拉巴的精锐 噓 下一刻光芒一闪 王冲带领着众人 如同一颗陨石一般从天而降 落到了下方的海德拉巴山顶上 这里的灼烧味道 比之前在高空中闻到的味道 浓烈了百倍不止 这一刻所有人都知道了灼烧气味的来源 那是皮肉被灼烧的气味 是黑衣人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们引起的 王冲一身滚袍 佇立在山顶上 他的手掌一身 满地的尸骸之中 一道浑身穿着黑袍的尸骸 立即飞了过来 落在王冲身前 啪 王冲手指一跳 这具尸骸的腰身上 一个两指块的木牌立即跃入手中 这木牌上雕刻着一尊黑色的神像 神像的眼眸看起来十分伶俐 仿佛看透到了人的灵魂深处一样 而除此之外 木牌上便再没有任何的标识 就连任何的文字都没有 对于这种风格的令牌 王冲并不陌生 这应该是某位神君麾下的标志 山顶上绝大多数 都是那些深毒人的尸体 但是一路往前 发现的黑人尸体也越来越多 其中一些人还保持着半陆物化的状态 看起来极其的猙獰可怖 战斗早已结束 但是放眼望去 到处都可以看到陆物之火 摩罗之火 聚笔之火 灼烧后的痕迹 尽管并没有看到当日发生的情形 但是从山顶残留的痕迹来看 那场战斗恐怕比想象中的还要惨烈 王爷找到了 就在王冲仔细审视四方的时候 前方神通大将李思叶 手中拿着一样东西 神色凝重 突然快步朝着王冲的方向走了过来 高先知和安斯顺两位大人 派出的部队遭到袭击 全军覆没 全部都死在这里 没有意外 他们恐怕是在山上 撞上那些黑衣人了 李思叶沉声道 他的右手张开 掌心是一块小巧的金属令牌 令牌上还有几个古传字体 铁壁 这是高先知麾下的一支精锐 这次查看海德拉巴的情况 高先知派出的就是这个部队的成员 而听到李思叶的话 所有人都是眼皮一条 大家小心 看来天神组织的人 还没有全部离开 青阳公子神色一领 突然开口道 海德拉巴山脉出世的时间 是在六七天前 而高先知的部队 抵达这儿的时间 则是在三天前 正常情况 那时候海德拉巴山脉上的战斗 已经结束 天神组织的人也应该已经完全撤离 但是从眼前的情况来看 显然并非如此 一瞬间 所有人体内钢气滚动 立即做好了随时作战的准备 而前方 王冲却是神色如常 她的双眸一臂 动念之间一股磅礴的精神力令天地都为之色变 以王冲为中心 瞬间仿佛水银泄地一般 没入整座海德拉巴山脉 这并不是王冲第一次抵达海德拉巴山脉 但是再次抵达这里 在精神力的视野下 感受却和以前截然不同 海德拉巴山脉的地底有很多的结界和阵法 另外海德拉巴山脉的地底深处还有一处庞大的能量核心 这些都会对王冲精神力的探查造成很大的干扰 不过王冲依旧还是探查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们的主力已经离开了 余下的只是一些杂鱼而已 片刻之后 王冲睁开眼睛开口道 刷 声音未落 王冲体内的银白色护照再次迸发而出 带着众人犹如鬼魅般消失在了原地 海德拉巴山脉的东北部 一处巨大的矿洞中湿海满地 这里曾经是海德拉巴矿石的重要采集地 在那些乱石之中 还可以看到一架架王冲设计的 用来采集海德拉巴矿石的废弃机械 嗯 走吧 任务已经完成 必须尽快撤离这里了 满地的湿海和乱石堆之中 一名看起来领袖人物般的黑衣人 沉声道 巴格达的大唐军队已经出现在山脉 很显然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里 要不了多久 大唐的那位恐怕也会很快抵达这里 来不及了 你们没有人可以离开这里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冷峻的声音突然从头顶传来 水 众人齐齐色变 纷纷抬头望了过去 然而就在下一刻 就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之中 一只银白色的巨手大如山鸾 猛然朝着众人的头顶露了下来 惊天的爆炸声中 伴随着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无数的黑衣人在狂暴的钢器中粉身碎骨 爆炸开来 战斗开始的快 结束的更快 只不过眨眼间 除了为首的那名黑衣人首领 整个矿洞之中 再没有一个站立的人 毁灭之子 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王冲 为首的那名黑衣人首领 浑身一颤 抖得睁大了眼睛 你认识我 王冲眉头一挑 略有些意外 随即冷冷笑道 看来我在天神组织内部 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竟然连一个小头目 都认识我 等一下 别别别杀我 你想知道什么 我统统都告诉你 那名黑衣人首领脸色苍白 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恐惧 太前被杀 太史被杀 净化计划失败 寒朝原地被毁 现在的王冲 在整个天神组织内部 的的确确 已经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状态 甚至就连他们 这种普通的黑衣人高手 都是如雷贯耳 深深为之恐惧 当年的大唐圣皇也令人畏惧 片子一见的威力 简直如同神话 是所有人深深的噩梦 但是那位大唐的圣皇 毕竟高居庙堂 不会轻易出手 然而王冲一路走来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 死在他的手中了 这由不得他们不害怕 人皇记第1812集 不必了 你想说的 我全部都会知道 王冲右手笔直 掐着那名黑衣人首领的脖子 将他钉在半空 声音未落 王冲心念一动 磅礴的精神力 有如潮水般 汹涌浩荡 直接重刷进了这名 黑衣人首领的脑海之中 下一刻 王冲很轻易的 就控制住了这名 黑衣人首领的心神 并且看到了 他脑海中所有的记忆 黑衣人组织纪律森严 所有最核心秘密 都会在脑海中施加禁止 根本不可能破解 不过再强大的禁止 也无法屏蔽六天前 他们看到的东西 透过这名黑衣人首领的记忆 王冲很快就看到了 海德拉巴山脉发生的一切 王冲的消息并没有错 大约六天前 大量的黑衣人接到召唤 聚集到了海德拉巴山脉 至少有数以千计的黑衣人高手 或者半陆物化或者半修罗化 纷纷冲上了山顶 整个海德拉巴山顶到处都是他们发出的摩罗之火 聚笔之火和陆物之火 海德拉巴山上有数以万计的矿工 还有王冲留下的守军 并且还配备了车弩 但这只是用来防备世俗势力的进攻 根本挡不住这些黑衣人 所有的一切不出王冲的预料 但是所有黑衣人中 虽让王冲印象深刻的 却是一名气息庞大 仿佛后日一般 某种程度甚至比太史 都要强大不少的身影 王冲听到了那些人对他的称呼 太素 是他 王冲眼皮抖的跳动了一下 无面人曾经说过 天神组织中 一名叫做太素的太子卫强者 已经开始接管天神组织 并且察觉到了组织内部混入了外人 王冲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个太素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 并且组织了这次针对海德拉巴的行动 他们这么大的阵仗 到底想做什么 王冲心中暗暗震动 除了太素之外 透过这名黑衣人首领 王冲还看到了另外两道 气息仿佛山巒大海般的强大存在 这两人没有太素强大 但绝对也是太子卫的强者 没有意外 恐怕就是当初在北极边缘出现的太上和太久 一个小小的海德拉巴 竟然吸引了三名太子卫的强者 简直不可思议 至少以前王冲还并没有遇到过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吗 王冲微微眯着眼睛 脑海中浮现了那位深毒大祭司的身影 海德拉巴虽然极为重要 每年出产的乌兹钢武器 能达到数万把 但王冲并不认为太素太上太炯之流的 顶尖强者会看得上这种世俗的武器 不过王冲心中也因此越发的迷惑 大祭司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王冲喃喃自语 脑海中瞬息间闪过无数的念头 想到这里王冲心里再也按捺不住 王冲手掌一拧 瞬间掐断了那名黑人首领的脖子 将他的尸体丢在地上 随即一股黑褐色的涟漪 以王冲为中心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那黑褐色的涟漪所过之处 坚硬的岩石如同水流一般荡漾开来 而王冲身形一晃 立即施展遁地之术 消失在了海德拉巴山脉的深处 这次海德拉巴之行 三大神胎分身中 王冲唯一带的就是大地神胎 这尊神胎直接被王冲 放入了光敏神器之中 这样也可以随时调动他的遁地之术 一层层坚硬的岩石如同水流一般 从两侧往后流去 王冲速度极快一路往下沉去 很快就抵达了近千米深的地底 一路往下 到处都是参与的战斗后的痕迹 高等级的宇宙能量互相碰撞 即便在战斗很久之后 也依旧残留在虚空之中 并没有完全散去 令人心惊不已 不止如此 王冲的精神散发出去 瞬间就捕捉到了海德拉巴山脉深处 那个浩如烟海毁天灭地 足以让任何人为之敬畏的巨大能量源 只是和记忆中的不同 那处无穷无尽的能量源 此时给人的感觉起伏不定 一片紊乱 似乎曾经遭受过极其强烈的冲击和干扰 他们在地底曾经发生过极其激烈的战斗 王冲脑海中闪过一道念头 顿时明白了什么 从虚空之中残留的能量波动来看 出手的一方毫无疑问 应该是太速太上以及太炯 他们一路直接进入了地底 并且和那位深毒的大祭司激烈交手 王冲无法揣测当时具体的情况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战况极其激烈 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了 想起深毒大祭司 王冲心中有种强烈的不安 整片区域 所有时空深处遗留下来的气息 都强烈到仿佛火焰灼烧一样 那种炽热的能量 在王冲的感觉之中 甚至还要超过了当初 他和太史之间的战斗 天神组织有备而来 太速太上以及太炯三人联手 这绝不是深毒大祭司一个人抵挡得住的 王冲想到此处 立即加快速度 朝着记忆中深毒大祭司 曾经召见自己的那处隐秘的洞窟飞掠而去 王冲仔细回忆着 当时和深毒大祭司相见的场景 当时修为太敌 很多东西都看不明白 然而此时回想 深毒大祭司显然已经位列了洞天 已经完全掌控了时空之力 他当时将自己送出地下的方式 明显就是动用了时空之力 另外深毒大祭司藏身的那处洞窟 此时回想绝不是那么简单 除了一些强大的进制 深毒大祭司还在其中 动用了一些高层次的空间能力 这种能力有些类似于天神组织 在寒朝原地开辟的那些小空间 如果没有找到入口 想要找到那里绝没有那么容易 找到了 仅仅只是片刻 凭借着记忆 王冲很快找到了通往深毒大祭司 所在的空间入口 那是一条蜿蜒的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道 搜 王冲脚下一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闪过 下一刻 王冲顺着宅小的石道 很快向着深处的空间而去 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嗡 王冲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 果然成功地再次进入了那处 记忆中的洞窟之中 什么人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王冲从石道中钻出的刹那 突然之间一阵低含声从耳边传来 声音未落 整个空间上方陡然一暗 同一时间 一股庞大的力量重如山月 同时还透着一股拙烈的火焰味道 直接朝着王冲押了下来 找死 王冲的反应也极快 时至今日普天之下 能够威胁到他的人还没有几个 呼 就在感觉到危险的同时 他的心念一动 瞬间激起光敏神器 一道坚实的堡垒 立即抵挡在上方 同时 王冲手掌一番 一轮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由小变大 迅速震荡开来 同时裹挟着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反过来朝着对方席卷而去 两股庞大的力量相交 伴随着山崩海啸般的空气轰鸣 王冲瞬间就阵列了对方的攻击 强大的力量排山倒海 更是直接将对方狠狠震飞到了洞壁之上 而几乎是同时 王冲惊鸿一瞥 也看到了那名伏击自己的黑衣人强者 对方脸上戴着一张金色的面具 全身黑袍照体 并且躲在洞壁的边缘 收敛了全身的气息 正常情况根本察觉不出来 如果不是王冲修为极高 这一击恐怕还真让对方得手了 给我死 王冲目光一寒 想也不想 立即手掌一番 手中暗金色的光芒闪动 紧跟着就是第二张 排山倒海般的拍了过去 这一张威力比之前更大 而且蕴含了一股强大的 时空粉碎之力 凭借着压倒性的力量 绝对可以干掉对方 等一等 出乎意料 对方看到王冲浑身一震 大声阻止道 同时手掌一伸 啪的一下摘掉脸上那张冷峻的金色面具 天神组织的人都该杀 不管对方做什么 对于王冲来说都是多此一举而已 也改变不了他的杀心 不过饶氏王冲已经下定了决心 在看到面具下那张脸庞的时候 也不由的依旧全身矩阵露出了一丝震撼的神色 是你 那张金色面具下是一张此时此刻 王冲万万没有想到的脸庞 大石 大祭司 西北之战 这位大石传说中活了数百年来历神秘的大祭司和古太白 冰临大唐 最后王冲凭借着自己领悟创造的恒星宇宙 成功的重创了大石大祭司令他灵魂破碎 尸身也从巨兽身上坠落下来 不过战后大石大祭司的尸身并没有找到 而且和大祭司战斗的时候 王冲的感觉并没有彻底的杀掉这位大石大祭司 虽然当时王冲内心深处也感觉有些不安 只觉得以后还会留下后患 但是自此之后 那位大石的大祭司就从此消失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甚至就连攻占巴格达那一站 这位大石的大祭司也没有出现过 时间一久就连王冲也不知不觉淡忘掉了他 将他抛诸脑后 但是王冲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会在这个时候 在深毒大祭司最隐秘的洞窟之中 这个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 原来是你 王冲认出大祭司 心中杀鸡不减反增 就连出招都没有丝毫的停留 反而加快了不少 狠狠的朝着对方轰去 你这是自寻死路 洞窟之中地方狭小 而且周围还有很多的禁止 根本不可能破开空间逃走 对方就算想逃也逃不掉 这位大使大祭司等于是自投罗网 正好一劳永逸 永绝后患 一余王 我们是有非的 千万东收 看到王冲动手 大使大祭司也豁得变了脸色 他的手掌一翻 迅速记起一股缩形法器 化为一道钢器壁垒护住自己 同时一股庞大的精神力轰隆一声 如同海巢般撞得过去 将自己的意念传递过去 而且 难道你不想见深度大祭司了吗 王冲毁天灭地的洞天镜力量 本来已经落到了大使大祭司的头顶 距离只有数尺而已 哪怕对方身上有内眉缩形法器 王冲也有把握可以杀掉他 不过听到最后一句话 刹那间仿佛时间静止一般 最后一刹那 王冲手掌一收 所有的攻击立即有如河水般消失 被王冲散入时空深处化解无形 你把他怎么样了 王冲目光一寒 盯着前方的大使大祭司道 已欲望你误会了 看到王冲收手 大使大祭司长鼠了一口气 誓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东北幽州一战后 王冲击杀太史 一身实力出神入化 早已超越了世间绝大多数强者 哪怕当初和王冲战斗的时候 他还保留了绝大部分的实力 也依然不是王冲的对手 唉 其实和你想的相反 我并不属于天身阻止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我们或许并非梦友 但也绝非敌人 另外 天身阻止也并非全部都是坏的 大使大祭司沉声道 声音未落 大使大祭司心神一动 立即放开了体内的禁止 随即一股庞大的气息 从他的体内爆发而出 而大使大祭司浑身的实力 也节节暴涨 一路从入微镜 直接达到了半步动天 而且从他身上涌出的气息来看 距离真正踏足动天境 也只差了一丝而已 此时的大使大祭司 哪里还有一丁点文弱的精神力 术实的样子 就算当初的古太白和他相比 实力也要差一大截 如果我有心杀你 以我本体的实力 当日喜悲一战 你应该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大使大祭司说完 一脸平静地看着王冲道 人黄祭第1813集 王冲没有说话 但眼中却是变幻不定 事情的发展有些超出他的预料 大使大祭司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放到半年多前西北大战的时候 如果他也有这番实力 那一战的结果恐怕很难预料 一个古太白就需要所有人清理对付 再加一个半步动天巅峰的大使大祭司 众人几乎不可能胜出 你到底是谁 王冲眯着眼睛冷声道 这一刻他都有些拿捏不准 这位大使大祭司的目的了 看起来他既不属于自己这一方 也不属于天神组织那一方 哈哈哈哈哈哈 一语王能够明白其中的差别就好 大使大祭司微微一笑 直到王冲已经明白过来 我是谁五官金药 一语王只需要知道 我不是第一人就信了 而且我想一语王现在更相见的是零一个人 而不是我 大使大祭司说着 手掌在洞地上一按 轰隆隆 下一刻地动天摇 伴随着一阵惊天的激阔声 一条窄小的涌道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以往跟我来吧 他已经妥不了太长的时间了 大使大祭司说完 竟只转过身来 走入了涌道之中 王冲沉宁片刻很快跟着走了进去 以他现在的修为 除了天之外 能让他忌惮的人还真没有几个 涌道并不长 一路往里 片刻之后 就来到了一间石室 石室非常狭小 比这外面的洞窟还要小上许多 而且整个石室也非常的简陋 除了正中央一个圆形的小石桌之外 其余别无他物 不过最吸引王冲注意的 却是小石桌上面的一样东西 那是一颗双眸紧闭的头颅 那颗头颅肤色有黑 明显属于一个深毒的僧人 这是 看到这颗头颅 王冲的眼皮猛地跳动了一下 不愧是一欲望 这么快就察觉出了端倪 怪不得胎使会撕在你的手里 大石大祭司眼中闪过一丝赞赏的神色 这位就是找你过来的那位 我知道你习惯称他为大祭司 不过在我们来说更习惯称呼他为台渊 大石大祭司只是随口一说 但王冲双耳却是一阵轰鸣 尽管心中早就有些猜测 但从大石大祭司的口中听到太原这个名字 王冲还是感觉到了极大的震撼 所以大祭司也是十二个太子碑中的人物 王冲沉声道 能知道十二太子碑这几个子 看来很多东西已经用不着窝结实了 大唐的那位圣皇应该已经教了你许多 大石大祭司淡然道 为什么要杀他 王冲眉头紧皱沉声道 十二个太子碑的强者是天神组织的核心骨干 也是天的最强力的左膀右臂 按道理所有太子碑的强者应该都是一起的 而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三名太子碑的强者联手攻入深毒 对付另一个太子碑强者 因为很久之前他们就已经决裂了 他早就已经不属于天神阻止了 大石大祭司一脸微笑道 轰隆一声 大石大祭司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听在王冲耳中却是瞬间掀起了万丈波澜 十二位太子被强者决裂 这个消息可以说是王冲目前听到过的最震撼的消息 为什么 王冲沉声道 他的心中起伏 但脸上却依旧保持着冷静 并没有丝毫表露出来 你想问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我确信 你想问的应该也不止这一个问题 与其问我 还不如让他来回答吧 毕竟他才是天神阻止真正的核心 有些秘密我未必知道 但他却一定知道 而且这也是他找你过来的原因 不是吗 大石大祭司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目光一转望向了桌上的那颗头颅 王冲的目光也同样落在桌上的头颅上 从表面上看 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神读人 并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然而王冲修为月身 相比起幽州之战 实力又精健了不少 所以进入石室之后 很快察觉到了这颗头颅深处 一点隐晦熟悉的气息 这颗头颅是我从海德拉巴山上 随意招的一个神读人的尸体 这次行动以太苏为首 更有太上 太窘 两人随行 想要从他们手下救人 根本不可能 我也只能是在最后一刻 保留了他的一死灵魂 然后供应到了这名 海德拉巴狂工的透露之中 你的时间不会很多 尽量把我集会吧 我也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大师大祭司说着 一根枯瘦的手指深处轻轻一弹 一点忧绿色的光芒 如同萤火一般 立即没入到了石桌上的头颅内 石桌上的头颅 开始还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片刻之后 如同春风吹拂 大地复苏 一股王冲熟悉的气息 立即猛烈的迸发出来 嗡 好像只有一刹那 又仿佛过了无数个漫长的世纪 伴随着一阵细不可查的声响 就在王冲和大师大祭司的目光之中 石桌上那颗头颅眼皮 微微颤动了一下 随即慢慢地睁开眼来 那一刹那 时间都仿佛静止了 唉 终于还是到了这一刻 伴随着一阵深深的胃胎 石桌上的头颅突然开口了 眼神之中透露出一股说不出的沧脏 一间昏暗简陋的时事 一个没有身躯的头颅 眼前的一切都说不出的诡异 然而更诡异的是 即便没有了身躯 这颗头颅竟然还能够开口说话 然而不管是王冲还是大师大祭司 都没有任何的差异 修为达到他们这种地步 顿悟了天地的本源 却是可以做到一些在寻常人眼中 有如神话般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前辈晚辈来晚了 王冲看着眼前的身躯大祭司 或者应该说是太原 上前行了一礼 就在低头的刹那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黯淡的神色 大祭司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王冲心知肚明 这恐怕是自己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 生死有命 而且老僧已经活了上万年的时间 已经远远超过普通人了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万物有其心也滋有其衰 王爷不必替老僧伤感 太原一脸的平静 眼中透着一丝看透世事的从容 而且相比起老僧这个人的生死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老僧在弥留之际 特意将王爷从潜力之外招来的原因 说到最后一句 太原的神情凝重了许多 王冲心中一跳 下意识地望了过去 天快要出事了 太原沉声道 太原平平淡淡的一句话 如同一块巨石坠下 瞬间在王冲心中掀起了万丈布兰 什么 但凡对天神组织有所了解 就不会不明白 太原这句话代表着什么意思 到目前为止 整个陆地世界 天是唯一一个明确已经达到神武境的强者 也是唯一一个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神的人 这一点就连圣皇都不曾达到过 到目前为止 王冲之所以还能在场面上压制住天神组织的人 甚至连太史都被他杀了 就是因为天一直处于本体被封印的状态 如果天脱印而出 成功出世 那么一切就会截然不同 对于这个世界 那恐怕那时就是真正的世界末日 王冲下意识看了旁边的大师大祭司一眼 后者一脸平静 显然后者早已知晓 不过你暂时不用担心 事情还没有到这一步 只是天已经这么做了 这一次他派台苏 台上台军来 就是为了驱走在我这里的一枚印记 印记 王冲眉头一紧反问道 就是这个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大师大祭司手掌一伸 一股明亮的钢气从他的掌心喷布而出 在半空中凝结 投射出一个巴掌大小的圆盘形印记 印记呈金黑两色 中间有熔岩烈焰的图案 末日印记 看到大师大祭司掌中的图案 王冲浑身俱阵脱口而出 这怎么可能 王冲对末日印记并不陌生 但是按他所知 末日印记的作用是打开世界大门 将那些抑郁入侵者大规模放进来 怎么又会和天的脱困息息相关 你知道这个 看到王冲的反应 反倒轮到大师大祭司和太原两人惊讶了 不由齐齐望着王冲 按照他们所知 王冲以前没有见过猜对 此事说来话长 前辈 这个印记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能够放出被困的天 还有 当初是谁封印的天 天神组织到底是什么 王冲沉声道 一连问了数个问题 即便你不问这些 我也会告诉你 太原并没有太大的起伏 似乎早已料到王冲会有此疑问 经过这次的进化计划 想必你早已知道 人类的文明并非一成不变 每过一段时间 所有一切都会被摧毁 那场摧毁并非你看到的冰封炉地 而是整个世界都会被彻底的摧毁 一旦到了那种地步 人类的文明就会重新归零 而新的文明也会在飞墟上重新诞生 重新开始 这样一个兴衰轮回 你可以称之为结 而我们称之为一个纪缘 所谓的印记 也就是你口中的末日印记 是整个世界崩毁之后 遗留的一些本源东西 其中晕含着天地规则 世界本源 还有一些其他复杂的东西 每一个纪缘终结 才会有一定的概率 诞生一个印记 所以几期的珍贵 到目前为止 这样的印记 只有七个而已 王冲没有说话 只是仔细的倾听 没有放过太原说的每一个字 在此之前 所有一切 王冲只能凭借上辈子的记忆 暗自揣测 这是第一次有人向他述说一切的起源 王冲心知肚明 今日太原所说的话 将对自己 乃至以后整个世界 产生极大的影响 至于我们 太原说到此处 顿了顿 瞥了王冲一眼 缓缓道 想比你也猜到了 我们这些太子卑 就是格格集园 残留下来的人类 天神祖旨 只是我们聚在一起 随意明明的罢了 而且 对我们更准确的称呼 应该是 机缘之子 听到太原的话 王冲只觉得两耳嗡鸣 机缘之子 活过了一个机缘 太原所说的内容 已经完全打翻了王冲的认知 他从来没有想过 真相居然是这个 一个人到底能活多久 十年 百年 千年 甚至万年 如果是在之前 王冲 只会认为 这所有一切 都是胡说八道 但是作为 天神组织的太子被强者 太原 根本没有必要 对自己说谎 一直以来 王冲 一直都把天神组织 当成一个在背后 默默 默默左右人类文明的阴谋家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邪恶组织 但是按照太原的说法 他们其实只是一个个人类文明的移民 只是这种人类文明的时间计量方式 要远比克刚帝国 又或者是兰德圣尔文明长得多 如果太原说的没错 这也能够说明天神组织 为什么掌握了那么多功法 技术和法器 而且如果这点成立 天神组织的人 包括天 存活的时间 恐怕比外界传说的 还要长得多 人黄纪第1814集 照你所说 你们本来是一体的 为什么后来决裂了 天甚至还派出了太宿 太上和太炯对付你 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就回过神来 沉声道 听到王冲的话 一旁的大师大祭司眼中 波动了一下 而太原的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唏嘘 唉 你说的不错 正常情况 我们确实是一体的 十二个太子卑 代表着十二个集园之子 而且我们几乎所有人 都是天从豪杰中 揪下的人 亦或许现在以为 我们太子卑 全部都是天的布下 但是在更糟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关系 更类似朋友 只可惜 世上没有什么 是已成不变的 这所有的一切 都源自于天的 景画计划 你去过寒朝原地 应该也有所了解 太原道 王冲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净化计划 更准确的说法 是人类灭绝计划 如果让天成功 整个世界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而余下的人类 也只是变成了天 圈养的傀儡而已 王冲 王冲虽是兵胜 号称杀人营野 至今杀过的诸国士兵 有百余万 但是和天的进化计划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天到底想做什么 想把整个人类全部灭绝吗 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 王冲沉声道 你错了 天的出发点 未必是坏的 只是他使用的手法 让我们无法认同罢了 太原摇了摇头 接着道 天之所以会推行景画计划 所有的一切 都起源于抑郁入侵者 听到最后那几个字 王冲浑身俱阵 在太原提到的所有信息中 除了天的消息 没有任何消息 比抑郁入侵者这几个字 更令王冲关注 如果说这个世界 有人知道抑郁入侵者的真相 必定就只有天神组织了 即便王冲两世为人 在这一方面 也远远无法和天神组织相比 你已经知道了 一旁大石大祭司 眉头一条 有些意外道 嗯 王冲没有否认 倒是石桌上的太原 神色如常 并不意外 那些抑郁入侵者 到底是什么 王冲沉声道 神情前所未有的专注 此时此刻 就连王冲心中都不由微微有些紧张 借助命运之时转生 王冲知道很多上辈子 不知道的真相 唯独那些抑郁入侵者 王冲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头绪 这个 恐怕连我也没办法回答你 出乎预料 太原摇了摇头 直接否认了 我们只知道这些抑郁入侵者 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出现 我们尝试过去探寻他们的秘密 但全部都失败了 宇宙之中有一重巨大的屏障 我们根本无法穿越那里 天在我们所有人中实力最高 他知道关于抑郁入侵者的更多秘密 我隐约记得几个机缘之前 天穿过了那道屏障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此后天就对那段经历回眸入身 再没有提起过 但是一欲如侵者 却并没有随之解决 依旧是每隔一段时间 搭居进入我们的世界 宇宙屏障 王冲眼睛微眯 敏锐地察觉到了太原话中的一个重要信息 后来呢 王冲接着道 后来几个机缘的时间 我们和天接近全力 想要阻止那些一日入侵者 但是最后都失败了 最关键的是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天变了 说到后来 太原叹息了一声 一刹那 王冲心中猛地跳动一下 耳中只听太原接着道 我不知道天到底想到了什么 没有多久 净化计划迎运而生 我们十二名太子卑 就是在那个时候决裂了 到底什么是净化计划 王冲问道 尽管经历过了一次 但对于所谓的净化计划 王冲依旧云里雾里 不太明白 大鱼之衰的故事 你听过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大石大祭司插了一句 呼 嗯 仿佛一道惊雷落下 王冲望着眼前的两人浑身俱阵 陡然之间明白了什么 净化计划 大鱼之水 难道说 嗯 看来你已经明白了 万事万物 都逃不过轮回和死亡 花草树木是如此 人类是如此 世界同样如此 一次又一次的毁灭 一次又一次的冲声 不光我们做什么 都无法改变这一切 太原悠悠的声音 在时事中响起 他的眼眸缓缓闭上 那张脸庞上流露出 一丝回忆的神色 整个人的思绪 也似乎回到了 久远的时代之前 没有人知道 那些抑郁入侵者的 目的是什么 只知道他们会把整个世界 彻底摧毁后 消失不见 如此 轴而复始 循环王父 王冲没有说话 眼中露出一丝 回忆的神色 对于其他人来说 太原所说的内容 仅仅只是一番描述 但是对于王冲来说 却是他真真切切的经历 冥冲中 那大地崩裂 血与火纷飞 尸海满地 又如人间地狱般的场景 浮现在王冲的脑海中 那是他永远都不愿回忆的痛 或许是因为无数次的失败 失去了信心 天推出了金花计划 既然一余如千者的目的是摧毁整个世界 那么索性就净化整个人类世界 想在一余如千者之前 回掉大部分人类 只留下少部分 作为未来的新世界的中子 博洒新的温明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 保留每个机缘的温明 似乎是消耗太多的精力 太原的声音 渐渐透出一丝虚弱 当初这个计划 得到了太俗 太史 太上 太凶的支持 但是我和另外一些人 却始终无法沟通 将那一个个活生生的希望抹杀 摧毁数以千万级的认口 让曾经繁华的人类世界 化为一片死寂的地狱 我们做的事情 和那些冰冷的一余如千者 又有什么区别 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我们发现天 渐渐变得冷漠无情 甚至渐渐失去了 作为人类该有的情感 那些世间的生灵 对他来说 已经如同蝼蚁 这和最初的他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理念不同 无法沟通田的计划 十二太子卑 就此分道扬镳 很久之前 我就离开天神组织 隐藏起来 除我以外 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人 离开天神组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所以都采用了不通的方法 太元陈省道 其他人呢 按照前辈的说法 离开天神组织的远 不止前辈一个人 王冲问道 太子卑强者分道扬镳 如果离开天神组织的不止一个 那就意味着自己可以想办法 找到其他的太子卑强者 联合他们的力量一起对付天 这可以说是王冲听到的最好消息 其中有很多人你都不陌生 只是他们并没有用太子卑的名号诗人 你应该知道五四藏的大雪山神庙吧 那里是一位太子卑的隐身之处 叫太医 太元陈省道 神庙圣僧 王冲眉心一跳 大为意外 大雪山神庙的名字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如果天一直在寻找叛逃的太子卑 没有理由不止到那里 至少相比起低调无比 隐藏在这处小空间的太原 大雪山神庙明显更显眼 太医跟随天的事件 比我还要久远 而且太医的机缘崩灭时 担上了一件极为庞大的发器 被他连成了本命神器 他用那件神器 招住了整个大雪山神庙 在他的区域范围之内 太医可以调动整个五四藏高原的地气 同时压制其他太子卑的势力 所以这么多年 即便天知道太医在那里 但不管是太师还是太素 都不敢轻易地踏足 太原道 王冲没有说话 脑海中此起彼伏 深读大祭司是天神组织的太子卫强者 大雪山神庙的圣僧同样如此 当年天神组织内乱的时候 还不知道有多少太子卫强者叛逃而出 隐姓埋名 以其他面目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这一刹那 王冲只觉得将整个世界的认知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如今看来 所有一切都似乎和天神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石大祭司成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石帝国 整个深读由太原一人维护 而乌斯藏帝国更是以大雪山神庙为尊 几乎所有乌斯藏武将都出自那里 王冲不知道那些他习以为常的东西 到底还有多少和他们脱不了关系 深读和乌斯藏近在咫尺 太苏代人出现在这里 太依旧无动于衷吗 王冲突然道 没有用的 天的分身去了那里 说话的不是太原 而是一旁的大石大祭司 作为天神组织的内应 大石大祭司知道的内情远比王冲多得多 一句天的分身去了那里 已经足以解释太医 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这里 一瞬间 王冲沉默了 十二名太子卑 并非是你想象的攻守联盟 虽然我们有些人是因为不认同天的理念 不赞同精华计划才离开 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 不要因为太子卑分裂 就觉得可以把所有叛逃的人究极 这一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似乎知道王冲心中所想 太原的语气中罕见的流露出了一丝警告 十二名太子卑 并非都是山人 在机缘捧灭之前 有些人本来就是恶观满影 杀人营业的魔头 沉沿了片刻 太原的语气突然弱化了许多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七个末日印记 蕴含着莫大的力量 这是整个世界生死存亡的关键 如果让天全部得到 他就能够成功地坡风而出 到那时候就真正的是武力徽天 大罗的印记已经被天带走 如果天又得到了我的印记 距离他突困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紧了 我们当初从天神阻止离开的时候 特意带走了这些末日印记 为的就是拖延时间阻止天的处事 但是现在看来 一切已经到了尽头 一语王 你记住了 无论如何 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 如果让他成功 整个人类世界 延续无数载的文明 将会彻底的终结 在天的手中 将是真正的万无成灰 天地浩劫 人类世界 人类世界 将会死亡 比净化计划更多的人 他绝不会有任何的怜悯 太原沉声道 对于天 他太了解了 净化计划的失败 已经激怒了他 一个愤怒的天 将会比任何时候 都更加可怕 也更加残酷 这将是整个人类的灭顶之灾 因为不可能有人 抵挡得了神武境的天 时事里 气氛沉淀淀的 一片死寂 就连一旁的大使大祭司 也是神色凝重 人类世界 同样凝聚了他的一份心血 就算是他 也不希望整个人类世界 就这么化为虚无 放心吧 他不会成功的 就在压抑的气氛中 王冲突然开口了 他根本不可能收集 全部的末日印记 就在两人的目光中 王冲手掌一番 他的掌心赫然出现了一块印记 这块印记和大使大祭司 投影的那块末日印记 有着六七分的相似 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 而且这块印记 并非单纯的黑间两色 而是在印记的中心 有一些银白色的符纹 透着一股神圣的味道 远处印记 李太医真的给他了 人黄记第1815集 看到王冲手中的印记 让人齐齐地流露出震动的神色 原初印记 王冲眉头一跳 这块印记确实是圣皇留给他的 但王冲却并不知道 这块印记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原初印记 原初印记 是天地剑最初的末日印记 据说他是天所发现 天地剑的第一块末日印记 大师大祭司在一旁解释道 他瞥了王冲一眼 眼中流露出了一丝复杂 这个毁灭之子确实特殊 之前他还有些不解 但是这一刻他突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太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要把希望寄托在眼前这个孩子身上 虽然末日印记有七块 但这块是核心 是接封天封印最关键的一块 缺了它 即便有其他的几块 也一样发挥不了作用 天苦苦追寻这块远处印记 至少有数千年 一度有传说这块印记 在人类皇师手中 但天调查之后 只是无稽之谈 真正有点眉目 也就是你们那位圣皇 李太一而已 看来李太一的死 便是一切的关键 天应该是确认远处印记 就在他的手中 否则天不会在这个时候 全力推动搜集七块 末日印记的行动 太原叹息道 这一刻他突然之间明白了 天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去搜集末日印记 但是他却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在很久之后 选择了这个时候行动 如今看来 一切都有着极为紧密的因果联系 王爷 你记住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天得到远处印记 天还没有得到远处印记 一切都还有希望 否则的话 竟再没有什么 能够改变世界的迷惘 太原看着王冲道 他的嘴唇没动 还想再说什么 但是下一刻 太原的脸皮颤抖 迅速透出一股苍白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 太原赫然吐出了数口鲜血 不止如此 轰隆隆 整个石窟也开始剧烈的颤抖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大石大祭司 瞬间变了脸色 刚气轰鸣 一股股青色的灵气 从大石大祭司体内迸发而出 迅速化为一道道的俘虏 如同漂浮的云朵般贴在洞窟的四处 一刹那 原本颤动的洞窟迅速稳定下来 就连太原的气色也好转了一些 太原 我的法术只撑不了多久 简最重要的和他说 大石大祭司沉声道 声音中带有催促的味道 王爷 接下来我说的这几件事 你一定要牢牢急着 第一 乌斯桑高原的太医不好想处 但若有需要 你一定要找他求助 第二 突厥大草原上 有一个突厥人 新封的突厥战神 他也是太自卑之一 叫做太洛 九阴居在扎罗山上 突厥战神 听到太原的话 王冲眼皮猛然跳动了一下 对于这几个字 王冲并不陌生 因为那个大唐最大的背叛者安禄山 就自称是突厥战神之子 王冲一直以为这是个传说 历朝历代为了彰显出身高贵 所有帝王无不晦生晦色 自称是天神转世 真龙转世 甚至还因此衍生出许多的典故 然而王冲没想到 关于安禄山的那些 竟然是真的 太洛以前的苏鸣就是扎罗 他为了纪念以前 跟随天的所失生活 直接拨出一处低低的岩层 成为了如今的扎罗山 被你击败的那个安禄山 应该是他风流后的意外产物 大师大祭司在一旁补充道 显然对于这些他非常熟悉 王冲没有说话 心中震动不已 对于那些神佛传说 王冲从来都持怀疑态度 但是现在看来 传说或许虚假 但却必有其处处 当年那边之际 很多人离开了田 离开了田生组织 太洛也是其中之一 只不过他离开的理由和忠人不一样 太洛一直都有私心 对于权力 他一直都有几枪的欲望 只是失力不够 一直无法超越田 那次巨变 太洛是在事后离开 走得无声无息 洞窟内 太原的声音继续传入耳中 太洛一直对田非常的畏惧 所以这么多年极其低调 他号称突厥战神 但是这么多年 几乎没有施展过什么神迹 只留下几个女祭祀 不过最关键的是 太洛手里掌握了天的一个重要的秘密 出了太祖 恐怕只有太洛知道 天真正的封印之地 无论如何 一定不能让天出来 如果你想真正拯救世界的话 找到太洛 找到天的封印之地 在他的封印之地击败他 这是你和世界的唯一希望 太原的声音越来越弱 眼中的光芒也急速的暗淡 前辈 看到这一幕 王冲心中一颤 立即知道太原坚持不了多久了 呼 下一刻 虚空震动 一股庞大的洞天进钢气 从王冲体内迸发而出 涌入到了太原仅剩的头颅之中 然而刚一接触 王冲心中顿梁 太原的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太原的灵魂支离破碎 千疮百孔 能够到现在还能正常和他说话 保持清醒 已经是奇迹了 王爷 这是我仅生的一点魂力 也蕴含了五十年来的记忆 如果未来你堆上天 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太原看着眼前的王冲 有那么一刹 他的脸上突然泛起一股红光 不但没有丝毫苍白 反而比之正常人的气色还要好 洞窟内大师大祭司和王冲 顿时心中一颤 这是回光返照 太原的最后一丝灵魂 就要彻底消散了 只见太原嘴唇一张 一颗金色的蛇蜊光芒璀璨 破空而出 缓缓朝着王冲而去 佛陀学历 一旁大师大祭司看到这一幕 眼皮一垂 长叹一声 天神组织每一名太子被强者 都有种种身份 就好像太洛在草原上 被尊称为突厥战神 衍生出突厥人的神话一样 在深独这片大地 太原同样还有另一种身份 极漫长的时间以前 太原被当地人尊称为佛陀 并一手创造出深独的佛陀文化 佛陀舍利是太原最精纯的核心 将佛陀舍利取出 也就意味着太原彻底消失了 只不过一个眨眼 金色的佛陀舍利 彻底目入王冲眉心 消失不见 而洞窟内的石桌上 那颗头颅也迅速的死寂 属于太原的气息 彻底消失了 大石大祭司长叹一声 脸上流露出一丝深深的伤感 深独和大石尽在咫尺 两人的交情也比许多人想象的深得多 到了最后 他还是看到这位朋友顾去了 大石走好 王冲也低下头 仿照着佛道一脉的礼仪 双手合十 躬身行了一礼 王爷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这里坚持不了多久 你也离开吧 希望太原的选择没错 也希望你不会让他失望 大石大祭司说着便准备离开 亲妹 王冲沉默片刻叫住了大石大祭司 我们到底是敌是友 对于这位大祭司 王冲有许多的疑惑 从许多方面来说 双方是友 但大石大祭司的行事风格 又让王冲感觉一切远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敌 也不是友 大石大祭司看着王冲一脸平静道 在走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虽然你在西北驿站首付诸国 但却不可因此放松警惕 据我所知 天那边已经准备唤醒天兵部队了 天兵部队 王冲的眼皮猛然一跳 询问道 然而大祭司却没有多说 他的手指一伸 迅速按住了王冲的额头 下一刻 天地轰鸣 王冲发现自己瞬间 进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轰隆隆 天地间电闪雷鸣 伴随着一点亮光出现 王冲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之中 最开始的时候 王冲心中还有所迷惑 不过很快 光芒一闪 在王冲眼前出现了一名全身披着金黄色战甲的士兵 那名士兵的额头上有着黑色的符纹 并且双眼紧闭 神色平静 横躺在一块与身体等高的石台上 一动不动 似乎陷入了沉睡状态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放眼望去 整个地下空间密密麻麻 望不到边际 到处都是这些沉睡的黄金战士 尽管陷入沉睡状态 但王冲还是能够感觉到 这些士兵体内充斥着强大的力量 不过最惊人的还是他们的数目 在王冲感制中至少有百万之数 在过去满昌的时代里 天训练了一支几期强大的部队 每一次轮回 他都会在那个时代挑选最精锐的战士 用最特殊的密法将他们变为知听命于自己的天兵部队 这是真正属于天的力量 而且存在的目的就是应对眼前这种轻狂 大石大祭司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王冲神色凝重 他心知肚明 这是大祭司将自己带到了他看到天兵部队沉睡的那段记忆之中 你虽然首付了诸国 将他们拿为急用 甚至将整个世界都拿入大汤的班图内 但这一切远没有结束 天在制定锦花计划的时候就假象过 在某些时代可能会遇到强力的抵抗 尽凭时速的手段和力量根本无法达成目的 而天兵部队则足以保证天的计划能观彻和实施 未来你所面临的困难将会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你最好要有所准备 大祭司的声音寥寥从耳中传来 而眼前的景象也随之散去 两人又回到了石窟中 王冲望着眼前的大石大祭司 心中沉甸甸的 大石大祭司告诉他的这个消息 是他根本没有想过的 如果大祭司说的是真的 天神组织还有这种隐藏手段 那未来整个陆地世界 包括大唐所面临的形势 将比他想象的还要严峻 还有多少时间 王冲突然开口道 对面大石大祭司 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能从这个消息中这么快回过神来 并且考虑下一步行动 王冲身上确实有一些 其他人所不具备的东西 暂时还没有那么快 至少天还没有完全脱困 不过也不会太长了 能不能挡住天兵的进攻 就看你如何把握这段时间了 大石大祭司深深看了王冲一眼 沉声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也该离开了 再不出现 太苏那边恐怕有所怀疑了 大石大祭司从王冲身边迈开脚步 指一个闪烁便消失无踪 但是远远的还有他的声音传来 有缘之时 我们还会再见 大祭司离开之后 石窟之内很快安静下来 王冲助力原地 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 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 王冲仰头看了一眼洞窟上方 太苑死后 整个空间失去了平衡 嗡嗡颤动 无数石屑从头顶速速抖落 不过奇怪的是 整个洞窟颤动的时候 竟然隐隐和王冲体内的钢器产生了感应 彼此间互相呼应 这处洞窟是太苑开辟的小空间 其力量源头便是佛陀舍利 太苑将他的佛陀舍利交给王冲 整个空间的控制权自然也同样归属于王冲 收 王冲沉饮片刻随即睁开眼来 他的十中二指伸出 只动法掘 刹那间风起云涌地动天摇 四面八方一股股力量仿佛潮水般 纷纷涌入王冲体内 人黄记第1816集 嗡 只不过眨眼间 所有一切归于平静 就在王冲的手指间赫然多了一块拇指大小 晶莹剔透 仿佛钻石一般的结晶 动天核心 王冲的神情陡然变得凝重无比 知道太苑给自己留下了东西 但王冲也没有想到是这个 王冲已经接连杀了太前太使 两名强者 对于这种顶尖动天核心再熟悉不过 怪不得这么多年 明明知道他在神度的海德拉吧 天神组织 却拿他没有办法 甚至连他的位置也寻不到 原来是因为这颗动天核心 看着手中的动天核心 王冲若有所思 在此之前 他心中多少也有些疑惑 但是这一刻 王冲突然明白过来 每一名太子被强者都有些过人之处 不管是克敌至圣 还是明哲保身 都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太元能将自己的动天核心 演化成这处地理空间 瞒天过海 屏蔽动天境强者的感知 只怕其他人 包括大雪山神庙的太医 闸落山的突厥战神 都拥有同样的手法 虽然这种方法并不见得真的找不到 但至少也如同大浪逃杀 杀中取金一般 没有那么容易 轰隆隆 短暂的平静之后 整个洞窟再次颤抖起来 失去了洞天核心的支撑 整个地理岩层 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一阵阵剧烈的开裂声 从头顶上方传来 王冲知道这里即将坍塌了 自己也必须离开了 嗡 王冲心念一动 迅速施展遁地之术 破开地理岩层 消失无踪 地面上气流涌动 李思叶 青阳公子 老鹰等人看到王冲 连忙赢了上去 王爷怎么样了 三人感觉到了海德拉巴的巨大颤动 立即明白 这一切和王冲脱不了关系 已经见过了 走吧 王冲没有多说 轻描淡写 众人闻言点了点头 也没有追问 呼 下一刻 一道银白色的光运 从王冲体内迸发而出 迅速卷助三人 冲天而起 向着大唐京师而去 这一趟深毒之行 受益良多 王冲必须抓紧时间 针对太元和大师大祭司所说的 进行进一步的强化 另外 距离和徐启秦之间的婚约 也只有半个月了 未来的事情很重要 但身边的人也同样真实 时间飞缩 在朝着大唐而去的路上风平浪静 海德拉巴发生的那场变动 似乎并没有引起天神组织的注意 或许在他们看来 太元早就已经死了 也就没有再留意了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王冲的心中始终有种不安 而且这种不安不但没有削减 反而随着离经师越近而越强烈 到底怎么回事 接近葱岭的一处荒野地带 王冲助力半空 眉头皱起 心中此起彼伏 动天境强者 意志坚定 绝不会无缘无故 产生那种不安 王冲清楚 绝对有什么缘由 王爷你看 正在沉思的时候 突然之间 李思叶的声音传入耳畔 怎么了 王冲眉头一皱 下意识寻声望去 只见他身后不远处 李思叶 青阳公子 老鹰等人 突然起起扭头 望向头顶 神色怪异无比 第一眼 王冲还有些诧异 他的精神力远超三人 方圆十里内 就算是一只飞鸟经过 他也能提前感应 但是四周一片平静 根本没有异动 而下一刻 王冲感知到了什么 心中抖的一阵 立即抬头望向天空 天空浮云流动 四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变得昏暗起来 顺着三人的目光 王冲一眼就看到 高空深处的圆月 或许不能称之为圆月了 因为一轮圆形的暗影 不知什么时候浮现 迅速向左移动 而原本皎洁的明月 也迅速被黑影遮盖 也是 在王冲身后 李思叶 青阳公子 老鹰等人身躯微颤 骑骑道 说者无异 听者有心 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落入王冲耳中 顿时掀起万丈波澜 这一刹那 他心中的不安感 顿时浓烈到了极点 不止如此 当黑影浮动 彻底占据整轮明月 整个世界彻底陷入黑暗的刹那 王冲脑海中 无数的画面迸发而出 第三个月十之夜 你将会遇到你生命中最大的考验 失去你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也将感受到最庞大的孤独 冥冥之中 一个熟悉的声音有如红种大驴 突然在王冲脑海中想起 真的王冲血脉沸腾 大罗仙君 王冲喃喃自语 说出这个名字 月十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天象 无论什么时候 都会引起人们关注 甚至会被载入史册 但是眼前这一幕 对于王冲来说 并不是月十那么简单 如果他没有记错 这已经是本朝圣皇以来 第三次出现月十了 正好应了大罗仙君 当初给他的真言 计划改变 迅速赶往京师 一刹那 王冲眼皮急剧跳动 一把卷起三人 加速朝着京师而去 大罗仙君学究天人 可以称得上是当今天 天机数数第一人 他甚至在数千年前 就预测到自己出现 并且留下各种后手 王冲原本以为 大罗仙君所说的第三个月十 没有那么快 所以王冲一直以来 也不是太在意 但是王冲怎么都没有想到 第三次月十 竟然会在他结束深毒之行 即将返回大唐的时候出现 失去你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也将感受到最庞大的孤独 想起大罗仙君的话 王冲心中的不安浓烈到了极点 呼 王冲的反应已经很快了 只是他还是低估了这件事情的变化 仅仅只是半个时辰 突然之间 王冲脑海中猛的一阵 同一时间 就好像心中的某根思弦 突然被崩断 王冲心中空荡荡的 仿佛失去了某种极其重要的东西一样 第二神胎 第三神胎 王冲的脸色迅速变得难看无比 就在这一刹 他突然失去了第二神胎 与第三神胎之间的感应 这次深毒之行 王冲早就做足了万全准备 虽然本体离开 但是早已留下第二神胎 第三神胎主持大局 有圣皇留下的向柳大镇笼罩京师 再加上京师众多高手 从旁辅助 按道理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这也是王冲放心离开的原因 但是现在看来 京师中已经发生某种未知的变故 两大神胎和他心意相同 即便发生什么 也会有些讯息传来 但是现在却好像有什么屏障阻隔一样 完全没有讯息 老鹰 赶紧联系张穴 王冲突然开口道 王爷 怎么了 老鹰沉声道 从刚刚起 他只以为是月时 毕竟这种天象确实罕见 但从王爷的反应来看 远没有那么简单 赶紧联系张穴 我需要知道京师中发生了什么 王冲沉声道 噗 说话的时候 王冲体内又是一波动天竞钢气 喷波而出 这一刹 王冲不惜耗费功力 直接操控时空之力 朝着京师赶去 王冲的速度极快 很快就翻越西域 一路上 王冲一直等着张穴他们的消息 这么多年 经历了重重考验 张穴早已独当一面 一旦京中有事 无需王冲吩咐 张穴就会主动发出信箱 通知王冲 但是一天过去 京师那边却没有任何动静 王冲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让王冲心中越发的不安 就在王冲抵达龙溪的时候 张穴的信歌终于来了 信中张穴表示一切安好 并没有发生什么 反倒是问到是否有什么变故 收到张穴的信 王冲心中那种不安 多少缓和了一些 对于张穴的字迹 他和老鹰很熟悉 这一封信绝对不会有错 只是尽管如此 王冲心中的疑惑 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张穴绝不会说谎 他的忠心毋庸置疑 但是两大神胎却失去了联系 冥冥中似乎有一团迷雾 笼罩着京师 京师西城门外 相距几十米外的地方 三道人影望着灰红高大的熟悉的城门 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王爷终于到了 京师看起来一切安好 看到偌大的京师 清阳公子 长长输了一口气 他很少看到王冲焦急的样子 这段时间日夜兼长的赶路 再加上老鹰那边说 张穴一直没有回应 他们几人担心不已 还真以为京师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看来 大唐京师作为整个世界的中心 依旧繁华热闹 不 应该说比以前更热闹 更繁华了 统一陆地将诸国纳入版图 现在的大唐 现在的京师聚集的人马 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前方王冲微眯着眼睛 看着眼前的京师一动不动 从眼前的情况来看 所有一切确实平静如常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内心深处还是有些不安 隐隐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走吧 先回去再说 王冲沉声道 只要找到张穴或者找到自己的两大神胎 读取记忆 一切自见分晓 哇 发疼了 发疼了 走声贵子 白头偕老 是我的 是我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志同的笑声从城门内传出 还没等王冲反应过来 七八名垂条小孩 打打闹闹 喜笑着从城门内冲了出来 手中还抓着一大把洗糖 而在他们后方 一名光彩照人的女子 手跨竹篮 微微笑着 从王冲等人的角度看去 那名女子的竹篮里还有许多的洗糖 除了那些志同 一些路人也会讨要几颗沾沾喜气 气氛一片喜气 姑娘 这是谁家要做喜事啊 洗糖都发到城门口了 清阳公子微微一笑 突然上前几步 开口道 公子这话说的就怪了 你没看到京师的城墙上张灯结彩 挂满了洗净的条幅和大红灯了吗 现在京师里谁不知道朝廷的赐婚 这是异域王和许家姑娘在筹办婚事 那名女子反问道 看着清阳公子一脸奇怪 王冲原本正朝着里面走去 听到这句话浑身一颤 脚步戛然而止 就好像突然被人定在那里一样 而同一时间 后方不远处的老鹰和李思叶也抖的变了脸色 刚一抵达京师的时候 他们就注意到了城墙上那些大红洗净的装饰 但因为当时的王冲众人心中很不安 根本没有多想 谁也没有想到 那些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 以及城门处派发的洗塘 竟然和王冲有关 王冲和徐起勤的世纪婚礼 在京师早已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但关键是 作为婚礼的主角 这段时间 王冲根本不在京师 为什么京师中 直接就开始筹备婚礼了 这一刹那 三人齐齐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 多谢了 然而仅仅只是一瞬间 清阳公子回过神来 公身行了一礼 很快就走到王冲神旁 欲言又止 公子 真的太奇怪了 这个时候老鹰说话了 他的目光损利 打亮着四周 京师还是那个京师 和以前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感觉很怪异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这里太平静了 怎么了 平静也有什么不对吗 李四叶一脸诧异道 他本来以为老鹰有什么高见 但没有想到是这个 京师一向安宁平静 繁荣兴盛 从高祖皇帝到本朝先皇 一贯如此 这又有什么好诧异的 四叶呀 你跟随公子这么多年 公子每次回京师 是什么样子 你也应该知道 会是眼前这个样子吗 而且那姑娘说是王家的喜事 但是公子就站在身前 他竟然没有认出来 老鹰沉省道 那一双浓密的刀眉 皱成了穿字形 啊 听到老鹰的话 李四叶终于反应过来 没错 这里实在太平静了 王爷回京 什么都可以发生 但唯独不像现在这样平静 不止如此 他的目光扫视一圈 不只是那位发喜堂的女子 四周实在太平静了 这么多人 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王冲 就好像他根本不存在一样 人黄记 第1817集 几乎是下意识 三人扭头望向了王冲 只见他的脸上一片平静 没有丝毫不澜 很显然 他早就发现这些异常了 不必多说 等到了府中 一切自见分晓 王冲沉声道 他知道老鹰想做什么 但现在城门附近 百姓众多 并不适合把事情闹大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 他们不在京师的这段时间 一定有人搞鬼 不管对方是谁 王冲都会让他后悔 王冲的眼中闪过一道灵力的寒光 下一刻光芒一闪 一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从脚下迸发而出 王冲直接操纵时空之力 带着三人消失不见 一遇王府 灰红壮阔 站住 就在王冲带领三人 往府中走去的时候 突然之间枪击交叉 王府门口 几名高大的护卫 上前几步 直接拦住王冲的去路 放肆 你们敢对王爷无礼 王冲还没有说话 一旁的老鹰立即怒不可遏 王冲是大唐的英雄 上至朝堂众臣 下至普通百姓 包括他们这些人在内 无一不是对王冲敬重有加 恭恭敬敬 这几人是王冲的护卫 竟然敢对王冲无礼 简直胆大至极 整个大唐 还没有人敢如此出阁 放肆 出乎预料 受到老鹰的呵斥 几名王府护卫 不但没有退下 反倒比老鹰还要愤怒 王爷出征在外 还要几日才能回京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冒充王爷 王爷一向谦逊 这一次就放过你们 还不给我速速退去 几名王府的护卫力声赤道 那神情就好像是真的在看几名陌生人一样 王冲看着眼前的两名护卫 眉宇间闪过一丝深深的阴霾 这两名护卫 恐怕是真的没有认出自己 全天下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了 而且他只不过去了一趟深毒 王府护卫竟然会认不出王爷 赶快离开 就在两名王府护卫 准备动手驱赶的时候 嗡 虚空之中隐隐闪过一道精神波动 下一刻 两名王府护卫仿佛被人点了血一样 一动不动 而王冲的精神力 早已渗入到了这两名王府护卫的脑海中 不可能 仅仅只是片刻 王冲浑身一颤 祸得变了脸色 最开始 他只以为是两名护卫被人控制了 或者某种恶作剧 但当王冲探寻完他们脑海之后 却赫然发现竟然没有任何关于自己的记忆 自己的存在似乎被人从他们脑海中彻底抹去 而且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痕迹 王爷 查出什么了吗 青阳公子和老鹰等人一直在旁边盯着王冲 此时看到王冲的反应 立即问道 没有 王冲摇了摇头沉声道 就在王冲准备继续深入探索的时候 下一刻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两名身材高大的王府护卫 仿佛两根木桩一般直挺挺的倒下 晕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震住了 就连王冲眼中也透出了一丝错愕 对于自己在精神领域的造诣 王冲再清楚不过 刚刚那种程度的试探 绝不足以让两名实力强大的王府护卫轻易的晕厥 这两人的晕厥绝不是那么简单 一刹那 王冲的脸色变得凝重无比 只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没等王冲去查探其中的缘由 下一刻 一阵爆喝声淋漓无比 陡然从王府内传出 什么人 敢在王府放肆 伴随着这阵力喝 一阵连绵不断的激扩声 从王府各处响起 不过短短时间 整个异域王府 明里暗里 隐隐戳戳 无数的人影出现在各处 城墙上 大门口 甚至就连王府外的居民房中 也出现了大量的王府高手 所有的弩箭 纷纷瞄准了王冲等人 而其中 甚至还有大唐车弩 这样的重型器械 门口 两名王府护卫的倒下 触发了整个王府的防御机制 这一刻 王冲等人 顿时成了重视之地 气氛越加剑拔弩张的时候 一旁的老鹰目光一闪 立即看到了这些王府护卫之中 一道熟悉的身影 张雀 你来得正好 还不快让这些人推下 你难道连王爷都认不出了吗 老鹰一口叫出了这名少年的名字 张雀是他一手训练的 对于他的命令向来言听计从 这也是老鹰兴奋的原因 你是师父 大门之后 那名少年开始还没有注意 但是很快就兴奋起来 您不是去的在外吗 怎么提前回来了 张雀一脸兴奋 连忙快步迎了上来 看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弓箭收起来 随着张雀的一声命令 王府周围密密麻麻的无数身影 顿时纷纷散去 一路走到老鹰面前 张雀一脸的如目之情 那种兴奋和喜悦是隐藏不住的 对了师父 这位是谁 最后一句 张雀却是望向了老鹰身边的王冲 上一刻 因为张雀的出现 气氛缓和了许多 但是当张雀说出最后一句话 气氛再次变得紧张怪异 清阳公子和李思叶在一旁倾听 眼皮更是狂跳不止 京师中的问题 恐怕比他们想的还要严重 张雀认识老鹰 但却不认识王冲 而之前的王府护卫 也同样不认识王冲 这样的事情 简直不可想象 而且张雀提到老鹰的时候 说的是塞外 但众人去的分明是深毒 这件事情 张雀知道的清清楚楚 现在的情形 要么是张雀联合众人 想要在王爷大婚之前 趁着他回来的时候恶作剧 但是考虑到张雀的为人和性格 这种情况几乎可以排除 而第二种 青阳公子和李思叶 互相看了一眼 神色都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 哈哈哈哈 张雀啊 你认识我吗 青阳公子微微一笑 衣袖一扶 突然上前问道 在说话的时候 青阳公子死死的盯着张雀 生怕放过他的任何一个细微动作和反应 哈哈 您不是青阳公子吗 我们以前还见过几次 怎么可能不记得你 张雀微微一笑 不以为一道 和青阳公子说话的语气 明显透着几分亲切 然而场中的气氛 却变得越发的怪异了 张雀认得老鹰 认得他 但唯独不认得王冲 而且和老鹰去赛外的信息一样 张雀虽然认得他们 但具体的情况明显有所出路 从张雀说的话语来看 他和青阳公子的交情 还处于萍水之交 但事实上 青阳公子是王冲身边的重要部长 也是整个王府的心腹之一 王爷 情形不妙 张雀他们的记忆出现很大出路 整个异域王府 不 我怀疑甚至是整座警师 所有人的记忆都被人篡改了 青阳公子突然使用传音入密 在王冲耳中轻声道 嗯 王冲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这一点 从他看到城门口发喜堂的那名年轻女子时 他就有所怀疑 更不用说现在的情况了 而王冲唯一不明白的是 到底是什么人做的 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是仇家的话 为什么不杀掉张雀他们 而使用这种方式 青阳 老鹰 四叶 你们暂且暗兵不动 在调查清楚前 不要打扫惊蛇 老鹰 你先稳住张雀 进入府中 我需要更多的进一步消息 王冲用精神力 直接在三人脑海中沟通 是王爷 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迅速达成了一致 张雀 你真的不认识我吗 安排好一切 王冲微微一笑 突然上前几步 深深看了张雀一眼 开口道 哈哈 这位兄台 张雀灑然一笑 刚要否认 就听到一句令他错愕不已的话 那本兵艺术 你还藏在预诊之中 每日抱枕入睡吗 短短一句话 立即如同一块巨石落下 在张雀心中掀起万丈波澜 看着师傅带来的这名兄台 张雀一脸惊骇 那本兵艺术是他最珍视的东西 他为此还专门定制了一门预诊 在里面设置暗阁 将书藏在其中 日日诊在脑后如水 这件事情极为私密 甚至就连师傅他都没有说过 师傅从外面带来这位兄台 为什么会知道 那本兵艺术 你还记得是谁送你的吗 王冲看着张雀 再一次道 冥冥之中仿佛一道雷霆炸开 张雀只觉得脑海中一片混乱 电光火时间 似乎有无数记忆碎片 仿佛火山盆发 从脑海中迸射而出 你 你 你是 张雀突然双手抱头 脚下亮抢 连退了数步 他的眉头紧皱 隐隐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 冰艺术是他最珍视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他会这么看重 明明他向来不怎么读书 还有 为什么他会不记得这么重要的东西 是谁送的 又是从何而来 这一刹那 万千的念头 纷至他来 纷纷在脑海中显现 不对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我觉得一切好像 呃 好像见过你 张雀看着眼前的王冲 神情痛苦的同时 又显出一种深深的迷惑 看到这一幕 王冲心中长叹一声 他的手指轻弹 一股微不可查的力量 立即渗入张雀体内 帮助他平复了脑海中的痛楚 而四周 青阳公子等人也是神色复杂 冰艺术怎么来的 他们当然清楚 那是王冲亲自手写的手稿 虽然当初印了好几版 但最初的原版 却被王冲送给了张雀 张雀自然极其的珍视 凤若至宝 虽然张雀脑海中 关于王冲的记忆被抹去 但是王冲送的东西 他还是本能的保留着 不管是什么人在操纵这一切 显然他也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 万无一事 老鹰 我们就在此告辞吧 王冲和老鹰交换了一个颜色 留下几人很快离开了 就在几人离开后不久 呼 王冲抖得腾空而起 一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闪过 王冲瞬间出现在了高空之中 从云天上俯瞰而下 偌大的京师也只有磨盘版大小 王冲双眸微臂 一股庞大的精神力扩散而出 同时沟通了京师弟弟的向柳大阵 这座圣皇留下的守护大阵 在出发之前 他就已经将大阵的控制权交给了第三神胎 不论任何时候 只要王冲的本体愿意 随时都能再次接管 仅仅只是片刻 王冲便睁开眼来 神情一片沉重 之前刚刚抵达京师的时候 他就感觉圣皇留下的这座大阵出了问题 但是王冲没有料到的是 真实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原本汹涌磅礴 蕴含着圣皇庞大力量的向柳大阵 如今却是一片刺激 更重要的是 王冲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和大阵之间的联系 更不用说是操纵大阵了 这并不是王冲被剥夺了控制权 而是整座大阵陷入沉寂 仿佛被封印了一般 不止如此 向柳大阵的核心和力量源泉 是皇宫深处的三皇法阵 只要有三皇法阵在 向柳大阵便会一直不停的运转 但是现在在王冲的感知中 甚至就连向柳大阵和三皇法阵之间的联系 也被切断了 就好像有一道无形的屏障 横跟在两者之间 王冲微眯着眼睛 脑海中瞬息间闪过无数的念头 天嘛 不知过了多久 王冲俯瞰下方 一语般的说出那两个字 眼下发生的一切绝不正常 放眼天下能够做出这一切的 恐怕就只有天了 即便是太素等人 王冲也绝不认为他们有这种能力 不过尽管如此 王冲心中却没有任何轻松 反而越发的沉重 天只是一个名字 一个代号 从古至今 没有任何关于它的详细记载 就算是圣皇也只知道这个名字 对于其他的一无所知 不止如此 就连十二名太子被强者 对于天的来历也似乎有些不太清楚 天诞生的时间 比十二名太子被强者早得多 双方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 天的相貌 天的能力 就连太原的记忆中都不曾提过 不止如此 前往深读之前 那一场令人不堪回响的噩梦 虽然当时推断应该是天 也隐约看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 但实际上 王冲根本就没有看过他的正脸 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王冲长息了一口气 很快回过神来 他并没有尝试去修复向柳大阵 或者试图排除其中的阻碍 恰恰相反 只不过转眼之间 嗡 伴随着一阵涟漪版的波动 王冲全身所有散发出来的气息 收敛到了深处 没有一丁点的泄露 乍一看去 此时的王冲若有若无 就如同天上的浮云一般 自然而然 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差不多了 必须得想办法 找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王冲目光眨了一下 脑海中闪过一道念头 清阳公子他们说的没错 众人现在唯一的优势 是大唐经师中有数百万人口 高手如云 天暂时未必能感知到自己的存在 王冲现在施展的能力 是太原的朽木之术 顾名思义全身的气息收敛到极致 给人的感觉如同泥泞之中的 一节腐烂的朽木般 这种术法如果面对天的本体 只能被一笑大方 自欺欺人 但如果仅仅只是天的分身 一切就又完全不同 一缕清风荡过 王冲仿佛幽灵一般 瞬间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仿佛从来都不曾存在 京师西南 王家府邸 王冲官封义玉王 魏籍人臣 皇室特地为他修建了义玉王府 不过论起来 王母和王家小妹 现在居住的府邸才是王冲的根底 一切的起源 底蕴也远比王冲的抑郁王府更深厚的多 此时的王家府邸灯火通明 长廊平台里到处都是挑着灯笼 笑颜如花满面喜乐的丫鬟 仆人 而眼角下大门两侧树梢上假山石上 四处悬挂着彩灯 将王家照耀的灯火通明一片悉情 王家和许家的婚礼天下瞩目 王家府邸很多地方都被装饰一心 王家上上下下都高兴不已 嗡 就在王家府邸西侧院墙的一处长廊里 一名灰袍身影掌身而立 虽然穿着仆人的衣服 但那双如同星空般璀璨夺目的眼眸 显示一切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这人正是王冲 一切安好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王冲的目光扫视着四方 心中闪过一道念头 在伪装成仆人之后 王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探家人的安危 不知道是天自视甚高 自诩为万神之主 不屑于做这种事情 还是另有他谋 王冲发现父母小妹大哥二哥所有人全部都在 和他离开前相比没有任何的变化 只是和抑郁王府一样 王家上上下下同样被抹去了关于他的记忆 或者说他们还记得王冲 只是那个人却并不是自己 灯笼的红灯打在脸上 耳中传来一阵阵嬉笑声 除了王冲一个人 没有任何人察觉一样 呜呜呜 就在王冲沉思的时候 一只信哥脚上缠着金丝 突然从天而降 朝着王冲飞来 王冲探手一招 便将信哥摄入怀中 王冲 王冲很快取下信间认真看了起来 信是老鹰寄来的 从白天到现在 王冲等待这封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看完信间 王冲心中一沉 眉宇间陡然掠过一丝深深的阴霾 京师之中 乍逢巨变 王冲刚刚回来 对京师中的情况并不了解 所以特地的让老鹰去调查 但是情况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 王冲特意让老鹰去联系师父 协地老人以及乌商村长 在王冲离开之前 这两人都在京师练功 这么大的变故 没可能瞒过他们的耳目 对于这两位长辈的能力 王冲极其信任 只要找到他们 一切字简非小 也不必那么费事 但是老鹰的调查结果 却让王冲心中沉了下去 协地老人和乌商村长 并非被人抹除记忆 忘掉了一切 又或是身受重伤 在某处养伤 恰恰相反 事情的结果是王冲最不想看到的 和王冲一样 协地老人和乌商村长的存在 被人彻底抹掉了 老鹰询问了所有人 并且派人去了协地老人 在城外契居的那座灵脉 也去了城中协地老人 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全部都完全没有找到他们的存在 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谁是协地老人 甚至就连乌商铁骑 也完全不记得有老村长这个人 后者是李四叶查到的 这一切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的存在并不是被几个人淡忘了 而是从所有人的记忆中抹除了 认识协地老人和乌商村长的 其实并不少 诸国君王 灵脉上的童子 王家小妹 协地老人经常去光顾的那间茶楼 乌商村的人 王冲身边的人 除了老鹰 李四叶 清阳公子 因为跟随王冲去了深渡 所有人都将协地老人和乌商村长 望得干干净净 王冲看着手中的信尖 神色难看无比 眼前这种情形是他从不曾想过的 师父和乌商村长绝非弱者 眼前这种情形 要么他们和自己一样 发现了京师中的异常 在无法对抗的情况下 暂时离开 要么就是 王冲不敢往下再想 眼下的情况变得越发的扑朔迷离 在他离京的那段时间里 京师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尽管如此 王冲并没有失去方向 在一切水落石出之前 任何可行性都存在 而且师父和乌商村长并非弱者 即便碰到强敌也并非没有自保之力 一切未必真的像自己担心的那样 娘亲 正在沉思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耳中传来 王冲回过神来 只见不远处 一个熟悉的身影蹦蹦跳跳 兔子般从不远处经过 朝着内宅而去 他从王冲身旁经过的时候 目无邪视完全没有多看一眼 小妹 王冲心中哑然 真不愧是自己的小妹 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没心没肺 王冲并没有惊动任何人 他的心中威意私存 随即一个闪烁 向着内院深处而去 王冲首先到达了自己的书房 书房里古色古香 一切还和自己离开前的不止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却战纠潮 这就是王冲现在的处境 整个京师上下没有一个人认得王冲 但异域王的记忆 却是真实存在于所有人的脑海里的 只是不是他而已 而最为诡异的是 虽然整个京师都在大张旗鼓 准备王冲和徐启秦之间的婚事 给人的感觉 前一世中似乎这个异域王就在京师 但王冲不管是通过交谈 还是搜寻记忆 却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 知道那位异域王的具体行踪 甚至就算是王家府里上的仆人 说起那个王冲头头是道 但当王冲伪装身份 询问起那人的相貌 所有人却又是一脸茫然 完全不记得他的长相 这种情形 就好像所有人都记住了一个虚构的人物一般 然而十天之后 就是异域王和许家姑娘的大婚 到时候无论如何 这位异域王都必须要现出原形 解灵还须细灵人 整件事情是由他开始 王冲也相信 作为这一切的核心 自己必然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四周无人 王冲仔细地查看四周 虽然书房大体上没有变动 但依然有一些细节 和他书房的布置并不一样 应该不只是单纯的杜撰了一个人 王冲心念一动 很快从桌上一尺高的笔架上 取下了一支狼蚝笔 王冲的字迹 其实一直都不太好看 最开始送给太真妃那首清平吊词 甚至是歪歪扭扭 歪挂裂一般 所以王冲一直都有在自己的书房中练字 王冲有一支自己喜欢的狼蚝笔 但却绝不是这支 王冲的那支笔 只有小手指粗细 是李亨特意从宫中挑选给他的 那支毛笔外表珠红 所以王冲又称它为珠笔 但笔架上的这支狼蚝却是灰褐色 墨条也用过 至少抹取了三蚝 应该是在这里写过字 王冲微微闭上眼睛 脑海中仔细回忆着这里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在他离开前往深读的这段时间 他的书房中毫无疑问 来过一位客人 他不止参观了他的书房 用过他的墨条 嗨 王冲身形一动 突然在书桌后的太师椅上安坐 他的两只手臂张开 大马金刀的按在扶手上 身体微微厚仰 以一种审视的姿态 仔细端详着整间书房 那一刻 王冲的神情气质 与以往截然不同 完全变成了另一个陌生人 然而仅仅只是一瞬 王冲立即睁开眼来 这一次 王冲再一次变回了王冲 现在他可以肯定 有人来过这里 而且对方以一种主人般 放松的心态 仔细端详这里 试图通过书房透视自己 那一刹 王冲的眼神变得凌厉无比 天啊 王冲无法确定 但毫无疑问 绝对和天神组织脱不了关系 枝嘎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阵木门推开的声音传入耳中 王冲心中一跳 扭头望去 随着一阵珠差摇晃声 一股熟悉的气息出现在王冲的感知中 只见一名中年美妇人 穿着绫罗绸缎 气质雍容华贵 正从门外走了进来 娘 王冲眉头一跳 嘴巴一张 娘亲这两个字就要脱口而出 但画到一半 王冲立即醒悟过来 自己现在溢了容 化了妆 真实身份 是王府中的一名仆人 并非王冲 事实上 即便他显露原来的容貌 恐怕娘亲也不一定认得自己 你是 王夫人走进来 看到椅子上的王冲 神色也是一正 显然没想到房间里有人 夫人 王冲连忙站起身来 不露行层的躬身行了一礼 在下是府中新来的仆人 特地过来替王爷整理书房 嗯 原来如此 王夫人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追究 世家大族 门利森严 但是王府却没有那么苛刻 很多方面 其实都非常的和善 这也是丫鬟仆人们 喜欢王家的原因 夫人 您坐 王冲很快让到了一旁 虽然想要和母亲相认 但王冲知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王夫人倒不已有她 顺势在那张太师椅上坐下 一条手臂枕在扶手上 双眉自然而然地皱了起来 夫人有心事 王冲突然开口道 她和母亲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母亲 这种忧虑的样子 没什么 王夫人只是淡然一笑摆了摆手 显然不愿过多谈起 如果是有什么疑难的话 说不定小人可以为之待劳 王冲轻声道 母亲很少在她面前 陷入这种忧虑的模样 母亲越是不想说 王冲反倒越想知道 没什么 马上就是冲儿和许姑娘 大婚的日子了 只是不知为什么 我总是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 王夫人道 说话的时候 她的目光低垂 这番话 与其说是说给王冲的 反倒更不如说 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说者无异 听者有心 王夫人或者只是随口一提 但王冲心中 却猛烈的震动起来 从进入京师到现在 她就好像被遗忘了一样 所有人都淡忘掉了她的存在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察觉出不一样的地方 不知夫人觉得哪里不妥 王冲问道 并没有轻易地表露行藏 说不清为什么 就是感觉有些不对劲 仿佛心里丢失了很重要的一块一样 王夫人一只手捂着胸口 开口道 但话说到一半 自己却忍不住失笑起来 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 孩子这么大了 已经成家立业 而且娶的又是许家的姑娘 这是光要门眉的事情 应该高高兴兴的 王夫人这般说着 眉头微微舒展 只是眉宇间那种忧虑和不安的味道 却依旧并没有化去 说来也是奇怪 王夫人这般说着 目光终于落到了王冲身上 这些话我从来不曾跟人提过 就连福儿和贝儿我也没说 但不知为什么 却在你面前提起 总感觉看到你的时候有些亲切 就好像 就好像充儿一样 王夫人下意识地吐出这句话之后 自己也挣住了 很快她的双眉皱起 竟比刚才皱得还深 仿佛遇到了什么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 而房间里 王冲心中也是振振颤抖 人黄记第1819集 娘亲 这一刹那 王冲心中涌过阵阵暖流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京师巨变 幕后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操纵一切 抹掉了所有人关于自己的记忆 王冲 王冲试过家里的仆人 丫鬟 自己的部下 包括京师的百姓 所有人都不记得自己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辨认出了自己 母亲不会武功 精神力更是远远比不上一些普通的舞者 但即便是被人抹去的记忆 她依旧还是记得自己 娘亲 王冲的嘴唇颤抖 几乎就要说出这两个字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直接在王冲和王夫人脑海中直接响起 人类的情感啊 即便感觉到不对劲 依然会冒着风险来探望自己的母亲 听到这个声音 王夫人还一脸茫然 有些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王冲却祸地变了脸色 天 王冲神色一冷 神情陡然变得凝重无比 那个声音和气息 王冲并不陌生 正是之前创造了一个残酷环境 将王冲拉入其中引发王冲狂血症的天 王冲没有想到天竟然会在此时突然现身 没有丝毫犹豫 光芒一闪 一道银白色的护照笼罩住了自己的母亲 同时 王冲迅速将母亲拦在了身后 他抬头望向上方的一点 就在那里的时空深处 王冲感觉到了一股法力的波动 就在那股强大法力波动出现的同时 一座庞大的结界笼罩住了整座王家府邸 天 一直在等他 他知道自己会回王府 而且也知道自己一定会来见母亲 所以特地设了一个陷阱等他 一刹那 王冲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危险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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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错了 我不是天 同一时间 那熟悉的声音从上空传来 但话中的内容却令人意外 天也绝不会只有我这种程度 那声音从容淡定 轻描淡写 但听在王冲的耳中 却是眼皮狂跳 两耳嗡鸣 脑海里瞬间炸开了 不是天 那个精神力强大无比 一手将自己拖入幻境之中的存在 竟然不是天 他明明感觉到对方的精神力 比自己强大很多 放眼天下 除了天 怎么可能还有如此强大的存在 哈哈哈哈哈哈 你虽然没有见过我 但对我的名字应该不陌生 隆重介绍一下 在下太素 因为种种原因 我和普通人类 以及所有太子被强者 都不一样 你更熟悉的可能是大地上的种种分身 不过我的本质却是一团精神体 对了 天神组织所有太子被强者 只要灵魂不灭 就可以转世重生 这都是出于我的手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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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声音大笑着介绍道 听到这句话 王冲的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无比 他说的这个名字 王冲并不陌生 在王冲心中 太素应该和其他人差不多 事实上 王冲还曾经从天神组织高手的记忆中 看到过太素的存在 但是现在看来 自己恐怕远远低估了这位 一直隐藏在幕后 之前从未谋面的太素 如果天神组织的重生体系是他所创造 那么这个人恐怕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棘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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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冲 你真的是让我相当好奇 这么长时间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能破坏得了我们的进化计划 甚至你还杀了太史 不过一切该结束了 庞大的精神威压远远不断 一波又一波 仿佛浪潮一般 在王冲上方的深处冲刷而下 太素轻笑一声 声音中流露出一股大局在握的感觉 就仿佛所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王冲没有说话 他的神情凝重无比 全身更是紧绷到了极点 就像一张拉满的弓一样 随时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太素太冷静了 冷静的让人感觉到他已经笃定这一次能够杀死自己 而且丝毫不担心自己会逃跑 这让王冲心中有种极其不好的感觉 对了 你不是想见天吗 作为鉴别的礼物 就让你见一见吧 大人 毁灭之子 出现了 太素的轻笑声从天空中传来 下一刻 他的声音一转 朝着时空深处的另一个方向道 似乎在请示着某个更高贵的存在 那一刻 太素的声音恭恭敬敬 如同臣子朝拜君王一般 仅仅只是片刻 就在王冲的感知中 呼 头顶上方的虚空仿佛裂开了一般 同一时间 一股庞大的气息仿佛耗日高悬 散发出无边无际的烈焰 陡然出现在王家府邸的上空 王冲 我找你很久了 一切 该结束了 突然 伴随着那道气息的出现 一个声音威严浩大 弹幕无比 在整个王家府邸的上空回响 不止如此 就在王冲仰头的刹那 他分明感觉到 那铺天盖地的浩荡光芒之中 蕴含着两股熟悉的气息 末日印记 这一刹 王冲突然明白了什么 天从太原那里 得到了一枚末日印记 再加上大罗仙公的那一枚 虽然现在天的真身还没有出世 但凭借着这两枚末日印记 天的本体可以释放出更加庞大的力量 这也就意味着 现在天所衍生出来的分身 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呼 声音乍起 刹那间一个蕴含着无穷无尽 毁灭力量的恐怖洪流 犹如火山喷发般 猛然从上面倾泻而下 无穷的红火烈焰浓稠如水 笼罩了整个王家附近 那一幕宛如世界末日 没有过多的语言 天的分身直接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 那一刹 在这个恐怖的攻击面前 整个王家府邸风雨飘摇 如同沧海一速 随时都会有覆灭的危险 危机 浓烈的危机感 这是王冲第一次直面天的攻击 修炼到现在 王冲已经达到了动天境巅峰 对于武道以及时空法则的领悟 也远远超出了天下绝大部分武者 哪怕是太子为强者 在这一方面恐怕也比不过王冲 但是在见到天的刹那 感受到那股恐怖的攻击 王冲立即明白 两人之间含有着巨大的鸿沟 对于时空 对于武道 对于规则 天的这一击所展露出来的造诣 远远超越了自己 天的本体还处于封印之中 但是数万年漫长生命中积累的经验和技巧 却并不会因为本体被封印而受到丝毫削弱 在王冲的感知中 密密麻麻 难以计数的天地规则 以一种复杂的方式 结合着时空之力 正融合着漫天的红火烈焰朝着自己压来 一阵阵尖叫声从王家府邸的各处传来 这一刹那 所有人也感觉到了那股庞大的毁灭性的力量 一名丫鬟看着上方 眼中露出恐惧的神色 那恐怖的力量还没有落下 就已经对他们造成了极其庞大的压力 现在所有王家人的性命全部细于王冲 就是现在 生死细于一发 就在天发动攻击的时候 王冲瞬间出手 呼 大地震动 一道雷霆般的巨响猛然爆发而出 电光火时间狂逢呼啸 就在王冲脚下一道暗金色的光环突然迸发而出 这并不是王冲第一次动用时空之环 只是这一次和以往任何一次施展都截然不同 连一眨眼的时间都不到 王冲脚下的时空之环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 最后化成成千上万的时空之环 遍布整个王家府邸 几乎每个丫鬟仆人脚下都有一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不止如此 在完成这一切之后 震天的金铁轰鸣声中 一道更加庞大的暗金色时空之环震荡着包围了整座王家府邸 呼 王冲眼中闪过一道灵力的光芒 同时体内猛然发力 瞬息间 所有王家人连同整座王家府邸全部消失不见 而王冲脑后一道巨大的光芽凭空浮现 照耀虚空 就在这一刻 所有王家人包括整座王家府邸在内 全部都被王冲拉入到了光芽神器之中 这一战关系到所有王家人的性命绝对不容有失 来吧 我们决意死战 王冲的怒笑声响彻天地 轰隆隆 在庞大的钢器灌注下 王冲脑后的那轮光芽瞬间庞大了数倍不止 相当于整座王家府邸的大小 而就在那耀眼的火红烈焰深处 苍朗朗 伴随着一阵金属轰鸣 一柄十余丈长的巨大金黄色长剑 烈焰熊熊出现在虚空之中 天神之剑 光碾神器最强大的攻击形态 在王冲全部钢器的刺激下终于显露出来 和以前不同 在王冲庞大的钢器刺激下 这柄天神之剑的威力和气势 远远超越了以前任何时候 哪怕是东北之战 太史施展天神之剑的时候 也远远无法与之相比 在这一段时间里 王冲不断的揣摩钻研 所以这一剑已经不再局限于神器自带的能力 王冲更是将自己领悟的苍生鬼神破灭术 大阴阳天地造化功 以及时空的规则之力 都融入到了其中 王冲甚至将从圣皇那里传承的天子一剑 也融入到了其中 这才有了现在声势浩大的进化版天神之剑 这一剑爆发出来 方圆数十丈内 所有虚空都有如海巢般颤抖 似乎承受不住这一剑的威力 斩神之剑 王冲的爆喝声响彻天语 下一刻 那惊天的燃烧着烈焰的金黄色圣剑 瞬间划破虚空 朝着头顶上爆发出的攻击 狠狠斩去 这一刹天地巨静万籁无声 在王冲这恐怖的一剑面前 就连时间都仿佛停止下来 而无穷无尽的时空 也在为王冲这一剑而颤抖 不可思议 看到这一幕时空深处 以灵魂形态存在的态速 不由为之侧目 一个肉体繁胎的人类 竟然能够将那件神器 发挥到这种地步 实在是惊人 在这个人类的面前 就连太子辈的许多高手 都要黯然失色 不过可惜 依然不是他的对手 王冲确实很强 不管是力量 技巧 还是天赋 都是事所汉有 不过他根本不明白 天这个字的意义 那不是简简单单的天赋两字 就能诠释的 在天的面前 任何所谓的天才 所谓的天赋异禀 都根本不足为道 时空深处 一团金黄色的光芒悬浮 像是叹息般 光芒有如有生命般 波动了一下 感受到其中蕴含的 强大精神波动 很显然 这是太素 没有用的 楼椅罢了 天浩大 红亮的声音 从上空传来 如同宣告着最终的死亡一般 呼 仅仅只是一瞬 那天空倾泻而下的火红色毁灭洪流 立即释放出了害人的威力 以雷霆万钧之势 狠狠撞在了王冲的金黄色圣剑之上 人黄纪第1820集 这一刻 天第一次在王冲面前 展露了自己可怕的实力 如果说王冲的攻击 如同一座坚实的山峰 那么天的力量 就如同一座庞大的山岳 再坚实的山峰 也无法和一座庞大的山岳相比拟 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两股恐怖的力量 在半空中重重撞击在一起 只听一声脆响 仿佛玻璃裂开般 仅仅只是一击 王冲脑后庞大的光面神器 立即受到巨大的创伤 在那耀眼的红光之中 出现了一条条细密的裂纹 王冲浑身一馋 瞬间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 而原本红润的脸庞 也瞬间变得苍白无比 太强了 这一刹那 王冲感觉到了一种强大的震撼 一直以来 他以为除了天的真身之外 自己应该已经无人可挡 但是这一次交手 却让王冲真正感受到了天的恐怖 王冲这一件中 蕴含了大量的时空规则 这种规则之力极其强大 尖于钢铁 但是面对天的攻击 王冲凝聚的这些时空之力 坚持了刹那 便纷纷破碎瓦解了 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 轰隆隆 狂风浩浩 那恐怖的力量落下 瞬间有如一柄锯锤 将王冲狠狠砸到了大地之中 惊天的巨响之中 大地轰鸣 整个京师都剧烈的颤动 周围的烟尘冲销而起 而王冲所在的地面 开始龟裂向下坍塌 地面出现了无数珠网般的细碎的裂痕 在这次正面的对决之中 完全以王冲的失败而告终 结束了 半空中时空深处 以一团金色光芒存在的态素俯看着下方 懒懒自语 说出了一句谁也不知道其意义的话 看来他并不是那个人 神就是神 人就是人 神人有别 这句话在凡事之中人人皆知 王冲也应该听过无数遍 但他却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之前的种种 不管是虎鹿羊三仙的出手 还是三大神军的出现 甚至包括东北之战太史的出现 王冲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也杀掉了天神组织 许多的绝世强者 一次次的胜利 让王冲有了错误的判断 或许以为天神组织的实力不过如此 凭他一己之力就足以对抗整个天神组织 但王冲根本不明白 天神组织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 而是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天 天神组织的所有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 就连十二名太子被强者也是他在一次次纪元毁灭之时拯救出来的 有相当多的太子被强者 甚至本身的能力就是天所给予的 可以说天创造了天神组织 如果他愿意 他可以创立一个两个三个无数个天神组织 即便王冲把所有太子被强者都屠杀干净 但只要天还在 他就可以创立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太子被强者 天神组织就会永生永世的存在 这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差别 王冲并不明白 一直以来他在做的都是无用功 而如今当天出面的那一刻 也就意味着这一场闹剧该彻底结束了 不管是什么毁灭之子还是命运之子 在高高在上的天面前也永远只是大一点的蝼蚁而已 迎接你的命运吧 天浩大洪亮而淡漠的声音从高空深处传来 王冲确实很强 但他终归太年轻了 而且给予他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 和已经逝去的李太乙相比 王冲还是有所差距 这种差距与天赋无关 而是长久积累的结果 天空之中弥漫着刺眼的红光 伴随着又一阵惊天的轰鸣 虚空震荡 一道粗大而炽烈的光柱 从无间的时空最深处铺天盖地排山倒海 朝着下方坠落 向着地面上的王冲狠狠轰去 这一击的力量比之前更加的强大 王冲已经受伤 这一击绝不可能阻止 眼看着王冲就要被光柱吞没 命丧当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无上佛陀 突然之间一个冷峻的声音在时空深处响起 声音未落万道赤裂的佛光突然从王冲上方的光面深处 迸发而出 同一时间 天地间响起一阵阵宏大浩荡的佛家禅畅之声 一个巨大的万字符号出现在半空之中 紧接着万字符号变化化为一尊足有十余丈高的巨大佛陀 宝像庄严 佛光万丈横跟在王冲上方 那佛光里锐气千条 每一条锐气锤下都是一尊小一点的迷你佛陀 成千上万的小佛陀如同众星拱月 环绕在巨大的佛陀周围 俨然化为一个浩大的佛陀世界 这便是无上佛陀 呼 惊天的爆炸声中 那巨大的佛陀神色悲悯 右掌迅速上翻 电光火石之间裹挟着浩荡的佛光 狠狠地迎向天 这恐怖的一击 看到这一幕 时空深处 一直冷眼旁观的太素 浑身俱阵 终于露出了极度震惊的神色 这是太原的力量 怎么可能 同为太子被强者 对于太原的力量他再熟悉不过 可太原不是已经被他杀死了吗 他的力量为什么会到了王冲身上 不 应该不可能称之为王冲了 下一刻太素清楚看到 从王冲头顶的光敏神器之中 传出了一道截然不同的声音 那是王冲的第一神胎分身 自太前太时死后 王冲的三大神胎分身 在天神组织早已不是秘密 深毒之行 王冲获得了太原临死前的馈赠 他不仅将一辈子的记忆给了他 更将自己最后的功力 同时也是最强的力量赐予了王冲 这便是无上佛陀 王冲现在的境界 已经不再需要这种动天境的力量 所以直接就给了光敏忠 和他同行的第一神胎 大地神胎天赋异禀 原本就已经达到了半步动天巅峰的境界 所差的只是一些动天核心而已 得到了太原的残留核心 第一神胎直接就突破了那种巨大的天人屏障 瞬间进入到了动天境 而且第一神胎和王冲本来就混为一体 经验记忆互相共享 王冲在动天境上的所有感悟 也被第一神胎全部吸收 因此这才有了王冲的第一句动天境分身 不管是太素还是天 都只知道王冲达到了动天境 却不知道还有第二句动天境神胎的存在 这句动天境神胎的出手 立即给了天和太素一个极大的意外 呼 电光火时间只见光芒一闪 另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动天境神胎身旁 这一刻王冲的本体和分身一同联手 凭尽全身力量对天发出了毁灭一击 给我开 王冲全身轻轻抱起 他奋剑了全身的力量联合第一神胎 爆发了生平以来最强的一击 太元果然还是找到了你 就在这个时候天的声音突然从上空传来 声音浩大洪亮却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只可惜你还是差了一点 灵火终究还是灵火 你所有的武功都是朕传下的 又如何与朕相匹敌 毁灭吧 毁灭之子 天恐怖的力量如同浩日一般照耀虚空 令天地万物都为之黯然失色 下一刻天本来就已经发出了极其庞大的力量 其中竟然又生出了一股极其庞大的暗劲 就在王冲的目光中 原本漫天的红光突然变化成了红黑二色 彼此互相旋转如同阴阳鱼一般 他阴阳天地造化工 这怎么可能 这一刹那王冲心中震撼无比 他的大阴阳天地造化工登峰造极 对于这门最先学会的中土神州旷世绝学 王冲再熟悉不过 天现在施展出的力量 绝对是大阴阳天地造化工无疑 只不过和王冲不同 这门大阴阳天地造化工明显属于更高一级的存在 如果说王冲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创造出了大阴阳天地造化工的进化版 并且弥补了他的先天缺陷 那么现在天在王冲面前施展出的 就是这门绝世功法的究极版本 阴阳阴阳阴阳即是乾坤 本质上就是时空 这一刹那 那漫天的红黑异色光芒之中 蕴含了多少的时空 就连王冲都数不清楚 可以说 这是王冲一直想要追求 却从来没有达到过的 而天就在王冲面前简简单单地施展出来了 当阴阳碰撞时空 泯灭的那股力量足以让任何人为之骇然 狂蜂呼啸 那恐怖的力量如同泻闸的红水一般 轻泻而下 这一刹那 王冲的心沉到了水底 天的实力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可怕 尽管本体被封印 但是天的分身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就已经足以让任何人感觉到深深的绝望 这一刹 王冲突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泰素会在一旁作弊上官了 恐怕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出于对天的尊重 更多的还有对于天实力的绝对自信 王冲的眉心秃秃直跳 这一刻他感觉到了一股浓烈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 然而不管王冲想做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 就算是闪避也无法做到 因为天和泰素已经将整块区域完全封锁 那庞大的力量席卷而下整个时空都在站立 似乎承受不住这股恐怖的力量 眼看着王冲和第一神胎就要在天的攻击下重创 甚至死亡 就在这个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王家府里的地底深处一股强烈的震动传出 同一时间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王冲耳中 主人我来帮你 那个气息在地底不知藏了多久 直到这个时候猛然爆发而出 甚至就连泰素部下的禁制也无法阻挡 只是眨眼之间一道熟悉的身影 身上披着土黄色的古代战甲 从地底一跃而出出现在了王冲的身前 小眼 王冲眼皮狂跳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从地底冲出的 竟然是他出发前往深毒之前 留在京师的小眼 恶魔 就是你害了小草 害了我的主人 我不会放过你 此时此刻的小眼冲着时空深处 天气息所在的位置直冲而去 他的身上罕见地充斥着一股滔天的怨恨 这一刻的小眼也是王冲从来都不曾看到过的 那滔天怨恨化为浓烈的黑气浩浩荡荡 从眼兽占据的那具太史身体中迸发而出 看起来骇人无比 而在仇恨支撑下的眼兽 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的强大和可怕 主人 我掩护你 你快逃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主人 我绝不会再因此失去第二个主人 报 人黄记第1821集 小眼洪亮的声音响彻天地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从地下冲出的刹那 没有任何的犹豫 小眼瞬间引爆了这具 动天境的强大肉身 不止如此 就连小眼恐怖的精神力 在这一刻 也跟着一起彻底的爆裂开来 啊 石炎兽 感觉到那恐怖的毁灭性的精神风暴 这一刻 连太素都变了脸色 和其他太子辈 强者不同 太素是纯粹的精神力存在 他虽然有众多的化身 但那些化身对于他来说 就如同人穿衣服一样 本质上 太素就是属于灵体的存在 小眼的肉身爆炸还在其次 根本伤不了他 但是精神力的自爆 对于太素这种灵体的存在 却拥有巨大的威胁 单就精神强度而言 作为单纯的精神力生物 现在的眼兽属于成熟体状态 即便是太素 也不愿意直面这种级别的恐怖爆炸 呼 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 无匹的混乱能量混合着精神力 凝如实质 辐射整个空间 王家伏底所在的区域 原本被一道红色的结界笼罩 但是在小眼自爆的能量作用之下 赫然咔嚓嚓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原本稳固的结界 这一刻也出现了巨大的破绽 混蛋 回我姐姐 太素居高临下 看到这一幕整个人咬牙切齿 愤怒不已 它虽然自诩为灵体存在 和眼兽一族有些类似 但却从内心深处 瞧不起这种低等的精神力生物 上古时代 它不知道杀过多少这种眼兽生物 获取它们的精华 凝练承担 供给天和十二名太子卑 如今竟然被一头眼兽 逼得这么狼狈 甚至在天面前结界都破碎了 让它如何忍受 万象齿素 疯 高空中的时空深处 那团太素所画的金色光芒之中 光芒一闪 立即献出一根一尺左右 如象牙般洁白的古老尺子 尺子表面还有许多古老的金色神闻 看起来神圣无比 而且散发着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太素支持 这是太素的本命法器 也是属于某个纪元的最强产物 太素心念一动 就要利用这根本命法器 将这里甚至更大的区域封印 只可惜太素低估了王冲的反应 就在小眼爆炸 太素准备动用太素齿的刹那 一股庞大的精神力 透过结界缝隙 以雷霆万钧之速 猛然击中了时空深处 太素所画的金色光芒 在王冲精神力的冲击下 太素的动作 立即出现了刹那的延迟 而借助着这一刹那的机会 王冲和第一神胎 瞬间爆发了自己最强的一击 斩神之剑 无上佛陀 两人的全力一击 再加上小眼的自爆 立即衍生出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这股力量席天卷地震撼万物 然而面对这样恐怖的一击 众人耳中听到的却是那淡漠平静 始终如一的声音 没有用的还是不够 随着那浩大的声音 一股泰山般的力量从上方压下 天的分身强大的不可思议 即便三人联手也依然无法抵挡 是吗 天 再试试这一招 刚风浩浩 眼看着双方的最强力量即将猛烈地碰撞 王冲包括整个王家数百人的性命就细于这一击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浮现 就在天的钢器之中赫然出现一柄表面有着复杂花纹的短集 太前之集 这柄李海之盼被王冲夺来属于太前的本命法器 此时此刻被王冲用来对付天 作为太前的本命法器 这柄黄金短集拥有极其强大的破钢之力 仅凭这柄法器本来还不足以对付天 但在王冲和第一神胎联合小眼对付天的关键时刻 却发挥出了关键作用 爆 电光火时间就在黄金短集突入天的钢器中的刹那 王冲毫不犹豫引爆了这柄太前的本命法器 随着一声惊天的爆炸 这柄黄金短集立即炸成了成千上万的碎片 而法器爆炸的力量迅速化为一股恐怖的洪流 横扫四面八方 在天的钢器中引发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天的力量和王冲第一神胎以及小眼的力量猛烈地撞击在一起 再加上黄金短集制造的威力 天那犹如泰山般沉重的力量终于出现了一丝混乱露出了一丝破绽 而高空中时空深处也隐隐传出一声惊呼 王冲这突如其来的一手 连天都感觉到了一丝惊讶 但王冲已经无暇去顾及这些了 如果王冲愿意甚至可以一窥天的真正长相 自战斗以来 双方之间一直都是能量和气息的交锋 而且中间有重重的时空相隔 王冲始终没有见到天的本体 而作为圣皇一生最大的敌人 天的真容一直是王冲最想知道的 然而此时此刻 王冲全都无暇顾及了 走 没有丝毫有余 王冲浑身爆发出了一股强烈的银白色光芒 瞬间卷住第一神胎 同一时间 王冲的手掌一张 一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震荡着迅速辐射而出 笼罩住了小眼爆炸的残痕 为了对抗天 保护王冲 小眼毫无保留 拼尽全部力量 王冲可以感觉到 他的力量在迅速的衰弱 如同风中的残烛 灵魂自爆 对于任何武者来说 都是大忌 一旦自爆 必死无疑 小眼 坚持住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你死的 王冲咬紧牙 嗡 光芒一闪 指示弹指间 小眼参与的灵魂能量 立即如同水流般 向内坍塌收缩 封入王冲 暗金色的时空之环之中 魂火 而在封印的同时 王冲毫不犹豫 发动命运之时的能力 一团蘸蓝色的能量 立即包裹住小眼的残魂 魂火 这是王冲目前所知 唯一能保存小眼残魂的力量 电光火时间 王冲带着第一神胎 小眼残魂 以及光敏神器中所有的王家人 化为一道闪电 透过天露出来的那丝破绽 以及太速结界中的那丝缝隙 飞顿而出 生死在此一举 王冲瞬间爆发出了所有潜力 如同海浪炸开 王冲所化的银白色彗星光芒 在虚空一跳 立即破开时空 消失在无尽的时空深处 哪里走 速耻惊微 而后方看到这一幕 太速神色一冷 那根古老的神尺 在一股强大力量的支配之下 立即从虚空中跳起 神尺中更是迸发出一股 成千上万的能量光束 这些能量纵横交错 隐隐化为天地精维 天地如细沙 时空如汪洋 一旦顿入时空深处 立即宛如大海捞针 根本寻找不到 不过 作为天地间存在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太速却拥有一些特殊的手段 依然可以从浩瀚的时空中 找寻蛛丝马迹追踪到王冲 不必了 让他去吧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威严无比 突然直接在太速的脑海中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太速浑身一颤 原本忌起的神尺 也定在空中没有继续发动 大人 就这么放他走了 岂非前功尽弃 而且这次有了教训 他恐怕会小心谨慎很多 再想抓他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太速回过身 对着时空更深处的某个地方道 王冲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连续杀了太前 太史不说 这一次他和天亲自出手 布下天罗地网 竟然还是被他找到机会 成功逃跑 以后要想抓他 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而且王冲并非弱者 如果他像这一次一样 刻意收敛气息 混在京师数百万的人中 即便以他和天的能力 也很难搜寻得到 更重要的是 王冲已经破坏了他们 净化计划在内的许多计划 如果依旧放任他在外自由行动 日后还不知道 对天神组织造成多大的威胁 不必在意 他不会走的 也走不了 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自己回来 天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淡漠 同时透着一股无上的威严 似乎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而下方太素正了正 似乎明白了什么 是大人 太素很快开口道 声音恭敬无比 对于天的决定 他从无怀疑 既然天这么说 那么王冲必定会再次回来 嗡 光芒一闪 天的气息和太素的气息 瞬间消失在虚空之中 而地面上满目疮痍 原本王家府邸所在的位置 则是一片空白 就好像这里原本就是如此 从不曾出现过什么东西一样 而不知道过了多久 王家府邸的周围 伴随着一阵人群喧哗声 一道道身影 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这些人望着王家府邸 原本所在的位置 一个个满目茫然 似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 更准确的说 对于他们来说 这里好像本来就是如此 根本不曾存在过 什么王家 冥冥中 似乎某些东西再一次 从京师百姓的脑海中被抹除了 无尽的时空深处 王冲快如闪电 不停地跳跃变换位置 拼尽最大的能力逃离京师 无尽的时空 本身就是一处极好的隐藏之地 哪怕对于洞天境强者来说 也极难追踪 不知道过了多久 王冲感觉到背后 那股如影随形的追踪彻底消失 这才松了一口气 终于摆脱他们了 王冲难难道 这一战王冲耗费了全部体力 损失了一件顶级法器 黄金短级 连小眼都自爆了 才争取到这一线生机 连王冲身上也是伤痕累累 仔细回想 这一战恐怕是王冲重生以来 经历过的最凶险一战 天的实力 远比王冲估算的强大得多 王冲一直以为 动天境强者的实力相差 不会太过悬殊 天的分身也达不到 神武镜 然而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天的分身虽然不到神武镜 但绝对相当于四个动天境强者 双方的差距太过悬殊 电光火时间 这些念头从脑海中飞掠而过 王冲很快便无暇去思考这些 嗡 王冲手掌一张 掌心立即出现一团 湛蓝色的光芒 小眼 我一定不会让你死的 王冲望着手中那团微弱的光芒 狠狠地咬解了牙根 小眼是为了帮助王冲逃脱 才自爆钢器和灵魂 没有她 王冲绝对难以轻易地从天的掌下逃脱 而且仔细回想 王冲心中还有很多的迷惑 比如眼兽 为什么会出现在王家府邸的地里深处 又在那个时候突然爆发而出 但是这些现在已经不重要 王冲可以感觉到小眼的灵魂破碎不堪 如同风中残火一般随时都会熄灭 小眼 坚持住 王冲生出一股意念 沟通那股淡蓝色的光芒 随即爆发出全部残余的洞天竞刚器 涌入其中 竭力维持那团湛蓝色光芒的稳定 命运之时 保下小眼的灵魂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无论付出多少命运能量点 都要把它给我救回来 王冲瞬间沟通脑海中的命运之时 咬着牙狠狠道 人死如灯灭 灵魂自爆基本上必死无疑 生死已经超出了五道的范畴 王冲只能把所有希望放在命运之时上 到目前为止 命运之时已经展现了许多不可思议 远远超出五道范畴的能力 比如自己的重生 比如操控气象 甚至包括现在 保存小眼灵魂的魂火技能 都是命运之时的能力 人黄记第1822集 嗡 似乎感受到王冲心中强烈的意念 王冲脑海之中 命运之时主动爆发出炽烈的光芒 下一刻 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住了小眼的残魂 收到宿主请求 残魂扫描中 检测到目标破损灵魂 破损程度98% 正处于湮灭过程 预计14分08秒 目标灵魂彻底消失 命运之时冰冷而机械的声音 再次想起 破损程度98% 听到这个数字 王冲心中振振冰凉 换句话说 现在的小眼已经接近形神俱灭 没有一块完整的了 而且小眼灵魂的湮灭 已经在进行 这也就意味着 王冲不敢再想下去 眼兽其实并非善灵 在上古时代 他就是恶魔的改名词 所有的舞者如必蛇蝎 甚至在大罗先军的地下洞府 两人第一次遭遇的时候 双方也是敌对关系 王冲甚至还差点死在他的手中 但是一路接触下来 王冲发现在人人畏惧 如必蛇蝎的外表下 小眼其实也拥有一颗和人类 一样的灵魂 他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被人误会 也会感到委屈 他也会感到孤独 害怕 在本质上 他其实就是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 小眼是为了自己 才自爆灵魂的 命运之时 救下小眼 无论如何要救下他 动用命运执政官能力 动用所有命运能量点 我只要一个结果 无论如何 不要让他死 王冲 紧咬着牙根 执着到 王冲 不知道命运之时 有没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但此时此刻 王冲动用了自己 所有能想到的方式 动用命运执政官能力 命运能量点 这是王冲 能够想到的最强的两种方式 虚空中一片死寂 气氛安静的可怕 王冲说完之后 命运之时便陷入到了一片漫长的静默 仿佛还在不停地扫描眼兽破碎的灵魂 收到请求 目标灵魂再次扫描中 一分钟 两分钟 时间缓缓的过去 每一秒都度日如年 在以往的时候 王冲对于时间的感知还没有那么敏锐 一分钟两分钟也算不了什么 但是对于现在来说 小眼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十二分钟了 扫描结束 目标灵魂破碎太过严重 重塑灵魂基本不可能 不知道过了多久 命运之时的声音再次响起 那死刑宣告般的声音 如同一柄锯锤 重重地撞击在王冲脑海中 破碎了王冲心中所有的希望 连命运之时都无法做到吗 王冲身躯颤抖 眼前阵阵灰暗 他没有想到即便倾尽全力 把小眼的灵魂抢救下来 带到这里也依然救不了他 自重生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为了救自己而死 这一刻王冲只觉得胸口 堵了一块石头般难受 然而就在王冲觉得失去所有希望的时候 突然之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意外情况 再次检查中 目标碎片中检测到微小的核心部分 目标灵魂无法重塑 但有8%的几率以另一种形态存活下来 请问是否动用执政官之力 拯救目标 无比的寂静 那一刹那 王冲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本来以为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希望 但没想到峰回路转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不过8% 王冲心中颤抖了一下 依旧不敢放松警惕 请问核心部分是什么意思 王冲小心翼翼道 命运之时中一片沉寂 片刻之后 那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眼兽的生命本质和人类不同 所谓核心是眼兽这种精神类生物独有的部分 只要这一部分残留 即便灵魂破碎 这类精神体生命也有很大的概率重新复活 不过目标破碎程度太过严重 复活几率极低 只有8% 听到这个答案 王冲都呆住了 眼兽的生命形态和人类不同 这王冲当然早就知道 只是他没有料到 这竟然成为了拯救眼兽的关键 命运之时使用一切办法 一定要让眼兽活下来 王冲命令道 收到宿主命令 动用额外权限 命运淬炼 宿主身为命运执政官 拥有最多两次命运淬炼的机会 提醒宿主 此次过后 宿主还剩一次动用额外命运淬炼的机会 请宿主谨慎使用 使用命运淬炼能力 王冲毫不犹豫到 王冲话音刚落 一股庞大的力量 立即从虚空深处喷涌而出 以雷霆万钧之速 涌入到了小眼的残魂之中 刹那间 只见火焰熊熊 不过短短时间 原本湛蓝色的魂火 立即变成了紫红色 而且火焰范围直接膨胀了数倍有余 这一刻看起来 真的宛如另一种形态的炉火锻造一般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鸣 紫红色的火焰四溅 看起来就好像虚空中 有一头无形的巨人 挥动着看不见的巨锤 狠狠敲打着小眼的残魂 这就是命运的淬炼之力 伴随着那无形巨锤的落下 王冲能明显感觉到眼前一串数字浮动 仅仅这一锤 王冲就感觉到自己被消去了五十万之巨的命运能量电 这一刻他突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命运淬炼之力被称为额外权限了 一锤下去就消耗五十万命运能量电 即便再多的积累也很容易消耗一空 关键是想要拯救小眼的灵魂 绝不是一锤就能解决得了的 那声音浩大而洪亮 在虚空中不断响起 一连八锤下去 王冲就消耗了四百万的命运能量电 而小眼的灵魂依旧没有复苏 尽管如此 王冲也清楚地感知到 小眼原本破碎的灵魂 这一刻凝练了不少 许多杂志也被敲打出去 而小眼灵魂的复苏几率也从百分之八 提升到了百分之九 一锤又一锤 小眼存活的几率不断增长 百分之九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十二 王冲的命运能量点 以巨额的幅度消耗着 但王冲心中 却并没有太大的波来 相比起小眼的性命 多少命运能量点 都不重要 命运之时 是否还有其他方式 提高小眼复活的几率 王冲开口道 当小眼的复苏几率 提升到百分之二十八 王冲敏锐的感觉到 命运淬炼的提升效率 明显缓慢了下来 就好像遇到了某种屏障一样 还有一种方法 不过会对宿主的身体 造成很大的伤害 命运之时沉默片刻 终于开口道 不过他的话还没说完 便被王冲打断了 不管什么代价 立即使用 王冲毫不犹豫到 呼 下一刻 剧烈的紫光闪烁 收到王冲的命令 命运之时 再没有丝毫的犹豫 冥冥中 一股无形的力量 沟通了王冲和命运之时 还没等王冲反应过来 下一刻 一股庞大的犀利 从命运之时中爆发出来 王冲立即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精神力 连同大量的生命能量 都被命运之时萃取过去 然后作为某种养料 灌注到了命运淬炼的能力之中 就在王冲的目光中 命运之时再次启动命运淬炼之力 只不过与以往不同 这一次 王冲明显看到一柄巨锤 凝如实质 直接显现虚空 然后在巨大的轰鸣声中 以雷霆万钧之速 狠狠地砸落在小眼 紫红色的灵魂光芒上 这一锤 银光四射 远胜之前 小眼核心的灵魂 直接被凝炼成一团 而小眼残魂的复苏几率 也终于突破了百分之二十八 迅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八 并且还在增长 呼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伴随着一阵轰鸣地动天摇 就在王冲感觉到精神力和体力 大幅消耗极度疲惫的时候 终于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 半空之中 那团紫红色的光芒定格不动 至此 所有的杂质都被清除干净 只余像一团最核心的东西悬浮在半空 和原本的灵魂相比 那团核心部分 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一不到 感觉上也极为的微弱 但它确确实实是小眼的灵魂无疑 小眼 王冲感受着半空中那团熟悉的气息 心中喜悦无比 成功了 经历千辛万苦 小眼真的活下来了 王冲心中喜不自禁 连忙将小眼残存的灵魂收入了手中 虽然小眼现在的灵魂非常微弱 远远无法与巅峰时相比 但能够在自爆之后活下来 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 主 主人 好像只有一刹那 又仿佛过了无数个漫长的世纪 终于 一个微弱的声音在王冲脑海中响起 看着眼前的王冲 小眼的灵魂剧烈波动着 声音中满是不可思议 很显然 那场剧烈的大爆炸之后 连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活下来 王冲喜不自禁 这绝对是这段时间 他所收到的最好消息了 来不及多想 王冲迅速延伸出一股精神力 扫描小眼的灵魂 没有问题 现在的小眼已经失去了 原本那股毁天灭地的害人力量 几乎就相当于一个新生儿 一切又需要重新开始 但王冲并没有从他的灵魂中 找到任何的瑕疵 命运之时 凭借着本身强大的力量 以不可思议的手段 弥补了他的缺陷 有没有力量 已经无所谓 小眼还活着 这才是最重要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还记得之前发生的事吗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王冲试探着问道 深毒之行 小眼并没有离开 而是一直留在京师 到目前为止 他恐怕是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 只不过王冲心中 依然隐隐有些担心 小眼灵魂自爆 会对记忆和灵魂造成多少的损伤 到现在都还无法估算 如果最担心的事情发生 那么恐怕自己从小眼这里得到答案的希望将跟着一起彻底破灭 然而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主人 我们被算计了 天和天神阻止的人已经完全接惯了警师 小眼的声音从那团湛蓝色的光芒中传出 声音微弱但却非常稳定 显然已经脱离了危险 主人 无论如何 都要阻止他们 下一刻 眼兽将自己的记忆展示给了王冲 原来自东北大战结束之后 小眼就一直徘徊于抑郁王府和王家府邸之间 一方面负责两边的安全 另一方面也是用来静心修炼 全力融合太史的那具强大的肉身 眼兽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获得过一具人类的肉身 对于身为兽类的小眼来说 要从四体形态顺利过渡到双脚直立的人类形态 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一般意义上眼兽一族并不会接受人类的肉身 但太史的肉身实在是太强大了 一具动天境的躯体即便是对于眼兽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强大才是最吸引他们的东西 眼兽大半的时间都待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地方进行修炼 对于地面上的事情并没有太多去插手 第一个将它从修炼中唤醒的其实是王冲的第三神胎 在王冲离开之后 第三神胎第一个察觉到京师的项柳大阵有些运行不畅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阻碍 但是第三神胎查不到原因 和第二神胎联手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就想到了地底深处修炼的眼兽 眼兽作为精神灵体的生物 但论精神力的强度就连王冲本体都比不上 更不用说是王冲的两大神胎分身 在某些细微之处 眼兽的感知要远比它们敏锐的多 人黄记第1823集 眼兽对于王冲极为忠心 所以很快就如约出去巡查 然而就在他外出巡查的时候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首先是小眼发现维护整个京师的项柳大阵 被一股强大的外力入侵直接停滞下来 紧接着王冲留在京师的两大神胎分身 齐齐受到了攻击 而攻击他们的不是别人 正是太素和其他几名太子被强者 王冲的两大分身虽然强大 但和太素这些资深的洞天竟老怪物相比 还有不小的差距 不过京师毕竟是王冲的地方 有大量的高手坐镇 还有邪地老人 乌伤村长等人从旁辅佐 所以战斗爆发 围绕着第二神胎和第三神胎 坐镇的异域王府和王家府邸 立即爆发了激战 这一战甚至连苏政辰都出手参与到了其中 战斗远比想象中的激烈 眼兽赶到现场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无数纷飞的尸体 以及漫天狂暴的毁灭洪流 但掩兽入场之后 也凭着庞大的精神力 对太素等人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 本来依靠众人之力 再加上帝力还能和太素等人抗衡一番 但是这场战斗并没有进入众人想象中的僵持阶段 一道人影的横空出世 彻底打乱了这场战斗的进程 天 王冲心中震动了一下 已经猜到了答案 就在战局最激烈的时候 一股红光突然从天而降 那恐怖的毁灭性力量 瞬间击败了王冲的第二 第三神胎 苏政辰 邪地老人 以及老村长 所有人瞬间 都被那股凭空出现的力量 彻底击败了 双方的差距太过悬殊 以至于临到最后一刻 包括小眼在内 竟然没有一个人看清楚最后出现的那道红光的真面目 换句话说 众人连天的真面目都没有见到 就被击败了 巫商村长 邪地老人 包括苏政辰在内 被那股红光卷入其中 直接消失不见了 而王冲的第二 第三神胎 察觉不妙 第三神胎直接施展了冰封世界 将大半个惊师冰封 赢取了一丝逃走的机会 成功逃离了京师 最后 除了王冲的第二神胎和第三神胎 以及少部分人成功逃走之外 其他人全部被天俘获 从小眼的记忆中得到答案 王冲心中一片沉重 久久说不出话来 第二神胎和第三神胎负商逃走 这无疑是目前听到的最好消息 但是邪弟老人和乌商村长等人 被天所勤获 又挽入一块石头 重重压在了王冲的心头 短短一趟深毒之行 经诗之中发生太多太多的事了 用变天形容也毫不为过 这是王冲之前所不曾想过的 在这场王冲和天神组织 以及天的较量中 毫无疑问 拥有人质一方的天 已经占据了上风 师父 村长 苏老前辈 我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的 王冲心中暗暗道 小眼 你为什么没有跟他们逃跑 反而还留在地底下 两久 王冲问道 这一次天和太素埋伏一旁 突然发难 打了王冲一个措手不及 如果不是小眼突然从地里冲出 自爆灵魂和整个肉身 为王冲创造机会 恐怕王冲绝没有那么轻易 就能够从天的手中顺利逃脱 可以说是小眼用自己的生命 为王冲打开了一条通道 我是最后才感到战场的 当时天的注意力 被第二和第三身态吸引 并没有过多的注意我 而且我们眼兽一族 在精神隐秘方面 有一项天赋神通 叫做无痕梦言 可以把全身的精神力缩为一团 没有任何的气流涌动 即便是天也很难察觉到 小眼沉饮片刻开口道 王冲点了点头 眼兽一族确实非常的特殊 通过之前的命运淬炼 就感觉出来了 正常人类灵魂自爆 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但眼兽却因为自身的特殊性 成功逃过一劫 天的实力极强 一般人想要瞒过他的感知 恐怕还真不容易 但是作为精神体的眼兽 却不一样 以小眼的能力 还真的可能做到这一点 当时我也准备离开京师 但是最后一幕看到的东西 却让我改变了主意 小眼沉声道 那些人成功之后 并没有俘获主人的父母 以及其他的王家人 恰恰相反 他们把相当一部分人放回去了 不知如此 就连王家府邸和异域王府 他们都找人休憩一心 恢复原状 甚至从外部看来 根本没有任何的异样 一切看起来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当时我就知道 这些人所谋极大 他们的目的 绝不是那么简单 恐怕极大的可能 还是冲着主人你来的 小眼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京师距离深度路途遥远 就算我有心寻找 也不一定找得到主人 所以我就索性留在王家府邸的地底 将所有的气息收敛 折服不动 静静等待主人回来 后面的事情小眼没有再说下去 也已经用不着再说了 而王冲听完 心情复杂不已 又是感动 又是愧疚 小眼对自己绝对是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只可惜他的实力 恐怕很长一段时间 都难以恢复了 小眼 谢谢你 王冲望着手中小眼的灵魂 由衷谢道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恢复 顿了顿 王冲接着道 对了 你认识天 想起之前自爆时 小眼流露出来 对天的那股刻骨的怨恨 王冲突然开口道 是 他就是杀害小草的元凶 小眼开口道 毫不掩饰 对于天的怨恨 就算是再过个千年 哪怕是花承辉 我也永远记得他的气息 小草 王冲目光跳动了一下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从眼兽的口中听到这个名字了 小草这个名字普普通通 平平凡凡 但王冲却知道 这只是眼兽对他的称呼 在人类世界 他还有另一个名垂千古 被所有人记住的显赫名字 皇帝轩缘 你是说天使杀害皇帝轩缘的杀手 即便心中有所猜测 但眼兽说出来的这个消息 依然让王冲感受到了一股极大的震撼 因为在所有人的记忆里 无论多少个平行世界和时空未面里 包括众多的史书中记载 皇帝的结局都是带领着文武百官 以及众多的后宫嫔妃成龙登天 最后成为了中土神州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地 虽然成龙登天不可信 但这多少也寄托了一种美好的幻想 而且作为皇帝轩缘那样名垂千古的君王 左拥四海统御天下 最差也应该是安享满年 和所有的君王一样寿终正亲 但是从小眼的叙述来看 一切恐怕远非如此 我记得当初你不是被小草亲自封入弟弟的吗 至少那个时候小草应该是还活着才对 你又怎么肯定她是为天所杀呢 王冲微微皱了皱眉 开口道 一切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当年和小草作对的那些人 原本就是天派出来的 所谓的吃油原本就是天的部下 小眼颤抖着声音怒声道 什么 听到这句话王冲脸色都变了 传说中和轩缘争夺天下的吃油 竟然和天有关系 这是王冲所不曾想到的 这绝对是个极度震撼性的消息 而且虽然当年我被小草封印在地底 永远不能抵达地面 但我和小草之间一直有某种心灵联系 后来进入地底不久 我和小草之间的联系彻底断绝了 而在短绝之前 我收到了小草透过灵魂链接 发来的最后一段信息 小眼憎恨至极的声音再次从耳边传来 她知道我一定会不顾一切从地底冲出 所以提前留下了那段信息 她告诉我她的对手很强很强 根本不是我可以对抗的 而且她所做的一切都在对方的算计之中 在这个时代她已经失败 失去了所有和她对抗的能力 她告诉我无论如何 一定要忍住绝不能为她报仇 更不能离开地底 她在讯息中告诉我 在漫长的时间之后 必定还会有一个气息和她相似的人再次出现 她会是我未来的第二个主人 她让我跟从她 帮助她 就像当初帮她一样 未来出现的那个人将是一切的关键 她会为她报仇终结所有的一切 小眼沉声道 一段尘封的故事被掩兽第一次揭露 仿佛把人再度拉回了上古 那个遥远的时代 让人感觉一种莫名的悸动和荡气回肠 更令王冲感到震动的是 自从跟随自己以来 这还是沿兽第一次在她面前提到这段隐秘的消息 这一刹她突然明白小眼为什么在漫长的时间中 会对大罗仙君那么言听计从了 还有她在地底为什么会那么烦躁了 这一切恐怕绝不仅仅是因为大罗仙君的预言 又或者沿兽无法忍受数千年漫长的孤寂 在她的内心深处恐怕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替小草复仇 所以天刚一出现你就认出她来了 王冲长叹一声道 不知如此我还从她身上感觉到了小草的气息 她身上有属于小草的东西 而那个东西小草是绝不可能给任何人的 眼兽恨声道 王冲没有说话 她的表面平静 但内心深处同样是汹涌起伏 天的身上有轩辕的气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万人敬仰的千古一帝真的死在天的手中 还有小眼为什么一直坚持称皇帝轩辕为小草 按照王冲所知小草这种名字应该并不符合上古时代的命名规则 在过去的历史里王冲不知道还尘封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小眼你说在我身上感受到了和小草相似的气息 是说的这个吗 王冲沉吟两久 心念一动突然五指张开 一点点刚气璀璨无比 立即在王冲的掌心按照某种规律自动的凝结 最后化成一块和命运之石一模一样的投影 命运之石早已和王冲的灵魂以及身体融合为一 就算是王冲也无法将它取出 不过王冲还是可以模拟出它的形态色泽 同时将一部分命运之石的气息和力量传输到投影之中 至少从外部看来 王冲手中的投影看起来和命运之石一模一样 而做完这些之后 王冲就死死盯着对面的小眼 没有放过任何一丝它的变化 包括灵魂波动 对于当年的一些事情 包括眼兽口中的小草 王冲早就有所猜测 只是一直都无法证实而已 而眼下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虚空一片寂静 此时此刻眼兽似乎也被王冲掌心的命运之石头影所吸引 好像过了一刹那又好像过了无数个漫长的世纪 小眼的声音终于在王冲耳边响起 不错就是这个 眼兽肯定道 这平平淡淡的声音落入王冲耳中 瞬间炸的王冲两耳嗡鸣 脑海中嗡嗡直响 就连血液都在往上涌 或许连眼兽都没有意识到他在说什么 至少王冲可以肯定小眼应该并不知道命运之石的底细 但是对于王冲来说 眼兽那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所蕴含的力量 已经比得上他重生这件事了 一千多年前 那个眼兽口中的小草被中土神州亿万生灵 包括后世无数个王朝所尊崇崇拜的那个帝王 竟然和他一样同样拥有命运之石 这一刹那王冲心中掀起了万丈波澜 电光火时间 王冲脑海中思绪万千 瞬息间想到了许多许多 他并不是孤单的 至少王冲可以肯定 千年之前的那位皇帝轩元和他有着同样的遭遇 他或许被人熟知的名字是轩元这两个字 但王冲却可以肯定 小草这两个字恐怕才是他真正的名字 自己应该称呼他为命运体几号呢 是三号 四号 又或者是一号 这一切实在是有太多的谜团了 人黄记第1824集 还有一点无法解释的是 如果一切像自己想的那样 那一位也是一名穿越者 那又是为何肯定未来会有和他一样的人出现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冲胸膛起伏 久久难以平静 小眼放心 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 小草是被那个人所杀 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和你一样为小草报仇 王冲深吸了一口气 回过神来看着眼前小眼的灵魂道 另外你知道第二神胎和第三神胎隐藏的位置吗 王冲问道 王冲和两大神胎之间的联系绝非自然切断 王冲不知道天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但王冲相信小眼一直就潜伏在京师之中 他一定知道两人潜伏的位置 天的实力太强了 而且他的身边还有太素等人从旁辅佐 王冲必须尽快找到两大神胎 帮助他们疗养伤势 同时借助他们的力量对付天 我在他们身上提前留了两道精神烙印 虽然烙印受到影响 但却能够判断出他们的大概方位 眼兽开口道 说着便将自己感知中的位置告诉了王冲 小眼你现在的灵魂状态非常脆弱 恐怕还得麻烦你像以前一样寄居到我的身体之中了 王冲沉声道 他的心念一动立即释放出一股灵力 包裹住小眼的灵魂核心 将他纳入到了命运之时中的本源空间里 和炎磨之王一起 利用命运之时的能量慢慢的温养 王冲的本源空间中储存了大量能量 再加上命运之时的特殊能力 对于小眼的恢复有极大的帮助 狂风呼啸 解决完小眼的事情 王冲定下神来 这才有空打量四周 这里是一片荒山之中 脚下就是一片荒芜的山脉 而方圆十余里内根本要无人计 从目前来看至少短时间内 天和太速他们是不可能追上来的 王冲心念一动很快想起了另一件事 下一刻王冲心念一动从脑后召唤出了那轮光面神气 只见光芒一闪 一轮昊日立即悬浮虚空 只是和以前不同 那红色的光芒之中蕴含了一条条裂痕 看起来触目惊心 天的实力强大的难以置信 即便是现在回想也让人震撼不已 这一件光面神器 号称钢铁壁垒 坚不可摧 在和太史的战斗之中 王冲无数次的攻击 都被太史的这道光面神器挡了下来 而光面神器中蕴含的天神之剑 也凌厉到了极点 可以说是最强的矛和最强的盾的结合 但是这件强大的法器 在和天的战斗中直接就被它震裂了 表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裂痕 不过王冲的心中 也只是波动了一下 很快便压下了所有的念头 它的身躯一晃 立即揉如一抹鱿鱼一般 钻入到了光面神器之中 消失不见 虚迷 纳于戒子 对于世俗的舞者来说 这是不可思议的能力 但是对于动天境的强者来说 只是弹指之间便能办到的事情 作为一件顶尖的神器 这枚光面可大可小 而光面的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当王冲进入到光面之中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周围四处弥漫的红光 而就在红光的最深处 在一片平坦的地面上 王冲看到了那座熟悉的张灯结彩 挂满了大红灯笼的王家福底 这辈子除了拯救世界 改变这个世界毁灭的命运 对于王冲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家人 面对天和天神组织的威胁 王冲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无上神通 利用自己掌控的时空之力 将整个王家福底连根拔起 挪移到光面神器之中 这样大范围的挪移消耗了王冲大量的能量 这也是王冲在后来和天之间的战斗中 极其被动的原因之一 不过尽管如此 王冲却并不后悔 看到了熟悉的福底 王冲心中激动 他的身躯一晃 立即积极地穿过王家福底的院墙 进入到了福底之中 只是刚已踏入王府福底之中 王冲立即心中一冷 体内的血液也几乎随之凝结 太安静了 与王冲想象中的热闹不同 当王冲踏入这里 既没有积极上前来迎接的母亲 也没有出现大哥和二哥他们 整座王家福底一片安静 宛如一座空城般 怎么会这样 王冲心中猛地颤动了一下 下一刻 王冲心念一动 强大无匹的精神力破空而出 立即笼罩住了整座王家福底 而当王冲查探清楚王家福底的情形 一颗心也沉到了水底 这一刻的王冲 注立在王家福底的大门口 整个人遍体声寒 就在王冲的感知中 整个王家上上下下数百口人 全部都陷入了昏迷状态 走廊 亭台 假山到处都是昏倒的王家丫鬟 仆人 侍卫 他们的灵魂气息非常的微弱 如同风中如火一般 随时都可能熄灭 这看起来可不是什么昏迷睡着的 娘亲 王冲脑海中闪过一道念头 心中一颤 瞬间掠过重重空间 出现在书房之中 书房里一片安静 一切还保持着大战爆发前的样子 而王冲的母亲王夫人 就躺倒在王冲那张太师椅上 她的头颅浮在桌岸上 发出一阵阵微弱的呼吸 看起来似乎陷入了酣睡之中 王冲心中颤抖 下意识地走过去伸出手来 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自己的母亲 然而王夫人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一刹那 王冲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她能感觉得到母亲的生命气息极不稳定 几乎是下意识地 王冲散发出一股精神力 融入到母亲王夫人的脑海之中 片刻之后 王冲的一颗心沉到了水底 情况有些不妙 老夫人的魂魄似乎有些残缺 不在体内 一个声音突然在王冲脑海中响起 不是王冲 却是她脑海中的小眼 当王冲的精神力延伸到王夫人脑海中时 小眼也同样感知到了王夫人体内的情况 不知是老夫人 所有人体内的魂魄都残缺不全 怎么会是这样 小眼此时也是吃惊不已 作为精神力的生物 她对于这方面的状态极为敏锐 这种情况绝不正常 王冲将整个王家府邸 挪移到光敏神器之中 绝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而且小眼可以感受得出来 王冲将这里挪移进来的时候 她使用时空之力将大量空气压缩 挪移到了这里 以保证他们呼吸顺畅 这绝非缺乏空气引发的窒息现象 是天 冥冥之中一道念头掠过脑海 小眼突然明白了什么 而另一侧王冲的脸色阴沉的可怕 小眼想到了 她当然也能想到 这一刹那她突然明白 为什么以天和太素的实力 在她离开的时候根本不追击她 混蛋 王冲浑身骨骼琵琶作响 眼神中迸发出一阵阵凌厉的杀机 天早已动了手脚 她知道自己逃不掉的 也知道自己一定会回去 这就是为什么她根本不追击的原因 主人 不可冲动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是天的对手 贸然回去 只能是死路一条 本源空间之中 感知到王冲身上的变换 小眼也是已经连忙阻止到 无论如何 现在绝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一旦王冲现在回去 就等于是自投罗网 整个空间中一片寂静 王冲助力在那里一动不动 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 冲儿 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原本浮在书房桌案上的王夫人身形颤抖了一下 近乎一语般开口了 她的声音温柔 声音中充斥着一股无尽的慈爱 而仅仅是说了这一句 王夫人便一动不动 再次陷入了那种近乎昏迷的状态之中 而一旁听到只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王冲心中猛的抽搐了一下 一种从未有过的疼痛 如同利刃一般撕扯着她的内心 母亲只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普通妇人 然而即便被天抹去了关于自己的记忆 即便被天动了手脚魂魄不全 但她还是依然记得自己 上一辈子自己就没能保护她 再次重生想不到还是被天在她身上动了手脚 娘亲你放心 无论如何我都一定会救你的 王冲走过去以一种无比轻柔的声音说道 天无论如何我都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最后一句话 王冲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神色 却并没有说出来 无论是谁敢伤害她身边最亲近的人 她都一定会让她付出代价 哪怕这个人是天 小眼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吗 王冲突然问道 小眼沉默片刻良久才到 他们现在的情况很不妙 从我们逃离到现在 其实也仅仅只过去了片刻 但他们就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 而且我能感觉得出来 他们的灵魂还在不断的衰竭之中 这样下去极为不妙 除非我们找到办法补全他们的魂魄 否则到了最后 还是 我现在能做的 只能是减缓他们灵魂的衰变 延长整个过程 但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 小眼道 作为强大的眼兽一族 有些天赋神通是人类舞者 怎么都无法比拟的 比如他可以随意的吸纳人类的灵魂力量 控制人类的精神 甚至改变他们的记忆 同样的 小眼同样拥有一些手段 能够帮助治愈 缓解人类的灵魂状况 嗡 片刻之后 一股微弱的灵魂力量 从小眼体内散发而出 迅速没入到了所有王家人的体内 这些力量星星点点 非常微弱 但王冲却能分明感觉到 在小眼出手之后 王家上上下下数百人的生命气息 迅速稳定下来 虽然还是没能摆脱那种状态 但是确实好转了许多 主人 我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 小眼的声音 微微透着一丝疲惫 从脑海中传出道 已经足够了 小眼 谢谢你 王冲沉声道 现在的小眼 其实已经非常的虚弱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余下的就交给我吧 王冲道 嗡 光芒一闪 王冲很快 离开书房 出现在了整个王家府邸的上空 最后 再深深看了一眼 脚下灯火阑珊的王家府邸 王冲眼中闪过一丝伤感的神色 然后手掌一伸 对准了下方 虚空轰鸣 巨大的轰鸣声中 一道耀眼的暗金色时空光环 立即迸发而出 迅速将整个王家府邸 照入其中 同一时间 就在王家府邸的各个角落 无数大大小小的 暗金色时空之环 接二连三的浮现 并且在王家府邸的下方 共同构成一座 庞大繁复的阵法 轰隆一声 伴随着一阵轰鸣 在一股无形力量的作用下 整座王家府邸迅速的缩小 然后眨眼之间消失不见 彻底的陷入了封印之中 在所有的一切解决之前 这是王冲唯一能够想到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做完这一切 王冲身躯一晃 很快离开了神器中的空间 下一步必须找到 两大神胎分身 再次出现 已经是在那片山峰的上空 王冲扫了一眼四周 确定了一个方向 很快朝着小眼所说的 两大神胎分身 所在的大致位置飞掠而去 从京师一路往北 大约八百多里的崇山峻岭之中 一路往下 距离地表五六万米的地底深处 这里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生机 正常情况 也不会有任何人抵达这里 然而没有人知道 此时此刻 一团微弱的气息 正盘缓于此 那团光芒 色成银白色 透过光芒 仔细看去 只见一道魁梧的身影 身皮神甲 盘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它身上的神甲 早已残破 肩膀 胸腹 全部都被打穿 表面很多地方 都能看到激烈战斗的痕迹 金色的血液 从铠甲下鼓鼓流出 怎么也止不住 如果深入这道身影的体内 就会发现在它体内 充斥着一股灵力至极 毁灭至极的可怕能量 这股能量在它体内四处冲撞 犹如刀剑一般 在它体内切割出无数的伤痕 那身影摒弃脸神明显在运转钢器 希望治愈自身伤势 只是每当伤口即将愈合之时 就被那种可怕的一种钢器再次切开 以至于它的身躯 看起来伤痕累累 触目惊心 如果有外人在这儿 必然能够认出 在地底深处舔势伤口的这道身影 正是王冲的第三神胎 正在一人舔势伤口的时候 第三神胎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猛地抬头 警惕地望着上方某处 迅速起身 浑身紧绷 做好随时出手的准备 是我 第三神胎浑身一震辨认出了什么 原本紧绷的身体也随之放松 仅仅只是虚手 一道身影 破开重重沿层 出现在第三神胎的上方 正是王冲的本体 看到眼前的第三神胎 王冲长说了一口气 终于找到了 不过很快 王冲的神情便再次变得凝重 本体和分身本来一体 像他和第三神胎 仿佛是两个独立个体的交流方式 绝无仅有 第三神胎现在的状态很不对劲 这不仅仅是经历一场激战 身受重伤那么简单 王冲可以感觉得到 就连第三神胎的魂魄 可以说是自己留在第三神胎脑海中的意识 出现了问题 似乎有另外一种力量在干扰 干涉第三神胎 阻挠屏蔽它和自己之间的感应 光芒一闪 王冲迅速在第三神胎身前伸出食指 点在第三神胎的眉心 很快一股黑气 从第三神胎头颅的摆窍中喷涌而出 王冲五指收缩 只是用力一拉 很快一团青黑色的火焰 从第三神胎的头颅深处 被王冲狠狠拉了出来 这一团青黑色的火焰 边缘隐隐透出一股黑色 而火焰的核心中更有一个复杂 王冲所不认识的古老神文 好一个天 原来是看中了我的神胎 想要强行抢夺化为己用 王冲眼神冰冷 一眼就明白这团青黑色火焰的本质 火焰的气息和天如出一辙 这是天特意用来占据两大神胎的特殊神闻 这种神闻一方面切断干扰了自己和分身的联系 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渗透进神胎的各个部位 神胎的自主意识本来就有限 恐怕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在那场激战之中他们早已中招 如果不是小眼能够感知到他们的位置 自己提前找到他们 否则再过几天也许还真的让天成功了 可惜不是你的 终归不是你的 王冲冷笑一声 手指一掐立即掐灭了这团青黑色的火焰 而就在这团青黑色火焰熄灭的同时 一股被压抑的力量立即延伸而出 再次将王冲和第三神胎连为一体 本体和神胎再次水乳交融 很快一股磅礴的能量强横无匹 从王冲体内灌注到了第三神胎的体内 那股磅礴的力量气势如虹 眨眼间就充斥进第三神胎的每一条经脉中 迅速掐灭了第三神胎体内 那股灵力无匹的一种刚气 而第三神胎身体上原本出现的伤势 也随之消失意义愈合 王冲心念一动 很快利用时空之力将第三神胎收入脑海的本源空间之中 本源空间拥有强大的治愈效果 而且还被王冲储存了大量的能量 在那里第三神胎的恢复速度会快上很多 而收了第三神胎王冲如法炮制 在另一处地方找到了第二神胎 三大神胎齐聚 王冲的实力顿时大幅提升 虽然不见得能对付天 但确实拥有了更多自保的资本 天 现在轮到我们了 王冲沉声道 回望着京师的方向 这一次王冲没有逃避 只是一个闪身迅速消失在京师的方向 从群山中离开 王冲并没有直接回京师 而是在半途一辙 向着另一处地方飞掠而去 天的实力太过强大 在进入京师之前 王冲必须先去见一个人 如今师父和乌商村长不在 只有借助那个人的力量 王冲才能在天面前 多一份自保的把握 噓 虚空之中 一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闪过 王冲瞬间消失无踪 京师东北 相距一千多里的地方 随着一声轰鸣 王冲脚下一踏 从暗金色的时空之环中走了出来 没有意外 应该就是这里了 王冲扫了一眼下方 心中暗暗道 京师一战 大部分强者都消失无踪 包括苏政辰都不见了 现在能给予王冲帮助的顶尖高手 并不多 但废太子李玄图绝对是其中之一 那一场变故 击杀了太史之后 李玄图便离开京师 不知所踪 虽然李玄图并没有交代他的去向 而且以他的实力 如果有心隐藏 外人根本难以找到 但其实他的行踪 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隐秘 作为天皇贵胄 像李玄图这样的人物 是不可能过普通人平淡的生活 即便是被圣皇关押的那几十年 在天牢地底 圣皇给予他的也一律都是皇室待遇 每天吃的都是真羞美味 因此朝廷只是稍稍一查 便查到了李玄图的下落 李玄图躲得并不远 他离开之后 就住在京师东北的一处行宫之中 按照王冲得到的消息 这座行宫是太上皇过去最喜欢的避暑圣地 而且幼年的时候 李玄图还没有被太上皇所验 双方关系融洽的时候 曾经带他来过这里 这座行宫某种程度上 对于李玄图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所以才会选择留在这里 这座行宫李玄图刚进去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已经差不多完全废弃了 只留下很少一些皇室宫女太监 行宫很多地方也年久失修 漫长的时间中 像这样废弃的行宫其实远不止一处 李玄图确战纠巢 强行占据这里之后 李亨倒也没有怪罪 反倒差人将这处行宫重新修缮一新 尽量恢复李玄图记忆中的原状 另外又派了一些宫女侍卫过去服侍李玄图 整个行动都是在彼此默认的情况之下 无声无息进行的 李玄图也没有过问 李亨也没有打扰 双方就这么保持一种和谐和平静 王冲事后从李亨那里知道这件事 对李亨的行为也颇为赞同 李玄图不是合格的太子 但也不算大鳄 而且终归是皇室子弟 这样对他也是一种很好的归宿 刷 光芒一闪 王冲瞬间出现在下方 那座新修缮的行宫之中 雕梁画动每轮每换 却又有一种别致的幽静 王冲进去的时候 正有十几个太监宫女打扫地面 看到宫殿中突然多了一个人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不过王冲目光一扫 并没有理会众人 而是直接望向了大殿上方 那名穿着黑色长服 体型极长的中年男子 李玄图 和天老史的样子相比 现在的李玄图少了一分霸道 多了一分从容 感觉上也没有那么咄咄逼人 如同洗尽千华之后的樊普归真 你来了 我不是说过不要来打扰我吗 李玄图坐在一张宽椅之中 感觉到大厅中多了一人 连头也没抬 只是举起手中的茶杯 自顾自喝了一口 对于现在的李玄图来说 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他伤心的 还记得我 至少你还没有被天洗去记忆 王冲审然静止走了过去 最后距离李玄图半步远才停下脚步 走吧 我这里不欢迎客人 而且当初我和你们说得很清楚 不要来打扰我 我也不喜欢被人打扰 李玄图喝着自己的茶 依旧没有抬头 不要告诉我京师中发生的事情 你全都不清楚 王冲俯看着李玄图沉声道 李玄图是那种吃硬不吃软的人 在他面前客气顺从什么之类的 根本没有意义 所以王冲根本就没准备和他绕弯子 知道了又能如何呢 你的两大神胎联合京师所有高手 不一样不是天的对手吗 当年的李太医都对付不了他 你以为你能做得到吗 而且我为什么要帮你 说到最后李玄图终于抬头 看了一眼王冲 眼中满是疾风 他虽然不再争夺皇位 但也还不至于沦落到 替李太医的子孙打拼的地步 王冲未免太过自以为是了 你答不答应去不去都无所谓 不过如果天成功的话 下一步应该就是你这里了 握他之策岂容他人寒水 你不会以为天会放任你在这里 自由自在生活而不管吧 我知道你不愿意被先皇一脉的子孙所驱使 因为相比之下 你或许更愿意被天洗脑和控制 做他的奴仆 王冲冷然一笑 同样毫不客气道 乱世当用重点 都已经危及到了这种情况 王冲不准备再对李玄图客气 而对面 李玄图原本自真自引 但是听到王冲的话 他的五指猛然一收 手中的茶杯立即咔咔作响 似乎要破碎开来 李玄图的神色也陡然阴沉了许多 不再像之前那样甜淡随和 哪怕明知道王冲再用激将法 李玄图也难以轻易控制心中的情绪 以太子殿下的英明不会不明白这层道理吧 而且天已经轻易抹除掉我和整个王家的存在 下一步想要轻易抹掉李亨和太子殿下自立为皇帝 这一切对于天来说不在话下 到了那时候 我只怕现在这种平淡的生活 对于太子殿下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王冲淡淡道 说这番话的时候 王冲一直盯着李玄图 没有放过他的任何一个细微表情 他现在所说的话并不是在劝诱或者假设 而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实 这一点不管是他还是李玄图都应该非常明白 此时并没有说话的李玄图微微皱起的眉头 已经说明一切 李玄图确实不喜欢被打扰 但是想要打扰他的并不仅仅是王冲 而且说到底他终归还是李氏子孙 你准备怎么做 两久李玄图的声音在王冲耳边响起 听到这句话王冲眼中终于露出一丝笑意 片刻之后光芒一闪 桌岸上只留下一只尚有余温的茶杯 李玄图整个人顿时消失无踪 而王冲的光点神器中也赫然多了一道身影 整个光点神器中一片红光 到处都充斥着高等级宇宙能量 一层又一层如同巨浪漫到处冲刷 看到这一幕即便是李玄图也不由为之动容 短短时间内王冲在武道上的进景即便是李玄图也不由为之侧目 说是天赋异禀万中无一也毫不过分 不过仅仅只是一瞬李玄图就回过神来 天的实力太过强大 京师那一战我虽然晚了一步没有参与 但也看到了那一战的情况 就算你凑齐三大神台 再加上我的力量也依旧不是他的对手 李玄图沉声道 王冲的实力确实不俗 天赋之高也足以傲视整个陆地世界 不过即便如此在天面前也远远不够 毕竟除了自己之外 天回下还有一个天神组织 里面还有众多的高手 包括太子被强者 虽然暂时不见得能击败天 但是集合你我之力至少已经拥有了一定自保能力 我的三大神台再加上你我 已经有五名接近洞天境的强者 而且这一次前往深渡 我也有不少收获 这处光缅空间是一处极好的修炼之地 你我联手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 互相磨合必定能更上一层楼 王冲沉声道 太原的记忆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是完全不属于任何太子被强者的尊贵记忆 他对洞天境的领悟一定程度上隐隐超过其他太子被强者 王冲 李玄图 太原的记忆 太史的记忆 所有这些珍贵的洞天境信息互相交融 必定能让他们更进一步 至少王冲的第二神胎和第三神胎会有极大可能突破到洞天境 而李玄图也同样能够收益 一切就按你说的办吧 李玄图沉默片刻点了点头 时至今日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除了王冲之外 整个陆地世界恐怕再也找不到任何人能够对抗得了天 下一刻 王冲的三大神胎联合李玄图在内 在光缅空间的正中央 共同组成一个四项大阵 和整个空间彼此契合 空间震动在王冲的操纵之下借用着光缅神器的作用 浩浩荡荡的高等级能量有如万马奔腾一般 分别涌入了王冲的三大神胎和李玄图体内 不止如此 四人体内的钢器彼此交流融而为一 而属于太原那份完整的记忆 王冲也同样分享给李玄图 单打独斗 谁也不是天的对手 没有几人钢器交融 魂没一体 双方努力同心 才有可能击败天 在李玄图的行宫之中滞留半天 不停地操练这种四项合击阵法 等到一切成熟之后 王冲才带领着李玄图离开行宫 一路向着南方的京师而去 天的能力太古怪了 他抹掉了太多太多人的记忆 这远不是普通的记忆清晰那么简单 不止京师还有向柳大阵 他一定要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向柳大阵中有圣皇留下的强大力量 如果能够激活大阵重新掌控阵法 王冲对抗天的把握就会多上很多 时间飞缩 王冲的速度很快 只不过片刻 王冲便翻过了重山峻岭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找到办法解决这一切 就在距离京师还有十里的地方 王冲悬浮虚空 望着远处京师的方向 心中暗暗道 嗡 声音未落 王冲心念一动 全身气息立即收敛到了极脸 从表面上看去 此时此刻的王冲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 他身上流露出来的气息宛如一缕风 一粒灰尘 一束阳光般极其自然 即便有一名动天境强者在这里 单从气息上恐怕也很难发现他的存在 天的强大毋庸置疑 作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极有可能最强大的存在 天的力量远不是现在的王冲可以比拟 不过即便如此 王冲也并非没有任何机会 京师中熙熙攘攘 聚集着数百万的各国百姓 只要王冲不将自己的气息流露 想要混入其中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该行动了 王冲心念一动 就要从半空中落下来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心中一颤一种怪异的感觉突然浮上心来 几乎是本能的 王冲扭过头望向了另一个方向 大寒潮刚过 现在还没有多少人会到北部区域 而王冲的精神力扫过 却在下方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那是 王冲的目光很快锁定了地面上相距不远处 一座山峰上的身影 那人戴着斗笠披着缩衣 看起来就好像是崇山峻岭中的一个普通的侨夫 但是在他身边却没有半根干柴 就连砍柴刀都没有 而当王冲看过去的时候 那名普通侨夫也仰头看着王冲的方向 似乎也看到了王冲 王爷 合不下来一句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那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侨夫 望着天空道 他的声音不高不低 正常情况 这么远的距离 如果不是王冲 根本不会有人能听到他说的话 王冲心中微微跳动了几下 隐隐有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 他可以肯定 这名普普通通的侨夫绝不普通 帅 光芒一闪 王冲很快从天空落下 出现在那名侨夫神前 就在距离数部外的地方 站住了脚步 你是大祭司 王冲看着眼前的侨夫 试探道 这句话其实有些突兀 不过下一刻 听到王冲的话 老侨夫那张皱纹密布的脸庞上 顿时露出一丝 王冲熟悉的微笑 毫无疑问 王冲说对了 王冲看着这名侨夫 心中顿时有种怪怪的感觉 毫无疑问 大师大祭司和太祖一样 拥有某种占据他人身体 让自己的分身行走世界的能力 大祭司 你怎么会在这里 王冲皱着眉头 有些惊讶道 深毒之行 两人才刚刚在海德拉巴 地底的山脉中见过 王冲完全没有想到 会以这种形式和大师大祭司 再次相遇 而且此时大师大祭司 出现的时机也未免太过敏感 你这是要去京师 对吗 大祭司只是一笑 并没有回答 是 听大祭司说起此行的目的 王冲神色一正 直接承认道 我师父邪地老人 乌商村长 他们都被天所俘虏 而且不知道天使用了什么手段 抹出了京师中所有人的记忆 整个天下已经变成了他的玩物 为了所有人 我一定要击败他 别的不说 整个王家上下数百口人 到现在还昏迷其中 王冲不可能坐视不离 唉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大祭司叹息一声 开口道 我所知道的消息 天恐怕和你有些出入 天恐怕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凭借强大的精神力 改变了整个京师中人的记忆 据我所知 这一次天动用了一枚 至少数个纪元 不曾动用过的神器 你看到的记忆被篡改 仅仅是那枚神器的表层能力而已 大祭司叹息道 什么 听到大祭司的话 王冲心中一沉 整个人的神情 也顿时变得凝重无比 大祭司提到的这个消息 是他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他到底想干什么 王冲很快回过神来 开口道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了 改变记忆 王冲也可以做到 只要精神力足够强大就可以了 但是天为什么要改变那么多人的记忆 仅仅是为了羞辱自己 让所有京师百姓包括唐人忘掉自己 只有小孩子才会这么任性 这不是天这种领袖的风格 而且天想杀掉自己 或者夺取自己身上的末日印记 直接冲着自己来就行了 天的实力远远强于自己 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大费周章 而且王冲敏锐的注意到 大祭司提到天 动用一枚数个纪元不曾使用的法器 这一切实在是太诡异了 这绝不是一个正常强者会做出来的 王冲有一种感觉 天现在正在做的 恐怕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的多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太多 天创造或者说得到这枚法器的时间 还在我诞生之前 甚至比太原存在的时间还要早 这是属于天的最高秘密 就算天神组织内部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按照我目前所知的情况 恐怕就连太上太炯等人也不知道其中的秘密 我查过一些资料 也问过一些人 天动用这枚法器的次数非常少 这种法器一旦使用很难逆转 往往会伴随着巨大的灾难 会有大量大量的人死亡 而且死亡的人数往往在百万级别 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之上 说到最后大祭司一脸凝重 天神组织内部其实有很多的典籍残留 这些典籍属于各个时代各个文明 用各种文字写成 大师大祭司拥有足够的权限去查阅这些 大祭司无法查到关于天的秘密 但却能从各种古老的典籍上 查到寥寥几次使用这些法器的后果 那就是死亡 大量大量惨绝人寰的死亡 而这也已经是他能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了 王冲没有说话 眉头却深深皱了起来 大祭司提供的这个消息 是他之前根本不知道的 王爷 我这次来并不是为了告诉你这个 我刚刚得到消息 天赐了一枚法器给太祖 让他带领太上和太炯 前往闸落山寻找太洛了 你应该已经知道末日印记和天之间的关系 太洛手中应该至少有两枚末日印记 如果再让他得到太洛手中的末日印记 天将会比现在更加难以对付 即便他的真身不出 我也想不出来 这个天下还有谁能对付得了他 另外 大祭司顿了顿 看着眼前的王冲 神色也前所未有的凝重 太洛恐怕是整个天神组织 除了太宿之外 唯一知道那枚法器秘密的人 甚至知道的可能比太宿还要多 因为太宿的位置 以前原本是属于太洛的 只有想办法找到那枚法器的破绽 破掉那枚法器 你才有可能几百天 大祭司道 王冲皱着眉头沉默不语 他的表面平静 内心中却早已泛起了道道不来 法器 大祭司只是提到天在京师 动用了一枚史无前例的强大法器 但王冲想到的 却远比他说的要多得多 京师的项柳大阵 是圣皇留下的庞大阵法 任何太子被强者都无法与之抗衡 甚至只要踏入这片区域就是死路一条 就像当初的太使被他一击击成粉碎一样 但是这次回来一切却完全不同 项柳大阵完全失去了作用 天 太素等人在京师中横冲直闯 如入无人之境 没有了项柳大阵 王冲等于被砍掉了一只臂膀 但是现在看来 项柳大阵并非失去了作用 而是被天的那枚法器封印了而已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想办法破掉那枚法器 或者干扰他的能力 就能够重新换起李太乙的那座大阵 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声音在虚空中响起 正是在王冲光缅空间中的废太子李玄图 或者更简单一点 我们想办法一起联手几百天 没有天的主持 任何法器也只是一堆破铜烂铁而已 听到这个声音 大石大祭司一正 他和李玄图是没有照过面的 这还是双方之间第一次接触 不过能在这个时候插嘴 明显是王冲的朋友 没有那么简单啊 大祭司很快摇了摇头 我只知道天的那枚法器 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器 王爷 你的那枚光缅虽然也是天所创造 但和京师里的那枚法器相比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据我所知 如果不想办法破坏法器 你们根本不可能击败得了天啊 山栏上 王冲和光缅空间之中的李玄图 同时陷入了沉默 知道了 多谢大祭司 王冲很快反应过来 点了点头道 他依旧可以执行他的计划 和李玄图一起联手 想办法进入京师击败天 但是大石大祭司的身份毕竟特殊 特地的冒着风险来传递消息 绝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 而且万一那枚法器真的有些特殊 王冲冒不起那个险 太苏和太上什么时候出发 王冲问道 两天之后 大祭司一脸郑重道 天神组织内等级森严 这次为了帮你们 我已经闷得有些多了 太苏太上那边 恐怕对我有所生疑 这次之后 我恐怕就不能再传递消息给你们了 自己珍重 大祭司说到后来深深的一谈 一切都是因为太原 这一次他做了太多出格的事情 天和太素他们不是傻子 终究会怀疑到他的身上来 其中的风险极大 这次过后他恐怕就得离开了 不过即便如此 再来一次他依然会这么做 大祭司很快就离开了 王冲看着那名侨夫走下山 最后消失在了密林之中 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要是没听错的话 他在天神组织内的地位还不低吧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帮你 这个人说的话可信吗 就在这个时候 李玄图的声音 直接在王冲脑海中响起 当那名侨夫离开的时候 李玄图同样在看着他 人黄记第1827集 不知道 王冲摇了摇头 如实道 他和这位大祭司说实在的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矫情 甚至还曾一度为敌 两人之间之所以有现在这番对话 完全是因为太原的关系 王冲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更别说是他的具体来历了 所有关于他的一切都是谜团 不过有一点王冲可以肯定 西北一战 唐和大石帝国决意死战的时候 这位大石大祭司明显是有所留守的 如果真的对天神组织忠心耿耿 他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 不过这个人可以信任 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 王冲望着大祭司消失的方向道 李玄图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嗡了一声 他其实并不太信任这个大石大祭司 不过只要王冲相信他 这就足够了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李玄图道 突厥闸落山和京师 王冲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王冲没有说话 脑海中此起彼伏 突厥大草原是必须要去的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天得到更多的末日印记 不过京师那边也必须随时知道动静 王冲开口道很快便有了主意 现在的大唐 王冲能够差遣的人已经不多 大部分人已经被洗脑 完全忘记了王冲的存在 而且青阳公子和李思叶他们 也有可能已经被添留意到 王冲不能再使用他们 这样风险太大 不过王冲却还记得一个人 可以无声无息潜入到京师 帮他查探所有消息 而不被发现 主公 仅仅是片刻的时间 风声呼啸 王冲的身前便迅速多了一个人 而在这个人的脸上 一张黑铁面具看起来醒目无比 无面人 此时此刻忽然出现在这里的 正是无面人 张前驼 王冲前往深渡的时候 无面人并不在京师之中 因此侥幸逃过了一劫 并没有被清除记忆 而且恐怕天都未必知道他的存在 无面人 有件事情交给你 王冲上前几步 开口道 是 无面人遵命 听到是和天神组织有关的 无面人二话不说 很快就转身离开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王冲安排好了一切 很快和李玄图一起出发 朝着北方而去 时间如缩 转眼之间就是两天过去 大唐京师距离地面一千多尺的高空之中 一团金黄色的光芒悬浮在半空之中 俯瞰着下方巨大的京师城池 从这么高的地方望下去 人群密密麻麻 如同江河般川流不息 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查探得到 怎么回事 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 难道天的布置没有发挥作用 金黄色的光芒之中 泰素一个人俯瞰着下方 喃喃自语 按照他和天的估算 王冲应该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正常情况 他应该已经潜入到京师 只要王冲进入到这里 如果收敛气息 有意隐藏 泰素倒未必能够立即发现他 但他的泰素罗盘一定会生出感应 只是 泰素看了一眼手中 一面巴掌大小的金色罗盘 顿时沉默了 这面泰素罗盘上 有无数纵横交错的细线 如同一面袖珍的光屏 之前 他能够提前预测王冲 出现在王家釜底之中 靠的就是这面泰素罗盘 但是从过去到现在 上面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太上 太窘 你们那边有发现了吗 泰素突然开口道 天空一片寂静 但很快两道光运 一左一右 迅速出现在泰素的身旁 一阵水波般的涟漪过后 两道心肠的身影 很快从中走了出来 两人脸上 都戴着黑白异色的面具 一人左黑右白 一人左白又黑 正是太上和太窘 泰素大人 我们一直在监视城中的动静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发现 两人开口道 虽然同为太子辈 但是也有等级和地位之分 特别是在太前和太史 战死之后的现在 泰素深受天的器重 地位也大幅增强 现在天神组织中 一切隐隐以泰素为首 嗯 以玉王府和皇宫之中 也没有动静吗 太素沉吟片刻 再次道 京师之中 还有王冲 为数不少的部下 而且大唐的皇帝李亨 也是王冲 一手扶植上去的 王冲被天下人 视为大唐的英雄 不可能真的 弃他们于不顾 没有 两人摇了摇头 或许是他自知 不是天的对手 所以根本没有进入的打算 所谓老眼纷飞 大难临头 连夫妻都尚且如此 更何况他们之间 还并没有太亲近的联系 太上和太窘到 对于王冲的消失 两人倒并没有太过意外 不出现才是正常的 出现反而并不正常 至少修为达到他们这种地步 真正能够吸引他们的 也就只有长生不死而已 是吗 太素皱了皱眉 太上和太炯说的 并非没有道理 但他总觉得那个毁灭之子 应该和普通人不一样才对 对了大人 太洛那边怎么办 当年发生那场叛乱之前 谁也没有料到太洛 竟然隐藏了那么多的实力 他的心迹太深 同时隐藏的实力又极高 恐怕并不好对付啊 太上突然开口道 声音中隐隐流露出一丝担忧 而且太洛和太原也不一样 没有那么顽固 虽然这么多年 我们查探到他的突厥萨满教 已经没落 侍奉的萨满和祭司也没几个 但真实的情况如何 恐怕还没有任何人知道 一旁的太炯也跟着道 和以往不一样 对于太洛 两人都有一种很深的忌惮 善战者无赫赫功名 太洛这样的叛乱者 越是低调 越是名声不鲜 才越是危险 被两人一说 太素也回过神来 注意力暂时从王冲身上转移 这些你们不必担心 天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太洛再强 终究还是比不上天 如果他真的够强 早就自立门户 用不着这么遮遮掩掩 故意弄出这么一副衰败迹象了 说到底他跳来跳去 终究跳不出天的手掌心 太素一脸平静 顿了顿接着道 而且这么多年 这一切也该了结了 说到最后一句 太素的声音别有神意 从那场叛乱到现在 已经有极漫长的时间 因为那场叛乱 天神组织内部四分五裂 彼此牵制 所以才给了其他人机会 以至于后来做事 李太乙 王冲这些人做大 甚至连净化计划都失败了 而那些叛乱的太子辈 私底下也一直在和天神组织作对 如今这一切都必须结束了 天的出事是大势所趋 谁都无法阻止 第一个是太原 第二个是太洛 接下来包括太一在内 所有的叛徒都会被收拾 等到天破风而出 一切就会回到原点 他将和天一起重启文明 并且重新创造新一批的太子被强者 走吧 收回太洛那里的两枚末日印记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对付太一了 太素沉声道 嗡 声音未落 一道涟漪波荡开来 下一刻 就在那金黄色的光芒之中 一道心肠的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新出现的身影 外表看起来大约只有十八九岁左右 见眉星目 风神俊矣 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丝笑意 更是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不过当这少年抬起头来 就会看到这少年竟然有着一双银白色的眼眸 而且这少年虽然嘴角含笑 但那一双银白的眼眸里始终是一片冰冷 不带丝毫的感情 大人 倒是太上和太炯 看到眼前这阴谋少年 躬身行了一礼 太素拥有众多的化身 有人形也有兽形 甚至还有一些史前凶兽分身 但眼前这具身躯 绝对是太素最强的分身之一 很显然 为了对付太洛 太素也是全力以赴 并不像表面上说的那么随意 嗯 太素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只见他手掌一张 掌心赫然多了一枚五六寸左右的金黄色小粥 太素只是迎风一抛 那枚只有六七寸左右的小粥立即迎风而涨 眨眼之间就变成了石鱼帐场 太素和太上太穹等人 登上金色神舟 一股洞天竞钢气灌入船顶之中 下一刻伴随着一阵轰鸣 太素带领着众人很快破开虚空 消失在了时空深处 遥远的北部 广袤无边的突厥大草原上 一阵清冷的微风吹过 可以看到大草原上 一层淡淡的浅绿色摇曳百动 这不止适用于野火之后的草原 同样也适用于大寒潮 领冬过后 大草原上已经慢慢恢复生计 从地底深处长出了一些心芽 远远望去 甚至还能看到一些牧人驱赶着灵星的牛羊 在大草原上放牧 草原还没有完全恢复 在过去的那场灾难之中 草原上至少损失了九成以上的牛羊野马 想要完全恢复到昔日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此时此刻突厥大草原的东部区域 一座山峰高耸入云 山顶上搭建着一顶灰色的帐篷 帐篷前燃烧着一堆熊熊的炭火 但左右却并没有半个人影 看起来形目而诡异 不过如果靠近了仔细地听 就会听到山顶空荡荡的帐篷里 隐隐有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传出 我的主人真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努比知道 可是努比希望主人能够再三地考虑 努比不敢 我会严格遵照主人的意思 是 那不断想起的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似乎在和另外一个人说着什么 不过虽然能够听到那女子的声音 但和她说话的那人声音却始终不曾听到 每次都只有一阵嘶哑嘈杂的声音响起 良久良久 谈论似乎终于结束 所有的声音全部都消失了 光芒一闪 一道涟漪过后 原本空无一人的帐篷里 立即多了一道身影 仔细看去 这突然出现的身影大约三十岁左右 容貌绝丽 身上穿着一席华丽的女祭司服 只是在她的眼睛部位 吸了一根两指宽的白色丝巾 看起来神秘而美丽 唉 这一切都是宿命 一声长长的叹息 女祭司望着遥远的某个地方 脸上现出一丝复杂的神色 大草原上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但在女祭司的眼中 却分明有两道身影 飞速朝着这里而来 嗡 而随着那悠长的叹息 山顶的帐篷 那名女祭司 包括帐篷前的炭火 全部都消失不见 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 而仅仅只是片刻的时间 光芒一闪 一道身影 立即出现在了闸落山的山脚 太子辈的强者 果然没有一个泛泛之辈 王冲看着眼前 这座光秃秃的山巒 突然开口道 他是提前到达闸落山的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搜寻泰洛 或者说那位突厥战神 隐藏的空间入口 然而说一行难 已经足足一天了 王冲始终没能找到 泰洛的任何踪迹 这一刻他倒是有些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年 天神组织明明知道 他在闸落山 却始终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也找不到他了 空间上的地理概念 和现实中的地理概念 完全不同 直到泰洛的空间入口 在闸落山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对于泰洛来说 不管他的空间入口 在闸落山 还是在中途 都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天的空间 一直都在无尽的时空深处 李玄图的声音 突然在王冲脑海中响起 他在动天规则上 信淫的时间 比王冲还要长 对于这些空间规则 也极其了解 空间规则极其复杂 知道入口是闸落山 就好像是拼图的时候 得到了一块碎片 仅凭这个 远不足以推断出 整片拼图的全貌 人黄纪第1828集 泰洛恐怕是所有人中最小心健身的 而且他一直在提防天神组织和天 太原还要守护深毒的百姓 一定程度上受到深毒人的制约 太医建立大雪山神庙 和大雪山神庙关系密切 这些人都有所羁绊 但泰洛不同 连突厥人都已经被他放弃了 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羁绊得了他 如果他有心隐藏 短时间内想要找到他 还真不容易 王冲沉声道 这段时间有好几次 他都感觉到闸落山的山顶 有些特殊的波动 只是每一次等他赶过来 对方都似乎有所感应 提前消失不见 以至于王冲到现在 都没有太大的进展 对了 天对所有太子卑的叛徒下手 并且成功杀掉太原 取回末日印记的事情 你觉得他知道了吗 片刻的沉默之后 李玄图话音一转 突然提起了太原的事情 对于天神组织的内乱 李玄图倒是极感兴趣 凭借着本身敏锐的直觉 李玄图能够感觉得到 天神组织的那场内乱 恐怕是众人获胜唯一的契机 也是最大的契机 太洛没有你想的那么封闭 他只是行动收敛了许多 不去刻意的吸引外部的注意 并非对外界就一无所知 我感觉他在外界应该一直都有耳目的 而且对外界的了解 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太原的事情 没有意外他应该已经知道了 王冲开口道 他有一种感觉 太洛比很多的太子被强者 包括太史在内 恐怕都要强得多 纵观他数百年来的举动 要么是真的衰落了 要么就是比很多人想象的 还要棘手可怕 而王冲更倾向于后者 天和太素他们 选择先对付太原 再对付太洛 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 如果这样说的话 也就是说 太洛那边已经做好了准备 和平常相比 恐怕更难找到他了 李玄图的声音 从光面神器中传来 李玄图从来都不会小瞧 那些太子被的高手 这一趟突厥之行 恐怕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只是时间并不站在众人这边 一旦让天得手 众人就不再会有任何的希望生出 而且光面神器之中 李玄图能够感觉得到 王家上上下下数百口人 虽然已经被王冲封印起来 但和之前相比 他们的情况明显又恶化了许多 放心吧 无论如何 我们一定会找得到的 王冲沉吟片刻 突然笑了起来 突然之间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王冲扭过头来 和李玄图一起 望向了身后的方向 就在两人的感知中 一股惊人的气息 正以惊人的速度 朝着这里急速靠近 没有丝毫的犹豫 只不过一个闪烁 王冲带着李玄图 迅速消失不见 而仅仅不过一个呼吸的时间 轰隆隆 伴随着山崩海啸般的轰鸣 就在扎落山南面 相隔六十余米的半空之中 空间剧烈的搅动起来 眨眼之间 空气抛开 一艘金光璀璨的金色神舟 以雷霆万钧之势 突然从时空深处钻了出来 这艘金色神舟气息庞大 有如风暴一般 乍一出现 立即散发出一股沉重 有如山卵般的压力 整座闸落山 都在这恐怖的力量下 微微颤抖起来 光芒一闪 只不过瞬息间 三道庞大 有如神指的身影 立即出现在金色神舟之前 那一刻大地颤动 整座闸落山 都仿佛沉重了不少 应该就是这里了 最左侧的太上 扫了一眼下方 一脸淡默道 很高明的手段 只可惜 一切都在天的预料之中 右侧的太炯跟着附和 只有中间 淫谋少年模样的太素 脸上不卑不喜 一脸的平淡 太罗 老朋友降临 不亲自出来迎接一下吗 太素的目光 从大地上轻循而过 最后停留在山边的一点 四面八方 一片平静 除了太素 雷霆般的声音 在四面回响 没有任何回应 就好像是三人 自说自话一般 嗯 左右 太上和太炯 冷哼一声 明显有些不悦 因为动天境强者 以太罗的修为 在扎洛山 有只蚊子飞过 他都能知道的清清楚楚 不可能听不到三人的声音 很显然 太罗就是不想理会他们 倒是中间的太素 一脸的淡然 似乎早已料到会是这样 太罗 太罗 我就亲自请你出来 太素说着踏步虚空 往前走了一步 这一脚踏出 原本无情的虚空 仿佛变成凝实的大地 一股庞大的力量 就从太素体内轰入到下方 整片虚空之中 而在太素体内 光芒一闪 那枚太素罗盘 再次被抛了出来 一时间 天地间光明大放 无数银白色的光线 有如网状 从太素罗盘中迸发而出 笼罩住了整座闸落山 在一股无形力量的作用下 整座庞大的闸落山 连同虚空都猛然震动起来 而就在闸落山周围 无数银白色的精尾线 锁定了整片虚空 在漫天银白色精尾线的中央 一块星辰般耀眼的白光 骤然闪现 就是这里了 半空之中 太素看到这一幕 嘴角露出一丝自信从容的笑容 他的手指一点 一股磅礴的时空之力 瞬间轰入银白色精尾线上 那耀眼的白光上 仿佛结界破碎 伴随着一阵震耳的咔嚓声 就在三人目光中 整座闸落山所在的虚空 仿佛镜子般破碎开来 狂风呼啸 气流涌动 席卷整片区域 而就在三人的目光中 原本空旷无物的闸落山 突然之间 山体庞大了三倍有余 不止如此 就在山栏的顶端 如同魔法般 一座庞大的 灰红壮阔的 紫金色宫殿 突然从无到有 凭空浮现 这座宫殿 足有百米之高 灰红庄严 而且透着一种神圣的味道 以这座宫殿为中心 沿着整座山体 还有无数宫殿 耸立在两侧 这是一片灰红古老的宫殿裙 从外形上看 这片古老的宫殿裙 至少有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历史 而宫殿的群落之间 还坐着许多古老的 以不知名金属做成的巨大青狼 不过相比之下 最显眼的 还是这片宫殿裙的前方 一尊有五十多米高的青铜神像 这尊神像身披甲皱 手中握着长脊 一双长霞的眼眸不怒而微 从外貌上来看 和现在的突厥人如出一辙 只是多了一股烦人不会有的神气 看到这一幕 别说是半空中的太上和太炯 就连远处隐藏在某处 折服不动的王冲 也不由震动不已 不可思议 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扎落山 距离太远 王冲看的并不是很清楚 不过毫无疑问 整座宫殿裙前的那尊神像 就是传说中的突厥战神 也就是真正的太洛 而从眼前 这片灰红的宫殿裙来看 当年太洛建立的教派毫无疑问 在这片广袤的北部大地上 也曾有过难以想象的辉煌 只可惜后来 太洛把一切都隐藏了起来 甚至就连这片最重要的神殿裙 也遮掩了起来 不止如此 从山顶一头头金属青狼铜像来看 只怕突厥人对狼的崇拜 也和太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甚至就是他一手促成的 大时空重叠神殊 太上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心中忍不住颤动了一下 作为天神组织内部的高层 没有人比他们 对天神组织的各种功法更了解 时空之力有很多种 如时空穿梭 时空桥接 时空跳跃 包括用空间原本的结构 在时空深处开辟一小处空间 小时空创造数 但是在所有的时空能力之中 时空重叠神数 无疑是最难的顶级能力之一 那需要将两块截然不同的时空 彼此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 而从外表上来看 根本查不出任何的异样 这一点就连太上和太炯都不曾掌握 而且从闸落山的规模来看 太洛能维持这么大的区域 数千年还不变 连所有途经这里的凡人 强者都察觉不到异样 太洛的时空重叠神数 显然炉火纯青 达到了极高的造诣 只怕比当年离开天神组织的时候 还要强大了不少 太苏太上太炯 原来这时刻 数千年不见 你们还是这么粗鲁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洪亮的声音透着思思野性 威严神圣在整个天地间响起 当那个声音响起 空气瞬间凝固 太上和太炯两人身体也不自觉地紧绷 看起来极其忌惮的样子 太洛的城府极深 那场叛乱 他完美避过了所有人的注意 甚至在离开的时候 还偷偷带走了天的两枚末日印记 以此限制天的实力 使得天无暇来对付他 而单论实力 后来太洛暴露的能力远在两人之上 既然原来是刻 你还不打开空间通道 把我们几人迎进去吗 就在此时太素开口了 他仰头望着上方 似笑非笑 我的世界已经很久没有赢过客人了 虽然数千年前我就说过不欢迎访客 不过看起来 对于你们这些不速之客 并没有什么用 既然你们坚持 那就自己想办法找到空间通道吧 泰洛的声音淡淡道 说完这句话 那股充满野性的气息 立即有如退潮般 从天地间迅速退去 消失得干干净净 而整片区域也恢复了一片死寂 而左右太上太炯 互相看了一眼 都沉默不渝 众人现在打开的 仅仅是泰洛数千年前 在世俗创造的宗派圣地 这和他自己所在的空间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动天竟强者 每个人都有一套很强大的隐匿能力 特别是当初那些叛徒 更是此中的高手 这些人将自己的动天规则 融入时空深处 就如一滴雨水融入大海中一般 瞬间了无痕迹 根本无从追寻 走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换回了两人的心神 太素衣袖轻浮 瞬间收了空中的金色神舟 然后瞬间飘飞而下 出现在下方 那片古老宫殿裙 正中央的主殿中 说 你们的主神 空间入口在哪里 光芒一闪 太素几乎是瞬间 出现在大厅之内 一名鸡皮鹤发 穿着黑色衣袍的老巫婆面前 哇 我不知道 老巫婆一脸惊慌 如果有外人在这里 一定会非常惊讶 因为主殿内的老巫婆 就是当初安史之乱 安禄山在闸落山见的人 在我面前也想使用 这种低劣的手段 太素只是微微瞥了她一眼 随即手指一弹 随即在那名老巫婆身上轻推了一下 将她推飞出去 而就在她亮腔落地的刹那 老巫婆身上光芒闪动 眨眼之间 就在太素等人的目光下 老巫婆就像被撕下了身上的伪装一般 整个人形象大变 由七八十岁的垂垂老鱼 变成了一名三十多岁的白衣女祭司 正是之前出现过的那名白衣女祭司 发现身上的剑制被破 白衣女祭司脸上 瞬间出现了慌乱 但只是一瞬 她就恢复了镇定 你们不要妄想了 就算傻了我 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而且我也根本不知道主人所在的位置 白衣女祭司一脸凛然 似乎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 毫不畏惧到 放心 我还不会取你性命 我只需要你身上的一滴惊鞋罢了 泰素洒然一笑 下一刻还没等白衣女祭司反应过来 一股庞大的力量瞬间破空而出 束缚住了白衣女祭司 将她的身躯直接定格在半空之中 后者眼中终于露出一丝极度不安的神色 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人黄记第1829集 下一刻一股银白色的钢器化为细针 直接刺入白衣女祭司的体内 这一刹白衣女祭司终于忍不住嘶声 很快一滴金色的鲜血从她的心口被吸了出来 找到了 看到这滴金色的血液 泰素眼中露出一丝笑容 每一个所谓的神指和祭司 萨满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 一些人可以收到神的神谕 而另外一些人可以直接听到神的声音 白衣女祭司显然属于后者 而之所以能达到这种结果 一切其实在于这滴神血 泰罗 你藏不住的 泰素冷然一笑 随手将那名白衣女祭司丢置在地 同时心念一动 就将那滴金色的神血滴入到泰素罗盘中间 一根半寸长的金色指针上 时空指针 这一次北部之行 天早已为泰素的本命法器做了强化 将这枚法器重新锻造 并且赋予这枚泰素罗盘以前不曾有的能力 狂风卷动笼罩天地 就在一阵阵雷霆般的轰鸣声中 泰素手中的罗盘剧烈颤动 仿佛受到某种强烈的刺激 一个闪烁 瞬间从泰素手中脱手而出 出现在这片宫殿裙上方的半宫之中 同一时间天地间光影交错 无数银白色的金尾线密布虚空 并且形成一道巨大的锥形光束 直接指向深空的某处 而几乎是同时 大殿之中 泰素太上等人掌身而立 一身衣袍列列作物 那一刹那 三人共享视野 就在头顶上方 无尽的时空深处 几人分明看到几条 发丝般的时空通道 拖出长长的时空轨迹 直指向某处时空的更深处 找到了 是太落的空间 太上和太炯接连道 而地面上 白衣女祭司的神情 早已变得苍白无比 天神的神国一向隐秘 那是凡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地方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些人居然真的可以找到 神所在的神国 走吧 下一刻 太祖等人没有丝毫犹豫 乘坐金色神舟 化为一道流光 一路向着太落的隐藏之处飞速而去 瞬间消失不见 主人 那三人向着你的神过来了 而地面上 感觉到三人消失 白衣女祭司 顾不得发丝散乱 连忙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进入冥想状态 一缕冷汗 从他的额角低下 这一刻 与祭司心中 前所未有的不安 那三人的实力远比他想象的强大和恐怖 第一次 他感觉到强烈的危险 然而虚空之中 静悄悄的 和以往不同 神国的那一端静悄悄 不管女祭司祈祷多少次 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被太祖取走那一滴神血之后 白衣女祭司似乎真的完全失去了 和天神沟通的能力 一连数次失败 白衣女祭司的脸色 顿时变得越发的苍白 不必担心 这一切 早在我的预料之中 关闭电门 一切 自由我来处置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在白衣女祭司心中 不安到起点的时候 那个熟悉的声音 隔着重重时空 终于再次 在白衣女祭司脑海中响起 而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白衣女祭司猛的抬起头来 脸上露出一抹惊喜的神色 是 主人 白衣女祭司很快低下头 恭神道 主人的实力无边无际 远超所有人 他既然这么说 就意味着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 脑海中 那个声音很快消失 再次失去了联系 下一刻 白衣女祭司微微吸了一口气 很快恢复了以往的镇定和从容 身上也自然而然流露出那股雍容神圣的味道 清风微服 白衣女祭司再次蒙上白色的丝巾 从大殿内走了出来 她的手掌一伸 掌心浮现一道道神闻 隐隐化为一道阵法 准备和之前一样 再次启定大阵 将这里隐藏封闭起来 伴随着一阵微妙的波动 如同两块屏幕被缓缓拉上 闸落山所在的空间 一寸寸的消失 再次封闭起来 然而就在整片区域所在的空间 即将再次拉上的时候 大殿外气流涌动 如同幽灵一般 白衣女祭司身旁 突然无声无息的 多出了两道身影 所有一切病革不动 白衣女祭司脸上淡淡的笑容 也瞬间凝固了 你们是什么人 白衣女祭司看着身前 突然多出来的两道身影 一脸凝重到 眼前的这几个人 之前的时候她就已经察觉到了 事实上 王冲他们也并没有特意的去隐藏行踪 只是那个时候 白衣女祭司根本没有太过在意 只以为是某些大族之中的绝世强者 蝼蚁再强 也只是蝼蚁而已 在神的眼前 并没有什么差别 一样入不了神的法眼 但是这一刹 白衣女祭司立即知道自己 恐怕小看他们了 这些人绝不是普通的绝世强者 那么简单 而且主人的神语中 只提到太素他们 根本没有提到眼前这些人 太素刚刚离开 他们这么快就出现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之前 其实一直就隐藏在附近 仅仅这一点 就不是士族强者可以做到的 一时间白衣女祭司心中大为警惕 主人的神语绝不会出错 这一些人很诡异 一个小小的祭司 哪有那么多话 一旁李玄徒冷哼一声 上前一步 一只手抓住白衣女祭司 就要从她身上 获取关于太素和太洛的信息 所谓祭司就是奴仆而已 李玄徒身为大唐的前太子 身份高贵 自然不会看得上这种女祭司 等一下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王冲手掌一身 挡下了李玄徒 你就是安禄山的生魔 王冲仔细打亮着眼前的白衣女祭司 突然开口道 眼前的女子对于李玄徒来说 根本就是一个路人 但对于王冲来说 却并非如此 安禄山和突厥战神之间的关系 前世就有很多的流言 而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 都是安禄山自己流传出去的 放在以前 突厥战神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 只是一个传说 王冲自然不会当真 不过在知道突厥 数千年传说中的突厥战神 确有其人 而且就是天神组织中的太洛史 王冲的感受 顿时截然不同 如果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其中的隐情 远非表面那么简单 而对面 一直竭力保持镇定的白衣女祭司 听到安禄山三个字 浑身一颤 终于无法再平静下来 你怎么知道 白衣女祭司几乎是本能的反问道 但是话一出口 白衣女祭司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看着眼前那张明显带有 中土唐人风格的年轻脸庞 白衣女祭司脑海中光芒一闪 也突然想到了什么 你是那个毁灭之子 王冲只是淡然一笑 并没有否认 太洛本就是天神组织的人 他能从太洛那里知道毁灭之子 并不意外 而且看他的反应 安禄山是突厥战神之子的流言 恐怕是真的 而王冲的一个微笑点头 看在白衣女祭司眼中 一股浓烈的杀机 然而白衣女祭司根本不是王冲的对手 就像李玄图所说 祭司就是神的奴仆 根本不具备战斗的能力 即便明白王冲的身份 他也做不了什么 原来你就是那个霍乱之源的母亲 一旁的李玄图眼睛一眯 上前一步 一把掐住了那名白衣女祭司的脖子 将他提了起来 李玄图倒是不知道 安禄山和眼前这个女祭司还有这样的关系 虽然她很久不怎么关心正事 但毕竟是理性子孙 就凭这女人生下了安禄山 霍乱了中途就足够杀她一百次了 然而白衣女祭司被李玄图提在空中 眼神中反倒没有丝毫的害怕 不应该的 掐露山是天命之子 她是神的孩子 注定要统一天下 不应该会这样的 她一个人喃喃自语 然而目光很快就落到了王冲的身上 看来你真的是毁灭之子 这个世界终究要挥在你的手中 放她下来吧 王冲此时开口道 她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白衣女祭司只是个普通人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王冲不可能因为她生了安禄山就杀掉她 毕竟生孩子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过错 呼 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一阵轰鸣声传来 王冲回过神来 只见这座庞大的闸落山地下巨型阵法 已经彻底运转 整个空间幕布已经彻底的拉上 将这片区域彻底的封闭起来 而李玄图手中悬在半空的白衣女祭司 听到这声声讲也终于回过神来 你们都是冲着诸人来的 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今日你们没有人可以离开这里 白衣女祭司突然开口道 脸上露出一种毅然决然的神色 她的一生早已献给了 突厥民族最伟大的神职 安禄山虽然重要 但相比之下 那位冥冲中隐藏于无尽时空深处的突厥神职 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刻她已经做好了死亡的觉悟 没有那么麻烦 我只需要你的眼睛看点东西而已 王冲微微一笑走过去 一根手指静止点在了白衣女祭司的眉心 下一刻太素等人出现在大殿内 通过太素罗盘寻找空间入口的那一幕 立即出现在了王冲眼中 漫天的银白色精美光束 如同罗网一般笼罩虚空 而就在这片罗网之中 又一片区域显得极为特殊 就是那里 王冲眼中抖得闪过一道亮光 之前在远处有些东西看得并不真切 如今借助着白衣女祭司的记忆 透过她的视角看到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 立即弥补了王冲手中信息欠缺的部分 修为达到王冲这种境界 想要知道一处空间并不一定需要弄到神邪 或者是太素罗盘 凭借本身强大的空间造诣 只需要额外得到一些关键的信息 他同样可以找到那片神国的入口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沿着太素他们已经开辟出来的道路 再次进入那里相比要容易很多 走 没有理会眼前的白衣女祭司 王冲身躯一晃 一把抓起李旋徒 立即有如一道闪电般破空而出 几个闪烁 立即消失在高空深处 这并不是王冲第一次穿梭时空 进入通道之中 可以感觉到左右两侧 无数大大小小的次元和空间 有如流水一般向着后方倒流而去 不止如此 穿梭在这条隐秘的时空通道之中 王冲其实能够清楚地感知到 通道两侧附加了大量的阵法和禁制 看来从进入通道那一刻起 那位判处天神组织的太洛 就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不过这些阵法和禁制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被破坏了 显然是出自太速他们的手笔 呼 这些念头从脑海中飞掠而过 王冲身上一道暗金色的时空之环 扩散开来护住全身 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 王冲立即毫不犹豫 加快速度朝着无尽的时空深处 锁定那股气息飞速而去 此时此刻 如果从无尽的高空处俯瞰而下 就会发现那条时空通道 宛如一条波折的最复杂的曲线 在无数的时空中不断跳跃 转折 而最终所指向的地方 已经和突厥的闸落山 相隔十万八千里 某种程度上 甚至已经接近于置身于宇宙之中